男人为了知道自己有多少根腿吗 竟揣着三颗手雷来到了闹鬼的医院 身为怪怪的老人听到这个问题后下的浑身颤抖不语 因为只要打死对方就会切掉自己的狗头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但无数人恐惧的自己竟然成了男人手中带带的羔羊 原来就在三年前诡异世界突然降临 不断有人被强行拉进了名为地狱的游戏世界中 执行各种恐怖的任务并进行全球直播 成功者获取奖励不断变强 而失败者永久扣除生命直至死亡 顶尖的心理医生赵一也被拉进了这场游戏 他一出现就引起了所有人的目光 因为他的精神力竟然高达101% 目前的总榜第一的玩家龙帝妖神也就110 不幸的是他被随机传进的则是死亡率最高的巨像医院 刚进入医院数据圆满就出现了未知的续乱 手术室内昏厥的赵一缓缓苏醒 从破烂铁床上起身的他活动了一下筋骨 眼睛深处闪过一道微不可查的暗红色星芒 紧接着赵一就得到了一些不稳定的数据 墙中立不可翻越无法摧毁 门中立需要门禁卡 未知黑影危险 这些未知从何处而来的数据透露了重要的信息 而获得门禁卡逃离医院似乎就是最终的目的 赵一确认周围没有危险后就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灯光忽明忽暗 墙壁上到处都是腐朽的霉班 在409的门口他听到一些动静 透过门缝发现里面躺着一名垂死的老人 老人见赵一来到后面祈求开口 我想去厕所方便一下 年轻人你能扶我起床吗 赵一没有立刻回答 他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老人 那些不稳定的数据又浮现了出来 流老汉高级危险 无法移动速度缓慢 又不类型的怪物吗 战斗属性超强 但无法移动并且攻击范围窄小 甚至具有致命弱点 赵一脑子飞快运转然后一步步走向老人 而病床上的老人眼中则略过一抹冤毒和阴冷 直播间内此时议论纷纷嘲笑这个新人式的闹谈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因为赵一不仅停下了动作 还转身绕到了老汉的背后 下一秒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抵在了他的额头 刘老汉慌乱地问他要做什么 赵一则看着他平静地开口 我问你一个问题 答对了我就带你去厕所 答错了我就会切掉你的狗头 看着近在咫尺的手术刀 他只能无奈地答应 因为设定自己根本无法转身 此刻凶猛的他竟也变成了带宰的羔羊 赵一接着便冷声开口 我有多少根腿毛 听到这句话弹幕上充满了问候 赵一见对方不回答就缓缓地刺了下去 而刘老汉则面色惊恐地不停求饶 不要杀我 你再问一个问题 赵一承诺片刻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那好 医院的门禁卡在哪 老汉松了一口气急忙回答 门禁卡一共有三张 一张在院长身上 一张在后勤部 还有一张 话还没说完 一道刀芒就忽然划破了他的脖梗 赵一戏谑一笑 不好意思耍你呢 我可没那么多问题 兵里的灵魂武器触碰了鬼屋的怨念成功解封 手术刀可以给鬼屋造成额外伤害 你击杀了刘老汉获得轻微增强 此时狂便桌子上一个文件袋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拿起文件袋的时候 系统声也随之响了起来 触发隐藏任务刘老汉的遗愿 紧接着老人的尸体就坐了起来 年轻人谢谢你让我解脱 你手里的文件带装着一本房产证 那是我生前唯一的积蓄 我女儿刘雪为了得到它 私下和巨像医院的院长偷情企图和谋害死我 但后来他却因为一场意外的电梯事故死我 这件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我求你帮我杀了院长 作为交换这张房产证将属于你 话音落下再次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获得物品刘老汉的房产证 品质绿色 见此一幕直播间的观众都沸腾了起来 我操牛逼 这新人居然打出了巨像医院的隐藏任务 原来刘老汉根本不能移动 可他怎么知道的 刚才谁说这个新人是脑瘫的 请站起来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一个特殊外况的人在直播间发话 虽然有些歪打正着 但他的表现确实不错 心态判断反应都可以 这不是吹脚联营的工会副会长杨涛大佬吗 会会缺人了吗 看我看我 我已经十二级了 杨涛见状回答不缺人 就是顺便来看看今年的新人情况 随后他看着赵一的一举一动 又开始分析了起来 刘老汉刚才已经隐晦地告诉了赵一 他的女儿死在了电梯间 这意味着医院的电梯不能用了 以目前的情况而言 赵一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放弃隐藏任务 走步梯寻找门禁卡 电梯里很可能有怨气残留十分危险 刚分析导致他突然愣在了当场 因为赵一竟然拿着房产本直奔电梯而去 赵一盯着电梯看了许久 最终选择了暗洞 接着一段提示就浮现了出来 电梯低级危险 里面有一只怨铃 他的力量和抗性被削减严重 但仍然拥有人类五倍的体质 你无法徒手对抗 看到提示后赵一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里面死的多半就是刘老汉的女儿了 力量和抗性被削减得很严重吗 那好啊 想到此处他便大步走进了电梯之中 直播间外的观众都跟着紧张了起来 常言道电梯等于活棺材 在这么危险的世界里 进电梯实在是不明智 随着电梯的下沉 灯光开始不自然地闪烁起来 赵一不停地打量着周围 突然间一滴粘稠的液体 落到了他的额头上 紧接着一条手臂 就搭住了他的肩膀 赵一扭头看去 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可赵一却出乎意料表现得丝毫不慌 甚至面色中还隐隐地有些兴奋 你就是刘老汉的女儿吧 看着眼前的男人完全不害怕 刘雪自己也懵了 反应过来的他询问道 我是刘雪 你是来帮我复仇的吗 不是 你的父亲有份特殊的礼物要送给你 他单独留给你的 好像是房产证 让我务必亲自送给你 刘雪听到这有些不敢置信 我爸把房产证留给了我 最后竟然留给了我 赵一见对方上钩便继续询问道 你还是和我说说你的事情吧 你不是因为意外死的吗 为什么要复仇 刘雪文言身上的气息 开始剧烈波动了起来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场意外 但那不是 那不是意外 是院长谋杀了我 他把我从天台推了下去 他说着猛然凑在赵一的面前 把我杀了他 把他的头带回来 我会给你一份丰厚的报仇 赵一听后嘴角浮现出一谋笑容 没有系统提醒隐藏任务 这也意味着女鬼在骗自己 那估计就没有报仇这回事吧 不过无所谓 思索至此 他仿佛没有察觉般挠了挠头 询问院长有什么弱点没有 刘雪接着回答道 他是这里最强的鬼 但也可以说是最弱的 可别的鬼不同 他不知道自己死了 如果你能让他意识到自己死了 他的执念消失 力量也会跟着消失 女鬼说完赵一 就将房产证和下面的球体 一同递到了女鬼手中 我懂了 房产证给你 我去想办法帮你复仇 刘雪没有疑心顺手 接过了赵一给他的东西 而赵一则哼着小曲快步离开了这里 手中还不停地摆弄着手雷的拉环 转暂停住过环 哼的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 直播间的观众再次陷入了懵逼之中 他不是心理医生吗 为什么会随身揣着手雷 男人揣着三颗手雷闯进了闹鬼的医院 里面恐怖的鬼怪竟如同高阳斑下的浑身发产 因为身为心理医生的他 不仅用一把手术刀就解决掉了高级危险的刘老汉 就连智商高达250的电梯女鬼也被他耍得团团转 在手雷爆炸之后 伸出电梯的女鬼只剩下了一个脑袋 这一幕深深刺激到了正在看直播的观众 你妈 他不是个变态的心理医生吗 为什么随身揣着手雷呢 大佬杨超眼前一亮顿时来的兴趣 精彩 房产正是女鬼的直面 利用这个吸引他的注意力 让他放松警惕 毕竟大部分玩家面对鬼的时候都只想着逃 仅仅是短暂的时间 他已经有将赵姨破例拉入工会的欲望 地面上被炸的稀烂的头颅愈发争鸣丑陋 流血死死的盯着赵姨无比愤恨 你敢算计我 赵姨没有回答 他抓住女鬼的脑袋随机提了起来 紧接着猛然向远处抛了出去 爱你的头很Q弹有没有 说爸他嫌弃地拍了拍手 就是黏了一些 随后赵姨拿出了自己那把秀气斑斑的手术刀 女鬼看着这一幕怨毒的眼神中浮现了极大的恐惧 不要杀我 求求你了 刺耳的求饶声不停地回荡在走廊之内 去 我的刀很快 不会痛的 赵姨说爸露出了癫狂的神色 然后缓慢将手术刀刺入了女鬼的后脑 不久后女鬼停止了惨叫 钉手术刀沾染了鬼物的鲜血 有什么被唤醒了 你的灵魂武器进化 你的属性获得增幅 解决掉女鬼之后赵姨感觉浑身舒坦 增幅之后她的力量也长到了五点 此时哒哒的脚步声从远处传了过来 赵姨起身缓缓回过头 眼前出现了一个身体烂的只剩下一半的老人 她的脸上还挂着诡异的笑容 但当看到赵姨手中提着的那颗无比惊恐的女鬼头颅后 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 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赵姨礼貌地盯着她询问 听到这句话老鬼顿时浑身炸毛 紧接着立马转身狂奔逃离了这里 他奶奶的 这家伙也太他妈吓鬼了 不行 我得跑快点 看到那鬼物转头逃跑的狼狈模样直播间瞬间沸腾了 观看人数也从一开始的一百零一人暴涨到了六万多人 我他妈服了 这新人也太生猛了 居然把鬼都吓跑了 这确定是心理医生不是精神病吗 赵姨此时松开了女鬼的脑袋 力量由原来的二变成五后 他明显的感觉力气提升了很多 感觉很好 很巅峰 接着他便前往了医院的一楼大厅 如院找到了所需要的地图后 他继续摸索沿着地图来到了下个目标保安室 刚打开保安室的大门就发现里面陈列着几具尸体 自己目前需要一份证明来告知院长他已经死去的消息 保安室中有监控 兴许也会有打印机 赵姨走进保安室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出了自己的手术刀 埃哥把地面上的尸体投割了下来 然后摆上鲜花一字拍拍好 他的这一举动让不少人感觉后背发凉 这人多少有点心理疾病吧 杨超倒是能理解这样的行为 因为在新人的副本中 个别鬼屋的力量被限制的很严重 会选择装死来偷袭玩家 赵姨这么做虽然很变态 但却没有后顾之忧 众人听后纷纷觉得有道理 可这真是一个新人刚进游戏能干出来的事吗 他居然很淡定的在洗手 做完一切的赵姨开始来到桌边登陆电脑 打开网页一番找寻 终于找到了关于具象医院的成就新闻 他截屏了部分关键的图片 全部打印在了纸上 确认无误后他刚想转身离开 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又折返了回来 接着拿出手术刀 对着桌子上的鬼头 挨得补上一刀 众人见此一幕瞬间呆愣在了当场不明所有 赵姨饿完这一切后才长出一口气 自言自语的嘟囔道 我就说刚才好像忘了什么事 这样的话 你会死在这个游戏里的 这些地狱对于一般人而言就是精神污染 但赵姨却无动于衷 因为在很久之前 她就每天都能听见无数的恐怖低语声 从睡醒之后到入睡的那一刻从未有过安宁 那些声音员比现在通道的低语更加极端 每一个都带着十分的恶意 所以这里对赵姨而言 反而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无比亲切 她淡定的在迷雾中漫步 很快就来到了走廊的尽头 这时一些若有若无的哭声传了过来 金支县任务触发 帮助爱哭鬼完成心愿 赵姨瞥了一眼上面的提示顿时来了兴趣 然后她便循着声员找过去 手术刀也随之握在了手中 一路来到了1007号房间 哭声显然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她尝试旋转了一下门把手 发现并没有被里面反锁 直播间外的观众此刻都跟着紧张了起来 天啊 我不敢呼吸了 只要赵姨开门她就闭死 短短的几秒他们如同过了数年 就在众人全神贯注观看之际 赵姨却松开了门把手 她警察后退了几步目光落在了门的上方 丁门极度危险 可破坏 一刀又一刀 不知道捅了多少刀 快住 被她发挥的淋漓尽致 煞内间凄厉的惨叫便从幕门背后响了起来 见此一幕直播间外的众人不由的浑身发寒 你妈 这个新人是不是太生猛一些 我都开始为院长担心了 妈的 以后遇见可待小心点 我觉得她就是个疯子 变态的心理医生闯进了闹鬼的医院 里面的鬼怪竟被她吓得心惊胆战 不仅伤害了无数人的鬼物无法伤她分毫 就连极度危险的开门鬼也被她瞬间捅得稀巴烂 在解决掉开门鬼之后 赵一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经你击杀了开门鬼 你的灵魂武器获得增强 听到提示的赵一看了眼自己的手术刀 发现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显然增强的幅度很微弱 不过纹事再小也是弱 有总比没有好 星红的鲜血不断地从门缝中渗出 数据上极度危险的字样也已经消除 赵一这才放心推门走了进去 此时里面的爱哭鬼躲在墙角下的瑟瑟发动 刚才发生的一切她都看在眼中 丁爱哭鬼终极危险 赵一拎着手术刀缓缓靠近 惊恐的爱哭鬼见状立马大叫了起来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无形的声波瞬间便向四周荡漾了开来 这是爱哭鬼最引以为傲的攻击手段 一般人听到这个肯定会精神错乱 然而这对于谨慎力101的赵一来说 根本不会有丝毫影响 直播间外的众人都很好奇她的下一步动作 她走过去了 会直接杀了爱哭鬼吗 据说爱哭鬼还有其他的攻击手段 来到镜前的赵一环缓蹲了下来 她伸出手抚摸着对方的脑袋 其他人没想到会有这么温馨的影 一个如此杀法果断的人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此时一个女人摇晃着手中的红酒杯开始分析了起来 她的大佬将是对的 先震慑鬼屋 再通过安抚 这样可以与鬼屋建立信任关系 对于接下来完成支线任务有重要的帮助 红英女神也来了 一群大老爷们听到声音后便连忙凑了上去 女神可以给我签一个名吗 女神我帮你拿酒杯 请问红英女神还缺胎吗 不缺的话 借不借意多一个 红英健壮眉头微皱 口中淡淡地吐出了一个字 蛤 女神骂我吗 我要保存录音回去听一万遍 红英懒得理他们继续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起来 今天古区的新人真是有趣 我刚从另一个小胖子新人的直播间过来 这叫新冠猎杀者游戏 居然只用了46分钟 刷新了三年都没有人突破的记录 这个叫赵一的新人也不简单 姑且看看这个支线任务是什么吧 此刻被抚摸后爱哭鬼也安心了不少 蔡姨霍地开口询问 你不是来杀我的对吗 赵一没有回答继续慈爱地摸着她的头发 这让爱哭鬼更加确信了对方没有恶意 于是便放松警惕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我在这里这么久 终于有人来帮助我了 当初我的妈妈升了重点 这所医院告诉我他们可以救我妈妈 但是需要巨额的医药费 爱哭鬼还在叙述着她的故事 但她殊不知赵一此刻已经握紧了手中的手术刀 身体也随之调整了姿势 这个姿势可以 比较适合发力 做完准备后她便猛然挥刀刺了过去 变态的心理医生被困在了闹鬼的医院 里面的鬼怪竟被她吓得疯狂逃窜 因为她不仅能把女鬼的脑袋当球踢 就连极度危险的开门鬼都被她捅成了稀巴烂 看着面前的爱哭鬼此时已经彻底放松警惕 赵一的嘴角开始些许微微上扬 真怪 这个姿势刚好适合发力 思考至此她猛然抬起了自己的手臂 瞬间摧哭拉朽般划破了对方的脖口 爱哭鬼还愣在了当场不敢置信 呼吸一声煞奈间心红的血液四肩而出 赵一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瞬间又对着爱哭鬼的脑袋补了几头 直到对方彻底失去气息 她才放松下来长出一口气 直播间外的众人再次被赵一的举动震碎了三关 我人都麻了 通过物理手段跳过对话 牛逼 不过这个已经失去了关键的讯息 她的支线任务就没有办法完成了呀 红英女神白分析了 这家伙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 赵一懒得管别人怎么看 爱哭鬼是终极危险 这意味着她还有某种对自己有明显杀伤力的手段 为了确保安全 还是直接杀死她为妙 至于支线任务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 丁机杀爱哭鬼 灵魂武器获得提升 赵一随机在房间内搜寻了起来 获得到具爱哭鬼的日记 她翻看日记里面的内容也浮现了出来 11月12日请 妈妈的病情又加重了 我还在马自挣钱 之前因为照顾妈妈晚上马自睡着了 这个月全情没了 我求编辑通融通融 编辑说她也没办法 这周周末我再出去接火 希望能够早点给妈妈凑够手术费 12月12日 我接到了一分送外卖的工作 虽然辛苦了一点 但是有希望给俺妈妈凑够手术费了 12月17日 下了十多天的雨 小镇上到处都是积水 今天送外卖摔了一跤 今天的钱没了 2月9日 连续三个月的暴雨 外卖做不了了 母亲的病又恶化了 我该怎么办 3月18日雷暴 小镇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会忽然变成了这样 街上如此空旷 人们都去了哪里 赵一和上日记 从上面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等一下 她突然想到日记里的一句话 希望能够早点给妈妈凑够手术费 母亲说术 赵一名难了几遍 就转身离开了房间 直播间外的众人很适应 她怎么又朝别的方向去了 那边是普通病房 不是院长的办公室啊 她在干嘛 是在探索地图吗 就在众人猜测之际 大佬杨超给出了答案 她在排除选项 爱哭鬼多次提到重病和母亲 说明支线任务和她的母亲有关 所以只要找到爱哭鬼的母亲 就可以继续支线任务 潮湿的地板上发出了咯吱的声响 赵一在路过一个病房的时候 停下了脚步 总算找到了 变态的心理医生来到了闹鬼的医院 里面的鬼怪竟被她吓得疯狂逃窜 不仅极度危险地开门鬼 被她捅得稀巴烂 就连一脸无辜的爱哭鬼 也被她耍得团团转 在一刀解决掉爱哭鬼后 她便根据地图来到了一间病房门口 房门被缓缓推开 赵一则大步走了进来 这层病房只有一个女鬼 很明显她就是爱哭鬼的妈妈 现在她已经找到了目标 接下来只要和目标进行互动 就可以套出有用的讯息继续支线任务 在众人议论之际 赵一则面带微笑礼貌性地问道 您好 请问您是阿笑的母亲吗 阿笑是爱哭鬼在日记里面的落款 女鬼周身阴气环绕 她转过头露出了死亡气息的微笑 接着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几个字 我是阿笑的母亲 你有什么事 赵一听到这脸上浮现出了兴奋的表情 太好了 终于找到您了 冒昧地问一句 您的丈夫或者亲人什么的在医院吗 没有 女鬼沉默片刻就回答了出来 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 说话的同时 她的头发竟开始诡异地疯张 仿佛幽灵班朝门口延伸而去 显然是想留下对方 没有就好 赵一听后放心了不少 这样我就不用再到处乱跑 跑来跑去找人也挺麻烦的 话音落下 她便抛出手雷直接丢了过去 与鬼看后顿时该愣在了当场 反应过来想要丢掉已经来不及 赵一挥挥手就连忙走向了外面 在关上房门的那一刻巨大的火光轰然升起 整栋楼都跟着摇晃不已 我操 直播间内的所有人都一脸懵逼 刚才还预判赵一行动的杨涛顿时尴尬步 随着烟雾缓缓消散 赵一再次推开门走了进去 病床上的女鬼已经被炸成了飞灰 周围也都是一片狼藉 众人见此一幕后被有些发凉 这怎么说 正常人难道不应该试着套出女鬼的信息 继续完成支线任务吗 她倒好 见面就送了人家一颗手霉 还问对方有没有家人 显然就是奔着杀人全家去的呀 杨涛再次分析出了赵一的想法 这个新人太可怕了 脑回路属是有点不正常 这个医院就这么大 鬼屋很容易找上她 为了防止哀哭鬼的家人暴露 她竟然主动出击杀人全家 这人到底是心理医生还是精神病吗 现在终于可以安心去院长的办公室了 赵一弥南了一句就转身朝楼顶走去 附近的鬼屋全都躲了起来吓得颤抖不已 生怕赵一踢开自己的房门 在找寻一番后她来到了院长的门外 还没进门就感觉到一股死亡的杀气 透过破碎的玻璃发现里面 有一具掉在半空摇晃的身体 丁具向医院院长 极度危险 不要尝试和她正面对抗 赵一看到这些数据后便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就拿出了那张打印好的纸杖 不能正面对抗吗 那就只能这样了 变态的心理医生被困在了闹鬼的医院 里面的鬼怪竟被她吓得头冒冷汗 在解决掉一系列各种危险的恶鬼后 赵一终于来到了Boss院长的门外 还没进门她已经感觉到了一股死亡的杀气 丁具向医院院长 极度危险 不要尝试和她正面对抗 赵一看后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就从口袋中拿出之前打印好的纸杖 接着又找出一支笔 将其中一部分内容用红矿圈了出来 在做完这一切后 她直接用透明胶带贴在了自己的脸上 轰的一声大门被一脚踹开 赵一刚走进去突然感觉到了死亡的危机 此时的院长低吼着转头注视着她 一双苍白的手瞬间就掐住了赵一的脖子 随即将她高高举了起来 这把出手太快了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院长的嘴裂到了耳根 血盆大口张开就要将对方直接吞噬 而这时她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赵一脸上的纸张 上面有几个被特意勾勒出来的文字和图像 三月六日 具象医院被为之故乡入侵 所有人员死亡 无疑幸免 再看到这些后院长似乎回想起来了什么 掐住赵一脖子的手 力量也在快速衰弱 我死了 我死了 不可能 院长在泥南中逐渐癫狂 此时赵一拿出了自己的灵魂武器手术刀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用出了瓶声最快的音 直接刺中了院长的迷信 做完这一切的赵一狼狈地落回到了地面上 丁尼击杀了副本BOSS 灵魂武器获得增强 属性获得小幅度增幅 增幅过后她的力量也从原来的武变成了BOSS 此时直播间外的众人都佩服得五体投递 我操 打印好的纸张原来是这个用法 她为什么这么简单就杀掉了BOSS 物品染穴的手术刀 品质唯一 简介 你的灵魂武器 因为吸收了厉鬼身上的恨意而轻微觉醒 具有了微弱的混乱伤害 混乱伤害无视抗性 无视闪避 无视伤害 必然对一切单位造成全额伤害 混乱伤害 是某种高级属性吗 赵一安安记住了这条特殊属性 接着她便看向了眼前还在左右摇晃的院长 直接将手术刀从对方的额头上拔了出来 解决掉院长后 她就在办公室翻掌了起来 从爱哭鬼的日记来看 这个小镇曾经遭遇过神秘力量的入侵 那院长这么重要的BOSS 总该有些特别的信息吧 变态的医生来到了闹鬼的医院 里面的鬼怪竟被她吓得疯狂逃窜 不仅终极危险的爱哭鬼被她耍得团团转 就连极度可怕的院长也被她捅得稀巴烂 在解决掉BOSS院长之后 赵一就在办公室内翻掌了起来 爱哭鬼日记上的记录 让她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些兴趣 具象医院和小镇明显是遭遇过什么神秘力量的入侵 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很难说以后她不会再进入这个副本之中 所以现在有机会她还是想先探索了解清楚 在抽屉中她发现了门禁卡和一封信件 她把门禁卡取出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然后就将信件打开查看了起来 信上的字迹很潦草语气也透露出了急迫感 早晨 我联系了当局 为你买通了镇子上的守卫 古玄镇不安全了 早点收拾东西 就这两三天 去南镇门的车站 有一辆黑色的迪卡车在等你 再晚些孔生变故 赵一看完信后不由的眉头微整 她将信件重新叠好放回了抽屉中 信件是从外面寄过来的 信上并没有所谓 对方显然很清楚古玄镇发生了什么 但事情还是出乎了她的预料 这个叫老陈的院长 最后仍死在了医院里 又找寻了一番什么都没有发现后 赵一就转身离开了这里 很快就来到了医院的大门口 此时天空上成群结队的乌鸦 一直在上方盘旋 周围到处都是游走的黑影 看不清楚身体和五官 她小心翼翼穿过黑影 来到了最外围的栅栏 不知何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 扭曲的诡异人形 对方一动不动背对着她 同时赵一的眼前也出现了一段数据 她在看到提示的数据后 瞬间冷汗不止 名称未知 极度危险 不要让她离开你的视线之内 否则会发生恐怖的事情 无论是眼前的数据 还是身体的本能 都告诉她这个东西 完全不是现在的自己能对抗的 难道还有隐藏BOSS吗 赵一警惕地拿出了自己的手术刀 然后捏手捏脚地小心一动 生怕惊扰到对方 她死死地盯着扭曲的人影 不敢松懈半分 绕过人影后 她成功地刷了一下门禁卡 逼得一声生锈的铁门 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 如同几百年没有运作的机器一般 赵一盯着人影 缓缓后退到了铁门之外 外面一片浓雾什么都看不清楚 显然这个新手副本 并不想透露更多的讯息 赵一轻轻地把铁门关了之后 就一点点退到了浓雾之中 丁副本通关成功 现在开始传送 随着提示音响起 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浓雾就彻底遮掩了赵一的身体 她也跟着消失在了这片浓雾之中 在赵一离开后 那扭曲的人影终于有了动静 她原本如墨尔般的身体 突然抬起了脑袋 冷冷地注视着赵一消失的方向 变态的男人来到了闹鬼的医院 里面的鬼怪竟被她吓得疯狂逃窜 在经过一系列的事件 并解决掉院长后 她也终于完成副本 被传送了出去 并恭喜玩家赵一 主线任务逃离巨像医院完成 隐藏任务刘老汉的医院完成 支线任务爱哭鬼的心愿失败 剧情探索度88 世界观探索度16 获得评分S加 获得奖励25经验 获得物品刘老汉的房产证 获得称号鬼剑筹 随着提示声接连不断的响起 直播间外的众人瞬间躁动了起来 没想到一个新人 竟会在地域难度的巨像医院 打出了S加的评分 赵一的脸上依旧很平淡 在奖励到账后 她的等级也达到了二级 并且获得了刘老汉的房产证 此时的她回到了安全区永业营币 所谓的安全区 并不是一处传统意义上的真实地域 而是一个虚拟的平台 这里可以观看玩家的直播 也可以互相交易物品 以及交流副本心得 或者一些难题和经验 赵一刚打开自己的信息栏 上面就弹出了两条选项 一请选择您要加入的工会 二是否要独自创建工会 她并没有着急做出选择 还是要先了解一下 基本情况再决定 好友申请的提示已经爆满 里面很多人的名字 都是高贵的金色 旁边的玩家健壮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我去 哥们你是哪路神仙 这么多大工会邀请你加入 在看到赵一茫然的模样后 她便解释了起来 这些大工会几乎不收新人 向你发出邀请简直是太魄力了 只要加入大工会 就可以拥有各种丰富的资源 速推大世界任务 大大的提高了在这个游戏中的生存率 赵一听完版白手 表示自己暂时对这些不感兴趣 随后她就打开商城观察了起来 上面的物品非常多 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正规法器 还有提升自己的神秘药水 每件物品下面都标注着购买所需要的积分 而积分的获取方式就是打副本 赵一接着又打开了排行榜 排行榜一共有五个 分别是新人工会链级附甲明镇 目前她靠着S加的评分 荣登新人排行榜一 其他的排行榜她也浏览了一下 在了解完大概的情况后 赵一就对工会进行了查询 原来玩家在进入游戏之后 将无法返回原来的世界 而是被分配到一个新的混乱世界之中的边缘角落 那里危险贫瘠粮 玩家想要应付各种危险储存资源 往世界中心走 而活下去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入工会 和你的队友一起行动 在看完之后 她就认真查阅了目前已经开拓的世界地图 发现全市混子工会所在的地方 距离某个熟悉的区域最近 五旋镇 具象医院院长信中所提到的那个小镇 赵一看到这眼前一亮顿时来了兴趣 诡异降临世界后 男人在千万人中荣获新人榜第一 可万众瞩目的 她居然拒绝了顶级工会的邀请 反而选择了一个全市混子的垃圾工会 在赵一顶集申请之后 不久对方就传来了回复 我们是垃圾工会没有什么资源 赵一看后嘴角浮现出一抹微笑 自己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她只是对谷玄镇很感兴趣而已 与此同时在世界地图上 遥远的边角区域 某个破旧的公寓楼里 一个姿态妖娆的女人正在注视着眼前的信息 真有意思 今年的新人榜一居然坚定的要加入咱们的工会 话音落下旁边走过来一个身穿倒袍的中年人 福寿无量天尊 这家伙没有收到几个顶级工会的邀请吗 还是这一届的新人实在太差劲了 没法让那几个老鬼动心 女人撩起自己的头发慵懒的开口 一个在具象医院这种地狱难度的副本 打出了S加平分的新人 你说呢 听到这老道士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那他为什么会选咱们工会呢 女人接着就将赵一的回复说了出来 他说他对谷玄镇很感兴趣 全书给点意见 听到这话被叫做全书的中年人合上了手中的书本 古玄镇好像和咱们的世界任务有关吧 你们这几个家伙天天世界任务不做 就知道打打杀杀 搞得这么久过去 工会还是这鸟样 新人都快跑光了 女人听后扑刺一笑 这难道不是跟你学的吗 上梁不挣下梁歪 可被扔锅给我们 全书文言顿时有些尴尬 放他进来吧 难得还有新人想来咱们工会 记住可千万别欺负新人 女人听后舔了一下嘴唇 眼中也浮现出一抹亮光回答好的 当系统的提示弹出后所有人都懵了 他们很不理解赵一的选择 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去哪不好 非得去这么一个垃圾工会 可惜这个家伙了 听说前面几个大工会的大哥都对他赞赏有加 没想到自己这么做 此时在乱戒的费城之中 某处豪华的大厦内 杨涛正仔细地查看着赵一的资料 居然加入了全是混子的工会 这个新人确实不同寻常 就在他思索之际 一个职业装的女人敲门走了进来 副会长 有人挖出了赵一原来世界的资料 资料已经上传到永夜营币 这里是原文件请过目 杨涛接过资料快速浏览了一遍 然后疑惑地问道 他在业内很有名吗 女人回答是的 他只好过近千名的重度心理疾病患者 而且是完全治愈 没有任何后遗症 无论那人是抑郁症还是暴力倾向 心理严重扭曲病态 但凡经他之手总能痊愈 不过奇怪的是 被他治好的患者全都忘记了治疗的过程 与治疗有关的记忆也神秘地消失了 所以在业界内 一般没人直呼他的本名 而是给他起了一个特殊的外号 遗忘天使 诡异世界降临之后 男人在数千万人中杀到了新人榜第一 可万众瞩目的他却拒绝了顶级工会的邀请 反而选择了一个全是混子的垃圾工会 全是混子的工会处在世界地图的边角区域 也是最平级阴冷危险的地方 赵一刚来到这里 就看到一个性感的美女正站在门口 这里就是全是混子工会的地盘吗 赵一好奇地主动询问 女人听后摘下了自己的墨镜 怎么 柳若琴边说边转身向楼内走去 姐带你去见见工会的其他混子 赵一应后应了一声便跟在了后面 当柳若琴推开破旧的大门后 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其中有不少人的脸上都带着古怪的笑容 柳若琴顿了顿便开始介绍道 黑框眼镜男是咱们的工会会长 你可以叫他全书 那位冰山美人是梦教 咱们的副会长 尽量别和他闲聊 他不会搭理你的 至于那名该死的神棍倒是叫江霄 最喜欢的就是科蒙拐骗 你可千万小心不要上他的道 听到这话江霄满头黑线立马开始辩解了起来 柳若琴 道也我上通天文下懂地理 算命看卦从不多收一文 怎么就成神棍了 他边说边挤到了赵一的身旁 来我给你安排了房间 我们一般住在七楼顶楼 新人住一二三楼 你的房间号是404 老到我专门帮你申请的 吉利得很 赵一听后连忙点头道谢 江霄黑黑一笑 没事 来了就是一家人 能在千万人中杀出个新人榜音 我们可是很看好你啊 柳若琴见状摇了摇头 别坑他了 我带他去宿舍 接着他便主动走上了楼梯 很快就到了404的房间门口 和房间等明后 这间房以后就是你的安全房 除了你受意外 其他人不能进 柳若琴说爸就让赵一站在门口 此时从猫眼中射出一道蓝光 叮灵魂信息采集完毕 随后房门缓缓打开 里面的景象也尽收眼底 很干净整洁 独立位于热水24小时供应 但食物和水要去 两公里外的废旧火车站抢 柳若琴说到这眼中 闪过一抹亮光 那里要至少三级才能进入 你的等级不够 姐姐我可以为你提供些 赵一听后连忙点头 应了一声 谢谢刘姐 不客气 柳若琴挥了挥手 转身就要离开 明晚来客厅 姐姐我和你们刚进入的新人 大致讲一下 地狱游戏的流程 哦还有 他突然想到什么 接着补充到 公寓以外的地方 暂时不要探索 不安全 说罢就扭着腰身走出去 与此同时 在吹脚连营的工会中 杨涛得到赵一的资料后 沉默许久 然后便安排女人 把人摸巴尔叫来 听到这话女人有些失忆了 副会长 巴尔在上一次的副本里 把其他玩家杀光了 现在因为杀戮值过高 被关进了杀戮战场 三天后才能出来 杨涛闻掩扫了眼旁边的日历 我还有时间 可以再等等 男人被强行拉入了 诡异的世界 并出色的完成任务 在数千万人中 位列新人榜一 可万众瞩目的他 却选了一个 权势混主的工会 他来到工会后 休整了一晚 第二天所有刚加入的新人 就被召集到了大厅中 赵一也穿着睡袍 来到了这里 权叔目光扫过 全场后就开始介绍了起来 各位都到了 那简单说几句 我是权势混子工会的会长 你们可以叫我权叔 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 是一个法则混乱的世界 名为乱戒 这里非常危险 只有工会的这栋大楼 绝对安全 所以没事不要乱跑 作为地狱游戏的玩家 一共有两个任务需要完成 一是副本任务 另一个是大世界任务 副本任务 每个月必须完成一次 最多两次 而值得一提的是 你们很可能会和其他玩家 匹配在同一副本 杀人越货是常有的事 所以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此外 你们进入副本之后 永夜营地会有你们的直播间 尽可能的表现优异一些 吸引更多的观众 成为你们的粉丝 直播结束时 人气与礼物会给你 折算成额外的积分 虽然不是很多 但能让一些大工会 注意到你们 日后跳槽也会比较方便些 众人听到这都有些疑惑 怎么方便跳槽都说了 看来他压根不在意 工会里的新人走不走 权叔顿了顿继续说 至于世界任务则更加简单 你们的系统里有呈现 有兴趣照着做就行 没兴趣或者怕就别做 工会不强求 现在你们还有问题吗 话音落下众多新人 就争先恐后地 举起手想要提问 权叔健壮有些无语 他服了服眼镜 直接起身离开了阵 既然大家没问题 那就丧会 还在举手的几人健壮 顿时懵逼在了当场 我操 这个工会的老人 这么不负责任吗 怎么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 你自己要申请混子工会 可别怨别人啊 我他妈是看网易 申请了这个工会 才跟过来的 赵一读自作在沙发上思索 其实关于游戏的一切 都可以在系统中查询到 他们讲不讲没有什么区别 让他无语的是 这个工会的混子们太白了 连眼都不戴眼的 世界任务就没有动过 这都建会两年了 还停留在引导任务上 不过这样其实也好 自己可以从最开始 体验剧情的走向 看清楚古玄镇 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 接着赵一就打开了世界任务 映入眼帘的第一个 就是引导任务 任务目标去火车站 收集食物和水 推荐等级一到三级 任务奖励两次有点 简介 你忽然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恐怖的 永夜之地 而你的目标就是脱困 离开这个地方 但在此之前 你需要先想办法活下去 后面还附加一张地图 赵一看了一眼地图 发现这栋公寓离废弃车站 只有两公里 虽然距离不算长 但车站内80%都是阴影 说明这些区域和任务无关 很可能出现的危险 会超过一到三级 那现在还不能去冒险 反正工会储存的仓库里 还有很多粮食暂时吃不完 当下最要紧的 还是迅速提升 自己的等级和积分 然后去商城里兑换需要的道具 思索至此 他便点开了系统面板上的副本匹配 丁匹配成功 副本鬼校惊魂 参与玩家赵一阳 林林镇韬路百 主线任务在石山高校之中活过七日 支线任务破除高校诅咒 主线任务奖励75经验值 支线任务奖励替死亡偶 难度地狱 简介 已顺利考入了11流名校石山高校 然而在学校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你却忽然发现这所学校 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劫 好美啊 美女的人气就是高 虽然只经历了四次副本 但她的成长我都看在眼中 以后她就是我的女神 是啊 刚开始她就是个富家女花瓶 现在知道动脑子了 真的进步了很多 杨玲玲打开系统界面后 面色瞬间惨白一片 地狱难度 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 这才是第四次副本啊 就遇上了地狱难度 上个副本是普通难度 都快把我折磨死了 这次的地狱难度可怎么办 她越想越头痛 一共25点生命 之前副本死了三次扣除了15点 现在还剩下10点 如果再死一次就只有5点了 那下次进入副本压力就太大 毕竟一旦生命值在副本里清零 就会彻底死掉 想到此处她不禁开始后趴了起来 对了 还有队友们 她猛然站起来扫尸了下全场 看看我的队友们 说不定哪个比较厉害 可片刻后她就失望无比 只见人群中有三个人的头上 浮现出了标注 但是这哥仨比她的等级还要低 杨玲玲无力的摊坐回了凳子上 完了 他们三个是新的不能再新的萌新 现在是午休时段 不出意外的话 距离下午第一节课还有10分钟时间 得趁这个时间和他们交换一下彼此的信息 于是杨玲玲便行动了起来 把三人喊到了操场上 由于她的等级最高 所以很自然的就成了队长 听着 我们现在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困难与危险 接下来的七天里 我们必须要努力团结合作才有可能活下来 你们对这个副本有什么看法吗 听到这话震涛和陆柏无奈的摇了摇头 刚进游戏 一点信息都没有 有个毛的看法 简直是两眼一抹黑 而赵一在扫尸了附近的教室后发现了一样 一层的教室都没坐满 一个教室大概有46个座位 可教室内的人数却不超过23人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但是她预示着什么呢 四个菜鸟被困在了地狱难度的鬼校 他们不仅要破除诅咒拿到替死玩偶 还要不择手段的在这里活到七天后 可这很明显不是新手期的他们能应对的 等级最高的杨玲玲着急的拉着三人商讨对策 郑涛和陆柏却无奈的摊了摊手 杨玲玲随即看向了警觉的赵一 问她有没有什么看法 赵一这个名字好像在哪看见 郑涛忍不住呢喃了一句 接着她猛然抬起头 似乎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就是那个 在地狱难度副本巨像医院 打出S家的新人榜一 另外两人听后顿时愣在了当场 新人排行榜榜一 牛逼 这可是数千万人之中杀出来的大头 看着三人用炽热的目光盯着自己 赵一随即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你们还记得自己的座位吗 杨玲玲激动的回答记得怎么了 对方就是她的救命稻草 赵一没有回答 反而转头看向了教室 没什么 要上课了 回去吧 如果不出意外 今天咱们教室内应该会死不少人 对啊 记得一定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千万不要做错了 听到这话三人瞬间有些毛骨悚然 杨玲玲发现郑涛的脸色很差 便询问怎么回事 郑涛断断续续的开口 我好像忘了自己的座位 赵大哥 这个很重要吗 赵一听后转头看向了她 我不确定其他位置是否有危险 但我们的出生点在短时间内肯定是安全的 如果你实在记不住 可以回想一下你记住的参照 此时直播间涌入了大量的观众 不愧是榜一 思路果然很清晰 又是地狱难度的副本 赵一真是老倒没蛋了 可惜了离开新人推荐平台 赵一大哥的热度一下都没了 拉倒吧 哪个新人刚进游戏就有这热度 三百人很多了好吗 这一次没有系统帮助削弱鬼屋的力量 她耍不了小聪明 呵呵 也这次要看她是怎么死的 上课领想了 咱们回去吧 说罢几人就立马赶回了教室 起立 随着一名男生的发力 所有人都齐刷刷站了起来 准备迎接老师的到来 照一目光扫了一眼周围的人 一瞬间她的瞳孔又浮现出了星红的数据 这间教室里竟然全都是鬼 除了自己的队友没有一个人 不过好在显示的都是中立单位 不会莫名其妙地攻击其他人 片刻后门被推开 一名穿着职业装的女人走了进来 今天我们进行数学考试 随着她话音落下周围的鬼物 都害怕得回神颤抖 冰女教师 触发是中立 在为触发其猎杀条件时 该单位一直保持中立状态 触发猎杀条件后 该单位力量会暴涨 杀死目标后恢复 照一看到这已经眉头紧重 触发是中立 这个触发点是和她手里的试卷有关吗 还是和他们的座位有关 又或者两个都有关系 男人被强行拉进了恐怖的鬼笑中 除了她和三名队友 其余的同学都是鬼魂 而他们则要在这里 想尽办法活过七天 随着恐怖的女教师 进场气氛顿时变得压抑无比 现在开始发放考卷 说罢她的目光 就冷冷地扫向了众人 考试时间为五十分钟 期间不准走动喧哗 在她说完这句话后 照一明显地察觉到 自己前排的那名胖胖的鬼 在不停地颤抖 可是她到底在害怕什么 女教师接着就开始发放了试卷 从前面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即使没有人的空座位 也会放上一张 照一瞟了一眼 离自己比较近的一处座位 发现上面的试卷根本没有字 而有人的座位 则浮现出了简单的尸体 看着上面的题目 照一不禁有些头疼 很好 完全不会 那只能这样吧 她接着就快速写上 自己的名字和学后 剩下的选择交给橡皮擦 考试纪律稀碎 不少人在东张西望 甚至还有鬼直接 询问起了自己的东桌 第三题选啥 你的题目跟我的一样吗 而女教师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一直在讲台上 认真和对教室里的学生 照一见状眉头顶重 考场乱成这样 兼考老师都不管 难道触发条件 和考场几率也无关吗 但是前面这位同学 好像颤抖的更厉害了 此时杨玲玲转头看向了她 得知照一是目前 新人排行榜第一的时候 她就把生还的希望 寄托在了对方身上 因为能从数千万人中 杀到第一的人 不可能全凭运气 她必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本事 看看她在做什么 不是吧 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 还需要靠扔橡皮擦来 决定选项吗 杨玲玲看到这心中 又开始忐忑了起来 突然讲台上 传来了女教师的声音 不要动张希望 随着话音落下一阵 刺骨的寒意 瞬间充斥在了每个角落 所有同学都不敢 再有任何小动作 照一也数着手指头 认真算起了题 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三七二十四 四六二十八 很快她就写完了 卷子上的所有题目 而此时女教师 也开始了监考巡逻 一把染靴的斧头 缓缓抽了出来 她的面目 也开始变得撕裂 猙獰恐怖 让我看看 有哪些同学会受到惩罚 男人被强行 拉进了恐怖的鬼校 这里除了三名同伴 其他的都是鬼魂 更可怕的是 课堂上的女教师 监考用的竟然是 沾满了心红血液的斧头 让我看看 有哪些同学会受到惩罚 女教师说罢 就拎着斧头巡视了起来 路过郑涛的身边 使她停下了脚步 郑涛下的瞬间 汗毛倒数 浑身颤抖 大气都不敢出 此时她的心中 如同万马奔跑 斧头的阴影 刚好映射在了试卷上 郑涛用力地 攥着手中的缸底 整个人都处于了 紧绷的状态 心脏此时都提到了嗓子眼 她不敢回头 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难道是我做错位置了吗 不应该啊 这桌子上的文具 我没记错 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杀我 她内心崩溃不已 整个人恐惧得 如同魂魄出窍 精神力每秒 正以三点的速度下落 直播间外的众人见状 都明白这小子完了 精神直在跌下去 估计第一天都撑不过去 杨玲玲因为害怕 精神力也在不停地下跌 一些仰慕者 都跟着担心了起来 可赵一这边却完全不同 她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妈的 她是怪物吗 精神力稳得跟老狗一样 居然还是101 这心理素质我佩服 不过我刚才看了一下 她的卷子 一提都没有答对 郑涛的精神力不断下跌 很快就跌破了50 这女教师便来到了赵一的身后 一腹极致的压迫感随之起来 赵一似乎感觉到了强烈的杀意 她抬起头露出了 人畜无害的微笑 看向了女教师 精专属提示 女教师触发是中立 我都闹成这样了 她还是中立 看来扰乱考场纪律 确实不能触发她杀人 所以即便她非常想杀人 但只要没有触发条件 她就不能动手 赵一思索至此恍然明白了几分 从某种角度来说 女教师反而是这个教室里 最安全的一只鬼 但是现在安全了 未必意味着以后也安全 赵一犹豫不决地摸向了 口袋中的手术刀 目前还不能确定 能不能杀掉这只女鬼 看我干什么 现在是考试 还不赶快做题 女鬼提着斧头死死地盯着赵一 而赵一思索一会儿 还是决定先忍一手 你在看什么 我脸上有东西吗 女教师说话的同时 又靠近了一些 争鸣恐怖的嘴巴 直接裂到了耳根 挂着腥臭唾叶的舌头 猛然伸出了长长的一截 赵一见状不禁眉头微重 但她很快就恢复了平时的神态 没有 我就是觉得老师你挺好看的 刚才我遇见一只摔死的女鬼 脸上全烂了 给我幼小的心灵 留下了极大的疮伤 听到对方夸自己好看 女教师的颜值 一下子就重返了巅峰 并露出了精细羞涩的神情 老师真的好看吗 不对 现在是考试时间 少给我套近我 赶紧做题 说罢她就举起苍白冰凉的手 按在了赵一的头上 此时前面座位上那个胖胖的狗 身体像筛子一样抖个不停 口中还重复着别杀我 从一开始她就在压制自己的恐惧 这一幕立马引起了女教师的注意 她瞬间伸长了脖子靠近 眼睛同时冷冷地盯住了对方 男人被困在了恐怖的鬼笑中 里面除了三名同伴 其他的全都是鬼魂 最可怕的是课堂上监考的女教师 一言不合就会举起手中的斧头凯然 就在赵一被她按着脑袋强迫做题时 前面一个胖胖的鬼 突然吓得浑身颤抖不已 女教师瞬间伸长了脖子死死地盯着她 手中的斧头也第一次开始了高高举起 胖鬼见状顿时浑身炸毛 立马扑通跪在地上求饶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 求你了 她抱着女教师的腿痛哭流体 我保证 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再放 话还没说完 女教师的斧头就已经麾下 呼辞一声 心红的鲜血喷溅的到处都是 一颗圆滚滚的头随即落到了赵一的脚边 赵一见此一幕略微愣神了几秒 然后缓缓伸出了自己的腿 哼的一声直接将这颗头踢飞了出去 下一秒刚好滚落在了郑涛的桌子上 四目相对之下 郑涛瞬间吓得濒临尿崩 还没从女教师的恐惧缓过神的她 双眼一番立马口吐白沫昏倒在了桌子上 直播间外的观众都笑疯了 这是一个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是人是鬼都在秀 只有郑涛在挨揍 不过幸好她昏过去了 不然精神值继续下降 恐怕连死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就沦为副本怪物 此时解决掉胖鬼的女教师 又转身冷冷地盯向了赵一 赵一没有犹豫立马起身把试卷交给了她 女教师随后接过了卷子 接着手逼一挥示意她出去 再打扰考场纪律 我就取消你的考试资格 赵一听后黑黑一笑连忙应了一声 好嘞 杨玲玲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差异无比 这就走了吗 在走出教师之后 赵一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消失了 我大概明白一些了 四十分钟后考试结束 几人也聚集到了一起 杨玲玲颇感无奈 怎么说这都是地狱难度 咱能不能稳健一点 陆白也附和道 是啊大佬你刚才的行为实在太危险了 差点吓死郑涛 赵一听后笑着解释了起来 我只是试试那个老师而已 试试证明 只要不触发死亡点 那么这个女鬼对我们的容忍度便非常宽繁 死亡点 这句话立马引起了三人的注意力 大哥还请您细细说一下 赵一随后环顾四周确认没人后 才小声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女鬼杀人是有规则的 几人听到这儿有些疑惑 什么规则 难道不是随即抽取一个性命而砍头吗 见他们这副迷茫的模样赵一遍挥了挥手 跟我到操场来 那里视野开阔 中午午休的时候 我一共观察了八个班级 仔细看就可以发现 教学楼里每个班级的人数都不超过座位的一半 而且越往前的班级人就越少 刚才我交卷后去往二楼查看了一下 发现二楼的情况和一楼完全一样 而我们班是三楼最靠边的教室 已经空了不少座位 但三楼的其他教室却没有少 杨玲玲听到这更加疑惑了 这说明什么呢 赵一眉头微咒地回答 假如 我是说假如 同学的死亡是由某个诅咒引起的 那么诅咒从一楼开始蔓延 像是某种病毒挨个班级感染 现在正好蔓延到了我们班级 这种诅咒缔造了某种规则 而只要违背这个规则的人就会死 那规则是和考试纪律相关吗 郑涛和陆白恐惧地抱在了一起 赵一顿了顿继续说道 你们想想看 我刚才大声喧嚣 踢飞了我前面那名同学的头 肯定是扰乱了考场秩序 但即便这样 监考也没有对我动手 反而是我前面的那个小胖子 莫名其妙地被砍了头 所以他一定是做了触发了死亡点的事 还有死去的同学 应该也都是做了一件同样的事 如果你们足够细心就会发现 空座位上的试卷和草稿纸都是空白的 少部分的学生的卷子也是空白的 杨玲玲听到这似乎明白了一些 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了 最后这些试卷空白的学生都被女教师解决了 一共有七个人 难道那张空白试卷就是死亡触发点吗 赵一听后摇了摇头 应该没这么简单 试卷并不是死亡触发点 从我上一个副本完成的情况来看 哪怕是地域难度的副本 只是单纯为了完成主线 也绝不会太难 真正难的地方是探索制线任务 隐藏任务的世界观 所以这个副本的主线任务也不会很难 郑涛此事嘴唇发白带着哭腔开口道 你说了这么多 直接告诉我们死亡触发点是什么不就好了吗 我不想死 好像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赵一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 目前我也不知道死亡触发点是什么 虽然不是试卷 但应该也和试卷有关 而且有一点我得提前告诉你们 说到这里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兴奋了起来 不开玩笑地说 这座学校很可能只有我们四个是活人 其他的都是鬼 男人被困在了恐怖的鬼校中 这里除了三名同伴 其余的全都是鬼魂 他们不仅要想办法活到七天后 还需要完成任务获得替死玩偶 刚进入这里就经历了一场残酷的考试 虽然几人都安全地从女教师手中活了下来 但他们对这里的规则仍旧不清楚 一不小心就会丧命 特别是从赵一的口中得知 只有他们四个是活人后 阵涛下的双腿一灯差点昏了过去 几人见此一幕都有些无语 杨玲玲无奈地询问接下来要怎么办 这个副本时间不够紧凑 节奏也似乎很松散 自己有些无从下手 赵一文言目光扫向远处的教室 回答等天黑 可是为什么要等到天黑呢 五百疑惑不已 赵一听后蠢头看向了他 那你觉得以我们现在学生的身份 白天有多余的时间去查想要的信息吗 杨玲玲感觉很有道理 不愧是榜一 确实有点东西 那今晚咱们约个时间和地点出来看看 随后几人就把时间定在了十二点 后面的凉亭碰头 此时醒过来的郑涛举起了颤读的手 我插一句嘴 我可以不去吗 我怕撞鬼 赵一点点头回答当然可以 不过我可要事先提醒你一句 晚上你一个人如果听到什么或者看到什么 千万不要大声叫哦 没人会去帮你的 因为我们都不在 郑涛听到这下的猛然一阵哆嗦 跟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不久后晚自习结束 学生都陆陆续续返回了宿舍 赵一也跟着走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推开门惊讶地发现这个宿舍的条件还不错 虽然有点拥挤 但还算干净准结 赵一刚坐到床上耳边就传来了提示 精神紧绷一天的你回到宿舍终于松了一口气 于是你开始犯困 并很快地进入了可能并不甜美的梦乡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他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催眠般昏昏睡去 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正在昏睡的赵一猛然睁开了眼睛 此时的宿舍空荡荡了 整个宿舍楼就只有他一个人 赵一突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 看来出事了 查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 发现距离约定的时间只剩三分钟了 于是他就快步赶去了约定地点 此时周围的景象已经大变 墙皮脱落露出了腐朽的霉斑 苍凉破败显得肖色无比 杨玲玲紧张地不断来回多部 再看到赵一后 他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你自己吗 他们人呢 赵一回答没见着 所有人都消失了 甚至我以为你们也不在了 杨玲玲听后有些担心 难道他们已经被害了吗 赵一听后安慰他没事 不用多想 我们目前应该没有人出发死亡里 他们多半还活着 从四周的景象判断 咱们很可能进入了 类似理世界的地方 不过这也是件好事 方便我们对学校 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走我们去看看 现在的教学楼是什么样的 杨玲玲应了一声 连忙跟在了后面 只有寸步不离赵一他 才有安全感 刚来到教学楼的范围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道黑影 黑影中一双心红的眼睛 似乎也在盯着他们 杨玲玲毛补悚然地询问 那是什么 赵一回答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反正不是人 说吧他就大步朝黑影 走了过去 杨玲玲连忙上前拉住了他 明知道不是人你还去 不要命了吗 赵一随即解释了起来 如果他是中立单位 那可能对我们收集信息 有所帮助 杨玲玲反问道 那如果不是呢 他听后露出了 意味深长的笑容 接着便掏出了 自己的手术刀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把它变成中立单位 杨玲玲闻言有些无语 这一刻他感觉 对方比鬼还要吓人 直播间外的观众 此时都沸腾了起来 他妈的 这个家伙胆子是真的大 赵一提着手术刀 大步走向了黑影 原本游离状态的黑影 见他过来后 顿时愣神了几秒 紧接着便一溜烟 跑进了教学楼 赵一见状不由的眉头紧重 距离太远没来的 急发动机能看清提示呢 别走啊 咱俩聊聊 说吧他也立马提速 快步追了过去 男人面前突然出现了 一场鬼影 但他不仅不害怕 还拿着手术刀 直接走了过去 看到男人凶神恶煞的模样 那团鬼影下的立马 开始了疯狂逃窜 赵一见状提着手术刀 紧随其后 沿着黑漆漆的楼梯 一路向上狂奔 杨玲玲愣神过后 也连忙跟了上来 你一直都这么勇的吗 此时的他很是无语 赵一回答不是的 其实自己一直都很谨慎 谨慎了 今天你可是当着 监考女鬼的面 扰乱了考试纪律 听到他的吐槽 赵一头也不回地解释道 那是因为我有百分百的把握 女鬼不会对我动手 今天下午考试的时候 你没有认真看吗 好几个同学 在监考老师的眼皮子底下作弊 那个监考老师发现之后 也只是提醒了一句 这说明破坏考场纪律 违反考试规则 并不会触发死亡禁止 杨玲玲听到这思索了一会儿 这个自己还真没有注意 此时赵一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 没反应过来的 他一头就撞了上去 你怎么停下来也不打声招呼 杨玲玲话刚说到一半 就看到赵一做出了噤声的手势 意识到不妙的 他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 黑暗中基本看不太清楚 二人小心翼翼的 来到了一间教室的门后 隔着玻璃悄悄地望向了里面 只见空无一人的教室 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影 杨玲玲顿时吓得毛补索然 身体也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 这些黑影都是什么东西 赵一听后表示自己也不能确定 到我们班看看 接着二人没有说话 静止前往了高二八班 透过玻璃发现里面同样也有黑影 不同的是黑影并没有下面那么多 而且讲台上也站着一个 奇怪的是这几个黑影 和白天死掉的人位置对应 赵一想到这不禁皱起了眉头 就在这时杨玲玲颤抖地 指向了前方示意她看 怎么了 赵一疑惑地抬头望去 只见一只星红的眼睛 正在死死地盯着她们 而那眼睛正是属于 讲台上的黑影的 一瞬间两人如同坠入了冰窖般 身上的汗毛都吓得倒数了起来 快跑 意识到不妙的赵一立马拉着她 向楼下奔去 男人被困在了闹鬼的学校 她必须想尽办法 在这里活过七天 可随着时间的 推移诡异的事情不断发生 空无一人的教室 突然弥漫出了大量的黑影 更可怕的是讲台上的女教师 此刻正在用 星红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她 赵一见状顿时汗毛炸裂 连防拉住旁边的女生 夺命狂奔 但当跑下楼 却传来了恐怖的笑声 一只猙獰的鬼屋 此刻挡住了她们的躯 太可怕了 我们怎么过去 杨玲玲因为害怕 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 精神力也随之迅速下降 可赵一却完全不锁 走过去 杨玲玲有些不明所以 下一秒她就被赵一抓住了手臂 然后拉着她向着前面直冲而去 鬼屋见状活动了下身体 准备迎接猎物的到来 这时赵一瞬间便扔出了自己的手术刀 锋利的刀芒一闪而过 打眼间就命中在了鬼屋的脑袋上 随着戾气刺入的声音响起 那恐怖的鬼笑声也戛然而止 赵一注视着对方倒下嘴角 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 因为通过刚才的提示 她知道这个只是低级危险的鬼 兵你击杀了出来上厕所的倒霉鬼祟 你的灵魂武器获得微弱增强 没有时间停留 赵一连忙拔出了自己的手术刀 紧接着就带上杨玲玲继续逃跑 大门就在不远处 快点 她不能出教学了 赵一随即出声提醒道 听到这话杨玲玲眼前一亮再次加快了脚 太好了 我们马上就要跑出去了 就在她心顺之时 殊不知一双大手已经来到了身后 下一秒刚要出去的 她就被黑影抓住了伯格 冰冷的感觉一时间弥漫了全身 还未等她有所反应 就被黑影拖走回到了楼内 刚到门口的赵一听到了杨玲玲的求救 她转过身边 毫不犹豫地甩出武器手术刀 次来一声 杨玲玲的耳朵瞬间被削掉一半 手术刀充斥不仅紧接着 命中了身后的黑影 随着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那双手臂也松开了被控制的女孩 她见状肾上腺素飙升到了极点 连滚带爬立马冲向了外面 几秒钟后就来到了赵一的身旁 此时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身体瘫软了下来 随之一股液体也流淌到了地面上 她已经走了 赵一见状出口安慰了一句 杨玲玲听后这才渐渐地回过了身 左耳的痛感知识越来越强烈 她用手一摸才发现自己的耳朵已经没了 看着杨玲玲眼泪汪汪楚楚可怜的样子 赵一无奈地叹了口气 没事 副本结束还会找回来的 此时直播间外的观众都沸腾了起来 干 我女神差点就没了 不愧是绑一的男人 要是我估计头也不回的就跑了 她居然还想着救人 这飞刀够狠 要是再偏一点 估计就插在杨玲玲的脑门上了 在帮她包砸好耳朵上的伤口后 赵一就做了一个让人惊掉大牙的决定 接着她便对旁边的杨玲玲开口道 你在这等着 我再进去一趟 女孩被鬼屋死死地掐住了脖子 幸好男人出手 她才能侥幸逃脱 可惊魂未定的 她还没缓过来神 就听见男人说 要再进一次鬼楼 此刻的杨玲玲彻底慌了 你疯了还敢往里走 万一她埋伏你 那你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赵一文言便开始解释了起来 不会的 这座学校的鬼屋 不是自由活动的 他们都在按照某些规则办事 比如刚才追我们的监考员 我料定她不会跟着我们跑出教学楼 否则她就违背了自己的规则 受到咱们想象不到的惩罚 杨玲玲文言低下了头 这时候她才感觉到 自己的下身一阵清凉 又吓尿了 真丢人 接着她脸红地岔开了话题 那你重新进入教学楼 是因为里面有什么很重要的信息吗 赵一思索片刻就回答了出来 我需要一份花名册 监考员手里的那个太危险了不好吗 办公室里应该留有备份的 说把她做事就要走进去 杨玲玲这时突然开口请求道 你可不可以带我一起 赵一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你确定吗 她深吸一口气回答确定 你知道的 如果什么都不做 就算通关了 评分和积分也会很低 你放心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如果真的遇到了危险 你直接跑就行 不用管我 生怕对方拒绝她又连忙补充了一句 我跟着你 万一什么时候我能帮上点忙吗 那行吧 赵一犹豫片刻最终答应了下来 接着二人就再一次进入了教学楼 楼道内的鬼物虽然蠢蠢欲动 但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攻击他们 杨玲玲疑问的询问 你刚才为什么要去三楼看我们的班级呢 赵一回答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我们教室里的黑影 是白天死去的那些人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四楼的办公室 在确定里面没有动静后 赵一就小心地抬门走进去 房间内有些凌乱东西散落的到处都是 将门反锁完 两人就开始翻找起了花名册 赵一一边找一边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白天的时候 一楼八个班级一共472个座位 121个学生 分布在完全杂乱的座位上 我将他们的位置全部大致地记了下来 刚才一楼的教室内 黑影座的位置 恰巧是白天教室里的那些空座位 如果一个班级 这个可能只是一场意外 但如果连续八个班级都是这样 我想这已经足以成为一条规则 但为了谨慎其间 我又去往了三楼 在那里我看见了 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小胖子 他白天被监考老师宰了 在他的位置上果然看到了黑影 所以咱们现在可以得到一个最基本的定论 这些黑影就是白天被杀死的人 杨玲玲听后有些怀疑人声 看了一眼 赵姨听后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 怎么 不够吗 杨玲玲听到这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不明白同样是人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男人被困在了恐怖的鬼小 她必须要想尽办法安全地活过气天 探索途中她发现教室内晚上会出现大量的黑影 而这些黑影似乎就是白天被监考老师杀死的人 杨玲玲听到她的猜测有些疑惑 可是咱们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吗 赵姨随即解释道很有用 因为基于这样的一条规则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关于规则的推论 白天的人是活的状态 晚上的黑影是死的状态 活人和死人不可以同做一个座位 否则视为违反规则会被处决 杨玲玲还是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可是那些黑影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了吗 难道还能再死一次 赵姨听后没有回答 因为她从柜子里面找到了一份花名册和一封信 她将信放在一旁随即翻看起了花名册 上面不但有班级的名称和时间 还标注了每个人的位置 赵姨想起了之前教室内显示的时间 9月14号也就是今天 自己名字前面一个座位是空白的 那里没有名字 也就意味着白天考试的时候 那个座位不应该做人 可是那个小胖子坐在了这里 她意识到了自己做错了座位 但她不知道正确的位置是哪个 所以她害怕 因为做错了座位就会死 杨玲玲听后顿时兴奋了起来 那我们直接把这份花名册带走 后面几天不就知道自己应该坐在什么位置上了吗 这样一来就能熬过7天了 赵姨文沿泼了一盆冷水 没那么容易 我们是14号进入副本的 一共要在学校存活7天 所以理论上如果白天的时间是连续的 那么副本应该是9月20日结束 但这份花名册上 20号全部是空白的 杨玲玲听到这道西一口凉气 为什么呢 赵姨嘴角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因为在那一天 我们所有人都会死 听到对方的话 杨玲玲瞬间汗毛倒数 精神力也下降了不少 不要吓我 我胆子很小的 赵姨接着就拿起了旁边的信封 发现里面除了有厚厚的一碟名帝 还有一封简短的信件 现在这件事情闹成这样 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还请明老多和市长沟通一下 这些钱不多 算是孝敬明老的一点心意 里面的内容修修改改 很多关键的讯息都被划掉了 显然是还没来得及寄出去 赵姨眉头紧皱开始思索了起来 此时耳边传来了钉的一声 手术刀的轮廓也渐渐浮现在了半空中 她随即握住手术刀看向了杨玲玲 正好武器回来了 走咱们去校长办公室 临走是两人快速地将物品归位 然后赵姨又抽出了一些明币 杨玲玲有些好奇询问她拿钱做什么 赵姨看着她意味深长地回答 以防万一 男人意外获得了一亿明币 可是她却不敢花一分一毫 因为在这个到处都是鬼魂的世界 这些明币将会帮他们逃过一劫 杨玲玲心中充满疑惑 可以细说吗 我还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拿那些钱 赵姨可以即便解释道 不管这座学校里的是人是鬼 他们都在按照各自的规则在做事 老师在监考 没有特殊情况 他们不能离开教室太久 但校长不一样 校长在学校里的大部分时间 都没有老师那么忙碌 所以如果她在办公室里面 我们就得想办法把她引出办公室 杨玲玲听后眼前一亮 这个我懂 可是引她出来和这些钱有什么关系 话刚说完赵姨就做出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因为他们已经穿过走廊 来到了顶楼校长的办公室 两人透过玻璃小心观望了一下 此时一些不稳定的数据又开始浮现了出来 校长高级危险 这明显不是你们这些菜鸟 能够正面对抗的存在 但她的行动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导致她在跑步的时候必须同手同脚 校长正在数着手中的名币 显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菜鸟 你待在这帮我盯着她 我去铺前 赵姨小声叮嘱了一句后 就开始行动了起来 她要用这些名币把校长引出办公室 大概用了十分钟的时间 她就把手中所有名币都扑到了地面上 做完这一切后 她拍了拍手回到了办公室门口 老丁 待会儿敲完门 你就跟我往天台的楼梯跑 然后找个位置躲起来 杨玲玲听后会议的点了点头 她终于明白了对方的想法 接着赵姨就敲响了办公室的大门 在校长疑惑的转过头之际 两人已经快步离开了这里 随后门被打开 浑身上下臃肿肥胖的校长便走了出来 她的头哥哥坐响扭转了360度 但并没有看到人 空气中只有一股淡淡的尿骚味 她疑惑的开始顺着味道寻找了起来 可没走两步脚下的名币 就引起了她的注意 钱 好多钱 校长嘴角上挂着阴森森的笑容 连忙弯下腰开始捡了起来 男人把十一名币全都扑到了地面上 紧接着一只猙獰的鬼物 就从门缝中探出了脑袋 看着下方一张张鲜红的钞票 她愣神了几秒 就不由自主地将钱捡了起来 等她稍微走远 赵姨才献出了身心 我们去办公室找一个档案 杨玲玲听到这有些疑惑 档案 什么档案 赵姨随即便解释道 从先前的那封信可以看出 某个学生的母亲和学校有过冲突 而且学校对她母亲造成过很严重的伤害 甚至杀了她的母亲 话刚说到这只剑捡钱的鬼物已经渐行渐远 赵姨连忙挥手让杨玲玲跟上 所以咱们现在要找到那个同学的档案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杨玲玲一边小心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一边开口询问道 可如果真像你猜的那样 这种有损学校生育的事情 还会记录在档案里吗 赵姨随手拉开了储物柜分析了起来 但是学生退学会记录 学校和学生家长发生巨大冲突的动机不动 无非就是因为孩子的安全健康或者学业 石山高校是军训式的封闭学校 校规严厉禁止学生打架斗殴 并且看管严格 威胁学生安全健康的事情几乎不会出现 所以能让学校和学生家长大闹起来 甚至大打出手的动机 多半就是涉及学生的退学问题 杨玲玲听到这眼前一亮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紧接着赵一番看之后 就从档案中查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 陈琼 成绩排名全年级第一 于九月份开除 开除原因早恋 一个成绩如此优异的尖子生 因为早恋被开除了学籍 这让他感觉到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 杨玲玲凑上来古怪的看了两眼 学校有因为早恋开除学生的校规吗 赵一回答 我大概翻了一下其他受到处分的学生档案 早恋的惩罚都是双方停课叫家长 陈琼是唯一一个被开除的 这么优秀的学生正常情况下 只会比其他学生轻乏 除非是他在早恋这个过程之中 招惹到了一个完全惹不起的人 杨玲玲好奇地猜测了起来 要么他的早恋对象有背景 要么是他的情敌有背景 赵一更倾向后者一些 毕竟一个成绩如此优秀的人 自尊心通常也很重 陈琼追求女同学 女同学拒绝她 陈琼死缠烂打 女同学动用背景迫使她退学 这样的概率比较低 倘若正面被自己喜欢的对象拒绝 应该不会再继续死缠烂打才对 所以第二种更合理些 我们得去查一查 关于陈琼的事情 或许会有不错的线索 杨玲玲听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去哪查 咱们的手机都是学校发的 没有办法联网 只能定道中 去机房 那里可以联网 赵一边说边关上了储物柜 可这时杨玲玲却呆愣在原地 浑身颤抖部 反应过来的她颤颤巍巍地 指向了门口的位置 顿时一股杀气弥漫在了赵一的周围 意识到不妙的赵一猛然间回过头 只见臃肿猙獰的鬼屋 正死死地盯着她 糟了 校长提前回来了 一对男女摸进了鬼屋的房间寻找刺激 却殊不知他们已经成了鬼屋的瓶中之鞭 意识到不妙的男人猛然转过头 就在这一刹那 原本臃肿肥胖的黑影 竟然变成少年的体型 随着她一步步走进房间 整个房子的墙皮都开始脱落 流出了腥红的血液 你们都该死 都该死 听到这怨毒的声音 赵一立马把杨玲玲护在了身后 紧接着便从储物空间 拿出了刘老汉的房产证 你是不是陈穷 我们是来调查真相的 当年你和你的母亲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黑影听到真相两个字 瞬间愣声了一下 然后就捂着脑袋 发出了刺耳的吼叫 这叫深圳的二人头昏脑胀 杨玲玲的生命值都在不停地下降 我们要拼了 眼看这样下去不行 她便从储物空间内 拿出了一把猎枪 不是 我不是 陈穷 母亲 张牙 旁骁 黑影时而仰天长笑 时而抱头挣扎 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些字 随后她的脑袋渐渐地开始膨胀 片刻的工作就从里面钻出几十根 带着尖刺的出手 两人看着这一幕顿时头皮有些发麻 这他妈是什么怪物 杨玲玲吓得腿抖得像筛子一样 手中的猎枪也差点拿不稳掉落在了地上 黑影接着便朝着二人一步步走去 眼看他们就要退到死角陷入危险之中 杨玲玲强装镇定提着猎枪就要上前搏命 赵一你快跑我拖住她 就在猎枪举起的那一颗树根尖刺已经来到眼前 快闪开 赵一见识不妙撤退的同时一脚踢在了杨玲玲的身体上 下一秒尖刺就抽中了两人刚才的位置 地面都在这一击之下如豆腐般碎裂 逃过一劫的杨玲玲碰的一声摔落到了远处的墙壁 而离得比较近的赵一又陷入了危险之中 刚落地的她发现又有几根尖刺瞬间抽了过来 速度之快竟发出了音爆之声 完了呀 以赵一目前的反应能力 根本不可能躲开这一下攻击 如果这一下被打到估计她会当场归系 眼看她即将命丧于此 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江子 黑影发出了嚎叫声被迫终止了攻击 赵一你快走 我来掩护你 杨玲玲紧紧握着手中的猎枪眼神中满是坚定之色 我操好帅 虽然她尿裤子 但她不愧是我女神 趁着这个机会赵一连忙站稳了身形 普通枪支对鬼物基本不能造成什么有效的伤害 但子弹的冲击力还是帮她化解了这次致命的攻击 杨玲玲此时尖叫着对着黑影又突突了两枪 被命中的黑影身体陷入了僵直的状态 赵一见状没有选择逃跑似乎在思考什么 她的双目中站开一道星红之色 紧接着就朝着对方翻滚而去 这个翻滚大幅度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她用最快的速度掏出了一张防铲证 对准黑影猛然贴了上去 此时一根尖刺也来到了赵一的头 再多一公分她的脑袋就会像西瓜般炸裂 也就在这一刻防铲证的效果终于展现了出来 兵流老汉的防铲证已解封 强制封印五米内的一只怪物十秒 冷却时间一天 看着黑影呆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赵一连忙转头看向了杨玲玲 快跑 说罢人便趁着这个机会立马向门口的方向跑去 此时的门已经被黑色的虫子包裹 杨玲玲举起猎枪狠狠扣动了扳机 被破开后他们头也不回地逃向了走廊的黑暗中 而几秒钟后黑影也解除了封印状态 直播间外的众人此刻都捏了一把汗 完了 他们能逃掉吗 女孩拿着猎枪对着怪物疯狂射击 而男人则掏出防产证贴在了怪物身上 可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对怪物造成有效的伤害 趁着几秒钟的时间他们立马逃离了这里 出门口后两人一路夺命而逃 扭曲的黑影则蹦蹦跳跳地追在后方 由于黑影同手同脚身体极为不协调 所以行动要稍微慢一些 赵一见状便挥出了自己的手术刀 刷的一声刀尖刺入了黑影的心脏 虽然不能杀死这只强大的怪物 但拖延点时间还是可以的 趁着这个机会两人迅速跑到了教学楼外 黑影跟他们的距离也逐渐地被拉开 许久之后杨玲玲大口喘着粗气 表示自己已经跑不动需要歇会 赵一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已经甩开了黑影 于是这才放心了下来 杨玲玲随后询问她去哪个地方 赵一回答去机房看看 现在距离明天早读还有三个钟头 去机房碰碰运气说不定可以查清楚陈琼的事 杨玲玲这时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了 我这还有把猎枪送给你了 以后会开启领域 你现在使用猎枪 也可以增加枪械领域的熟练度 赵一没有客气接过去病道的生鞋 这把猎枪不是外面世界的普通枪支 而是在商城里兑换的 虽然对于鬼屋的杀伤力不大 但能把鬼屋打出僵直状态 对于新人而言算是很珍贵的物品了 直播弹幕上次十一轮纷纷 击溃者在商城要卖两天积分 我女神就这么把她送人了 赵一救了她两次 回赠一点礼物也是应该的 十几分钟后 两人就来到了机房所在的大楼中 找到机房 赵一直接掏枪对着门锁来了一发 接着门锁啪的一声掉落在了地上 里面的场景也映入了两人眼前 有了上次的教训赵一 便让杨玲玲在门口望风 自己则大步走了进去 接着就利用网络在网上查询 关于陈穷此人的信息 看着她疯狂的敲击键盘 杨玲玲忍不住问了一句怎么样了 赵一怒不转情地回答 对方的来头很大 网上的那些信息都被封锁清理了 不过没关系 自己可以进入黑海查询 听到这杨玲玲有些发懵 黑海那是什么 赵一解释是互联网的垃圾场 通常来说互联网之中的讯息 不会彻底删除 所有曾经出现过的数据 在被清理掉时 代码都会被排入黑海之中 但黑海那个地方 进入的密室很麻烦 需要先行编译试错修改 然后登陆 杨玲玲看着她有些疑惑 你以前是黑客吗 为什么懂这么多 赵一听后认真地回答 我是心理医生 但我的精神可以和数据沟通 我从前有个病人 她是个黑客 患有极其严重的妄想症 她每天都跟我说 可以将自己的精神 注入互联网之中 在无垠的代码海洋傲游 一开始是她自己 在虚拟世界下晃游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我俩终于可以一起进入完了 听到这话杨玲玲一脸懵逼 直播间的弹幕更是评论纷纷 笑死了 感情他妈的被治疗的是你啊 我就说这人精神多少有点问题 会不会是和精神病 待久了被传染了 你没看她的资料吗 赵一肯定是在开玩笑 她可是治疗过 上千名中毒精神疾病患者 杨玲玲接着好奇地询问 那后来呢 赵一无奈地叹了口气 后来里面就剩下我一个了 因为我治好了她的妄想症 杨玲玲听后有些无语 没想到你真会开玩笑 我差点就相信了 这时候赵一突然眼前一亮 然后她便打来的响指表示登进去 杨玲玲听后顿时诧异无比 电脑还是显示刚才的见面啊 难道她的精神真的可以跟数据沟通吗 而赵一眼前显示的却完全不一样 刹那间大量的信息便涌入了她的脑海 陈琼的母亲 宁与石山高校高一八班的班主任争执 出现了意外从三楼走廊衰落 抢救无效 死于3032年8月13日 死因脑组织严重损坏 一周后陈琼混入学校 手持菜刀一刀将他的班主任良明的头披成两半 并逃出学校 自那过后 陈琼彻底人间蒸发 而石山高校之中的师生也开始在一个月内陆续神秘失踪 无一幸免 期间是派遣大量的警员搜索石山高校 但却一无所获 听到赵一的叙述杨玲玲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3032年8月13日 一周后是8月20日 再过一个月是9月20日 那不就是咱们主线任务结束的那一天吗 赵一点后回答是的 白天教室的电子日历显示日期也正是3032年 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了诅咒发生的最后七天 难怪那份花名册上的位置只排到9月19日 你的猜测是对的 9月20日那天所有人都会死 杨玲玲想到这不禁有些垂头丧气 本来拿到了花名册 以为只差一步就能够活过这个地域难度的副本 我真是太傻了 见到她这副沮丧的模样赵一便开口安慰到 好在今天才是第一天 我们还有许多时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要自己跟着赵一走 活下来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杨玲玲深吸一口气重新振作了起来 我们还有机会 我必须打起精神 此时天空渐渐明亮了一些 淡淡的浓雾不知从何处蔓延了看来 杨玲玲敏锐地发觉到了不对 赵一起雾了 闻言赵一惑地转头看去 这雾气有问题 男人拉着女孩的手夺命狂奔 而后面神秘的鬼物却穷追不舍 这种鬼物能不断地吞噬人的精神值 直到让人彻底沉沦变成可怕的怪物 杨玲玲脑子昏昏沉沉 她为了活下去迅速咬破了自己的舌头 剧痛和嘴里的血腥让她勉强保持理智 可这似乎并没有什么乱用 赵一眼看她就要撑不下去 于是就立马拉着她朝远处的水塔跑去 本来是想回去宿舍的 但只能选择去水塔内躲一躲 水塔一楼被铁门锁住 好在杨玲玲之前送了她一把猎枪 随着子弹呼啸而出 铁链啪的一声掉落在了地上 赵一快速拉着她走了进去 在将杨玲玲安顿好后 她又找了些东西堵住了铁门 直到确认外面的雾气没有渗透进来 赵一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此时雾气越来越浓 一些与浓物有关的数据也浮现在了赵一的眼前 兵雾高级危险 里面有很多诡异的东西 如果你不想撞见他们 最好赶快找到一个庇护所躲起来 没有了雾气的影响杨玲玲的精神开始恢复一些 虽然脸色依旧煞白 但眼睛已经有了神采 谢谢你又救我一命 听到杨玲玲感激的话 本想开口的赵一突然发现了异样 她拿出了猎枪瞄准的杨玲玲身后的方位 出来 这话我只说一次 杨玲玲见状慌乱的询问是怎么回事 这时深厚的黑暗中 突然传出了嘻嘻嘟嘟的声响 见此一幕杨玲玲顿时浑身炸毛 紧接着杂物堆中就钻出了一个憔悴的男人 男人举起双手满脸堆笑 别杀我 我不是坏人 杨玲玲则慌忙地躲到了赵一的后方 盯人低级危险 恭喜你居然在一座鬼校之中发现了活人 但是没有奖定 见此一幕赵一缓缓收回了手中的猎枪 然后警惕地问他是谁 男人口笑一声回答说来话长 这里不安全 一会恐怖的东西别进来了 我先带你们去地下室吧 男人说罢便移开了脚下的方砖 直到进入地下室他才放心了下来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胜 是原文市警局的神秘事件调查员 这是我的证件 赵一随即认真查看了一下 接着就互相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就你一个人吗 赵一手只画过台灯的跪脚询问道 李胜坐在破旧的沙发上叹了口气 并不是 大约在三个月前 警方就盯上了石山高校 里面的学生老师一个接一个的神秘消失 被视的警方出动了大批人员 却一无所获 于是市长在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下 不得不转上我们 一番阻备之后 我就带着特别激动小组 来到了这座学校参与调查 没想到却遇见了怪事 原来他们前来调查的激动小组 一共有27个人 但那天在学校恰巧也起了误气 这些人在误气中被可怕的不明生物袭击 全副武装的他们甚至都没看清对方的样子 就几乎团灭了 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 在这座学校里苟延残存 27个人前往鬼校调查失踪事件 可刚到地方就遭到了恐怖鬼屋的袭击 全副武装的他们 甚至都没看到对方长什么样就几乎团灭 最后队长李胜带着紧盛的6名队员 逃进教学楼才幸免于难 但等雾气散去之后 他们发现学校根本就出不去了 校困外全都是恐怖的浓雾 于是7个人只能在充满诡异的学校苟延残存 赵一听完这些叙述好奇的看向了他 冒昧的问你 和您一起的那6名队友呢 李胜文言面色阴沉的回答死了 赵一又继续询问 赵你的说法 你在学校里面至少待了3个月 那平时吃什么 此话一出李胜的脸色更难看了 可以不说这个吗 赵一见状似乎明白了一切 就在这是他们的头顶上 突然传来了诡异的脚步声 入口的地面如同废旧的机器 再度运作般发出嘎吱的声响 紧接着便是密集杂乱 让人头皮发麻的脚步声 黯淡的吊灯开始了左右摇晃 赵一连忙示意两人不要说话 紧张的他握紧了手中的猎枪 三人大气都不敢喘 认真听着头顶上的脚步声 很难想象上面存在着什么样的怪物 那怪物来来回回转悠了许久 终于离开 这时的几人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李胜小声的解释道 自己也是不久前才发现了 这里有一处避难所 不然也早死了 话刚说完赵一眼前 突然谈出几条系统消息 玩家震涛因为精神力过低 被同化为副本怪物 玩家600受到不明生物的袭击 以死亡 恭喜玩家赵一杨玲玲触发隐藏任务 调查石山高校背后的真相 任务奖励S评分一 杨玲玲自然也收到消息 她捂着自己的嘴巴不敢置信 而赵一倒是表现得很从容 接着她又好奇地看向了李胜 你在这高校生活了三个月 没遇见过可怕的事情吗 李胜文言苦笑一声 怎么可能没遇见 我告诉你们 石山高校正处于恐怖的轮回诅咒之中 这些如同行尸走肉的校内人员 会相继在七天内全部死去 然后重生再一次重复死亡的轮回 诅咒越是往后 越是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李胜说到这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我曾经亲眼看见 上上次轮回诅咒第七天的时候 全校的师生都提着自己血淋淋的头 在高校内每一个角落巡逻 杨玲玲听后连忙询问 那你是怎么安稳躲过去的 既然你能够在这座高校里面活过三个月 那能帮我们活过七天吗 李胜听后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我那个时候逃到了水塔 无意间发现了这间地下室 如此才逃过一劫 杨玲玲听后兴奋无比 我知道了 水塔肯定是隐藏的安全区 只要我们待在这个地方不乱跑 就能活过七天 李胜闻言愁眉苦脸地又叹息了一声 事情恐怕要比你想得更麻烦 这座学校诅咒的力量正在不断扩大 之前水塔的确安全 外面的那些鬼物会无视这个区域 甚至不会多看水塔业 但后来他们渐渐开始在水塔外面徘徊 然后敲门试探房间里有没有人 再然后他们索性强行进入水塔 搜寻这里的一切 上次轮回的第七天 我躲在地下室就差点暴露了 这一次咱们还躲在地下室只怕 李胜说到这忽然闭上了嘴巴 因为头顶的脚步声此时又响了起来 而且这一次更加密集 这脚步声显然是不止一只怪物 一旦他们暴露便是瓮中之鳖必死无疑 地面传来了砰砰的撞击声 冰冷的感知让几人汗毛顿时倒数 赵一意识到了不妙 连忙拿起梯子放在了入口地砖的下面 入口处那块砖头下面没有连接 敲击起来的声音是空的 必须抵住它让地砖的声音听起来和其他的一样 赵一说罢就用自己身体抵在了地砖上 而杨玲玲和李胜也小心地按住了梯子 现在的鬼屋只是怀疑 并没有确定下面有密室 虽然敲击隔着一层厚厚的地砖 但仍正的赵一浑身静乱 三人都咬着牙死死之称 不敢有丝毫放松 直到那鬼屋敲了一挥 确认没问题后才离开这里 李胜心有余悸的大口喘着粗气 看吧 我说了谁塔已经不安全了 想要活过下一次的诅咒轮回 要么寻找下一处庇护点 要么打破诅咒 赵一漫不经心地瞟了 他一眼没有说话 而一旁的杨玲玲听后则眼前一亮 破除诅咒 你知道如何破除诅咒吗 三个人躲在地下室内下的瑟瑟发抖 因为上面恐怖的鬼屋正在寻找他们 一旦暴露 如同瓮中之鳖的他们肯定必死无疑 而逃脱的办法只有打破这座鬼校的诅咒 杨玲玲疑惑地询问诅咒该如何破除 李胜沉默一会儿便说自己知道方法 但是执行起来困难极大 自己一个人不行需要帮手 杨玲玲文言表示我们可以帮你 李胜听后咬咬牙开口道 我信你们 反正再这么拖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还不如放手一搏 经过我们先前的研究和调查发现 这座高校的轮回诅咒始于一个学生 那个学生叫陈琼 他是个贫困生 早先日子还算可以 但后来父亲在老家采矿被埋在里面死了 梅老板跑路一分钱没赔 留下他们母子相依为命 母亲残疾只能靠裁缝支撑生活 好在陈琼从小争气 成绩优异考上石山高校并获得一大笔助学金 本来这里是孕育他梦想的摇篮 可惜出现了意外 他的同桌叫张牙 成绩好人长得漂亮 相处时间久了 陈琼便疯狂地迷恋上了他 后来搬上来的一名转校生庞骁 他是市长的公子爷 因为也喜欢上了张牙 便直接让班主任将他的位置和陈琼兑换 于是搬了成绩最好的人 坐在了最后一排的位置 陈琼知道自己家境贫困便一直忍耐 但某次看到庞骁将手伸进张牙的衣服 而张牙却不敢反抗时 他终于按耐不住内心的愤怒 为了报复 他用自己的助学金贿赂了几个同样家境不好的同学 他们在一个夜晚将庞骁拖到小树林狠狠揍了一顿 可这些都被监控拍下来了 扛不住审问的他们供出了陈琼 于是陈琼便被勒令退学 事后陈琼的母亲来到石山高校找班主任求请 争执之下班主任失手将他推下了楼梯 后面的事你们应该也能猜到了 陈琼母亲的死被背后的势力联手压了下来 数日后陈琼独自潜入高校用菜刀 结果了自己的班主任 之后逃走秒无音讯 说到这里剩忽然顿了顿 其实这只是外界的消息 实际上陈琼根本没有跑 他死在了高校里 他死在了B区的地下车库 因为怨念太深影响了整座高校 而破除诅咒的办法就是摧毁他的尸体 我们刚进入高校的时候带来了一样很厉害的武器 但还没来得及使用就遭到了攻击 被遗落在西区地下车库一个写着乌火的竖井之中 那件特殊的武器需要身份识别 但不会太久 只要你们能够帮我吸引住陈琼灵体的注意 很快我就能启动武器摧毁陈琼的尸体 杀人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询问对方有没有余线 够细够长够坚韧就行 杨琳琳有些疑惑 你要这个干嘛 赵一淡淡地说出了两个字 杀人 听到这杨琳琳愣神了一下 杀谁 赵一抬起头认真地看着他 李胜 眼看对方不像是开玩笑杨琳琳顿时慌了 杀了李胜谁帮我们破除诅咒 赵一听后呵呵一笑 如果你还指望着他帮咱们破解诅咒 那就真的离死不远了 文言杨琳琳悄悄凑上去小声问是什么意思 赵一思索了一会儿便解释道 第一他只是个调查员 不是高一八般的学生 你不觉得他对于陈琳的描述过于细致了吗 连陈琳看见市长儿子 庞肖将手伸进张牙衣服里的事都知道 第二这三人都不在花名册里 如果事情完全按照李胜的描述 那么我想拥有能够让整个学校 都陷入诡异力量的陈琳 不可能会放过庞肖和张牙 至少他不会放过庞肖 第三那间水塔的地下室 并不是他偶然发现的 甚至我怀疑是他建造出来的 杨玲玲听到这有些不改之行 这不太可能吧 这座学校的诅咒 已经蔓延到了大部分的角落 他哪里来的时间 在这么多恶鬼面前 建造一个这么大的地下室 话音刚落照一遍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没灰 地下室里面没有灰尘 昨天自己刻意试过很多角落 灯台沙发甚至那些障碍物上 都几乎没有灰尘 并且非常干净 地下室一般不会有人去打扫 这么干净肯定是经常有人住 正如你所说 诅咒发生后 几乎不可能在恶鬼的脸上建造地下室 所以地下室只能是在诅咒发生前建造的 杨玲玲听后人都傻了 对方的观察力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可是如果他欺骗了咱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赵一接着解释道 心理学上认为有目的性的谎言通常真假参半 为了让谎言更加具有逻辑性和真实性 里面往往需要加入一些真实的元素 譬如西区地下停车场里 就算没有恶鬼态的陈穷 也绝对有咱们想象不到的威胁 而李胜也是真的想要进入那道 写着乌火的书境 只不过他一旦进去就不会再出来 所以他才会说谎 让我们貌似帮他吸引外面的那只鬼屋 层层的剖析让杨玲玲彻底相信了他的话 随后他便从储物空间拿出了余线 在交给对方后杨玲玲询问自己该做什么 赵一摆弄了一下表示他什么都不用做 能不能成功就看今晚这一次了 运气好的话 咱们今晚就能破除这个诅咒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此时的李胜正在门口不停地来回躲步 在看到二人赶到后他顿时眼前一亮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 咱们赶快去踩点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此时那些鬼屋就会再度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赵一听后点了点头表示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踩点吧 三人接着便偷摸着朝西区地下停车场走去 李胜介绍道 西区地下停车场一共有三个出入口 那个鬼屋就在C区徘徊 自己的计划是这样的 你们俩从C门进去故意发出声音吸引那鬼屋 然后分别从其他两个门逃走 让鬼屋追赶着你们离开停车场 我潜伏在这里 等你们引开那鬼屋 我立刻进去启动武器 李胜说话时 神态呈现了一种不自然的刑犯 赵一看到这一幕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测 但他依旧不动声色开始了行动 路过一个拐角时 赵一拿出一个手围绑在了入口的铁杆上 上面的套环连接着几乎在黑暗中看不到的余线 而线的另一端则藏在了他的袖子中 为了逃离这所恐怖的鬼校 三人准备前往地下车库迎走里面的恶劣 在计划好之后他们便开始了行动 赵一和杨玲玲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 门外的赵盛紧张得要死 自从那件事出现了意外 他在这鬼校之中已经苟延残喘了数月 同伴越来越少 能吃的也越来越少 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今天这一次了 二人很快就来到了地下车库的内容 目光扫过到处都是游荡的院领 赵一让杨玲环远地等待自己悄悄凑了上去 随着距离靠近 他眼中的红色星芒也越来越重 甚至隐隐地泛着微微的红光 冰玩家赵一的原代码发生错误蓄乱 尝试修复中 修复失败 冰冷的声音一直在他的脑海中重复 而原本黑暗不可见的区域都在赵一眼中明显了起来 这一刻他仿佛置身于上帝视角 陛下停车场的一切都被他看在眼中 包括那道藏在边角处的恐怖人影 X2 暴乱的量子态 极度危险 移动速度极快 可以穿越大部分障碍物 攻击极强你无法对抗 行为方式 屠杀一切看见的活物 优先攻击声响大的单位 弱点一靴定恶的猫 弱点二本体 得到这些数据后赵一眼中的红芒缓缓消散 失神了几秒后 瞳孔才再次焕发了神采 他随即带着杨玲玲向岔路口跑去 在两人躲藏好之后 赵一便拿起手机给对方发出了OK的信息 而同样李胜也回了一条OK 黑暗中他的脸上露出了阴狠的笑容 要怪就怪你们运气不好 就在李胜刚想行动的时候 拉环脱离手雷的声音随之响起 轰的一声巨响火光顿时炸裂 剧烈的轰鸣传遍了整个地下停车场 李胜直接被可怕的冲击力震到了附近的墙面上 他还没来得及思考发生了什么事 目光中就扫到了远处朝这边飞奔的恐怖黑影 我操 心头大害的他肾上腺素瞬间飙升 立马带着黑影狼狈的远离了C区 赵一见状便和杨玲玲前往了那处刻着乌火的竖景 他送了我一箱手雷作为报酬 所以平时没事就喜欢带几个手雷在身上 无聊了拿出来盘一盘 听到这话杨玲玲瞬间懵逼 在撬开井盖之后 他就拿出了手电交给赵一 打开手电光亮照射在井壁上 没有污秽也没有灰尘 光滑的合金壁反射出了手电的光芒 到了底部发现前面是一条死路 正中间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这个按钮没猜错的话是一个电梯 赵一随即按了下去 紧接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随着二人进入 电梯丝滑的运作了起来 下降的过程足足持续了三分钟 接着出现在两人面前的是一条狭长的纯白色通道 单纯的震撼已经无法叙述杨玲玲此时此刻的心情 毕竟谁能想到在一所高校地下数百米处 居然有这样的建筑 赵一猜测这应该是某个奇怪的实验基地 因为自从遇见校长后他就隐隐觉得不对劲 通常来讲越是强大的鬼物 攻击往往偏于违心 寻常的手段很难抵挡 可根据两次副本的经历 发现Boss虽然强大 但攻击手段完全是物理性质的 这说明校长不是鬼物 而是某种怪物 显然鬼孝惊魂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灵异副本 他的世界观要比预想的还要大 赵一说到这脸上似乎露出了很享受的表情 就在这时杨玲玲连忙示意他往前看 只见冲道中躺着几个穿着特殊衣服的实验人员 他们的尸体残碎而争鸣 像是被大型野兽撕咬过一般 为了逃离这所恐怖的鬼孝 两人不得不来到了处于地下百米的实验室 随着他们不停地深入探索 鬼孝背后隐藏的秘密也逐渐被揭露了出来 此时通道中散落着几具实验人员的尸体 智力破碎像是被什么大型野兽撕咬过一般 虽然不知道他们遭遇过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也不会安全 赵一打量四周后就带着杨玲玲走向了一个拐角 此时前方出现了一扇被加密的合金大门 他来到控制室旁边发现门锁需要人脸验证 杨玲玲见状顿时露出了愁眉苦脸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折返回去很可能会遭遇那个恐怖的黑夜 话当说完就见到赵一忽然掏出了手术刀 接着转身朝着那具尸体走去 你要做什么 杨玲玲的眼皮直跳连忙跟在了后面 赵一没有回答自顾自的就开始忙活了起来 片刻后他才拎着一颗脑袋回到了这里 见此一幕杨玲玲赶紧躲到了一旁 现在的他肚子中翻将倒海差点吐出来 丁人像识别成功 随着声音落下厚重的铁门也缓缓打开 赵一则顺手将那脑袋收进了自己的物品来 丁收获物品赫地的人头 品质白色 赫地永远不会想到他死后还会遇见一个心理变态 连他唯一保存完好的头颅也不放过 合金巨门打开后出现了三条岔路 杨玲玲紧紧跟在后方 握枪的手都已经开始冒汗 显然这座地下实验室里还有着巨大的危险 二人在最右边的岔路探索 路上一只断手上拿着一份特殊的手稿 我最爱的林娜 听说游乐场已经建好 我说了要回家陪你一起去玩 工作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最多再有半个月 爸爸就回家了 放心吧 这一次爸爸一定赶回来 看到上面的内容杨玲玲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是一个爱女儿的好父亲 临死前还惦记着自己的女儿 赵一旦旦地回答 是啊 他是个好父亲 但除此之外 他可能还是个杀人狂 学校外数千人的死 很可能都和他脱不了干系 杨玲玲听到这瞬间有些无语 他忽然一点也不同情这个男人了 这时远处的拐角传出了刺耳的摩擦声 二人的肌肉煞内间紧绷了起来 他俩小心翼翼地顺着声援走了过去 接着屏住呼吸悄悄地观察拐角内的情况 只见下一秒一只白色的巨腿 就出现在了两人眼前 那巨腿上延伸出了数百条触须 触须的顶端还长着一颗颗拳头大小的畸形源头 杨玲玲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 这他妈是什么东西 好恶心 可旁边的赵一却露出了痴迷的表情 好美的造物啊 直播间外的观众瞬间被震碎了三观 我操 这种东西哪里美了 我忽然开始理解 为什么上一个副本她看见电梯女鬼会兴奋起来了 杨玲玲有些失去了方寸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这个那啥的造物 当然是稳扎稳打 谨慎处理 赵一说罢便拿出了自己的手术刀 杨玲玲听后连忙举起了自己的猎枪 可就在这时赵一已经向着怪物冲了过去 钉砖鼠提示 暴乱的变异体 终极危险 一个半成体而已 和外面的量子太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弱点屁股上的痴疮 显然那些疯子在做恐怖实验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变异体也会因为长时间久坐而得痴疮的问题 此时怪物发现赵一后就大步冲向了目标 就在二者即将交汇的那一刻 赵一猛然掏出了刘老汉的房产证 直接将眼前这只怪物关进了小飞屋 在怪物被强制封印的十秒内 赵一直接绕到了他的背后 然后朝对方屁股上的痴疮一刀划过 煞奈间星红的血液仿佛菊花般绽放了开来 怪物的身体如同烂泥一样瘫倒在地 并恭喜你击杀了暴乱的变异体 你的灵魂武器吸收了变异体残留的邪神魔鹰 正在尝试重建该魔鹰 0.01%力量不足 无法继续重建魔鹰 你的灵魂武器获得特殊能力纠缠 被你灵魂武器伤害过的单位 伤口会不断生长出摊尸者 直至该单位死亡 摊尸者强度与你的实力和等级相关 赵一第一次听到邪神魔鹰这个名字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但只是重建了万分之一 就让他的力量增加了八点 还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被动技能 感觉很牛逼 身后的杨玲玲小心地询问到他死了吗 赵一黑黑一笑回答是的 他本应该是很完美的生物 可惜他的造物主不太行 话音落下他便拿着手术刀开始解剖了起来 但除了发现这怪物拥有18个肾脏之外 并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两人接着便顺着通道继续行走 发现涌到的那头有一个庞大的培养器 附近的操作仪器已经被鲜血染红 赵一拉开仪器下面的抽屉 终于找到了一本有用的实验日志 变态的心理医生被困在了恐怖的鬼肖 为了逃离这里 他只能前往地下百米的废弃实验室寻找线索 在冒险解决掉拥有18个肾脏的怪物后 终于得到了一本还算有用的实验日志 8月7号 X163的状况良好 所有器官都在按照计划生长 有趣的是 当实验员小黑不小心给他注入过量3倍T度的雄性激素时 他的肾脏竟然比之前成长得更加健康壮熟 8月24号 市长过来视察 对于我们的工作进度高度赞赏 成功后大家就能分到数百万红利 甚至还能够造福全人类 而我的名字也将载入史册 8月26号 内院的疯子听说成功完成了他们对于量子态的塑造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但总觉得心里不安定 9月3号 吃饭的时候我问同事如果那只怪物发生暴乱 他们是否能够阻止 但他似乎对我的话充而不吻 还大肆给我吹嘘他们创造出来的造物是如何完美 未来甚至可以借用这种手段让人类永生 当我再三询问他关于怪物暴乱的问题后 他却生气了 不但骂得很难听 还打碎了我的餐盘 9月12号 看看这些该死的疯子 他们究竟创造出了什么 看完上面的日之后 猜测应该是实验室发生了未知的暴乱 那个他们创造出的实验体脱离控制 然后杀了所有人 照一不经眉头微皱 此时的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无论是外面暴乱的量子态 还是我们刚才遇见的那只怪物 都不可能凭空产生 他们一定有一个机态 就是实验体最原始的样子 说吧 他就在旁边的仪器上操作了起来 我只需要将这些数据 按照他们原来运作的方式还原 然后看看最原始的机态是什么就足够了 此时仪器缓缓运行 显示的怪物图案 在一点点玻璃身上的数据之后 他的怪异模样也逐渐开始了还原 首先是腿 然后是手 最后是头 当怪物完全还原到最初的机态后 杨玲玲人都傻了 没想到这只怪物的前身竟然是人 而且还是个女人 照一盯着屏幕上的投影图若有所思 这怪物的细胞具有较高的活跃性和适应性 就意味着这个女孩很年轻 大胆一些推测 这个女孩很可能是高校里面的某位学生 听到这个推测杨玲玲瞬间不孩儿立 你是说这所高校地下建造如此庞大的神秘实验基地 是为了将学生改造成为怪物 这些人是罪犯还是疯子 赵医思索了一会儿回答 刚才那个怪物身上有18个肾脏 每个肾脏都十分年轻 现在看来这个实验室可能是在售卖人体器官 如果实验成功 这个女孩的细胞可以继续培养出新的怪物 她们便有着源源不断的肾脏可以售卖 那就意味着 她们培育出了一个前生前的金库 不过这座实验基地显然不止这一个项目 刚才那本实验日志提到过 里面的实验人员似乎在塑造关于量子态的某种造物 咱们在外面遇见的那只黑影 可能就是实验日志上描述的那只暴乱的量子态生物 杨玲玲听到这顿时气愤不已 这群杂碎 居然在学校的下面建人体实验基地 将孩子们培育成为这种怪物 简直是丧尽天良 赵医摇了摇头纠正了她的看法 她们不是在学校下面建人体实验基地 而是在人体实验基地上面建学校 这座地下实验基地的建造相当复杂 如果等学校完工了 她们再偷偷建设地下实验基地根本不可能 所以显然实验基地是先行建造的 而且在她们的计划中 石山高校也是她们的一部分 她们需要足够年轻足够有活力的对象来测试各种实验 试问一下还有什么组织可以比一座有名的高校 更能名正言顺地统计年轻人和她们的健康状况 走吧 咱们现在只需要一些材料证明这个猜想 就可以完成隐藏任务了 赵姨说罢就带着杨玲玲前往了其他岔路 在返回的路上 她又把那只18个肾脏的怪物包了皮 杨玲玲被恶心地直接吐了出来 赵姨满意地欣赏了一会儿 然后才恋恋不舍地放进了储物空间 两人沿着走廊另一头前行 在镜头处居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白色食堂 两人小心翼翼地通过门缝看去 里面竟然有数不清的怪物正在进食 而他们的实物赫然就是那些已经腐烂的实验人员 杨玲玲捂住嘴巴不敢置信 居然有这么多怪物 这得失踪多少学生啊 警方难道不介入调查吗 赵姨面色凝重地开口 建造这座实验室的人肯定手段通天 很可能是人市的市长 但他自己应该做不到这些 背后恐怕还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此时的杨玲玲有些害怕 那现在怎么办 走吗 赵姨没有说话笑着从储物空间拿出了刚才的那张皮 然后撕成两半递给了对方 杨玲玲见状瞬间明白了他的想法 我打死也不批这玩意儿 他说爸转身就跑 但下一秒就被赵姨一把拽了回来 然后在杨玲玲那吃了屎的表情中 直接把恶臭丑陋的大衣套了上去 血和怪物皮上面浓烈的味道 能掩盖二人身上的体位 但若是怪物发现了他们的伪装 那么他们会被瞬间撕成碎片 赵姨拉住杨玲玲推开了食堂的大门 随着嘎吱一声响起 煞内剑 上千名形状扭曲的怪物都转头看向了这边 一张丑陋真名的怪物皮 却被眼前的男人失落珍宝 因为上面浓烈的恶臭味道 能掩盖人类身上的气息 二人穿戴好之后便打开了食堂的大门 此刻上千名变异的怪物都扭头看向了这边 他们的目光中充满疑惑 似乎觉得二人像是同类 但又完全不像 于是他们便缓缓靠近想要试探一番 看着这些怪物走来 杨玲玲推抖得更加厉害了 而赵一却表现得异常兴奋 拉着杨玲玲主动来到了怪物的面前 这些人造出来的怪物虽然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但都是针对于人 对于他们反而非常包容 其中一只头顶长着骨刺刀 连烂了一半的女孩发出了诡异的声音 似乎在询问什么 赵一则模仿着她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和动作 怪物明显更加疑惑了 又再次询问了几句 而赵一跟着她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点 可在来回几次后 这个怪物似乎总算明白了眼前的这个同类 是个没有感情的副毒机 失去兴趣的他们才各自散开 杨玲玲此时终于长出一口气 她想象过许多关于赵一如何化解眼前的危机 但没想到赵一他妈搁这装副毒机 关键还真给她装到了 就她娘的离谱 没有了怪物的阻拦 两人在食堂内晃有一会后 赵一便带着她来到了一扇门面前 因为她注意到食堂一共有16道门 但唯独这扇一直没有怪物进出 甚至他们每次经过这扇门附近的时候 都会有一绕开 听到她的话杨玲玲好奇地询问 要进去看看吗 现在进去会被发现吧 赵一自然也知道这点 现在不是进去的时候 再看看食堂有没有其他线索吧 随后两人就路过了一个拐角 拐角内正有两只怪物在大快堵 好恶心 杨玲玲见此一幕胃里又开始翻腾了起来 那怪物见到两人后就把自己的食物递了过去 赵一见到对方热情的模样顿时有些无语 气氛烘托到这了 自己不吃都不行 为了略表敬意 她只好捡起一些蛆虫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这一幕让旁边的杨玲玲心神巨震 看到赵一吃下东西 怪物也彻底打消了对两人警坟的疑心 紧接着赵一便在那具尸体下面翻掌了起来 其中一份手稿引起了她的注意 X二融合失败了 部门接到了销毁指令 大家很不甘心 努力了这么多年 可是却落得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明明理论数据完全符合 为什么没有成功 难道石山实验基地又会重蹈多年前古玄镇的负责 我们不畏惧死亡 可我们无法容忍失败 市长让我们带着实验数据撤出石山实验基地 有关石山的一切他们会想办法销毁 但是我们不甘心 今夜 我们要最后放手一搏 古玄镇 又是古玄镇 赵一看到这不济眉头紧重 此时两人的耳边忽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恭喜玩家赵一杨玲玲 隐藏任务调查石山高校背后的真相完成 任务奖励将在主线任务结束后发放 手稿上的内容印证了赵一的猜想 石山高校是为了实验基地而建设的 那些从而是各方聚集而来的优秀学子 都成了基地的实验品 之前在巨像医院的副本中 我也看见过一个扭曲的黑影 从字条内容推断 那道黑影应该就是X1 也就是说实验基地很可能不止 巨像医院和石山高校两处 思索自此她便转头看向了杨玲玲 可这时却发现杨玲玲正在小声地抽起 赵一见状连忙拉着她离开的那个位置 来到那扇附近没有怪物的门才停下脚步 你哭什么 听到赵一的询问杨玲玲小声地回答 我知道隐藏任务完成了 就算立刻死回工会助理 也已经是血传了 可看着食堂里这么多学生 就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他们曾经怀抱着对未来的憧憬 费尽了多少汗水与努力才考进了这所学校 却没想到进入了一个这么恐怖的人造地域 被残忍地做成了各种怪物 真的难以想象 他们躺在实验台上的时候该有多绝望 赵一文言拍着她的肩膀安慰 听着 现在同情他们也没用了 抓紧时间过主线 说不定还可以揪出这个实验基地的幕后主使 杨玲玲擦干眼泪重新振作了起来 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 赵一认真地看着她回答 首先我们得想办法和外面车库那个黑鹰统一战线 听到这话杨玲玲咽了咽唾沫有些不敢置信 什么 和那家伙统一战线 你疯了吗 高效的地下百米建造了一座实验基地 而从各方聚集而来的优秀学子 都被残忍做成了各种恐怖的怪物 在得知这些真相后 杨玲玲顿时感觉浑身发寒 她无法想象这些人被送到实验室实施多么绝望 赵一认明白现在不是同情他们的时候 如果两人想要逃出这所鬼校 就得想办法和外面车库的怪物统一战线 因为从那个黑影追杀李盛的情况可以分析出 她很可能就是这个实验基地的终极造物S2 暴乱的量子态 状态不稳定且十分强悍 听到这话杨玲玲瞬间愣住 那你还要跟她统一战线 恐怕你还没跟她说话就会被嘎了 赵一此时反问道 她拥有这样的能力 却在入口处到处乱话 你不觉得奇怪吗 杨玲玲思考了一会儿回答 也许是她找不到地方去 才一直徘徊在那里呢 赵一摇了摇头否认了她的推断 不对 与其说她找不到地方去 不如说她在守护入口 她听到动静就去追杀李盛 说明她不希望任何人从树井 进入这个实验基地 而实验基地里的怪物 宁愿吃腐烂的尸体也不想出去 说明外面有他们忌惮的东西 显然他们忌惮的不是XR 因为如果XR想进去杀他们 易如反掌 所以没猜错的话 唯一能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应该是诅咒 也就是农物中隐藏着的不知名鬼 杨玲玲好奇地询问 你是说他们和外面的农物是敌对的 赵一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了那张关键的纸条 A市的市长让实验人员 带着数据撤出石山实验基地 他们会想办法帮忙销毁这里的一切 杨玲玲看完后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这场农物诅咒就是他们想的办法 他们要用诅咒抹杀这里的一切实验痕迹 赵一的嘴角露出了兴奋的笑容回答 对的 那些农物中的不知名鬼物 才是这个副本真正的猎杀者 也是咱们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 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见到她这副诡异的表情 杨玲玲不由的汗毛倒竖了起来 那个农物更难对付 你兴奋的毛啊 赵一黑黑一笑解释了出来 现在矛盾已经确立了 卑士市长想要通过诅咒销毁 关于石砚基地和石山高校的一切 而石砚体X2则想要保存这一切 他显然是有自我意识的 这对于我们而言是好事 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如果我们有办法和他好好交流 或许能从他嘴中获得关于诅咒的关键信息 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完成任务 杨玲玲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伸出小手试了一下赵一的体温 没发烧啊 怎么今天净说胡话 赵一一把就推开了他的手 算了 跟你解释起来很麻烦 一会儿跟着我就行 接着二人就在实验室等待了许久 杨玲玲百无聊赖地询问 我们在等什么 赵一回答在等食堂的怪物去休息 那些东西既然是人类改造出来的 归根结底还是某种生物 肯定会累 累了就会去睡觉 我们趁他们休息 到那扇门里面去看看 没猜错的话 里面应该和X2有关 那我们怎么进去 那里有个密码 杨玲玲刚说罢就看到赵一 拿着手术刀卸下了工作人员的脑袋 紧接着他就拎着脑袋 去到了密码锁的地方 丁识别中 面部识别成功 随着声音落下那道门 也缓缓地打开了 两人小心翼翼地摸索了进去 而门内的景象却令他们头皮发麻 忽设在二人眼前的是一个 装着绿色液体的巨型罐子 在罐子内部有一张密密麻麻的人形 神经血管网络 神经的最上层还连接着大脑和一双眼睛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杨玲玲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而赵一的眼神中却满是欣赏之色 这玩意儿真是堪称艺术品 全身上下只保留了最重要的血管和神经 用营养液保持其细胞活性 并以外界刺激代替心脏完成循环 这种全神经玻璃手术 在我从前所认识的病人里 只有一个人能够完成 听到这话弹幕上瞬间沸腾了 他不是在吹牛吧 这种手术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完成 我是医学院毕业的 我非常负责地告诉各位 这种手术现实里也是可以完成的 只不过学院使用的都是大体老师 没有用活人做过实验 这种程度的神经玻璃 麻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了 过程几乎就是在病人清醒的时候做完的 杨玲玲小心地靠近了培养罐 你的意思是他还活着吗 赵一点我回答对的 因为这些营养液和机器的造价都极其昂贵 那些疯子研究人员 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死人费这么多心思 说罢他便走到了另一边的实验台 上面采放着一本笔记 笔记的第一页写着 上神说 专注是凝聚精神的必须品质 善良是封印力量的锁 愤怒与恐惧是开锁的钥匙 这似乎是某些神学与哲学的语物 就在他思考之际耳边却传来了杨玲玲的惊呼 指尖罐子上有一个电子标签 上面写着X2 原生体陈琼 适应性96% 精神凝聚度极佳 这个名字让赵一惊差不已 有意思 实验人员张牙庞肖李胜 照一条了挑眉大脑飞速运转 终于明白了这一切 庞肖根本不是市长的儿子 张牙也不是高一八半的女神 他们都是伪装成学生的实验人员 在学校里面帮忙物色实验体 这两人扮演成不同的角色 故意先后接近陈琼 目的就是按照笔记本上记录的那样 把陈琼的善良解开释放他内心的恶魔 一般而言成绩越好的学生 专注度自然也越高 三心二意的人很难在学业上有所建树 这所诠释最好的学校 目的其实是为了筛选那些专注度极高的实验体 难怪那个画名册上面没有张牙和庞肖的名字 他们是实验人员 可能早在诅咒发生以前就跑路了 照一刚分析完耳边突然传来的一道阴冷的声音 你猜的基本没错 不过这两个狗东西并没有跑路 而是也成了牺牲品 少了一条胳膊的李圣露出争鸣的神情 手中的NP5也对准了两人 没想到吧 千难万贤老子还是进来了 你们两个小杂种的游戏到此为止 男人被剥离掉全身上下的骨骼和血肉 只剩下最重要的血管和杂乱的神经末梢 但在营养液和外界刺激代替心脏的作用下 里面的人却依旧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见到这一幕 照一也解开了针对实验体陈穷所展开的骗局 可就在这时原本被怪物追杀的李圣却突然出现 失去一条手臂的他拿着NP5对准了两人 杨玲玲见状下的立马举起了小手 而照一却若无其事地走动了起来 站住 再动老子射死你 李圣双目通红歇斯底里地威胁了一番 照一的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你射啊 你要有子弹早就射出来了吧 我就不信你能憋得住 李圣听后也不废话直接扣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子弹瞬间命中了杨玲玲的左腿 他们哼一声瘫倒在了地上 抱着自己的腿欲哭无泪地盯着对方 又不是我挑衅了你 你是我干嘛 李圣慌乱地连忙道歉 然后便再次把枪口对准了照一 但因失血过多眼前已经出现了重影 轰的一声扳机扣动 杨玲玲的腿上又炸开了一道血花 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都笑死了 这枪法多少带点私人恩怨 照一件状便脱掉了两人的衣服 然后把袖子撕成布条帮对方包扎了起来 好了 你算计我们一次 我们也算计你一次 四舍五入一下 你现在欠我们一个人情 说吧 你有什么可以帮我们的 听到赵一这番无耻的言论 李圣气的浑身都在发动 谁他妈四舍五入我欠你们人情 要不是你还有点用 老子真想送你一梭子 他强压怒气缓缓地开口吧 既然你们已经来到了这里 就证明你们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没错 事情是我们做的 包括这所学校的诅咒也是 要想离开就必须想办法关闭诅咒 李圣边说边来到罐子旁边的仪器旁操作了起来 只要关闭了X2的生命舱 暴乱X2死亡 剩下的变异体基本没有威胁 组织很快就会派人来关闭诅咒 并将它们全部清理掉 赵一一把拦住了他 蝶子旗气人了 组织不会来救你 X2失去能源攻击 外面那些雾气之中的鬼屋 很快就会大批涌入实验基地 你觉得你能抵挡住鬼屋的进攻吗 听到这话李圣面色阴郁无比 我参与过这场实验 掌握着他们没有掌握的隐秘数据 具有很高的价值 组织是不会轻易抛弃我们 赵一盯着他反驳道 如果你真的对他们很重要 他们早就派人过来救你了 而不是让你在这鬼地方狗活这么久 希望你背后的组织来救你 还不如相信我们 至少目前我们勉强 还算是一条船上的人 李圣听到这话瞬间被激怒 他拿着NP5死死抵住了对方的额头 再敢乱说 老子直接绷问你 赵一的脸上没有丝毫慌乱 被抛弃的滋味很难受吧 你像条狗一样忠诚 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他们用你的时候给你画大笔 扔你的时候却像扔垃圾 别傻了 想不想活就一句话 现在只有我们能帮人 你杀了我就等于自杀 李圣咬牙切齿地盯着他 抓住枪的手都在颤抖 直播间的观众看得无比紧张 生怕他一个不小心走火把照一爆头了 最终李圣还是缓缓放下枪 他整个人颓碎地坐在了地面上 接着便拿出烟点上 然后含在嘴中猛吸了一口 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可怜 杨明侣捂着自己受伤的腿 愤怒地盯着他 你也好意思说自己可怜 那些被你们折磨改造的学生 还有罐子的这堆神经末梢 他们难道不比你可怜吗 李圣听后惨然一笑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我的女儿在他们手中 七年前我的妻子患癌去世了 临走之前嘱托我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说到这堆泪水止不住的滑落 我对不起我的妻子 现在也要对不起我的女儿了 杨明侣听到这乍然想起了 先前在断手上看到的文稿 难道所有人的妻子和孩子 都被那个组织控制着吗 李圣无奈地点了点头 你们觉得我们最无可恕 其实我们哪里又有选择的权利 如果让你选择自己的家人 或者一个陌生人去死 难道你会选家人吗 杨明侣文言沉默了片刻 确实 如果自己站在对方的角度上 只怕会做出和她一样的选择 毕竟人都是自私的 好了说说合作吧 你们能混进来这所学校 向来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如果你们愿意帮我这个忙 我就告诉你们关闭诅咒的办法 听到她的话 照一笑着反问道 该不是让我们帮忙救出你女儿吧 李圣随即摇了摇头 就凭你们吗 别说救我女儿了 就你们这样的 一旦接近组织 会在最快的时间被发现并且处理掉 当然如果你不带上这个傻女人 那以你的小聪明应该会活得久一点 杨玲玲听后立马咆哮了起来 你才傻 你们全家都傻 赵一直视着她迟疑了片刻 那你希望我们帮你做什么 赵一终于揭开了鬼孝的内幕 想要逃离这里 就必须要关闭鬼屋的诅咒 但关闭诅咒的办法只有李圣知道 所以她只能答应对方的条件 李圣努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接着步履满山地去到了房间的某个角落 然后并打开了其中的一个柜子 在将柜子夹层的遮挡壁纸撕掉后 一个金属保险柜就出现在了几人眼前 李圣紧接着输入了指纹和密码 他在摸索了一会儿后拿出一瓶古怪的事情 做完这一切的他气喘吁吁地把事迹交给了赵一 赵一以后的询问这是什么 李圣回答是另一个项目的产品 手段仍不成熟 但危险程度不亚于F2 组织不会放过这件东西 或许是几个月 或许是几年 即使这里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们也一定会派人来搜查他 这种东西一旦落入组织手中 李圣说道这甩了甩脑袋 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 因为失血过多 他的晕眩感越来越严重 关于诅咒 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一个魔盒 只要关掉那个盒子诅咒就会消失 你从我来的那个密道出去 盒子就在那片雾的中心 雾里的不祥不会攻击一次死雾的东西 如果你能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情绪起伏 也许能够走到那里 他们是通过活物情绪起伏散发的脑颠簸 来判断是否属于自己的攻击对象 记住无论在那片雾里看到什么都不要惊讶 也不要害怕 一旦你出现较大的情绪起伏 就会被附近的魔鬼文件肉香 李圣浑浑噩噩噩地说完 最后一句话就休克了过去 杨玲玲见状连忙就要去给他止血 赵一摇了摇头表示不用白费力气 长时间的饥饿已经让他的身体虚弱到了极点 在刚才逃亡的过程中 肾上腺素又对他的身体进行了二次压榨 现在失血这么多 除非附近有正规的大医院 能够立即给他输血 不然华佗暂时也没救了 杨玲玲站在一旁很不是滋味 你觉得她的话可信吗 赵一承思的片可回答 站在一个心理医师的角度上来看 我认为她说的是实话 但这显然不是系统留给咱们的生物 破坏诅咒应该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不然就算有人知道了这个方法 也会有九层的人死在这条路上 杨玲玲扶住墙壁无奈地叹了口气 那咱们还要去找另一个破坏诅咒的方法吗 赵一盯着密道有些跃跃欲试 不用 捷径虽然不好走 但肯定更直接更有效 杨玲玲提醒到太危险了 就算你的精神值在浓雾里不会下降 但一有情绪波动就会被那些鬼屋攻击 赵一眼中浮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没事 作为一名曾经治疗过上千名精神病的心理医师 我对把控自己的情绪很有信心 我现在就动身 杨玲玲没有选择跟上去 她很清楚自己不能像对方一样维持精神值 去了不仅会给赵一添麻烦 也同样是在找死 毕竟能混到隐藏任务的S评分已经是血状了 现在的她只需要在实验室里面 等待赵一完成任务就可以通关了 赵一在密室通道绕行了许久后 终于看到前方出现了一部电梯 这条密道开在极深的地下 同样是靠着竖井电梯来运作的 但与X2守护的那个竖井不同 这个需要成员权限 所以外面的鬼屋进不来 赵一再次从储物空间拿出了贺地的人童 没想到烂的亲妈都不认识了还能识别成功 电梯接着缓缓运行升到了最顶部 在开门的一刹那极强的煞气扑面来 只见门外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正被对着她 丁红衣女鬼 极度危险 一只被邪恶诅咒的可怕恶灵 恐惧是她最爱的营养品 弱点被规则遮蔽了六感 只能靠着活物身上的情绪觅食 但遇见像你这么冷漠的男人 他们只会将你当作一块石头 富家 这么漂亮的女鬼 真的不考虑来一发吗 女鬼正在拿着一条手臂砍尸 赵一认出那条手臂正是李胜失去的 怪不得李胜之前宁愿去冒险招惹FR 也不愿意使用这里的秘密通道 这里肯定有极其可怕的东西在徘徊 赵一接着便缓缓走出了电梯 然后非常友好的贴在了女鬼的后面 她倒不是想做一回亡灵骑士 没办法 这女人刚好堵这儿了 女鬼感觉到背后的火热后立马转过了头 那恐怖猙獰的面容下的直播间的观众冷汗不止 一人一鬼对视了整整数秒 啪的一声那粘稠腥臭的舌头就盖在了赵一的脸上 只要赵一有一点情绪波动 肯定会被当场吃掉 几秒后见对方不为所动女鬼就收回了舌头 而赵一则拿出手帕擦掉了脸上的唾液 接着便露出了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男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前凸后翘的女鬼 血气方当的他轻易地贴在了对方的身后 而作为回应 女鬼则伸出腥臭的舌头舔在了他的脸上 此刻的男人站在原地不敢有丝毫的情绪波动 因为一旦被女鬼察觉到 那他肯定会被当场吃掉 片刻后见对方毫无反应 女鬼便收回了自己的舌头 而赵一则擦了擦脸 露出了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然后便在对方茫然的表情中缓缓离开了这里 他吸了吸鼻子 自从奇怪的数据更新后 出现的备注就越来越不正经了 顺着密道的楼梯一直攀爬 很快就来到了学校体育馆的杂物间 这里并没有恐怖的雾气 但却有一道诡异的童谣在清唱回荡 八月八剪头发 剪完头发剪妈妈 妈妈逢进洋娃娃 赵一顺着声援查找了起来 发现童谣是从一个小女孩的口中发出的 她静止地走到了小女孩的身前 直播间外的众人都好奇了起来 她要干嘛 直接过去叨了小女孩吗 来到小女孩身旁后 赵一遍伸手摸了一下她的头 接着就嫌弃地甩了甩手 有点油 这鬼该有几天没洗头了 小朋友 请问这屋的中心怎么走 听到这话小女孩停止了歌唱 她沉默许久后麻木地朝着一个方向直去 赵一留下一句谢谢就大步离开了这里 而小女孩则站在原地陷入了沉思之中 她很不理解为什么石头会开口说话 赵一通过刚才的试探明白了一切 被规则剥夺遛感了他们 并不能通过声音味道和光影来判断活物 哪怕被人触碰攻击 也不会主动攻击人 恐惧惊害兴奋等等此类的情绪波动 才能引起她们注意 体育馆的外浓物弥漫 里面的鬼物也越来越多 浓物深处有跳着芭蕾的无头女鬼 有正在弹奏人骨钢琴的恶魔 还有拖着巨型斩骨刀的屠夫 以及嘴巴裂到耳根的裂口女 他们藏在鬼物之中不停地来回游荡 赵一就这么在浓物深处走着 精神指始终保持101 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 直播间的观众都紧张地不敢用力呼吸 生怕她一不小心就会挂掉 随着越往浓雾的深处走 赵一遇见的鬼物就越是凶狠恐怖 一只狮鹰只是啼哭一声 赵一便蹊跷流血险些暴敌 一头纯黑色的迷路看了赵一眼 她的一条腿便长出了蠕虫 并开始了持续的腐烂 一张反映鲜艳油彩的指 只应对着赵一呼出一口气 赵一的身上便立刻出现了鬼火 但即使她被烧得面目全非 自始自终仍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甚至脸上都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 直播间外的观众都紧张地平住了呼吸 不知道走了多久 前方的雾气终于缓缓消散 故意上出现了两具被扭成麻花的尸体 赵一打量了一会儿 猜测到这两个人应该就是张雅和庞骁 不过无论是谁现在都已经无所谓了 她蹲下身子用力扯出了腿上的那条蠕虫 然后拿出了自己的手术刀戳了一下蠕虫的肚皮 很快她的身上就长出了黑色的细小藤蔓 这是邪神魔鹰衍生出来的被动探视者 蠕虫挣扎了片刻便失去了生命 身上的铜脉开出了艳丽的花朵 然后渐渐凋零 没有了这条蠕虫 赵一的腿就不会再继续腐烂 她包扎好伤口后就来到了地面摆放的金色盒子旁 这个盒子的做工看起来很精妙 赵一谨慎地上前打开了它 打开之后里面缓缓升起了一座金色的小型骨塔 她身上发出了如星辰灿烂的音乐声 赵一失神了片刻就恢复了正常 她抓住盒子一把将其盖上 盒子表面的魔纹散发出了黑色的勃气 在半空之中缓缓聚集 渐渐成了一只巨型猙獰的鬼面 鬼面上燃烧着黑色火焰的魔童 正冷冷地注视着下方 男人的周围聚拢了无数恐怖的鬼怪 他却丝毫不惧怕静止地穿过了这里 只要他的情绪有一丝波动 无数的鬼怪就会将它撕成碎片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赵一终于来到了鬼屋的尽头 打开地面上那个金色的盒子 半空中顿时聚集了大量的雾气 雾气中一个猙獰的鬼面缓缓浮现 接着便将鬼物与里面的不祥一起吸入了嘴中 听恭喜玩家赵一完成支线任务 破除石山高校的诅众 奖励将在主线任务完成之后结算 恭喜玩家赵一获得隐藏物品 潘多拉之河 听到提示声的赵一终于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在乱戒的废城之中 吹脚连营的副会长杨涛坐在自己的办公室 目光悠长地望着窗外 片刻后一阵敲门声响起 一个满面协议笑容的男人便走了进来 副会长你找我有事吗 杨涛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坐下 跟你了解一个人 说罢便将赵一的资料递了过去 看到赵一的名字后 巴尔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他也进来了吗 杨涛点头回答是的 巴尔似乎并不想提起这个人 但沉默许久还是说了出来 副会长你知道的 我们家族有一种病 但我更愿意称之为天赋 我们血液之中流淌着对于屠杀的渴望 世世代代以来从未变更过 正因为这样我的父亲卡帕尔 才会去做军火贩子 他的天赋是我见过最优异的 很多战争的背后都有我父亲的影子 他杀过的人不下数万 被人称为军火之王 从小我就已超过他为毕生目标 可直到父亲遇见赵一后就改变了 他的试杀症被治愈了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吃辱 杀戮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东西 怎么可能被治愈 我不接受那个曾是军火之王战争黑手的父亲 忽然有一天变成了一个 整天钓鱼下棋的慈祥老人 杨涛听后淡淡的说道 所以你就杀了你父亲吗 关于他对你父亲的治疗你了解多少 巴尔认真思索了一会儿 他们的治疗是秘密进行的 而且虽然他们相处的时间很长 但其实治疗的时间很短 至于我父亲的施杀症大概是在一天之内 也许是一个小时之内 正因为时间短促 我才会感觉到父亲像是换了一个人 杨涛继续追问道 你没有和他接触过吗 巴尔听后身体都在微微的颤抖 接触过一次 有种恐惧的感觉 听到这杨涛有些诧异 作为一个杀人魔 自认为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疯子 居然从嘴中说出了自己恐惧的事实 巴尔平复心情后死死地攥着拳头 副会长他在哪 杨涛回答目前在权势棍子工会 你知道的 虽然这个工会人少 建设度也差得离谱 但是话说到一半他停了下来 好了你去休息吧 一个月后魔灵之潮会出现 你先压一下自己的等级 到时候在里面好好发挥 也许最后能从魔灵之潮中捞上一笔 巴尔点点头走出了门口 我知道了 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洗刷家族的耻辱 此时在石山高校内 赵一通过密道原路折返了回来 杨玲玲见状长出一口气 你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 赵一表示自己没事 回来用这些实验仪器 切一下自己腐烂的头 听到这话杨玲玲顿时愣在了当场 自己切自己的腿 男人随手拿起了两把钢锯 想要在无麻醉的状态下切掉自己的腿 整个过程他眼睛始终都没有眨一下 这场景实在太下饭 一旁的女孩忍不住呕吐了起来 赵一做完这一切后露出了轻松的神情 好了 现在可以安心准备和XR沟通了 杨玲玲有些疑惑 任务都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你还要冒险和她沟通 赵一微微一笑解答了起来 有句古话叫做礼尚妄哀 他们摆了这样一道诅咒给我 如果我不回敬他们一些礼物 那实在太失礼了 杨玲玲闻言似乎明白了一些 你是说想用XR去对付他们背后的那个组织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对方能够制造这样恐怖的诅咒 背后的视力一定大的惊人 区区一个暴乱的实验体能行吗 赵一的眼中浮现出一抹亮光 对啊 所以我才要通过她的本体 教她一些东西 教XR吗 教什么 赵一咧嘴一笑回答道 教一些十分稀疏平常的知识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三天后 主线任务结束前一刻 XR竟然真的回到了实验室 杨玲玲闲些被她吓尿 迅速掏出了自己的小手枪 然而这个实验体却直接无视了她 静止地来到了赵一的面前 随后就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杨玲玲看到这人都傻了 我操还真把副本boss交成了学生 这虽然不合理 但的确发生了 二人的身影渐渐化作白光消失 而XR的嘴角露出了跟赵一一幕一样的笑容 与此同时 在石山高校外面来了一大批全副武装的军队 长官初步排查 石山高校的诅咒是被人提前关闭了 经过我们的仪器检测 里面并没有活人 长官听到这挥了挥手 很好 让一小队提前探路 进入实验室后遇见任何情况 第一时间汇报 很快一批武装机动人员便朝着石山高校内部探去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一个怎样可怕的存在 此时赵一已经被传送回到了全市混子工会的大楼外 听恭喜玩家赵一通关鬼叫惊魂 主线任务在高校之中活过7日 隐藏任务调查石山高校背后的真相完成 支线任务破除高校诅咒完成 剧情探索度60 世界观探索度100 获得评分SS 获得物品替死玩偶 潘多拉摩河尾 T202熔业态 评价 你的一举一动都透露出了与众不同的变态 虽然你最后超近路通关了 但你的亮眼表现仍然为你带来了极高的评分 至于你他妈数据删除 望你好自为之 柳若勤穿着轻薄的睡衣靠在门边 手持红酒杯神太慵懒 在广场上围着许多人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恭喜你顺利完成了副本 赵一弟弟 你的直播节已经看过了 表现很棒哦 赵一听后谦虚一笑 哪里哪里 这么简单的副本有手就行 柳若勤文言白了他一眼 臭小子 老凡尔赛了 对了刘姐 那头出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围着这么多人 柳若勤抿了一口红酒淡淡的回答道 没什么 死了个人 以后你就会知道 这种事情很常见的 赵一接着便好奇的走了过去 穿过人群只见地面上躺着一具诡异的尸体 那人的十根手指全都被切掉 从头到脚凝成了麻花的形状 而且还拉长了好几名 这一看就不是正常死亡 而是某种诡异的力量造成的 赵一蹬下身子翻过了他的头 尸体的脸上洋溢着圣人而又诡异的微笑 这一幕让附近的人都感觉浑身发毛 赵一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伸出手灭了捏尸体身上的许多部位 发现竟完全摸不到骨头 应该是凶手从后背的伤口处把他的骨头全部剔除了 没有留下任何财遇 这种精妙绝伦的手法 要么是医生 要么就是屠夫 不过从刀痕的大开大合上来判断 对方似乎是屠夫 赵一认真观察了一会 便对着身旁的小姑娘开口道 可以把你的碳酸饮料给我用用吗 小姑娘点了点头表示可以 她接过之后眉头紧重 光有碳酸饮料还不行 再拿一个鸡蛋 最好是熟的 一个男人听后自告奋勇地跑回房间取鸡蛋 围观的众人都好奇了起来 他要鸡蛋和碳酸饮料干嘛 对破案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帮助吗 男人从头到脚被凝成了麻花的形状 不仅整个身体被拉长好几米 身上的骨骼还全都被踢出了 这种精妙绝伦的手法 凶手要么是医生 要么就是屠夫 赵一从周围的人手中要过鸡蛋后 就满脸认真的观察了起来 接着就在众怒睽睽之下 把鸡蛋塞进了嘴中 拿着碳酸饮料又咕噜狂灌击口 喝完之后他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然后就转身大步离开了这里 副本里吃了好几天土豆 还是煮鸡蛋好吃 见此一幕围观的众人都懵了 还以为你要破案了 感情他妈是来骗吃骗喝的 赵一静止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锁完门后就躺倒在了床上 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 所有信息和奖励都呈现了出来 他看着属性一览感觉很奇怪 系统询问一些事 我的等级提升了 为什么力量没有提升 系统听后解释道 玩家的等级只影响不同副本的开启 并不会提升力量 力量属性包含了玩家的体质 自愈战斗气力速度等多方面 如果想要提升自己的力量属性 只有三种方式 第一是完成大世界任务获得天赋点 加在自己的属性上 第二是开启中阶商场 兑换血脉鬼物残肢异能功法等 第三则会在副本之中 获得一些特殊赠语 譬如你手中的T202 照一听后有些恍然 那领域是什么 领域属于专精类型 用于提升玩家某一方面的上限 目前初级领域共有精神领域 枪械领域 元素领域 强身领域 领域的等级分八个等级 更多的高级分支在领域达到地级才可以升级 关于领域专精 古区的论坛有许多帖子都有过完整的分析 新人碍于全线无法查看后面的领域分支 但一般而言枪械领域用于机械方面的前沿 也是最适合新人选择的领域 毕竟前期的新人几乎开不了中阶的商城 而低阶商城里杀伤力最大的基本都是一些枪械 并且枪械领域到了最后还能演变成机械高达 可以说虽然后期不算强势 但也绝对不弱 检测到您精神力非常高 是否要选择精神领域 精神领域后面可以演变成念灵 这种领域越到后面晋升就越难 但和强身领域一样 一旦进入了S级网上的级别 实力就会和其他同级别领域彻底拉开差距 一个玩家只能够选择一个领域 相信以您的精神值 在精神领域一定大有作为 赵一听后点了点头 说得好 既然这样那我就选择强身领域吧 在系统眼中赵一完全就是在浪费自己绝佳的天赋 似乎从选择工会开始 他就一直在浪费眼前的大好机会 赵一成功激活了强身领域 这意味着他可以通过锻炼和战斗 来让自己的力量属性不断提升 领域激活后 他自己的力量也来到了18点 握起双拳明显感觉到了一股爆炸性的力量 猛的对空气挥出一拳 甚至能听见隐约的破空声 就在他疯狂殴打空气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赵一谨慎地打开了门 只见一个身着扑素的小胖子正忐忑地站在门口 你好你是赵一大哥吗 我是 进来说吧 小胖子走进屋后介绍自己叫方白 是和他一样的心愿 现在也是三级了 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让赵一带他做大世界任务 他会支付一定的积分作为报仇 赵一瞇着眼问道 多少积分 方白咬咬牙回答 一人一千积分 赵一听后有些惊讶 还有其他人吗 方白拘谨地解释了起来 是这样的 咱们工会的大佬根本不管事 而中间的那群人又整天想着跳槽 所以底层的新人们凝聚力非常差 大家基本是各自为政 互相拉帮结派 进入的新人越来越多 一个没有领袖的纷乱团体 在一个没有明确法律的环境下 会有多乱就不用我为你详束了 为了更好的活下去 我只能先拉了一个小团 暂时抱团取暖 工会内部虽然是不允许相互厮杀的 但只是明面上而已 如果真的想搞死一个人 背后的方法实在太多了 赵一大哥 我们来找你 一方面是觉得可以加强自己团队的实力 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够一起去完成世界任务 毕竟世界任务的奖励很丰厚 难度也很大 我们不想让给其他人 赵一打开任务详情观看了起来 他很好奇为什么自己都做完一个副本会了 工会的世界任务还停留在引导任务上 应该会有不少人争抢着去做呀 方白听后握紧拳头解释道 咱们工会这个引导任务难度有些离谱 目前已经有六组去做任务 一共二十七个人 但结果却是无人生还 在这个诡异的世界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要跟小丑鬼和屠夫鬼玩一场游戏 过剩就可以解锁两个场景 小丑鬼与屠夫鬼则从中立变更为工会一方的盟友 会无限制提供生存需要的水与食物 而失败的人 屠夫鬼就会把他全身的骨头包下来熬汤喝 听完方白的介绍 赵一顿时来了兴趣 所以外面那个家伙做引导任务试玩游戏输了 才会只剩下了一张皮 一个引导任务这么难吗 方白点头回答是的 我们去论坛查看过其他工会的引导任务 大部分都很简单 但奖励也基本等于没有 像咱们工会这种引导任务就奖励三点天赋点的极少 与丰厚奖励对应的 自然也是非同寻常的难度 赵一摸了摸下巴感觉很有意思 你们有多少人 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方白见他同意连忙开口回答 咱们目前的小团队一共有五人 除了你我之外 还有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可爱少女甜甜 以前是地下娼妓的美女白水妓 一个憨厚老实的中年大叔刘翰 至于任务的话 他们随时都可以动身 就看你什么时候有空了 赵一听后便站了起来 那就通知他们吧 咱们现在去看看 摸一下情况 不久后 几人简单互相介绍了一下 便从工会驻地离开前往了一条盘山公路 道路镜头薄雾之中偶尔也能看得见几个人 他们都是来试图完成世界任务的玩家 入战口蹲着正在抽烟的青年 他眼神因一身旁还有不少小弟 方白上前一步询问了起来 向卫山里面情况怎么样了 青年文言没有理他 反而警惕地转头看向了赵一 他们之中一些人看过赵一的直播精彩片段 知道这个家伙不但强 而且多少有些疯 这不是宝匿吗 咋了 也想奋一杯羹 旁边的小弟此时都围了上去 赶来抢大哥的奖励 你小子真勇啊 赵一听后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 我知道这个奖励很丰厚 大家都不想让给其他人 但你们想过没有 这只是一个引导任务 后面还有任务和奖励 如果大家都卡在这里 那谁也拿不到后面的东西 一起发财 还是一起饿死 这句话让不少人的心态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向卫山觉得有些道理 于是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你们想去 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里面已经死了很多人 为了你们好 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一些 小丑游戏的规则 小丑游戏一共需要至少三个人 进入游戏和他猜拳 轮流来 第一次需要切掉一根手指 十次内赢他三次 就算游戏获得胜利 如果这个人没能赢下三次 就会被小丑扔进他身后的杂物间 那里面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我不清楚 但进入的人就再没有出来过 前一名和小丑猜拳的玩家 失败被杀死后 将于游戏的后一名玩家 继续和小丑猜拳 并重置整个游戏比分重新开始 另外我们还探知到 小丑的第三次猜拳 和第六次猜拳是固定的 会出剪刀合部 方白听后好奇地询问 向卫山听后不自一笑 仿佛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 所以你愿意拿命去 是后面的固定猜拳 来给他人做嫁衣吗 方白听后沉默了 的确 如果说前面的试错 让人看见了希望 还会有人跃跃欲试的话 那么最后一次试错 反而会没有人愿意去做 人都是自私的 凭什么自己挨打别人吃糖 赵一微微一笑 感慨这些没用 进去看看吧 向卫山文言便让小弟 让出了一条道路 在几人进入车站后 一旁打着鼻钉的青年 疑惑地询问道 大哥你是不是给他们说错了 我记得小丑划拳的固定出招 不是剪刀合不 向卫山眼中闪过一抹毒辣 你懂什么 他赵一是什么人 心愿绑绑一 之前在工会大楼前面 你没发现柳若勤那个婊子 看他的眼神不对吗 这种人只要活着 你觉得工会的管理者 还会让咱们上位吗 旁边的青年听后恍然大悟 还是大哥英明 来我给您点上 他看向向卫山的眼神中 多了一丝畏惧 向卫山这家伙 不愧是个变态杀人犯 真够阴的 不过赵一死了也好 少了一个和我们强奖力 和女人的强力竞争者 工会里那几个富婆 又强又漂亮 日后要是能逆青方子了 岂不是会飞黄腾达了 为了在这个恐怖的 诡异世界活下去 众人迫不得已走进了 小丑鬼的地盘 黑暗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地面上散落着 被撕扯掉的断纸 白水吉凑到了赵一的身旁 提醒道 赵大哥 刚才那家伙眼神不对 我觉得他可能说了谎 赵一回答自己知道 见他心中有数 白水吉也不再多言 几人朝着不远处的 机灵鬼杂货铺走过去 滑稽妆容的小丑 冲着他们挥了挥手 请问你们是来买东西 还是来玩游戏的呢 赵一一只手搭在柜台上面 询问玩游戏有什么好处 小丑鬼兴奋地开始讲述了起来 我亲爱的客人们 如果你们愿意和我玩猜拳的游戏 并且在十次猜拳之中 有三次赢了我 那么我将永远为你们免费 无限量提供杂货店中的一切商品 赵一听后点了点头 那如果输了呢 小丑鬼露出了一个圣人的笑容 如果输了 那么你们需要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 毕竟如果一个游戏失去了赌注 那可就太没有意思了 接着他就像几人介绍了游戏规则 众人听后发现 跟像卫山描述的一样 小丑继续补充道 另外我还要和各位强调一点 不要在游戏过程中想通过杀死我 或者切掉我的手指来强行破坏游戏规则 否则 小丑说到这停顿一下手指向了杂物间的方向 里面无数双恐怖的眼睛正死死地注视着众人 几人见状顿时下的毛补耸然 而名为甜甜的女孩却无动于衷 参与游戏的人获胜后可以获得三天赋点 而一同组队进入游戏 但没有机会参与的其他人获得一天赋点 如果各位确定要组队参与游戏 就请进来坐到店铺内的原住处 咱们的游戏马上开始 听完她的花照一大步走了进去 少女甜甜则毫不犹豫地跟在了后面 剩下的方白三人有些愁愁 这个游戏是在工会的范围内 要是输了就意味着彻底死亡无法复活 可如果照一赢了 他们就可以平白获得一点天赋点 这东西很珍贵 尤其是在前期 每一点力量带给人的提升都是肉眼可见的 去还是不去 这是个问题 白水及咬咬牙最终选择跟在后方 老娘要拼一把 我这种女人要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 就必然要有所投资 再说了一千积分都给了 这要是不去岂不是血亏吗 方白和刘翰对视一眼后也下定了决心 挖得拼了 当夜还是当孙子就看这一次了 见五人都进来后小丑黑黑一笑 我亲爱的客人请坐 先打开电视给大家住住行 说到这他拿出遥控器点开了监控 上面正播放着之前参与游戏的玩家 违反规则的凄惨死状 口中刺耳的惨叫声让人不寒而立 其他三个人的精神值都在缓缓下降 而赵一和甜甜的精神值却毫无过度 小丑鬼此时发出了邀请 好了 现在你们谁先跟我玩 赵一微微一笑举起了手 小丑先生 我来和你玩 一场简单的猜拳游戏 竟让参与进去的人吓得不寒而立 输掉的人不仅会被切掉手指 还要被拉到小黑屋折磨至死 现在你们谁先跟我玩 听到小丑的话赵一随即举起了手 那么游戏开始 随着小丑的手臂一回 其他座位的人则被操控着后退了一步 只剩下赵一正对着他坐在了圆桌的对面 接下来的三分钟 你们可以互相讨论 来决定究竟开什么拳 决定好之后 可以将手放在面前的黑袋子里 然后由机器同一时间拉开袋子 当然我可以和各位保证袋子里没有什么监控设备 我也不屑于做这些 赵一听后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 接着他又看着身边的方白开口 我说什么 方白文言愣神了几秒没有反应过来 问我吗 赵一看着他微微一笑 对就是问你 一开局就请求外援 这不像是赵一的风格 难道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比如说为了混淆对面的视听 吃一片刻后 他就支支吾吾的开口 我说了 你要是输了可不要怪我 赵一点头回答那是当然 方白于是便咬咬牙小声道 出剪刀 赵一听后就将手伸进了黑部内 示意小丑自己出好了 小丑黑黑一笑 也将自己的手放进了黑部之中 头顶的机械臂随即降下 轻轻地抓住了二人手上的黑部 双方均已出拳 现在揭晓答案 话音落下机械臂就猛然提起 赵一的是剪刀 而小丑的则是石头 很抱歉先生 您似乎运气差了点一些 小丑说爸就将切割机 推到了对方的面前 赵一见状没有多言 直接将左手的食指 伸进了切割机里 下一秒血光乍现 那根陪伴他二十多年的手指 就跟他说了再见 后面的几人此时都吓傻了 而赵一的脸上 却没有丝毫慌乱 他再次转头笑眯眯的 看向了方白询问道 第二次我出什么 方白哪敢继续发言 他连忙摆了白手 让赵一自己决定 赵一听后点头一笑 接下来我出石头 小丑的目光中 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男人似乎 和以往的猎物不太一样 他给了我一种不安的感觉 我很好奇 他究竟能给我带来 什么样的威胁 第二轮的结果 赵一石头小丑 赵一愿赌服输 再一次切掉了自己的手指 后面几人见状 顿时呆愣在了当场 自始自终赵一 都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显然是根本没打算 在前两个回合赢小丑 他的眼中闪烁着 极其微弱的红光 小丑处发誓中立 如果你和他玩游戏输了 你就会死 除非他打不过你 弱点并不明显 目标想要重振家业 以致能力 睁眼时拥有透视 这就是小丑的数据 赵一明白了 他总能完美地 预测别人的猜决 压根不是靠猜 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在作弊 但想要赢下游戏 要做的不是揭穿他 而是利用这个点 把他逼进死角内 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局 按照向卫山的消息 这一次小丑必然会出剪刀 但他的消息不一定可靠 如果这次能验证 向卫山说的是真的 那赢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如果是假的 那可就危险了 赵一没有急着猜拳 而是盯着对面的小丑问道 小丑先生 来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 你第三轮会出剪刀是真的吗 小丑听后呵呵一笑 本来我是不能告诉你们 但具体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 赵一点头回应了一下 知道这些就已经够了 随后二人再次把手臂 伸进了黑布之中 众人屏住呼吸 全神灌注地盯着场内 紧张得他们甚至能够 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机器壁缓缓落下 夹住了两块黑布 突然间黑布被猛地拉起 小丑出的是不 而赵一的则是剪刀 终于赢下了一局 众人见状都松了一口气 而小丑似乎很开心 他伸出手指放进了切割机中 恭喜你赵一 不过看起来外面那个家伙 好像欺骗了你 一场以手指为赌注的猜拳游戏开始 男人接连输了两次 也被切掉了两根手指 虽然知道小丑鬼是在 靠着透视的能力作弊 但赵一却不能揭穿他 因为只要不违反规则游戏 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 好在第三局靠着规则赢了一次 小丑似乎很开心 伸出自己的手指 放进了切割机中 恭喜你赵一 不过看起来外面的那个人 好像欺骗了你 赵一听后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 是啊 我一定会报复 会报答他的 小丑饶有兴趣地打量了他一眼 你就这么确定你能活着走出这里 赵一摇头晃脑地反问道 那你又是如何确定 我不能活着走出这里呢 小丑先生 你很喜欢都市吗 那不如咱们给这个游戏增添一个新的乐趣 听到这话小丑迟疑了一下 什么乐趣 这个嘛 待会儿再说吧 接下来两人继续猜拳 第四局赵一书 第五局赵一书 第六局小丑书 第七局和第八局赵一书 第九局同样还是赵一书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局 小丑此时露出了惋惜的笑容 赵先生 似乎你在切割手指的选择上出了问题 以你目前剩余的手指 只能出剪刀或者石头了 后面的白水级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方白便解释了起来 如果赵大哥右手留下三根手指 那就还能初步 但现在他摊开手指时就是剪刀 握上手指就是拳头 他失去了布这条选项 根据规则二人如果猜拳一样 连续三次就会判小丑赢 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小丑只要连续出三次拳头 那赵一就必输了 可奇怪的是赵一明知道 自己的处境却没有任何谎玩 小丑先生还记得我刚才说的 要为这个游戏增加乐趣吗 小丑回答当然记得 这是你最后一局游戏了 倘若您有不违反规则 又增加游戏乐趣的点子提出来 我会在游戏结束后 让您选择一个您喜欢的词法 赵一一位深长地开口道 咱们打个赌 赵一说吧 就将潘多拉摩盒拿了出来 虽然里面的鬼屋已经被系统清空了 但很多鬼屋还是很喜欢他的作物 见到这个盒子小丑的眼中 闪烁出一亩战影率 在他看来这个东西自己是在闭门 沉默片刻后就缓缓开口 没问题赵一先生 我愿意和你打这个赌 赵一敲了敲桌面开口道 黑布被掀开之后 你才可以睁眼有问题吗 小丑摇了摇头表示可以 在他看来拥有透视的能力的自己 根本不可能输 那么小丑先生 这次就请您先猜拳了 请将手伸进黑布中闭上眼 小丑听罢没有迟疑 闭上眼睛直接把手握成了拳头的形状 然后便放进了黑布之内 赵一随后也行动了起来 静等了几秒钟之后 赵一微微一笑 我也好了 请让你的机器揭开黑布 小丑随后打了个响指 机械臂便猛然伸向了下方 小丑缓缓睁开眼睛 笑容却僵硬在了脸上 只见赵一的手掌全部展开赫然 已经没有了手指 所以出现了布的形状 这一幕让几名队友浑身发寒 赵一举起手臂晃动了几下 抱歉小丑先生 我赢了 他主动切掉了自己的手指 严格来说这也算作弊 但并没有违反游戏规则 小丑此时没有说话 他坐在原地陷入了沉默 气氛都开始变得压抑了起来 许久之后 他缓缓将自己的手指 放进了切割机里 一声脆响过后 他的手指就这样被切了下来 众人的面色激动无比 这就代表着他承认自己输了 赵先生 我想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 赵一总的总监回答 是从自己切第三根手指开始 众所周知猜拳是个运气游戏 既然是运气游戏 就不能有长胜将军 你能一直赢我 显然是有属于自己的作弊手段 我猜测应该是透视 那个时候我忽然明白 想赢你最后一次 我就必须设个局 将你的透视能力剥夺 并引导你做出固定的猜拳选择 一场以性命为赌注的猜拳游戏开始 男人为了初步 竟然狠心切掉了自己的手指 当机械臂掀开二人手上的黑布 小丑脸上诡异的笑容顿时降重 因为没有了手指 所以赵一出的事 而小丑的则是石头 不得不说赵先生 你的这波操作真的很精彩 这是我玩过最有意思的猜拳游戏 我会履行我的诺言 接下来 这间杂货铺将会永远免费 为您和您的工会 无限量提供里面的所有货物 另外当你们离开杂货铺后 我会按照游戏规则赠予赵先生三点天赋 其他人各一点天赋 几人听后都兴奋地握紧了拳头 老娘这次真是血转 到时候把天赋加到力量上 可以让体数得到全面提升 小丑来到了赵一的面前 深深鞠了一躬 对于赵一先生 我欠您一个私人人情 如果有什么能帮得上你的 尽管说 赵一微微一笑 刚好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你知道二楼肉铺的情况吗 小丑听后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那里住着一个疯子 他可不像我这么守规矩 那他有什么想做的事吗 无数在找自己的女儿 随后一条通报 就出现在工会所有人的眼中 恭喜赵一小队 成功解锁工会新场景杂货铺 车站方圆十米范围 将属于安全区域 玩家在安全区域内不受伤害 我操 居然有人把杂货铺解锁了 今年的新人这么牛逼吗 那个傻逼小丑都被他干费了 你骂那个新人是今年的新人榜一 难怪这么丢 车站外 像卫山盯着站内的杂货铺 面色阴冷无比 他死死地攥着拳头 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赵一没有死 自己明明给他透露了错误的信息 为什么他还会赢 难道他识破了自己的计谋吗 迟一片刻他便叫过来一个小弟 然后在他的耳边低声交代了几句 那小弟点头哈腰 便朝着远处的人群而去 赵一几人从杂货铺内走了出来 此时他的手指还在不停地滴血 白水急剑状便开口道 赵大哥咱们现在要不先回工会驻地吧 你手上的伤药子 无论是世界任务留下的伤势 还是在副本之中的伤势 都可以在工会驻地之中修复 赵一并不在意手上的伤口 看凝望着远处二楼的黑暗之中 有些跃跃欲试 来都来了 先不着急回去 去解锁肉铺吧 随后几人就朝着肉铺走去 尝到了小丑游戏的点头 他们对赵一更有信心 自然愿意追随赵一 但就在赵一去往二楼的电梯口时 却被十几名玩家拦住了去路 赵一 你们已经完成了一个游戏 并且拿到了奖励 这个任务是不是应该留给其他人了 听到小绿毛挑衅的语气 方白胖胖的脸上满是凶狠之色 你们自己不敢去 也不让我们去吗 众所周知 屠夫游戏死的人比小丑游戏更多 绿毛见兮兮地表示 我这也是为你们着想 白水级听到这话立马怒骂了起来 放你爹的屁 我还不知道你们想什么 你就是怕我们再完成这个任务 变得比你们强很多 绿毛也不是好惹的主 恼羞成怒的他立马掏出了兜里的匕首 少说这些没用的 我今儿就是不让你们过去怎么着 赵一此时伸出了一根手指对着的绿毛 知道吗 我只要一根手指就能要你的命 赵一灿烂的笑容顿时把绿毛转破防了 这话让自己的面子往哪搁 我操你吧 他愤怒地冲过去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 但是他不知道 对方的力量已经高达21点了 赵一一个凌波飞步来到了绿毛的面前 转身弯腰一个肘肌命中了他的肝脏 紧接着一个卢山声龙霸使出 准确地用自己的手指戳进了绿毛的鼻孔 刹那间绿毛就有了一种诡异而奇妙的感觉 酸甜普拉在这一刻涌上了他的心头 就像是小时候最爱自己的奶奶端着一盆石药给他喂食 赵一紧接着便将他抛向了远处 硕大的鼻孔忽然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空虚 剧痛从鼻腔一直沿着脑子传播出去 赵一看着两根沾血的手指顿时感觉有些恶心 忍不住的他便往旁边方白的衣服上擦了擦 男人以八根手指为代价赢得了胜利 接着他们就前往了更危险的屠夫鬼游戏 可没想到在半路竟然遭到阻拦 好在只剩两根手指的赵一战力依旧强悍 直接插进对方鼻孔便结束了战斗 他嫌弃地将手指上的鞋抹在了方白的衣服上 方白愣神过后立马跳了起来 这么恶心的东西你怎么能往我身上擦 我有纸啊 赵一黑黑一笑 没事 我已经擦干净了 此时白水级催促其他人赶紧让开 大家能处于一个公会 就算现在能拦住我们做引导任务 难道以后能拦住我们一辈子吗 前面拦住的人萌生退役 但上面的命令却又让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拦住赵一 你少他妈说废话 不想死就赶紧滚 不然将你们的腿打断 为给屠夫鬼做肉线 方白文言就要上去拼命 可这时一道声音却传到了众人耳中 你们怎么回事 赵一几人转头看去 只见向卫山正带着一群人朝这边走来 见此一幕方白 几人顿时有些紧张 好 如果向卫山和这几个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我们可真的要完蛋了 可接下来向卫山的举动却让几人大感意外 他竟然一身正气指向了拦路的人 哪有你们这么做事的 自己不做也不让别人做 对方一见向卫山人多立马什么 不好意思山哥 我们这就离开 赵一兄弟不用怕 我带你们去参加屠夫游戏 他们不敢拦住你们 听到这话白水级瞬间有些反感 妈的 刚才那帮人很明显就是向卫山安排的 先让人来挑事 他再出来化解恩怨 然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加入我们的团队 真是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他扯了扯赵一的一脚想要提醒他 而赵一似乎并没有感受到 他非常感动的伸出了手 向大哥跟我们一起去吧 相互之间正好有个赵一 向卫山减壮顿时一息 赵一这家伙可真好偏 一旁的几人使了个眼色 赵大哥似乎信了向卫山怎么办 我们得时刻提防这个阴险狡诈的家伙 接着一行人就来到了屠夫的窗户 刚推开门一股腥臭的血腥味便扑面而来 钩子上挂着不少的人体残骸 地面上还散落着已经被包皮的脑袋 这一幕幕都在提醒众人屠夫是个极度危险的角色 一个身形高大的人影正在挥动手中的土豆 似乎在疯狂劈砍着人腿 赵一面带微笑的大步走了过去 我们是来参与游戏的玩家 听到这话屠夫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用那双魔鬼般的瞳孔挑了几人一眼 我的游戏有三种 第一种是帮我送外卖 这里正好有几个顾客的订单 你们谁的速度快就算谁赢 赢家会获得我独家珍藏的一碗肉汤 输的人 呵呵 读书说到这突然咧嘴笑了起来 这笑声可怕的几乎要掀了几人的天灵盖 第二个是去厨房做一道菜给我 如果我满意就算游戏评谷 如果我不满意那么我会亲自教你们做菜 第三个游戏是去荒山深处的百葬谷 帮我收集食材 怎么样 你们要玩什么游戏 赵一听后表示要等一下 自己需要商量商量 说吧他就看向了后面几人 我们选哪个 方白迟疑了片刻 要不咱们去完成第二个游戏吧 可以互相帮忙 而且不用彼此相杀 第二个游戏吗 向卫山扑刺一笑 好吃不好吃这东西可没有一个明确的评判 你看着屠夫的样子 能判断他的口味是什么吗 再说了如果他一心要咱们死的话 那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游戏 方白皱了皱眉 那依你之见 你想做什么任务 向卫山的嘴角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当然是第一个任务最简单 送菜拼速度而已 谁慢了也只能怪自己 怪不了他人 这不行 这对你太有力了 你不仅体能好 还学过很多近身搏杀 肯定你完成得更快 而且你完全可以在任务开始之后 叫自己的小弟阻拦其他人 向卫山无所谓的贪了贪手 你非要把我想的这么坏 我也没办法 白水集有些焦急的看着赵一 希望他能拿出个主意 赵一挑了志在必得的向卫山一眼开口 我觉得向大哥说的很有道理 咱们就玩第一个游戏吧 送外卖也挺好的 在这么一个残酷的世界里 竟争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咱们究竟如何 不如听天由命 此话一出方白几人顿时愣着 他们想不通赵一为什么要偏向向卫山 明明自己才是他的队友 而向卫山心中却窃喜不已 一切都在按照预想的方式进行 好极了 接下来只要屠夫确认游戏开始 我就会立刻反水 这是一场落后就会死的比赛 屠夫鬼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饭菜 六个人需要分别把饭菜送到顾客的手上 而他们之中只有第一个到的才能够平安的活下来 话音落下几人就迅速开始了打包 只有少女甜甜和赵一没有行动 甜甜站在原地不知道在想什么 失去了大部分手指的赵一则根本没有办法操作 方白的手比较快 完事之后他看向赵一迟疑了片刻 还是手忙脚乱帮他的那一份也打包了起来 白水吉和刘汉看在眼里 表面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在暗暗嘲笑 方白这家伙显然没有适应这个地方的生存法则 这个时候帮赵一就等于是在害自己 此时向卫山已经提着饭菜冲了出去 刘汉和白水吉紧随其后 方白望着向卫山和其他几人跑远的身影有些焦急 妈的 赵一你自求多福吧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说吧就拿起了自己的外卖猛的朝着车站外冲去 赵一看了一眼被打包的稀碎的外卖 又看了一眼抱着自己小熊玩具的甜甜 有些好奇的询问道 甜甜你不去做任务吗 甜甜摇了摇头回答 不去 甜甜不想做任务 赵一做出了一个鬼脸想吓唬她 不做任务可是会死动 但甜甜完全不为所动 你在骗我 妮妮说我不会有事的 赵一摸着下巴有些疑惑 妮妮是谁 女孩扬了扬手里的小熊 妮妮是我来这个世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赵一的眼中闪过一道诡异的红光 不稳定的数据也浮现了出来 妮妮触发时中立 当你企图伤害女孩时她会警觉 当你在女孩的身上留下伤口 她会狂暴 弱点伤不明确 她看完之后不动声色地伸出手 轻轻抚摸了一下女孩怀里的小熊 真是可爱的小熊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小熊 女孩也露出灿烂的笑容和洁白的哑 谢谢你赵一大哥 你这么表扬她妮妮有些害羞吗 赵一听后微微一笑 然后便坐在了旁边的座位上 对着正在忙碌的屠夫开口道 有牛肉吗 给我切点吃 话音刚落屠夫就回过了头 用那双魔鬼一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一场落后就会死的游戏开始 跑得慢的人就会被屠夫鬼杀死 众人打包好饭菜都迅速冲了出去 可只剩下两根手指的赵一却无动于衷 她甚至还翘起二郎腿问屠夫鬼要牛肉吃 屠夫回过头用那双魔鬼般的瞳孔死死地看向她 不是我的客人 滚出去 赵一丝毫没有在意继续开口道 小丑告诉我 你有一个女儿 你找她多久了 屠夫闻言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提着踢骨刀就向着对方走去 与你何干 刹那间刺骨的阴影将赵一彻底笼罩 可她依旧从容无比 我有一笔交易 有关你的女儿 你显然无法离开这座肉谱太久 像你这样不喜欢规则的疯子 也有不得不遵守的规则吧 屠夫沉默了 他攥着踢骨刀的手愈发用力 我能帮你去更远的地方寻找你的女儿 比如古玄镇 我能去很多你去不了的地方 兴许能够找到蛛丝马迹 屠夫的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你是不是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 赵一勇懒地伸出了一个懒腰 你当然会放过我 我完成了小丑游戏 便是向你证明了我的能力 多杀一个人少杀一个人 对于你这样在血海里洗过手的屠夫而言 有什么区别呢 屠夫握住屠刀的手微微颤抖 一瞬间的尸神似乎让他想起了很久远的事 大约十秒钟过后 他握住屠刀的手放松了下来 接着便转身进入了厨间 很快便端上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鲁牛肉 并且还专门切好放到了赵一面前 找到我的女儿 将她带回我身边 你会获得一份不菲的报酬 赵一听后微微一笑回答没问题 并恭喜你接取了大世界隐藏任务 寻找屠夫的女儿 任务奖励未知 果然被我猜中了 小丑说过屠夫不一样 他不喜欢遵守规矩 也就是说 即便我们按照屠夫的规矩完成了屠夫游戏 对方也完全可以因为心情不好 直接把我们宰了 与其去碰运气 做一个可能根本没有意义的游戏 还不如和屠夫进行一场交易 那接下来 只需要静静等待那群做任务的人回来就好了 此时甜甜加起一片牛肉 味到了赵一的嘴旁 赵一大哥 妮妮说你手不方便 让我帮你加肉吃 你很喜欢妮妮 我也喜欢妮妮 所以我现在也喜欢你 与此同时 方白三人被一群人拦住了去路 向卫山冷笑一声 不要让他们离开车站 刘汉见此一幕憨厚的面旁露出了愤怒 向卫山 你他妈的敢算计我们 向卫山冷冷地回答道 不然呢 等你们先完成任务 然后我去死吗 你们要怪就只能怪那个赵一 毕竟这个屠夫任务可是经过了他同意的 刘汉死死攥着拳头想要冲上去 却被白水急一把拉住 冷静点 你现在冲过去只能被打断腿 向卫山对着自己的小弟们发好玩失令 就自己悠哉悠哉地离开了车站 白水急剑撞光洁的额头渗出了紧张的汗住 你们傻吗 帮向卫山做事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们难道看不出来 今天他能够反水捅我们一刀明天就是女儿 话刚说完人群中就传出了反驳声 你别挑拨离剑了 背叛大哥的下场有多惨我们都知道 今天无论如何都不会放你们走的 见这番话没有效果白水急顿时有些着急 老娘跟你们拼了 说吧他就忽然朝着人群中的缝隙冲了过去 似乎想要趁着人群发愣的间隙突破为固 然而只是几息他就被人抓住了头发 就凭你还想跑出去 话刚说完男人就一脚踹了上去 疼痛之下饭菜脱手而出 他整个人也痛苦地摔倒在了地上 给我打 打到他老实为止 几个大汉一拥而上对着他就开始了拳打脚踢 白水急只能死死护住自己的头发出微弱的求救声 不久后身上的衣物破烂不已 到处都是瘀青和血痕 见白水急已经快不行了 心善的方白急忙发出了一声怒吼 快住手 别把人打死了 会增加杀戮值的 你们想进杀戮战场吗 听到这话围着白水急殴打的那群人才忽然如梦惊醒迅速散开 方白上前小心把白水急拖回了安全区域 见他这副模样 一旁的刘汉顿时沮丧无比 完了 我们都要死了 向卫山说的没错 都是赵一亥的 如果他要是坚持第二种游戏或者第三种 也许我们都不会死 方白文言正没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垃圾话 刘汉转过头眼神里已经充斥着怨恨 我说错了吗 如果不是他说要听天由命 咱们现在会落到如今的这副模样吗 如果不是他同意向卫山加入咱们的团队 咱们会被向卫山算计吗 方白听后冷冷开口 我看你他妈是有毛病 欺软怕硬惯了 向卫山害的你 你不敢向卫山动手 把气撒在了自己人头上 忘了上一个副本是谁带你拿到的奖励吗 似乎是被人戳中了痛楚 刘汉忽然抱起猛地抓住了对方的衣衣 眼神中浮现了一抹杀意 你他妈再说一遍 方白石去的闭上了嘴 不想再激怒他 刘汉接着就拿出了自己的灵魂武器 一根骨头制作的翘衣 我去杀了赵一 只要我杀了赵一 向卫山肯定会放我离开这里的 肯定会 到时候我就借着送外卖的名头 逃回公会主地 就算屠夫再厉害 他也不能在公寓杀我 没错就这么办 随后他就疯狂地返回了肉骨 赵一 你给我出来 听到这话赵一疑惑地转头看去 只见刘汉此刻神色猙獰 正向着这边走来 赵一微微一笑 一起吃牛肉吗 刘汉则用手中的翘棍指着他低吼了一声 你给我出来 他因为畏惧屠夫 所以不敢在这里动手 赵一哪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和屠夫先生商量好吗 可以带几个人走 这句话直接让暴怒的刘汉 瞬间冷静了下来 他愣神了一会儿眼中 浮现出了兴奋之色 你说的是真的吗 赵一平静地看着他 当然是真的 不然我哪能这么悠闲地 坐在这里吃饭 对了 你刚才找我 让我出去有什么事吗 刘汉连忙藏其手里的 翘棍支支吾吾的回答 没什么 我就是想问你 有没有想到什么办法 完成这次任务 赵一文严眯着眼睛笑道 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要杀了我 去跟向卫山妖宫呢 刘汉的面色一将 很快便换上了一张笑脸 怎么会呢 你可是我的大恩人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待会儿还指望着 你带我离开这呢 此时方白也扶着 虚弱的白水机走了上来 看见赵一没事 他才长出一口气 赵一挥了挥手询问 方白 白水机 你们吃肉吗 方白想到那恐怖的屠夫 急忙摆了白手 但随后似乎又想到什么 于是硬着头皮 拖着半死不活的白水机 坐在了赵一的旁边 赵大哥你是不是找到了 提前完成屠夫游戏的办法 赵一听后摇了摇头 回答没有 方白文言心顿时沉到了谷 那你现在是在等死吗 比拼速度的游戏已经开始 落后的人就会被屠夫鬼杀死 可男人却没有丝毫要行动的意思 甚至还淡定的招呼同伴一起吃牛肉 旁边的方白健壮背重新来 看来他都已经放弃了 这很可能就是自己最后一顿晚餐了 妈的死就死 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就这样大约僵持了半个钟头 车站一楼传来了嘶哑的大笑声 我赢了 你们都要死 都给我死吧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是向卫山回来了 那个狼狈的人影跌跌撞撞的出现 一条手臂不翼而飞 身上到处都是皮肉外翻的血核 显然送餐的这个过程并不轻松 什么狗屁新人榜一 跟我向卫山斗 你他妈也配 老子不过是略施小技 没想到你这种蠢猪真的伤到 也不用你那猪脑袋想想 你这种垃圾也配跟我向卫山称兄道弟 赵一听后点了点头 回了两个字确实 妈的 死到临头了还装淡定 老子看你有多能装 向卫山说罢就来到了屠夫的身后 我已经成功完成了你的游戏 并且第一个送去了你的食物 现在赶紧把奖励给我 正在碎骨的屠夫文言转过了头 提着满是穿肉的钩子 缓缓来到了向卫山的面前 后面一群向卫山的小弟 看着这一幕内心都激动不一 老大变强了 小弟们也会跟着吃香喝辣 搞不好还能泡点美妞 向卫山嘴角露出兴奋的弧度 来吧 全区通报 我向卫山要成为新人中最亮的仔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你们做不成的事情 我向卫山可以做成 还有那个叫柳若勤的嫂娘们 一定会对我另眼相看的吧 日后还不逮给老子 伺候的服服帖帖 然而就在他幻想美梦的时候 日抹钻心的疼痛 突然从肚子上蔓延到了全身 正是屠夫拿着巨大的铁钩 狠狠穿透了他的胸口 向卫山哆嗦着嘴唇双目失神 他想不通明明自己 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人 为什么屠夫会选择杀了他 该死的是赵一啊 他缓缓地转过了头 只见吃牛肉的赵一 也正在对着他笑 这一刻向卫山感觉到 一股无法抵御的绝望 他明白自己终究 还是被赵一算紧 向卫山伸出手嘴里 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救我 赵一来到了他的身边 看着垂死的向卫山 你说你没事惹我干啥 现在后悔了 向卫山早已经失去了 从前的狠辣 死亡的恐惧蔓延到了 身上的每一个角落 让他的模样卑微至极 哆嗦着嘴像调狗一样求饶到 我有眼不识泰山 求你饶我一命 赵一黑黑一笑抬手 比出了一个公指 回答不要 下一秒屠夫将手中握住的 铁链猛然一抛 向卫山立刻便连人带 都被倒挂在了 肉铺内部的天花板上 尸体随着铁链的晃动 也开始摇摆了起来 远处向卫山的小弟们都懵了 老大不是完成了任务吗 为什么死的会是他 肉铺内的三人脸色惨白一片 屠夫开始杀人了 下一个会是谁 是站在他身边的赵一吗 屠夫出人意料地 转身回到了肉铺 然后从里面的厨间 端出了一碗汤 递给了赵一 你完成了我的任务 这是给予你的奖励 赵一道谢之后 就接过了屠夫的肉汤 眼中同时闪过了 关于肉汤的信息 物品屠夫精心烹饪的汤羹 品质消耗比 虽是屠夫 但他厨艺精湛无可挑剔 只是不知为何 他做出来的食物 总是包含怨气和愤怒 效果 提前透支部分生命 获得巨大的力量 并陷入六亲不认的暴乱 持续时间五分钟 暴乱结束后的十二小时内 你将完全失去战斗力 对主 你是想做一辈子的脑主 还是一瞬间的英雄 虽然这个东西有巨大的副作用 但效果显著 在某些特殊的时候可以救急 赵一满意地收入了储物空间 此时系统也开始播报起了 有关赵一的消息 恭喜玩家赵一开拓工会新场景肉铺 此场景仍旧为中立场景 玩家可以从肉铺之中购买肉类食物 但在此场景附近不会受到任何保护 另外请不要尝试激怒肉铺的主人屠夫 大世界引导任务完成 根据参与度 玩家赵一获得三点天赋点 玩家方白 白水级 刘翰获得一点天赋点 大世界任务已经更新至解开火车内的怨念 请各位前往系统之中自行查看 工会的成员此刻都不敢置信 奶奶的 这个新人确实有点东西 可惜 这个大世界任务已经被打上了赵一的标记 现在比他等级高的人都做不了这个地图的大世界任务 除非他死 哥们你的想法很危险了 可是不杀他 那就只有等他开了下一个大地盘 大世界任务彻底放开了NPC之险 咱们才有机会去做了 柳若勤早有兴趣地听着下方人的议论 看来大家都很眼馋这些奖励 不少人动了歪念头 全书扶了扶眼眶 我们工会内部没有明确禁止玩家们相互图露 随便他们吧 那可就有好戏看了呢 在系统播报完之后赵一并没有直接离开 他看向屠夫询问道 有什么关于您女儿的信息吗 屠夫站在原地思考了数秒 就转身打开了身下的柜子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老旧的录音器 和一个破损的身份证 关于生前的很多事情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希望这两样东西 能帮助你找回我的女儿 屠夫鬼的游戏终于结束 赵一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任务 他与屠夫鬼做了个交易 自己帮他找到女儿 而屠夫鬼不仅会让他顺利通过游戏 还可以带几个人离开这里 店内的几人文言面色顿时一息 自己不但活了下来 还白捡了两点天赋点 赵一扫了眼流汗 嘴角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我可没打算把他们全部带走 有些事我不能做 但是你可以帮我做 反正这事你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刚才还高兴得几人顿时愣在了原地 此刻他们才明白 赵一这是要借刀杀人 屠夫直截了当地提着剔骨刀走了过来 说吧 你要杀谁 赵一飞飞一笑说出了刘汉的名字 听到这话刘汉面色惨败一片 他哆嗦着冲着赵一开口 你没理由杀我 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和他们一样 赵一撩了一下自己的头发笑着回答 我从来不介意带着别人一起吃肉 但我有两件事不能忍受 第一是别人吃我碗里的肉 第二是靠着我吃肉的人 想吃我身上的肉 我虽然对杀人没什么兴趣 但不代表我不会杀人 你早应该明白这一点的 不过没关系了 下辈子还是小心点吧 屠夫此刻静止地来到了刘汉的面前 强大的恐惧感导致后者根本无法行动 他挥出踢骨刀瞬间便斩了下去 在凄厉的惨叫声的衬托下 血液顿时向四周见舌而去 圆滚滚的脑袋滚落到了向卫山小弟们的面前 昏暗的红色灯影 随即赵义便向着门外走去 还愣着干嘛 引导任务完成了 你们不回去吗 见到方白吓傻的模样赵义呵呵一笑 放心 我不会杀你们的 我可不是那种狠心的人 杀人对我这种善良又心软的人来说 还是比较艰难的 善良 心软 杀人对你而言很艰难 你特么搁这儿骗鬼呢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刚才赵义谈笑之间 若无其事就杀了两个人 他还真就被赵义这夫人出无害的帅气面旁骗过去 方白小心翼翼地瞟了对方一眼 不管怎么说 我这两点属性点是你给的 我得谢谢你 另外我得提醒你 向卫山有一个清歌式工会里的中间力量 你杀了向卫山 恐怕要有麻烦了 赵义微微一笑表示自己猜到 向卫山那种人 想靠武力拉拢那么多人不现实 肯定会有靠山的 没事 我会自己小心的 之后几人就回到了工会驻地的大楼 赵义进入房间后 就打开电脑开始搜索关于孙白白这个名字 地狱游戏的论坛记录了许多关于乱戒的事情 所以也许能够从一些帖子里找到蛛丝满记 不过他翻遍了几乎所有关于孙白白的帖子 却没有任何收获 那些孙白白 要么是一些其他地方的同名 NPC要么是玩家 完全没有和屠夫女儿相关的信息 赵义思索了一阵 又拿出了屠夫给予他的那件录音器 点开之后里面传来了嘈杂的对话声 白白 列车到谷玄镇了吗 爸这里好冷 老 白白你现在在谷玄镇吗 我在 我不知道 爸爸我不想去谷玄镇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要哭 告诉爸 爸帮你想办法 我在 我在 白白你在哪 白白你说话呀 你不要下巴 白白 二人的语气很急 单同录音之中也能发现几个有任的讯息 孙白白登上了一辆去谷玄镇的列车 屠夫没和自己的女儿孙白白在一起 列车中途应该出了什么事情 赵义点开了系统地图 发现工会区域和谷玄镇之间的地图 大部分都处于黑色没有开放 那些区域需要任务解锁之后才能够开放 所以现在它根本就去不了 看来屠夫的任务必须要暂时放缓了 目前距离下个月副本更新还有几天时间 先看看新解锁的大世界任务吧 世界任务 解放火车内的怨念 推荐等级三到六级 任务奖励二自由天赋点 简介 你来到了废弃的火车车站 一番搜寻后 你发现了车站之中 还有一辆带着火车头的六级短小火车 你高兴极了立刻进入火车内检查 想看看这火车能不能发动 然而却在车厢之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人影 自己现在刚好三级 可以去刷这个任务 任务模式采用的是副本形式 这也意味着一旦玩家决定参与这个任务就必须完成 不像先前的屠夫游戏 玩家在帮助屠夫送外卖的时候 完全可以跑回工会驻地里当个孙子 但这个任务不同 但凡以副本形式出现的任务 必然会将玩家传送进入一个独立的时空之中 玩家根本没有逃离的方法 所以要么完成任务要么死 赵一关闭电脑慵懒地躺到了沙发上 他那双被切掉手指的手掌此时欺养无比 先是骨骼而后 神经毛细血管 最后是肌肉 悦莫三五分钟 他的手已经完好如初 不错 这新手看着还挺冷 就在他感叹之际 门外突然传来了沉重的敲门声 赵一将大门打开 发现外面站着一堆面色不善的人 为首的男人神色凶悍 带着冰冷而细血的目光 赵一是吧 我们邦得要见你 虽然屠夫鬼的游戏已经结束 但赵一却因此得罪了 向卫山背后的势力 此刻几个高等级的人主动找上了门 但赵一不仅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开始挑衅了起来 虽然我知道这么说会显得我有些幼稚 但是你那浓密飘逸的鼻毛 不梳洗一个有趣的发型 实在是有些亏对于你那笔皮炎还大的鼻孔 此话一出后面的小弟顿时愣在了当场 我靠 好毒的嘴 为首的黄毛暴怒无比 你竟然敢辱骂我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说罢就握紧拳头直接砸了过去 然而这都是徒劳的 房间的权限如果没开启 就算是工会的会长全书想要进来也没有可能 黄毛双目喷火的贴在了门口的屏障上 有种给我出来 赵一黑黑一笑顿时有了主意 他从茶几上拿来一个硕大的榴莲放在了门口地面上 这玩意儿是刘姐送我的 本来想吃但确实没找着工具 反正你们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帮我开个榴莲 听到这话黄毛咬牙切齿地死死盯着对方 小子 你似乎并不明白眼前的处境 不过我可以大发自卑地告诉你 不用了 赵一果断打断了他的话 并后退一步开放了房间的权限 空气墙突然消失 黄毛反应不及 一个亮枪朝着面前的地面扑了过去 啪击一声榴莲开了 还带着点点血丝 后面的小弟看到这一幕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我操 看着都疼 赵一随即蹲在地面上 像是拍狗一样拍了拍文身男的后脑勺 你这脑文是真牛 是不是练过铁头弓 趴在地面上的黄毛何时被新人这样羞辱过 我练你妈的铁头弓 他怒吼一声就要给对方来上两拳 赵一微微一笑 关闭房间权限 吓一颗黄毛就被一股 鼓鼓的力量扔出了房间 轰的一声直接撞到了对面的墙壁上 赵一捡起了地面上的榴莲 然后看着外面双目喷火的黄毛男笑道 谢谢你帮我开榴莲 黄毛气的感觉肺都要气炸了 有本事你就在里面躲一辈子 给老子全天24小时盯紧这个杂主 老子就不信他不出来 果然就在晚上 赵一吃完饭出门散步的赵一被逮住 抓到了工会驻地的511房间 里面一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中年人 坐在房间之中缓缓气查 卫山是和你一起执行的屠夫游戏 赵一回答是的 中年人抬头跑了对方一眼 他是怎么死的 赵一缓缓开口我杀的 为什么要杀他 你忽然问我为什么要杀他 我还真意识回答不上来 也许是因为好玩 此话一出身边的几人 都下意识地退了小半步 虽然他们都是十几以上的玩家 面对赵一这样的菜鸟 不应该会有这样的反应 但这一刻他们确实莫名觉得浑身发毛 中年人平静地注目着对方 知道我是谁吗 让我猜猜 你是像卫山的哥哥 没错 你既然听说过我 那就应该明白我像拔帮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赵一打断了 事实上我没有听说过 而且我严重怀疑你不是你父亲亲生的 如果不是老王横空插了这么一脚 你父亲着实不应该给你取这么个 极具个人恩怨色彩的名字 房间里的小弟们顿时脸色苍白了几分 邦哥最讨厌别人拿他的名字开玩笑 这小子是在找死 赵一静止地走到了沙发旁 说了这么多有些口渴 接着就拿着茶壶给自己也倒上了一杯 像拔帮的脸上露出了阴狠之色 在诡异的世界混了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狂的行员 这时先前领头的黄毛掏出了一把枪 从后面对准了赵一 邦哥这小子太嚣张了 只要您一句话我立马崩了他 是啊邦哥 虽然在工会驻地之中玩家不会死亡 但挨枪子还是会痛的 咱们就把他折磨疯 他只是个毫无背景的三级心愿 却敢主动羞辱工会中的土皇帝 甚至还一枪崩烂了对方的脑袋 为首的黄毛见赵一嚣张的模样 忍不住站了出来 你敢杀老大的弟弟 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虽然在工会驻地之中玩家不会死亡 但也正因为不会死 他们有无数种折磨赵一 知道他发疯的办法 赵一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懂他可以杀我 我却不能杀他 因为他有一个好哥哥而我没有 像拔帮眯着眼冷冷地开口 既然你知道这个道理 就更不应该杀我的弟弟 赵一随后用手做出了一个 手枪的姿势对准的像拔帮 知道我在想什么了 我在想 如果这时候我手上有一把猎枪 我就能一枪把你的脑袋轰碎 看见赵一露出了这个表情 像拔帮不怒烦戏 感觉自己帮回了一城 他吸血一笑 瞧瞧你 可怜得像个爬虫 穷到甚至连把枪都买不起 可话还没说完 砰的一声枪响 他的脑袋就被打了个稀巴烂 一缕轻烟缓缓 从赵一飞曲曲的枪口升起 赵一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不好意思 我真的有一把猎枪 房间内的人全都傻了鸭雀无声 发生了什么 这疯子开枪了 虽然在工会驻地 哪怕玩家被烧成灰也能复活 但这并不重要 你们干嘛那么吃惊 我贸然开枪肯定会被他躲开 当然得使用话术和演技 插开你们的注意力 然后让他先替我尝尝挨枪子的滋味 为首的黄毛此时回过了神 变叹 疯子 怒骂一句后 他就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担机 对于死亡赵一并不陌生 甚至还有一种久违的熟悉感 失去意识之后 他就来到了一个黑暗的铁笼内 里面关押着千余名奇形怪状的可不怪物 他们被铁链撕撕绑在了青铜柱上 对着周围不停地疯狂嘶吼 赵一似乎是这里的常客 他并不畏惧这些可怕的怪物 相反这些怪物其实在害怕赵一 他又来了 就是他把我们从外面抓起来关进这里的 从那些精神病人的身上 在他们的眼中赵一没有形状 是一片未知的隐移 是不可解读的真意 是凌驾于这片未知的边缘之地的主人 愤怒 嫉妒 偏执 暴虐 嗜血 赵一能够清楚地叫出这些 被他锁在这里的怪物的名字 只要他过去 那些冲着他愤怒咆哮的怪物 就会埋下头装死 片刻后灰蒙蒙的天空忽然射来一道明光 将赵一笼罩在了其中 这么快就复活了吗 再一次睁眼 他已经被五花大绑地绑在了一个电影上 象拔帮也已经复活 他面色阴沉地似乎可以滴出水来 他妈的 当着这帮小弟的面被一个 只有三级的心愿暴投 要是传出去了 我的面子王满哥 我要让他体会极端的痛苦 让他声嘶力竭地哭喊求饶 知道这是什么吗 象拔帮拿着手中的控制器 恶狠狠地问答 赵一脸上露出了圣人的微笑 回答是电影 不过这对于普通的人而言 的确是一种极难忍受的惩罚 但对于我显然不太有用 象拔帮彻底被激怒了 他猛地摁下了手中的电流器 下一秒电影上的强电流 就在一瞬间贯穿了赵一的身体 赵一猛然抽搐了起来 头发也爆炸成了一点 身上的肌肤在被强电流贯穿下 直接炸开火花迅速翻白 仅仅过去了数秒 众人已经明显闻见了 空气之中的肉香味 他埋着头一动不动 大约又过了一分钟 赵一身上的伤势开始恢复 人也渐渐清醒过来 象拔帮凝笑了一声 感觉如何 赵一淡淡地回答还行 强电机能在短时间内 带给人巨大的痛苦 但如果能够适应的话 其实也还是蛮舒服的 要不你再多来几下 听到这话象拔帮的笑容 瞬间僵在了脸上 男人被绑在电影上电的外交里面 可他却变态地表示很舒服 还想要再来几次 这话让面前的 像拔帮笑容顿势讲主 你一定很痛吧 装什么装 痛就叫出来啊 别忍着 赵一听后微微一笑 能把你手中的遥控器给我吗 像拔帮文言戏谑地看着他 怎么 刚才还装硬骨头 现在害怕了 赵一摇了摇头表示不适 我觉得刚才的产品体验还不错 你要是不按的话 我可以自己按 其实观完电影确实有一些乏味 你们可以多一点花样吗 比如什么温水煮青蛙 铜牛焖红肉 火烤鸳鸳蛋什么的 还有最绝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众人听后大眼瞪小眼没有说话 赵一则自顾自地说道 最绝的是从前一个病人 告诉我的杀人方法包皮 你们准备一锅水银 然后用刀在我的头顶画一个十字 接着将水银从我的头皮灌进去 水银的重量会不断分离 我的皮层与肌肉组织 一路向下滑落 最后一张完整的人皮就制作而成了 他越说越兴奋 通常这个时候我应该还没有死 我可以从我的皮里 跳出来给大家跳个五珠珠心 听完他的话 众人顿时感觉全身发寒 这个家伙真的是人吗 太可怕了 实在是太可怕了 向达邦眉头紧皱有些无奈 他妈的 在工会驻地这种安全区域 根本杀不了赵一 所以只能想办法折磨他 可现在这个方法 对他根本起不到作用 这个家伙恐怕不是什么受虐狂 而是一个内心极度扭曲的变态和疯子 就在他为此头疼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一名小弟在向达邦的示意下 打开了房门 下一秒出现的景象 却让他开始眼冒淘心春心荡漾了起来 只见美艳而妩媚的柳若晴 此时出现在了这里 他慵懒地依靠在门框上开口道 在我的地盘 要人不和我说一声 不和规矩吧 向达邦握紧了拳头没有说话 这娘们怎么来了 赵一跟我走一趟 柳若晴说爸便轻轻勾了勾手指 紧接着赵一的椅子 就开始左右晃动了起来 慌慌地像蜗牛般 缓缓地向前移动 向达邦不敢阻拦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从眼前离开 随后柳若晴的手指再次动了一下 赵一身上的绳子便全部脱落 等他顺利来到自己身旁后 柳若晴才抬头看了一眼向达邦 你哪位 我在七楼没有见过你 听到这话周围的小弟都愣在了园呢 七楼那可是工会最顶尖的战利玩家 才有资格居住的楼屉 向达邦依旧没有说话 他虽然很不甘心 但却明白自己不是柳若晴的对手 忍住 我要忍住 这骚娘们儿是整个谷区的顶尖战利之一 就算有天大的气我也必须忍住 无所谓你是谁了 记住 副本里怎么样我管不了 但是这个人 你要是在工会驻地敢乱动 会倒霉的 柳若晴说霸露出了一个调皮的笑容 向达邦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无可 身上的冷汗不停地往下流 二人接着便大步离开了这里 向达邦沉默许久便对着黄毛招了招手 然后在他的耳旁逼语了一番 去吧 手干净些 别给我惹上麻烦 与此同时 赵义跟着对方来到了七楼的房间 刚进到屋里 他就不客气地拨开一个糖果塞到了嘴中 还嘟闹着第七层的光景很好 柳若晴坐到了他的对面 开叉地睡袍下露出了迷人的曲线 有什么好不好的 跟下面不还是一个样 赵义随后扔下了糖纸 饶有兴趣地看着对方 说吧 你就我 是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事情 这个女人看似柔弱妩媚 可她却是工会的顶尖站立 仅仅只是一个眼神 就能让面前的黑到大脑下的瑟瑟发抖 赵义在被他救回来后 便直接了当地询问了起来 说吧 你就我 是想要让我帮你做什么事情 柳若晴挺了口红酒淡淡的开口 你长得很像我一个熟人 赵义闻言打趣地回答 不会是你前男友吧 还真是 我跟他还有些没有了结的恩怨 那你直接去找他不就行了吗 他死了 我杀的 赵义有些好奇 为什么 柳若晴没有回答 那双泛着秋波的眼睛淡淡地看着他 怎么 你这么想了解我吗 赵义揉了揉鼻子说了声抱歉 职业病犯了 一望天使 曾经接触过上千名风国最恐怖危险的精神病患者 并且成功治疗了他们的心理创伤 使其完全恢复成为了正常人 你这么厉害 能否也帮我治疑治病 听到这话赵义的表情也变得认真了起来 老实说 你这样的病不好治 你都没有问过我什么病 赵义解释道 在心理学上的疑难杂症虽然很多 但其实最难治疗的就是你这种看似没有病的病人 用我的话总结 你这属于清醒病症要比那些偏执狂难治疗得多 柳若晴拧了名嘴满脸期待地望着他 赵大夫 你一定可以治好我的对不对 赵义无奈地叹了口气 需要一些时间 而且不短 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如果小宝贝你能够治好我的病 那么我会送你一件珍贵的礼物作为报酬员 赵义思索了片刻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赵义不敢在大世界里直接找你麻烦 我已经提醒过他 他虽然狂妄但也算是个失去的人 不过赴本里的危险只能靠你自己解决了 返回房间的赵义在楼梯口发现了一道熟悉的人影 正是在抱着自己破旧小熊的甜甜 他看到赵义后很是高兴 赵大哥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妮妮说你有危险 让我过来看看你 赵义听后微微一笑 然后便轻易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即便在赵义抚摸的时候 手势直接穿过了小熊 但这并不妨碍甜甜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对了 时间不早了 方白做了点吃的 我们去他房间里一起吃饭吧 赵义点头答应后就一同去了方白的房间 四人围坐在了一个火锅面前吃着肉 方白看了一眼赵义询问道 赵大哥 像拔帮没把你怎么样吧 赵义摇头表示没有 刘姐那里是你们通风的吗 方白文言苦笑了一声 我看见你被抓回去了 这不是担心吗 我又没有背景没有能力做些什么 只能去找高层的工会大楼了 七楼就只有刘姐和一个敲不开门的老玩家 幸亏刘姐心地还是比较善良 不然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赵义听后便举起酒杯道谢了一句 对了 新开启的大世界任务有动静吗 旁边的白水机介绍了起来 去了六组死了六组 一组六人共三十六人 死的人尸体被随意丢弃在了车站腐烂 死状极其气坦几乎已经没有人样 似乎在死前遭受过巨大的恐惧和痛 最麻烦的是没有任何讯息从副本之中传来 谁也不知道副本究竟是什么样的 赵义没有丝毫畏惧 你们去吗 不去的话 我就自己去了 听到这话两人都陷入了纠结之中 方白手先表态 赵大哥说实话 我也想像你一样勃敢 毕竟那可是两点天赋点 但这个任务的死亡率实在太恐怖了 我说不起 白水机也是一样的想法 赵义接着便转头对田田问道 田田要去吗 正在疯狂干犯的田田 似乎都没有听明白赵义在说什么 但还是点头同意了下来 白水机健壮顿时羞愧不已 赵义就干一杯 祝你们一切顺利 九族饭饱后三人就前往了废弃车站 昏暗的站台上铺满了支离破碎的尸体 光是这可怕的场面 就已经足够下退一些胆小的新人 秀极斑驳的外壳招视着被岁月洗涤过的痕迹 随着他们继续沈入 耳边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 欢迎来到三号站台 进入大世界任务院念列车需要五到九人 请自行组队 院念列车的大世界任务开启 虽然进入的人全都死在了里面 但赵义依旧没有丝毫畏惧 他带着白水及和田田便来到了废弃的车站 从系统的提示得知至少要凑七五个人才能参与任务 而此时火车头的附近刚好有人正在拉人入伙 不能因为死的人多你们就不做任务了 奖励有两个天赋点了 尽管他们卖力的宣传 但依然没有玩家愿意加入 很快他们的目光就看向了赵义 走过来那三个人里 领头的好像是榜一的新人赵义 游蜜大叔王旭连忙走上前互相介绍了一番 对于他的组队邀请赵义表示没问题 其他三人分别是看上去十分文静的李妙妙 以及满身肌肉的光头青年温柔 还有处着拐杖的白发老夫人秦秀芳 众人准备好后便走进了副本光圈之中 紧接着眼前一阵白光便失去了意识 巨大的雷声响起 雨水伴随着狂风刷刷落下 赵义从昏迷中醒过来 车内弥漫着一股灰尘和铁锈交错的气味 偌大的车厢空旷无底 车顶的灯光也在不停地闪烁 周围除了冰冷就是死寂 没有其他玩家的影子 赵义环顾四周来到了中间的过道 既然副本任务是让我们解开这些怨念 那就必须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事 他刚想探索耳边突然传来了毛骨耸然的嬉笑声 赵义没有理会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此时只见座位上散落着一些铅笔和文具盒 他拿起文具盒仔细查看了起来 发现这盒子是铁制的 被挤压成这个样子 车内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赵义若有所思地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就在车厢的角落中发现了书包和行李箱 当目光落到那个行李箱上 诡异的数据又浮现了出来 行李箱高级危险 你有足够的好奇心 但绝对不要尝试打开它 书包内是些小学课本和作业本 上面也是许多小孩子的彩色涂鸦 这些东西看起来没有太大的价值 随后赵义便看向了行李箱 周围的诡异笑声越来越大 不停地重复着三个字打开它 这个声音似乎具备着某种魔力 赵义的手指不由自主地 便摸上了行李箱的拉链 但他嘴角微微一笑便停下了动作 最后直接站起来无视掉了这个声音 身后一个右小诡异的扭曲黑影看着赵义 眼中露出了极度的不感 你去哪儿啊 打开它 可恶 竟然摆脱了我的蛊惑 可没多久后赵义就又折返了回来 你还见状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对就是这样 打开它 赵义左手轻轻抚摸着黑色的箱子 右手忽然掏出一柄明晃晃的手术刀 呼嘶一声便狠狠地刺进了皮箱 腐臭的鲜血沿着缝隙流淌了出来 黑色手提箱砰砰作响开始了剧烈的挣扎 赵义紧钻着手术刀疯狂地刺入了上千下 转眼间皮箱就被他捅得稀巴烂 丁恭喜你击杀了怨鬼 灵魂武器获得强化 正在尝试重建邪神魔鹰 0.02%重建失败 需求能量不足请再接再厉 此次重建魔鹰你获得力量死 灵魂武器获得些许微弱的混乱力量 终于死了 赵义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脸上和身上也被蹦见了不少血液 背后那个诡异的女孩被吓得毛骨悚 太可怕了 他小心翼翼地后退想要悄悄离开这里 可还是不小心发出了哐当的声音 他心头一颤警惕的大气都不敢喘 可提着手术刀的赵义还是缓缓转过了身份 被血染黑的脸上挂着怪异的笑容 宛如一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利物 见此一幕女孩被吓得瘫倒在地步停的后腿 你不要过来啊 这次进来的是个什么东西 他妈的怎么这么凶 变态的男人闯入了闹鬼的火车站 里面的鬼怪竟被他吓得心惊胆战 眼看角落中的行李香鬼被他捅得稀巴烂 小女鬼慌忙颤抖着身体开始不停的后腿 随着对方一步步的逼近 他的心脏都挤到了嗓子眼 赵义走近后才看清楚了这只鬼是个小女孩 女孩害怕的蜷缩在角落不停的哭泣 我不是有意要害你的 我也是被逼的 赵义见状便收起了自己的手术包 然后摸了摸对方的脑袋 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微笑 不要害怕 我可是好人 小女孩眼泪汪汪的抬起了头 叔叔真的吗 听到这个称呼赵义猛然就抓住了他的脖子 我给你一次机会重新叫 小女孩连忙改口叫哥哥才性美女呢 赵义满脸慈爱的松开了手 这就对了吗 我问你 这辆火车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小女孩面色惨白浑身都在颤抖 回答自己不能说 她在监视我 如果我说了 她就会立刻赶知道 赵义眯着眼睛询问她是谁 小女鬼摇了摇头颤抖的更厉害 课本38页的诗说叫不稳 秘密是不可以随便告诉别人的 我是好孩子 我不能乱说坏话 赵义听后便看向了行李箱旁边的课本 接着就转身拿起了那本语文书 将课本扔进了自己的储物空间 之后又把其他东西装进了破书包 紧接着把书包还给了小女孩 自己的人体不要乱扔 不然以后找不到了会哭到 小女孩愣神了一下 有些手足无措地接到了怀中 做完这一切的赵义就转身前往了五号车厢 小女孩看着赵义的背影厮索了片刻 然后咬咬牙提醒道 哥哥 不要去一号车厢 赵义顿了顿身行笑着回答知道了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小女孩呆呆地站在原地 从眼眶中缓缓流下了两行内水 赵义来到了两节车厢中间的组道上 这才拿出那本小女孩的课本翻到了38页 李渊果然有一天是说 有几行字被红字的笔圈了出来 恰好可以拼凑出来一句话 控制室有最新的城堡和地图 发动火车需要柴油 不要去驾驶室 她会一直盯着你 赵义很是好奇 那个她到底是谁 或者说到底是什么 只能先继续探索了 她接着便推开了五号车厢的车门 里面的场景也随之落入了眼中 只见王旭和李渊渊正被三只鬼围在了角落 瑟瑟发抖的似乎是在交流着什么 赵义的到来让两名玩家顿时激动不已 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快救救我们 三只鬼此时猛然站了起来 外来者禁止参与游戏 除非你愿意用生命作为筹码 听到这话赵义便摸了摸下巴开始了沉思 一旁的李渊渊见状皱着眉开口 你还在犹豫什么 大家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战友 你这样见死不就未免也太自私了吧 王旭文言摆了摆手 这个游戏不难的 以你的能力应该很容易就能完成 赵义挑了挑眉扫了他两眼 行吧我参加 听到这话两人也都长出一口气 妈的 幸亏赵义答应了 李妙妙这个女人一身公主病 跟谁说话都是一副自己高高在上的模样 赵义随后便来到了三鬼的身前询问怎么办 这个游戏名叫猜猜猜 十分钟内你们必须找到我们生前的死法 你们总共可以提三个问题 面对问题我们不会撒谎 但你们不能够直接询问关于我们的死法 任务失败后我们会拿走他们两人一条胳膊 而你 则会死 赵义听后淡淡地回答自己懂了 李妙妙见他这副样子心中有些不分 你那是什么态度 认真点好吗 我可不想失去一条胳膊 王旭的脸上露出讨好的假笑 拜托了 赵义眯着眼同样笑着回应了一下 此时恶鬼贪婪地提醒道 另外 他们二人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 你最好想清楚再问 赵义摸着自己的下巴认真思考了片刻 那我就问 你们渴望自由吗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鬼全都愣住 李妙妙愤怒地指责了起来 你有病吧 刚才王旭这头死肥猪浪费了两个问题 现在你又浪费一个 呵呵 就你这副屌样 真不知道是怎么混到绑里去的 赵义直接无视了他 认真的看着三只恶鬼 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回答我 你们渴望自由吗 三只恶鬼陷入了沉默 渴望 无比渴望 可自由再也无望 一只恶鬼竟然发出了叹息 说完这些后 他的神色再度恢复了冰冷 好了 你们的问题问完了 接下来就是猜测我们的死因了 猜对了你们暂时安全 如果猜错了 那就只能按照规则处置了 男人参与了恶鬼的赌命游戏 他需要通过提问 来猜到对方生前的死法 猜对的话没有任何奖励 可一旦猜错的话 自己和同伴都会死在这里 赵义思索的片刻 问出了一个完全没有卵用的问题 恶鬼回答完后便催促他赶紧猜 旁边的王旭见状冷汗不止 完了 这怎么可能猜得出来 李妙妙面色一片惨白 别杀我 是他们两个人猜的 不关我的事 恶鬼此时缓缓地逼近了几人 说不出来吧 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 关键时候偷看完三只恶鬼数据的赵义忽然开口 他指着最左边的那只鬼说道 你死于他杀 对方勒死了你 目的是为了吃你身上的肉 接着又只想中间驼背的瘦鬼 你死于哮喘 在车上没有药物活活窒息而死 最后看向了离自己最近的那只身形怨气最大的恶 你死于自杀 三只恶鬼听后沉默了 他们打量了赵义忽久才缓缓开口 你完成了游戏 现在你们暂时安全了 赵义笑着伸出手挨个握了一下 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渴望自由 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三只鬼面面相去彼此的眼眸中闪烁着微光 赵义随后便看向了通往第四节车厢的路 对了 我想知道 这座列车曾经发生过什么 听到这话三只恶鬼沉默了片刻才开口回答 火车里没有你要的答案 你得出去找 但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你需要找到鬼主才能够在外面的世界生存 赵义回了谢谢便走向了四号车厢 这时王旭一把拉住了他表示自己也跟他一起走 一旁的李妙妙见状急得直跺脚 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 王旭目光深处闪过一丝不愉悦 你可以和我们一起 李妙妙听后扑刺一笑 跟你们一起去做死吗 我好不容易才有个暂时安全的地方 你以为我傻 话刚说完王旭就皱着眉冷声道 大家都是在一个副本任务 你一个人难不成想什么力都不出 坐收鱼翁之力 李妙妙尖酸刻薄地反驳 怎么老油田着急了吗 老娘告诉我 你把老娘带进来就必须把老娘带出去 任务完不成大家就一起死 王旭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但依旧没有撕破脸皮 赵义泽微微一笑 反正我们要走 你随便 说吧两人就静止前往了四号车厢 李妙妙撕走了片刻还是极不情愿地跟了上去 刚进入第四节车厢 眼前就出现了诡异的景象 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 六只恶鬼蜷缩着挤在了一个角落里 他们瑟瑟发抖似乎在畏惧什么 对面的座位上田田正若无其事地哼唱的童谣 见到赵义后 她开心地扑到了对方的怀中 妮妮刚刚才和我说你会来救我们的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赵义听后宠意地摸了摸她的头发 给你介绍一下吧 这几位是这节车厢的乘客 他们刚才可热情了 要和我玩游戏呢 可是他们玩到一半就不玩了 可恶 田田说到这就冲着几只恶鬼露了个鬼脸 其中一只女鬼吓得直接尿了出来 身后的李妙妙瞧着这几只鬼的表现顿时有些不平衡 这小丫头的狗屎运真好 遇见了几只胆小如鼠的废物 赵义没有搭理她 她随机扫视了一下周围想看看有没有出去的路 发现车门上长着一层无法被外力破坏的肉模 看样子这些车门都无法打开 显然任务并不希望我们走接近 或者说系统规则在保护我们 必须得先拿到鬼竹才能考虑离开列车的事 思索至此她便看向了几只恶鬼 行了 你们别抖了 我带田田去一号车厢 你们自己玩吧 听到这话那六只恶鬼顿时激动不已 对着她怦怦磕了几个响头 赵义揉揉田田的小脑袋 带着她朝着三号车厢走去 王旭连忙小跑着跟在了她身后 走在最后的李妙妙满脸不屑地看向了那几只恶鬼 黑几个耸祸 说罢就对着六只鬼吐了一口能弹 被她口水命中的鬼物随即抬起头 那双新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看向了她 李妙妙吓得浑身哆嗦 慌忙忙备地朝着三号车厢跑去 路上还因为不小心翻了个大跟头 一张小脸直接跟王旭的大臀来了个亲密接触 妹子的脸直接贴在了男人的大臀上 一股上头的气味导致她快要吐了 李妙妙猛地推开王旭 接着就在旁边不停地干呕 赵义疑惑地询问发生了什么 王旭尴尬一笑表示没事 接下来赵一又在第三车厢找到了温龙和白水机 在第二车厢找到了秦秀芳 他们都各自完成了车厢内的恶鬼游戏 七个人随后就马不停蹄前往一号车厢 这里没有作物 只有一张染血的木桌横在了通往驾驶室的路上 上面摆放着六颗鲜血淋漓的人头 头皮与头骨被横向切开 脑袋中央点着六根燃烧绿色光芒的蜡烛 乘务员小姐转过身 脖子断裂剩一层皮脸着 他对着众人黑黑一笑 欢迎各位来到了第十九列车 温龙首先开口 说到玩什么游戏 乘务员小姐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这个车厢没有游戏 先前你们一共被分开在了五个车厢之中 当你们完成游戏之后 就能够探索到部分的隐藏线索 接下来 你们可以凭借自己拿到的线索去做更多的事情 这里一共有六根鬼竹 每根鬼竹离开鬼头之后可以燃烧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内 只有鬼竹者在列车上 不会受到其他鬼物的袭击 鬼竹也能够一定程度驱散列车外的黑暗 并且让黑暗之中极具侵犯性的鬼物 将你们当作是同类 当然这不代表他们不会攻击你们 所有鬼竹燃烧待尽后 我身后驾驶室的封印会被打开 听到这温龙连忙询问 如果封印打开会怎么样 乘务员怂怂间晃了晃快要断掉的脑袋 也没什么大事 只不过列车长和另外一名不能说的乘客 会从里面出来 在场的人浑身莫名有些发冷 听起来列车长和那名不能说的乘客很威胁 最好不要让他们从里面出来 另外我还要提醒各位一句 一号车厢的车门是第十九列车 唯一一扇可以打开的车门 一旦打开之后你们就可以出去 不过外面的那些东西也可以进来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分配鬼竹了 乘务员说完便安静地站在那里 白水急忍着内心的恐惧和恶心 看向桌面上的鬼竹 可是我们有七个人 这里只有六根鬼竹怎么算 这话一出气氛忽然微尿了起来 不少人的眼神已经悄悄看向了 年纪最大的秦秀芳 这个老夫人自然也知道几人的想法 他缓缓地从怀中摸出了一把手枪 然后后腿拉开了一些距离 我要一根鬼竹 如果我没有 那我就会杀死所有拥有鬼竹的人 这个老太太是个狠人 轮隆见状连忙白手岔开了话题 您这是做什么 我们大家不是正在商量吗 虽然您年纪大了 但也是这个团队之中的一份子 我们还能抛弃您不成 秦秀芳眼睛死死地盯着几人 那你们准备怎么分鬼竹 话音落下众人都沉默了 白水级轻轻推了一下赵一 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赵一微微一笑 无论怎么分总会有一个人没有鬼竹 但如果反着来就很好吧 不管剩下的鬼竹怎么分配 离开车厢去外面寻找线索的人 必须一人一根 这话引起了众人的赞同 为团队做贡献的 可以优先享受一根鬼竹 可李妙妙却阴阳怪气地扑次一笑 谁知道他是为团队做贡献 还是拿着蜡烛跑到外面躲起来 我看他就是想要自己拿走一根蜡烛 又不好先开口找个借口而已 赵一点了点头回答确实 紧接着手就缓缓伸向了怀中 变弹枪瞬间拿出砰砰连开六枪 当场打断了李妙妙的两条腿 剧烈的疼痛感袭来 李妙妙惨叫的声音不断地传入众人耳中 见此一幕众人顿时感觉浑身发冷 赵一接着就走到李妙妙的面前 瞧瞧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把自己的腿摔断 后面几人听到这话瞬间有些无语 赵一思索了片刻 便拿出了自己的灵魂武器手术刀 李妙妙吓得花容失色 一边惨叫一边看着众人咆哮 他要杀我 你们还不赶快阻止 妹子被人一枪崩断了双腿 尽管他生死力竭地求救 可周围的人却依旧无动于衷 因为只有他死了鬼竹才正好够分 赵一示意他小声一点 不要叫 我给你做个手术 不会杀你的 如果你挣扎得太凶 一会儿把你嘴巴里的其他地方戳烂 流血而死可就怨不得我了 听到这话李妙妙挣扎得更猛了 可是他这点微薄的力量 怎么可能比得上赵一 赵一非黑一笑 便将手术刀换成了小钳子 直接扒开了他的嘴 强行拔掉了对方的牙齿 甚至还切断了他的舌头 赵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实在太过熟练 熟练得像是吃饭喝水一般 众人见此一幕顿时不含而立 没了舌头的李妙妙 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蓝脸恐惧的他脱离瘫倒在了地面上 好了 别哭嘛 我给你止了血 你只是不能说话 不会死的 说吧他便缓缓转身没有再看对方 口中还尼难道真是可惜啊 就在刚才 一名可爱的年轻女孩因为不小心 摔掉了他的舌头牙齿和双腿 这么低级的错误 各位可不要犯哦 赵一对着众人眨了眨眼 他们瞬间感觉汗毛倒数 这家伙太他妈危险了 别人动手多少事先有个警告 就算是撒尿总也得提前脱裤子亮枪嘛 这赵一道好直接不声不响就尿裤子里 这他妈谁能顶得住 一旁的秦秀芳眼中隐晦地流露出一丝杀意 工会那些传闻果然不错 这个人留不躲 不过目前需要完成任务 不着急动手 赵一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 他随即来到了暗桌前去走了一根鬼主 白水急沉淫了片刻 也急忙上前抽了一根走了出去 虽然明知外面很危险 但他坚信跟在赵一身边最安全 温龙此时也不甘示弱地拿起一根 我们三个出去探索吧 剩下三根你们自己分配 可爱的乘务员小姐姐随后便为他们打开了车门 一股刺骨的冷风立刻吹了进来 让车厢内的众人一哆嗦 赵一首先走了出去 这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格外的黑暗 如果没有鬼主 他们甚至看不清一米之外的距离 即便有了鬼主 也只是视野勉强扩展到了十米左右 几人沿着楼道回到了车站内部 白水急跟在后面一头雾水 赵大哥 对于这个任务你有什么看法吗 赵一一边打量四周的环境一边回答 你们没有在车厢里拿到线索吗 白水急仔细回忆了下 他只是和一堆小鬼在玩跳皮筋的游戏 最后借助自己的小聪明赢了 小鬼放过了他的器官 但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线索 一旁的温龙好像想到了什么 我倒是知道一则有用的线索 说咱们得去一个什么控制台 赵一随即就正是控制室 那里面有火车站的全地图 咱们乱建那个火车站 是不知道多少年后的废弃车站 许多地方早就已经看它变样了 墨爷村不是一个小村庄人很多 所以火车站也修建的不算小 咱们的鬼主只能持续一个中头的燃烧时间 为了不浪费时间 我们必须得先找到地图 这是第六节车厢的小女鬼 给她留下的关键讯息 白水急好奇地追问 可找到了地图 咱们又能做什么吗 后面的温龙回答 我估计完成任务的办法 应该在车站外面 所以需要地图找到点信息 赵一点了点头表示没错 任务要求是解开怨念 我们首先得了解火车之中 究竟有哪些怨念 怨念从何而起 只有了解了当年这里发生的事情 了解了冲突关系 咱们才有可能完成任务 我询问过车厢内部的好几只鬼物 他们似乎都在惧怕什么 不敢提起当年的事 这说明在火车的某个角落里 有一个咱们看不见的 非常恐怖的存在在监视他们和我们 所以我们从火车内部 是没有办法了解情况的 只能出来寻找线索 比如录音字条 笔记报纸 或者鬼物清口叙述等等 听到他的解释 白水急立马毛色顿开 温龙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这个车站是完整的 控制是应该在那个方向 三人随即便大步赶往那里 在路过拐角时 一道黑影映入眼帘 温龙和白水急瞬间吓得毛骨损 赵一观察了片刻 眼中神秘的数据又浮现了出来 保安鬼极度威胁 没有弱点 别看他在睁着眼 其实他在睡觉 除非受到较大的冲击和伤害 否则他不会被迫起来 附近的大部分鬼物都很害怕的 如果你被他发现 赶紧逃吧 越快越好 这鬼很凶 可能会攻击我们 赵一却丝毫没有在意 他不会 他睡着了 说罢就伸出手扯向了对方的鼻毛 然后就顺便拔下了一根 保安鬼猛然间打了一个喷嚏 这一幕让后面的二人 吓得顿时汗毛炸裂 我操 你把他吵醒了 这只极度危险的恶鬼正在睡觉 可男人却走过去拔掉了他的鼻毛 这一幕顿时让后面的同伴下魂不附体 不过好在保安鬼并没有苏醒 白水急和温龙长出一口气 你他妈的胆子怎么这么大 听到这话赵一微微一笑 别瞎说 我这人从小就胆小 所以才这么谨慎 温龙闻言顿时有些无语 算了他没醒就好 我去开门 说罢他就来到了控制室门前 可一番尝试后才发现锁住了 他转过头本想告诉赵一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瞠目结舌 我操 你他妈在干什么 赵一兴奋地回答 没看见吗 我在脱他衣服啊 温龙慌了 他急忙后退几步准备随时跑步 赵一这家伙下手贼重 是真不怕眼前这尊凶神恶煞的恶鬼苏醒过来 我们要不还是跑路吧 下手这么重 保安鬼肯定会醒的 赵一越扒越兴奋 双眼放光鬼竹也直接扔在了一边 扒完保安鬼的衣服又扒他的裤子 短短一分钟 鬼保安就只剩下了一条花裤衩 白水既有些担心 虽然是鬼 但想必麻雀的敏感度还是很高的 赵一下手这么重 恐怕真的会弄醒这个保安鬼 眼见对方没有停手的意思 他一把抱住赵一的腰往后拖 哥 好了 咱不扒了 咱放他一马 咱还有正事没做呢 赵一听后摸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行吧 今天先放他一马 一旁的温龙苦笑不得的跑了过来 咱们只要钥匙就行了 你没必要把他衣服都扒下来啊 赵一随即将衣服里面的钥匙摸了出来 然后把衣服递给了他穿上 温龙摸着发臭的衣服有些恶心 问他怎么不穿 赵一无奈地回答自己太手穿上不像 你的身材和保安鬼接近 穿他的衣服再配上他的气味 还有这个 赵一说爸就把鬼保安手里的紧棍拨过来 塞进了温龙的手中 丁 你获得了物品恶臭的猛鬼紧棍 品质无 简介 原来他只是一根普通的紧棍 但这个鬼保安总是喜欢用他捅其他鬼物的皮 每次看见其他鬼物一脸刚烈的表情 他内心就能获得巨大的满足 似乎这样可以缓解他因为自己下面小而自卑的情绪 效果 击中臀部会有500%的伤害加长 命中局部必定十倍暴击 严重警告某些精神不太正常的玩家 请不要将如此恶臭的东西 尝试放入物品栏并带出副本 温龙看到系统的物品便是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看上去如此威风霸气的武器 居然是一根脚屎罐 行了 赶紧进去吧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赵一追逐过后就拿出钥匙打开了门锁 此时里面的场景也映入了几人眼前 只见控制室内站着几只穿着车站工作员工服装的鬼物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们 白水鸡和温龙顿十一惊 要不我们还是跑路吧 赵一脸上却露出了凶狠之色 看你妹啊 老大来查访你们都给我蹲墙井去 裤子脱了屁股朝上 后面的温龙彻底傻了 你是不是疯了 敢对鬼物这么说话 可话还没说完令他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因为那些鬼物居然一个个真的站在了墙边上 还好对把自己的裤子脱了 我操着听话 温龙张大了嘴巴目瞪狗呆不敢相信 赵一挥了挥手 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打呀 记住 下手要很准头要稳 千万别露线了 温龙握住猛鬼紧棍的手都有些颤抖 这不好吧 打鬼的屁股 赵一露出了一抹戏谑的笑容 你的意思是不听我的吗 温龙见状深吸一口气 然后猛地朝着第一个直员的屁股狠狠抽去 啪的一声响起 那个直员鬼眉头微微一皱 发出了一声不知道是痛苦还是享受的叫声 其他的鬼物全部齐刷刷地看过来 脸上居然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温龙被他们看得心里发毛 靠 你们期待的毛啊 这种事情哪里爽的呀 低头不许看 赵一接着便带着白水机前往了控制室内部 很快便在一台开着的电脑中 找到了整个车站的地图 俯视平面图 还有专门详细标注了 不同建筑内部设施的具体高度数据 但让人觉得意外的是 这电子地图无法切换到正面 只标注了各种建筑的高度 宁愿搁这儿标着密密麻麻的一串数字 也不愿意做一张正面的地图 这设计师有病吧 白水机忍不住吐槽了几句 地旁的赵一瞇着眼 将上面车站地图和内部各个设施之中的数值 全部记了下来 但却发现有一个地下仓库的数据丢失了 那个地下仓库是车站唯一一个 没有标注数据的建筑 在扒光了保安轨的衣服后 男人很快就在控制室发现了苑林车站的地图 但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有一个地下仓库的数据却丢失了 而且车站只有那个地方有负一层 其他地方都没有 感觉好像是专门为了建造这个仓库而设立的负一层 但这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随即他便让白水机去找找有没有报纸 白水机点了点头立马行动了起来 赵一的面色渐渐凝重了几分 他有一种不大好的猜想 似乎明白这个游戏真正危险的地方在哪里了 几分钟后白水机就把所有报纸都搜刮了出来 赵一接过之后便朝着门外走去 此时温龙还沉浸在抽打鬼屋的快感之中 真爽啊 一直被这些鬼东西欺负 接着个翻身浓奴把歌唱 怎么也得多体验一下 赵一招呼了一声就匆匆离开了这里 随后几人就换了的地方分享了获得的信息 来到目的地后温龙很是疑惑 为什么咱们要来女厕所而不是男厕所 赵一看了他一眼点头道 问得好 下次不要再问了 在温龙尴尬的目光中 赵一将一本课本拿出来放在了二人面前 解释这是自己在第六节车厢获得的线索 书本里面有四句话被特意标注了出来 温龙紧皱着眉头有些好奇 咱们的目标难道不是解开火车内的怨念吗 为什么要提到发动火车 会不会是系统故意引开咱们注意力的小手段 赵一摇了摇头便将报纸也摊开放到了地上 上面记录了一场恐怖的灾难 某年七月份的时候 他们按照惯例精修了一下车站各项设施 与火车零件磨损状况 为村里的孩子们驾后回谷玄阵读书做准备 但还没有等到开学一场恐怖的灾难就发生了 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黑色风暴席卷过墨爷村后 第二天村中各地竟然出现了怪物 他们残忍是杀奇形怪状 总伴随莫名黑雾出现 会在阴影中徘徊 被拖入黑雾之中的人 则会被童话成为和他们一样的恐怖怪物 人们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暴乱已经爆发的比较严重 所幸他们的车站还有三辆火车 可以在这大部分没有车的人 逃离墨爷村前往五旋镇 城报和电子报都召集了大部分村民 他们争先恐后来到了车站 要乘坐这最后一班火车 离开这可怕的地方 温龙看完之后就开始认真分析了起来 原来车站共有三辆火车 但现在只剩下了眼前这一辆 这说明有两辆火车安全抵达了谷悬镇 而这一辆发生了意外 照一点的脸头回答不错 我怀疑这个意外就是他们的怨念所在 所以我们得知道是什么意外 说起来屠夫的录音显示 孙百百当时也在去往谷悬镇的列车上 莫非就是这一辆吗 就在他思索之际 一阵哒哒的脚步声突然传了过来 紧接着一个黑影就拿着拖把飘进了女侧 三人缓缓侧过头看着他 发现居然是一个保洁大妈 当然他已经不是人了 在女侧见到了两个大男人 他似乎也有些迷茫 难道自己走错了 尤其是其中一个壮汉 身上的衣服似乎有那么一些熟悉 是保安队长 愣神过后他转身就要跑 照一见状黑黑一笑 站住 我旁边坐着的人是新来的保安队队长 你敢跑 信不信他用手里的棍子把你的尸打出来 保洁大妈停后连忙停下了脚步 别打我 温龙一脸凶向的指了指地面 过来坐下 听到这话保洁大妈一溜烟就跑了回来 老老实实地坐到了几人的面前 照一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要这么紧张 这位新来的保安队长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你认真回答就行 保洁元小鸡啄米式的点头 当初这车战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保洁元听到他的话浑身都吓得颤抖了起来 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别问我 温龙见状晃动手中的警官威胁了一番 不说是吧 你是想被打出屎来吗 那保洁元心意横咬牙回答 打出屎也不能说 他一直盯着咱们呢 听到这话温龙和白水吉利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照一眉头紧皱地思索了起来 看来我猜测的没错 即使在这里他也监视着我 阿姨最后一个问题 柴油储藏是在哪里 保洁元回答 原来的车站是有一个柴油站点的 就在不远处 但后来不知道 为什么车站维修的时候被拆掉 不过我记得地下室里面还有机桶柴油 可地下室的管理员脾气不大好 你们要想从他那里拿到柴油 只怕挺麻烦 照一点了点头道谢之后就放他离开 白水吉有些好奇 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我感觉这个保洁元还有利用价值 照一起声表示不用了 这次任务的基本线已经出来了 二人文言顿时一脸懵逼 什么是基本线 通过保洁鬼口中获取的信息 照一终于弄清了怨念列车的任务基本线 火车内的怨念来自于先前死在里面的乘客 而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 所以解决他们的怨念需要发动火车 而发动火车至少需要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是火车的列车长必须能够在驾驶时操控火车头 第二则是去地下仓库拿到部分柴油 好奇的温龙连忙询问 第三是什么呢 照一停下了脚步顿的盾表示不能说 如果说了他就会知道 此话一出两人瞬间感觉后背发凉 所以真的有什么鬼东西一直在监视我们 照一点点头回答没错 不过好消息是他现在还没有完全醒 他醒了之后 我们所有人都会死 白水吉担心地询问 那个大妈说地下仓库的管理员脾气非常不好 咱们这么贸然进入那里会不会有危险 照一几时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你们知道是谁在监视咱们 那么你们就会明白 那个地下仓库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话刚说完楼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惊天动地的怒吼声 听到这恐怖的咆哮三人顿时停下了脚步 白水吉和温龙毛骨索然 照一皱着眉头严肃地开口道 时间差不多了 温龙 你现在赶快逃回列车里 越快越好 温龙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就我一个人吗 照一点点头就将储物空间的现弹枪拿了出来 鬼宝爱情了 你刚才扒了他的衣服抢了他的大棒子 还扒了他的鼻毛 他肯定饶不了你 只有规则能够救你一命 赶紧回到车站 拿着鬼主把衣服脱了 把东西全部还给他 温龙一听傻眼了 这些缺德是分明他妈的事你干的呀 照一眉头尽皱连忙把枪交到了他的手中 别说了来不及了 这把猎枪我先借给你 记住 无论如何留一些鬼竹 能留多少是多少 千万别让他们全用了 温龙还想说点什么 可此时沉重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 愤怒的吼叫也越来越清晰 照一急忙将温龙推离了阵 保安鬼已经到大厅了 想活命就赶紧按照我说的去做 快跑 反应过来的温龙立马撒鸭子狂蹬了起来 边跑边撕心裂肺地咒骂道 照一你的老仔重 你他妈赢我 等你死后老子要去你的坟头 疯狂偷吃你的供品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被照一赢了 什么因素不合身 放他妈的狗屁 这个鬼儿子分明是早就想到了鬼保安会心 所以才让自己穿 看着远处温龙和鬼保安的身体消失在黑暗之中 白水急忍不住询问到他会死吗 照一摸着自己的下巴回答 理论上不会 鬼保安虽然实力非常强大 但移动速度就那样 我们抓紧时间吧 鬼竹燃烧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在这一小时之内 必须要把准备工作全部弄好 等列车启动 咱们就没有机会再查去捕弄了 说罢他就和白水急迅速前往了地下仓库 手里的鬼竹在一点点变短 地面也开始粘稠了起来 那种感觉就像是踩在了血泥里面 他没敢低头细看刚才究竟踩到了什么 连忙加快脚步跟在了赵一身后 狭长走廊的尽头有一扇被锁链锁上的门 白水急好奇地朝门缝中观望了起来 除了一大堆陈列的货架和满地鸡灰之外 似乎并没有 他正想要撤回手 一双星红的眼睛却猛地出现在了门缝内 白水急下的魂不附体慌忙后腿 有鬼啊 赵一一把扶住了他 别慌 这里没鬼才不对劲 接着他便走上前敲了敲门 有鬼吗 下一秒铁门上的锁链就发出了哐当的撞击声 门缝内莫名吹来一阵冷风 沙眼又诡异的声音不断地回荡在走廊之中 滚 是外来者 听到这话那张可怖的鬼脸又一次出现在了门边 钉仓库鬼中立 没有弱点 实力极度强大的鬼 但不喜欢惹事 如果你想要杀死他 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击溃 赵一剑撞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 仓库鬼是个中立鬼 他随即不动声色地继续解释道 刚才的鬼气是鬼竹散发出来用来保护我们的 仓库鬼听后犹豫了一下 接着就解开了铁门上的锁链 进来说吧 仓库鬼与车站里的那些鬼不同 他并不排斥生人 在赵一说明自己的身份后 他迟疑了片刻还是打开了门 二人接着来到了仓库内部的空地处 借着鬼竹的火光 白水即看见眼前的这只鬼屋的身体 居然是一个秀气斑驳的铁皮箱子 仓库鬼卷了跟叶子烟自顾自地抽了起来 你们不是第一批来找我的人吗 可惜啊 赵一微微一笑 放心 我们是最后一批 仓库鬼听后不在意地扫了他一眼 你们想要柴又是吧 自己拿就是 见他如此好说话 一旁的白水急顿时 感觉这冰冷的地下仓库温馨了不少 赵一认真的回答 我们不只要柴友 还需要你的帮忙 仓库鬼没头危重 我凭什么帮你们 赵一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你不想离开这里吗 不可能有人能够离开这儿的 他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休眠 但留了心眼看着呢 赵一举起了手里的鬼竹开口 蜡烛燃烧完之前就有机会 仓库鬼闻言陷入了沉默之中 一旁的白水急像个傻子一样 听着他们说话 愣是没听明白 他到底是谁 赵一和仓库鬼同时转过脸 对着他训斥了一句 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 接着仓库鬼语气沉重地说道 你们鬼竹比人少一根是吧 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 只要鬼竹出现在列车里 那么便能百歇不齐 赵一思索了一下 没错 刚才我有一个队友回去了 我观察过他 还算靠谱 应该能听我的话留下一些鬼竹 仓库鬼摇了摇头 不认为赵一的想法可信 不够 时间不够 那辆火车太老了速度很慢 冲出车站需要时间 一旦他动手 你们手里的鬼竹会燃烧得极快 撑不了多久 赵一随即认真的回答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你可以帮我们争取时间 仓库鬼听后扑次一笑 我要是有这本事能对付他 还会被排挤到这样的角落里吗 不过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存在的 站内的鬼应该不能提起他的名字吧 赵一拿来一个椅子 随便吹了下灰秘屁股坐下 我在控制室找到了一份电子地图 虽然是俯视图 但关于内部设施 它全部标注了一份高度数据 通过这份数据 我在脑海里重建了车站 车站的全貌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时候 我觉得十分惊讶 为什么会有人把车站建成一颗鬼头 再加上那些鬼物说 它一直在监视所有站内的存在 所以我开始怀疑 所谓的它就是车站本身 这明明是一个普通的车站 却被人建成了鬼头的形状 原来车站本身就是一只实力恐怖的鬼物 它不仅在监视着所有站内的存在 还会杀死想要发动怨念列车的人 赵一继续讲出了自己的分析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这个地下仓库十分奇怪 它不仅是车站里唯一没有标注数据的地方 而且在这颗鬼头上 这仓库仿佛流子一样显得很多鱼 它如此霸荡 绝对不可能容忍这个仓库不被吞并 唯一的理由就是 它吞并不了这里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过往的时候 它是因为你的压制才没有复苏 可在七月份的车站翻修之中 你们之间的某种联系被切断了 导致它成功脱离了你的控制苏醒了过来 听完赵一的解释和猜想后 仓库鬼不禁愣神了几秒 它竟然全都猜对了 而一旁的白水级也终于明白了过来 原来它就是车站本身 难怪刚才踩着的地面有那种血肉的触感 仓库鬼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猜得基本没错 它的力量虽然侵入不进这里 但我也无法离开车站了 除了我的地下仓库 所有的一切都在它的监视中 只要一靠近出口它就会苏醒 照一听后将燃烧的鬼竹 摆在了仓库鬼的面前 并表示自己有办法 我和白水级的鬼竹燃烧时间一样长 我的鬼竹留给你记事 等到鬼竹快要燃烧殆尽 以便离开这间仓库 去破坏车站的主控时还有它的眼睛 总之尽可能吸引它的注意力 等车站快要完全复苏时 你立刻转移战场来火车上 跟我们一起逃走 只要冲出车站的覆盖范围 就可以脱离它的控制 仓库鬼文言沉默了一小会儿 可以一试 但鬼保安很麻烦 他是车站麾下最得力的走狗 真完起命来他能拖住我不少时间 照一文言干咳了一声 放心 他不在 鬼保安的仇恨现在在温龙的身上 即便温龙将衣服全部还给鬼保安 对方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虽然他无法伤害温龙 但也绝不会甘心就这么离开 仓库鬼点了点头 接着将两桶柴油拿来放在了一个推车上 这推车上有我的味道 你们可以推车回去给火车加油 路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照一借过推车眉头紧皱的开口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解决 列车长 发动火车需要他 我不清楚当年列车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根据规则 鬼竹燃烧殆尽 列车驾驶室的大门才会打开 但我们显然没有这个时间等待 鬼竹是我们对抗车站的唯一筹码 不能有任何浪卫 告诉我关于列车长的事 我会想办法提前打开驾驶室的大门 仓库鬼听罢便缓缓讲述了出来 当初墨爷村出事 村子里数万人疯狂涌入车站 他们知道这列车一旦离开就不会再回来了 因此除了怪物对于人们的堵路 还发生了许多同类相残的可怕事情 其中两辆列车提前离开 剩下第十九最后一辆 眼看着怪物已经开始从村子里朝着车站跑来 列车长却迟迟不肯发动列车 那些乘客焦头烂额 催促着列车长 但列车长却一定坚持要等自己的老母亲到了才发车 一名常在村里作威作福的老混混忍不住 直接拿着匕首威胁列车长 但列车长死了心要等自己的母亲 如果母亲不当 他就不发车 迫不得已 人们只能拿起一些简单的武器 在车厢的门口对付偶尔一两只冲过来的怪物 等了许久后列车长的母亲终于打来了 老混混连忙上前催促他快点 可也是在这个时候 一只恐怖的怪物从黑雾之中出现 伸出一条触手卷住了老混混 眼看着他就要被卷出去 这家伙居然心生一静 直接一把抓住了 最近的列车长母亲推给了怪物 于是那只怪物放过了老混混 当着列车长的面吃掉了他的母亲 赵一文研皱着眉头询问道 那他的母亲后来变成了鬼了吗 仓库鬼点了点头 不过和你看见的普通的鬼不一样 被那些玩意儿杀死的人 变成了鬼不具有任何记忆和自我意志 而是堕落成为了只知道杀戮的猛鬼 赵一询问道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仓库鬼回答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列车长的母亲是他的执念 你想找到他解开列车长的执念 但现在他的母亲 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慈眉善目的老人 而是一头疯狂杀戮的机器 而且在车站的南面后车厅 那里有不少猛鬼 你没有鬼主过去就是送死 赵一听后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我有办法 感谢您的帮助仓库鬼 那么咱们的计划开始了 强大的车站鬼苏醒后会吞噬一切 而身在车站内的人类和鬼物 必须尽快逃离 赵一和仓库鬼商量好计划后就走了出来 来到外面他便转头看向了旁边的白水机 把你的鬼主给我 白水机文言顿时紧张不已 鬼主给你了那我怎么办 赵一拍了拍推车的扶手解释 这车上面有仓库鬼留下的味道 那个仓库鬼实力比鬼保安还要强 目前车站里徘徊的鬼物都有着极高的神志 他们不会来招惹你的 你将柴油灌入火车后 用这个推车把门口卡住 这样车里面就暂时安全了 鬼主你们就可以重新插回那些脑子里 刘温龙手上一根技石就可以 不要让他们白白浪败 已经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担心自己也不知不觉被对方算紧 赵一听后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那要不我推车回去 你去南面的后客厅 找已经堕落成杀戮怪物的列车长母亲 这话让白水机吓得一哆嗦 急忙把鬼主推到了赵一的手中 还是你去吧 你高人胆大 我一介入女子就不做这种危险的事了 说罢就慌忙向列车的方向跑去 等到白水机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赵一才转身朝南面后客厅而去 脚下的路越来越粘重 似乎每一脚都踩在了血浆上 赵一明白 随着时间的推移 车站鬼快要醒了 自己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 很快就来到了南后车室 走进门发现里面 居然错落着上百名形态不一的扭曲鬼物 他们十分暴躁 简单的碰撞就会引起双方的大打出手 赵一贴着墙边悄悄的从门口溜了进去 他小心躲过了几只鬼物的攻击 眼睛在一阵眼花缭乱中逐渐泛出红光 各种分杂的数据被他禁收眼底 很快就在角落里找到了一个浑身上下 长满人头的鬼物 列车长母亲的人头也在那个鬼物的身上 他们的脖子变成了可以伸长缩短的触手 不时会猛地飞出去偷袭其他鬼物 然后狠狠地咬上一口 该我了该我了 一颗人头丝生力竭地兴奋大叫 滚开 让我来 我还没玩够呢 数十颗人头互相疯狂相互争吵好笑 赵一则在不起眼的一个角落小心躲闭 手术刀早已取出静静的等待时机 没过多久 那个老夫人的人头露出了兴奋又凶狠的表情 猛地朝着旁边的鬼物飞了过去 赵一见状微微一笑 机会来了 他随即一跃而起瞬间靠近 手中的手术刀绽放开一道寒芒 反手就将他的触手彻底切断 混乱的伤害让人头发出了惨痛的嘶吼 伤口生长出来的摊尸者 更是让鬼物感觉到了钻心的疼痛 上面数百个人头猛然转了过来 全部齐刷刷地看向了赵一 他们的眼神怨毒猙獰凶恶 宰了他 又宰了他 为了紧快逃离鬼头车站的吞噬 男人独自来到了充满鬼物的后车室 在寻找到列车长母亲的鬼头后 他便瞬间出手划破了对方的脖梗 下一秒上面数百个人头猛然转了过来 全部都怨毒猙獰地看向了赵一 然而赵一才不乱他们 提着老夫人的头就夹着屁股朝外面跑 别让他跑了 宰了他 后面的鬼物颈椎不舍 其中一个鬼头更是伸长脖子咬向了赵一的脑袋 幸好赵一速度比较快才堪堪躲过去 如果换做空旷地带他反而不方便躲闪 但现在刚好有上百只凶猛的恶鬼 可以作为自己的等剑派 他灵活地在鬼物之间穿梭 袭击而来的鬼头开始了疯狂地乱咬 当然这也激怒了后车室内其他暴躁的鬼 数不清的鬼物开始了群起而攻之 赵一见状微微一笑 带着鬼主和老夫人的脑袋就火速离开了这里 很快就来到了进站口的位置 老夫人的头是对付列车掌的关键 这时手里的鬼主也快要燃烧待见了 原本青石路面的地板愈发粘稠 甚至开始往外缓缓溢出黑水 赵一脚底踩过了的地面 连带起一大片的腐烂皮肉 远处的墙面也开始脱落露出了里面一具具森森百骨 那些建筑居然是用人的尸体堆砌而成的 恐怖的源头车站鬼已经开始苏醒 得赶紧回到车上去 赵一快速跑下了电梯 迎面而来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一山蓝绿愤怒到极点的鬼保安 他像疯了一样朝着车站内跑去 居然有不长眼的东西 趁着自己离开的这么一小会 空闲攻击了控制时 主人已经开始不高兴了 倘若他再不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回头主人彻底苏醒自己 恐怕要遭受灭顶之灾 狂奔的一人一轨擦肩而过 略在一丝一惑和不想预感的鬼保安转过了头 而赵一同事停下了身体 看着对方脸上洋溢着诡异的笑容 保安轨瞬间感觉浑身发冷 这个人好可怕 下一刻一人一轨便消失在了彼此的视线之中 四周的一切都在开始融化 原本正常的车站 已然逐渐朝着腐烂的血肉空间发展 赵一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立刻返回了G19列车的一号车厢 此时白水级正在门口焦急的张望 那辆仓库鬼赠予的推车 也被甩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看到赵一后他连忙出声提醒道 来不及了 快上来 恐怖的车站轨即将苏醒 四周的一切都变成了血肉的形状 男人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立刻提着老妇人的人头返回了列车 木桌上的人头内还插着三吨燃烧了一小半的蜡烛 比赵一预想之中的还要好 他妈可算回来了 老子正要 全身上下只剩一条爆纹裤衩的温容器不打一出来 但看见赵一手上提着的腐烂滚头 立刻又把脏话吞了回去 乖巧的继续开口 正要找你道谢呢 赵一没有理会他扫射了一眼车站里的所有人 这段时间有遇见什么特殊的情况吗 众人面面相去纷纷摇了摇头 车站里的鬼很安分 他们似乎对我们没有什么敌意 外面也几乎没有什么可怕的鬼屋进来 鬼竹的作用很强 赵一听后笑了笑嘴口说了句很好 接着便拿出了自己的武器手术洞 有什么武器都拿出来 准备搞事了 说吧就静止地朝着驾驶室走去 温容见状连忙拉住了他 等等 那个线索不是说现在不能够进入驾驶室吗 赵一将手放在了驾驶室的门把手上 看着他戏血一笑 你说什么 我没听见 温容听后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下一秒赵一遍直接拟开了驾驶室的大门 眼前出现的骇人场面让众人呆愣在了原地 脑门紧接着就冒出了凉气 驾驶室的里面出现了一只身材剑术 两具身体交错连接在一起的恶鬼 他们的身体血肉盘根拓解 如植物的根须生长在了一起 一只鬼的手插在了另一只鬼的胸口处 而另一只鬼尖锐的长蛇 却刺入了旁边鬼屋的眼睛 这种形状极为恐怖的鬼屋出现了煞了 众人便立刻想要在第一时间 去争夺木桌上的鬼主 因为只要拿到了鬼主 再恐怖的鬼屋也无法攻击他们 离得最近的王旭第一个动手 然而他的手才伸过去 就被赵一一刀直接削掉 还没反应过来的王旭 便看见自己小臂伤口处 居然长出了颜色艳丽的藤蔓 随之剧烈的疼痛传入了他的大脑梯层 王旭躺在地面上疯狂翻滚 惨叫着翻起了白眼 赵一盯着在场的玩家冷声道 谁都不准动桌子上的鬼主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秦秀芳紧张地看着驾驶室里面 那只随时都可能冲出来的鬼 老脸上露出一抹疯狂 拿出小手枪对准了赵一的头 立声呵斥了起来 赶紧把鬼主给我 否则我就打爆你的头 他死死地盯住了赵一 只要对方敢有任何攻击他的企图 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开枪 然而他并没有想到 下一秒便有一只拳头 打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便临车站的驾驶室终于被打开 两只纠缠在一起的恐怖恶鬼也走了出来 众人吓得胆颤心惊连忙 去抢夺桌子上的鬼主 可赵一却拿出武器阻止了他们 老太太行秀方是个狠人 他死死盯住赵一 只要对方敢有任何攻击他的企图 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开枪 气氛进入了紧张的对峙中 这时候白水吉犹豫了片刻 便咬牙行动起来 不然抱起一拳打在了对方的太阳穴上 全身贯注盯着赵一的老太太被瞬间命中 就在秦秀方七昏八速的时候 白水吉直接将他撂倒 并暴力折断了他的手臂 撕心裂肺的惨叫传遍了整个车厢 白水吉继续抓起了他的另一条手臂再次掰断 看着地面上双目抱突面增卢鞋的老夫人 白水吉喘着粗气的道歉 对不起了老太太 我选择相信赵一 赵一见状点了点头说声谢谢 而此时驾驶室内的两只恐怖厉鬼缓缓爬了出来 沉重的压迫力让众人腿脚发软 血红的双眸里弥漫着极度的暴虐之气 这只鬼的恐怖程度绝对不亚于鬼保安 谁让你们打开驾驶室的门呢 两种饱含怨气与冰冷的声音 以极不协调的方式交错在了一起嘶哑而刺耳 面对这只实力极度强大的鬼 赵一完全没有畏惧 他拿出了列车长母亲的头颅威胁了一分 发车 我就说一次 赵一平静的语气中带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威严 看到那颗瑟瑟发抖的鬼谱 列车长似乎清醒了不少 叫了一声娘 鬼头并没有回应 她早已经在车站力量的俯视下堕落成了怪物 关于生前的一切她全部记得 赵一看着已经恢复了部分神智的列车长开口道 你娘已经被她的力量控制了 想要让你娘变回从前的样子只有离开这里 她要醒了 如果你不想再看见自己的母亲死一次 那就赶快发车 列车长文言如梦初醒 她瞟了一眼车站外面已然逐渐化作血肉地狱般的恐怖景象后 便立刻朝着驾驶室走去 我要带着我妈离开这里 开车离开这里 然而正在她要进入驾驶室的时候 刺入她胸膛的鬼手却抽了出来 紧接着就猛地抓住了旁边的门框 那只争鸣恶鬼宁笑一声 想走吗 当年老子叫你走你他妈不走 要全车人陪你家那个老不死的东西殉葬 今天谁都别想走 老子要拉你们所有人给老子驯一刺脏 强大的车站鬼正在吞噬着所有生物 看到母亲的脑袋后列车长鬼也恢复了意识 终于愿意发动列车带着众人逃离恐怖的车站 可这时村霸鬼反而不想走 他想要报复 想要所有人和鬼都给他陪葬 照一知道时间紧迫连忙转头大喝了一声 温龙开枪 听到他的话温龙迅速取出了现弹枪 总的抬起枪对准了村霸鬼的脑门 反手就是一发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 他被击溃者强大的后座力震退了好几度 险些摔倒在地 哼的一声 这一发瞬间打在了村霸鬼的额头 剑开了大片血花 村霸鬼直接被轰成了渣渣 做完这一切的温龙事宜已经搞定 可下一秒却从村霸鬼的身体上发出了一声嘶吼 紧接着一只手臂竟从他的身体内叹了出来 带出了大片的血肉 敢打我 我要杀了你们 所有人都得死 一只新生的厉鬼从村霸鬼的去窍之中缓缓爬出 星红的双目中凝聚出了无穷的怨气 他身上的可怕气势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这种东西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 新生村霸鬼 极度危险 弱点伤不明确 能力双风鬼爪 射魂鬼童 被主 他杀死你们就像杀死路边的野狗一样轻松 赵一看完这些数据立马大喊了一声 有什么道具统统拿出来用 不然就没机会了 而话刚说完诞生出来的新鬼就猛地朝众人杀了过去 他一巴掌拍向了赵一 后者立刻低头闪波 风锐的鬼爪划过赵一的头顶 毫无阻碍将那些厚实的车身抓出一道缺口 这场景看得众人头皮发麻 但凡被鬼爪碰到肯定非死即惨 温龙拿起现弹枪对着村霸鬼连开竖枪 死蛋在他的身上剑开了许多血滑 然而这时候的村霸鬼早已经可以无视他的攻击 恶鬼回过头血盆大口裂到了耳根 口中还发出了节节的笑容 紧接着搜的一声瞬间冲了过去 一找袭来温龙迅速后退 然而躲闪不及一只手却被直接切断鲜血飞溅 他惨叫一声慌乱地看着断掉的手 村霸鬼黑黑一笑再次伸出了自己的力章 就在这关键时刻 早有准备的赵一立马从他的身后发动了凸袭 手里的手术刀准确命中了他的向日葵 这一刀的伤害可比那把猎枪来得可怕得多 混乱伤害直接破开村霸鬼最坚硬的防御植入花心 贪尸者随即在村霸鬼的菊花里疯狂的繁衍生气 作为邪神魔鹰缔造出来的东西 贪尸者对于人类反而不感兴趣 越是吸气古怪生物的血肉越是能够让他心烦 可惜赵一的实力不强 否则光是贪尸者就能够直接把村霸鬼直接吞噬 消化得连渣子都不剩 一根又粗又长的藤蔓蔓延到了身体之外 感觉到了伤痛的村霸鬼怒吼一声 浑身鬼力涌动化作烈火在体内汹涌燃烧 勉强压制住了生长的贪尸者 但即便如此贪尸者仍然带给了村霸鬼巨大的麻烦 下面疯狂摇摆的粗壮藤蔓让其失去了平衡 走路摇摇晃晃仿佛街边的罪鬼一般 该死的爬虫 我要杀死你 他酸度咆哮了一声便向着赵一走过去 强大的村霸鬼要杀了在场的所有人 赵一却拿着手术刀刺中了他的向日葵 这番举动自然也激怒了村霸鬼 他愤怒地向赵一杀了过去 而赵一却丝毫不慌 下一秒他就掏出了在鬼啸实验基地获得的T202 然后直接对准了自己的脖子猛地扎了下去 丁尼使用了物品T202 品质消耗品 简介 一个神秘组织制造的项目 他们为此投入了极大的代价和风险 但到了最后 他们仍然只是完成了一半 效果 黑暗人格具象化 被主 或许你从来没有了解过你的内心 你知道真正的你究竟有多可怕吗 众人见此一幕都疑惑不已 赵一飞飞一笑丢掉了口中的注射器 你完了 很快我就会变成一只恐怖的怪物 我会将你扒皮抽金屎骨淡随 我就要变了 马上就要变了 你等死吧你 见到了赵一给自己注入了神秘的容颜 本来还凶狠无比的村霸鬼都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隐约之间他居然觉得心里有点发出 那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所有人都带着极其凝重戒备的眼神看着赵一 然而半分钟过去他却没有任何变化 原本剑把弩张的气氛忽然松懈了下来 赵一有些尴尬的干咳了一声 那个 老实说 我对T202这个产品体验有些不太满意 回头我会想办法投诉他们的研究人员的 村霸鬼闻言当时火气就上来了 操 没东西你跟我哥这装什么呢 去死吧 他愤怒地朝着赵一杀去 身后却传来了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不准你打哥哥 六号车厢的小女鬼这时突然出现抱住了他 村霸鬼见状怒吼一声 便将他的双手扯了下来 顺时还一脚把小女鬼拍飞到了车厢边缘 小女鬼大口偶写神色为名 小剑骨头 可这时五号车厢的三只猛鬼却挡在了他的身前 村霸鬼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 三只鬼身体迅速膨胀 模样凶狠盯着对方 显然已经做好了生死搏杀的准备 谁都不能阻拦我们奔赴自由 让列车开 麻溜达 村霸鬼缓缓靠近 身上的鬼气也在不断地攀升 就凭你们吗 此时后面的温龙丑准了机会 不行 他们打不过 得上去帮忙 他随即取出一张定身扶制就冲了过去 瞬间就贴在了村霸鬼的后背上 勉强阻碍了一下对方的行动 极度危险的村霸鬼要杀死车厢内的所有人 断臂的男人则趁机将定身扶贴在了他的身上 这张符路勉强阻碍了一下村霸鬼的行动 让众人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 赵一此时大喝一声 趁现在 你们跑到后面车厢 这边我来解决 白水吉和温龙没有犹豫转身就走 田田则跟在了他们身后 三棍看了他一眼 随后咬牙一把抓住小女鬼 朝着后面的车厢逃去 秦秀芳三人却没有行动 他们要亲眼看着赵一惨死才能解决 此时村霸鬼背后的浮路正快速燃烧 他缓缓转过身双目留下了腥红的鲜血 现在没人帮你了 你准备好死了吗 赵一不慌不忙地来到了车门旁 他对着村霸鬼咧嘴一笑 那你呢 你准备死了吗 说霸鬼一把拉开了车门 下一秒恐怖的仓库鬼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村霸鬼见状顿时愣在了当场 仓库鬼随即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胸口的箱子瞬间打开 血雾如泉水一样涌出 很快便弥漫在了车厢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血雾之中 众人听见了村霸鬼凄厉的惨叫声 他的身体渐渐服饰化成了一滩血水 赵一见状连忙大喊了一句 留个头给我 仓库鬼疑惑地问他要头做什么 赵一吸血一笑回答 当尿壶 呵呵 我逗你玩的 我只是想亲手攒了他 村霸鬼的身体迅速融化 赵一立马来到了那个紧剩的鬼头旁边 锋利的手术刀猛然刺了进去彻底结果了他 叮咛击击杀了新生村霸鬼 灵魂武器获得增强 邪神魔鹰重建中 0.05% 灵魂武器能量不足 重建失败 请再接再厉 本次重建宿主获得力量吧 贪尸者进化成为掠夺者 被你灵魂武器伤害的单位 会在伤口生长出掠夺者 掠夺者会源源不断为你汲取该单位的生命力量疗伤 直至掠夺者被抹去或者该单位死亡 掠夺者的强度与宿主赵一的力量和等级有关 杀死了新生村霸鬼 赵一从中获取了足足八点力量 并且探视者还进化为了掠夺者 从效果上来看 只要被赵一的灵魂武器击伤 赵一就等于是拥有了一个持续给他提供恢复的泉水 他随后让列车长快去发车 接着就眉头紧皱地看向了车门外 车厢外面的黑暗已经完全消退 铁轨坑草里溢满了恶臭的鲜血 如河流一样流淌 不时翻出白骨碎尸 赵一将自己的灵魂武器猛地丢在了半口 搓中了上面愈发争鸣的血肉 很快伤口便留下了灰烬般的痕迹 黑色处须在里面密集生长 不断从中间吞噬着 而赵一也在此刻感觉到了一股股生命力量 正同未知的深渊注入自己的身体 虽然这些力量不能让赵一变得强大 但却可以治疗赵一身上的伤势 白水机和温龙从后车厢走了回来 询问猎车启动了 是不是没问题吧 赵一摇了摇头面色凝重的回答 不是 车站鬼已经完全苏醒 危险才刚刚开始 恐怖的车站鬼将会吞噬掉一切 猎车掌轨驶驶着最后一辆火车夺命而逃 车厢外面的黑暗此刻已经完全消退 铁轨坑草里溢满了恶臭的鲜血 如河流一样流淌 还不时翻出一些白骨碎尸 最可怕的是头顶上的巨大的宛如黑洞般的双目 他冷冷地注视铁轨上缓缓运作的列车 眼眸中充满愤怒 杀了他 嘶哑刺耳的声音回荡不断 收到指令后 远处各种奇形怪状的鬼屋 全部都以诡异的速度朝着火车扑了过去 前方的路已经能看见些许光明 可通往光明的这一段路却无比黑暗残酷 壁条带着无数倒钩的巨大触手猛然抬起 一下便勾住了火车尾部的车枪 在他的拉扯之下火车剧烈摇晃了起来 鬼竹忽明忽暗以极快的速度在疯狂燃烧 赵义和仓库鬼来到了一号车厢的节点口 连忙对着后面的鬼屋大声喊道 快来一号车厢 猛鬼三兄弟闻声带着小女鬼第一时间冲进了一号车厢 紧接着又有七八只鬼屋朝着一号车厢跑来 也有许多鬼屋似乎还很犹豫 仿佛在揣测自己究竟应不应该相信一个活人 可就是一刹的犹豫彻底葬送了他们最后获得自由的希望 赵义没有为他们多停留一秒 关上车门后就转头看向了仓库鬼 直接让他切断了一号车厢和后面车厢的链接 他愿意伸出手去救这些人或者鬼 但不代表他有这个义务和使命 更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 已经给过了他们机会 既然不要那就去死了 后面的车厢瞬间被出手拖入了血肉地狱 凄惨的惨叫声逐渐被弥漫进来的血水淹没 最终彻底消失在了视野之内 一号车厢的人和鬼皆是浑身冷汗 赵义下手实在太果决了 完全没有任何犹豫和迟疑 温龙不禁在心里有些庆幸 幸好自己听话才躲过了这一劫 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火车的轮子碾着无数的尸骨和血泥艰难前行 列车长已经将自己的力量全部注入了火车之中 但面对车站无数曾经死去的怨铃仍然力有不胆 他焦急的大吼了一声 还是不行 速度已经是最快了 但出车站至少需要一分钟 还要再拖会儿 赵义表情如常完全看不见惊慌失措 他认真思索了片刻就对着白水鸡和温龙喊了 赶快去把鬼竹拔出来拿在手里 二人不敢单地连忙赵左 下一刻一只巨大的鬼爪从天而降 猛然拍打向了火车 砰的一声随即响起 恐怖的撞击让火车下方的血水溅飞数十米 无数怨灵尸骨在这一下致命的攻击中魂飞破散 众人只能绝望地紧闭双眼 静静等待着毁灭的到来 恐怖的车站鬼已经苏醒 列车掌鬼驾驶着最后一辆火车夺命而逃 可此时巨大的鬼爪从天而降 瞬间便向着下方及时的火车拍打下去 众人都紧张地闭上了双眼 然而预想之中的毁灭并没有来临 手中的鬼竹一阵大量 竹身在疯狂的飞速燃烧 神秘力量笼罩住了这一截车厢 帮助他们抵消了这次的伤害 在规则的限制下 只要鬼竹没有燃烧殆尽 此时此刻 唯一还保持冷静的赵一无疑成为了小团队的核心 就连一旁的仓库鬼都对他另眼相看 他扫了一眼车厢内的十几只鬼屋迅速做出了决断 我不认识 你们也不认识我 但现在咱们的命运已经被牢牢拴在了一起 想要活命 想要自由 接下来就按照我说的做 仓库鬼你和列车长一起 将所有力量全部倾注给列车的动力系统 保证列车尽快离开 其他的鬼物留在车厢内阻挡后面追上来的怪物 你们不需要对他们造成多大的伤害 只要在关键时候给他们一下 将他们击落车厢即可 赵一说到这里 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不寒而栗的灿烂笑容 王旭勤秀方李妙妙这三个人是我故意留下的 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把他们扔下去当诱饵 只要能够吸引住那些怪物的注意力就算成功 不过那个小女孩你们不准动 三人听后顿时惊慌失措了起来 王旭目自欲裂面色苍白惊恐的大叫 赵一 我没得罪你啊 你为什么要害我 赵一有心肠的安慰 这是给你机会历练 怎么能是害你吗 多么好的锻炼机会啊 我是个善良的人 你可不要辜负我给你的机会 说罢他便让三个恶鬼把几人绑了起来 王旭看见朝着自己围拢过来的恶鬼浑身颤立不如 魔鬼 你是个魔鬼 而温龙和白水急则死死攥住手中的鬼主 并暗暗盯着赵一 这个家伙太可怕了 表面上人畜无害 暗中却在算计所有人 如果不是亲自和赵一接触过的人 很难体会一个瘦弱略带病态的俊朗青年 会带给人如此强大的压迫力 此时车战鬼再一次对火车发起了进攻 休想离开 血宁 嘶哑的话音落下 血水竟然在他的力量牵引中渐渐的凝结了 原本一速就不算快的火车 现在更是几乎直接停了下来 眼看着后面的怪物疯狂追击而来 仓库鬼也随即开始行动了起来 随着他胸口箱子的打开 无数不足自铁皮涌出包裹了整个车身 让车子可以强行在血水里前行 他之前就拥有能够限制车战鬼的实力 虽然不能和完全苏醒的车战鬼硬碰硬 但也绝对不是其他普通恶鬼能够比拟的 列车掌鬼驾驶着火车夺命而逃 无数的怪物疯狂追击着蜂拥而至 仓库鬼胸口的铁皮中大量的红物涌不出来 红物包裹了整个车身 让车子强行在血水里前行 后方的怪物群中有一个衣衫不整的鬼物混在旗内 偷衣小儿还我清白 他立声怒喝杀气腾腾地冲上了列车 眼看鬼保安上来温龙顿时菊花一景 操 悲剧了 这个狗热的怎么阴魂不散 车厢内的三只猛鬼想要拼命将鬼保安推出去 可这时鬼保安却急忙换上了一副讨好的猥琐笑容 大哥 大哥别动手 我是来帮你们的 带我一起走呗 说把他起真的转身 一脚将其他想要上车的怪物挨个踢了下去 众鬼见状面面相去 原来真是加入我们的 赵一面色从容地捏紧了手里的刘老汉房产证 但凡鬼保安有一点坏心思 他会在第一时间控制住他 有了鬼保安的加入 对付这些怪物便显得游刃有余 列车即将驶出前方的车站 但车站鬼怎能甘心 尤其是当初投靠自己的某个走狗 现在居然背叛了自己 他自然忍不了 随着一声怒吼响彻天机 前方列车的车轨居然直接翻了起来 要强行阻挡列车突破最后一道关卡 列车掌轨见此一幕大惊失色 怎么办 要撞上了 赵一连忙发号了失令 不要慌 碾过去 用全力把火车直接撞碎 只有这样能够触发鬼族的保护机制 列车掌随即稳定住心神 开启了最快的车锁 火车头已承载了车站鬼的铁轨 发出剧烈的碰撞 那一刹那两种不同的力量交汇 触发了第三种无法抗拒的规则之力 白水截和温龙手里的鬼族 在最后一刹那直接燃烧殆尽 而列车也在千军一发之际 突破了铁轨的束缚 冲向了前方的无穷光明 车站鬼那惊天动地的不甘怒吼 从身后传来 数以万计的恐怖怪物 站在了车站出口 愿毒地注目着渐渐远去的列车 丁恭喜通关大世界任务怨念列车 可随时退出该任务事件 奖励随后发放 此时在列车上 赵一拿着手术刀 蹲在了被恶鬼绑住的三人面前 笑眯眯的开口 我放你们回去 你们会不会报复我 李妙妙已经疯了 他嘴角不停地滴落着口水 看着赵一的脸就疯狂尖叫不停挣扎 显然这个女人已经被赵一吓坏了 王旭同样也好不到哪里去 此刻他双唇泛白眼神空洞 唯一留存不多的神志支撑着他不停地摇头 很好 赵一说罢就斩断了困住几人的绳子 丁玩家王旭退出该世界 玩家李妙妙退出该世界 两个人开始化作白光消失 轮到秦秀芳的时候 他居然猛地抬起了手里的手枪 接着瞬间对准了赵一砰砰砰连开三枪 去死吧 他咆哮着露出了猙獰的神色 然后也缓缓消失在了这里 便念列车终于逃出了车站轨的控制 车厢内的人和鬼物也总算脱离了危险 可此时秦秀芳却举起手枪冲着赵一连开三枪 子弹眨眼间便呼啸而知 危机时刻仓库鬼出手挡在了他的身前 反应过来的小女鬼怒吼着扑向了老太婆 坏婆婆敢伤害哥哥 她的嘴巴裂开到了恐怖的城 直接朝着对方的脑袋咬了过去 然而下一刻 秦秀芳的身体却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了眼前 小女鬼咬了一口空气眼里露出了一丝迷惘 赵一来到了秦秀芳的位置 拾起地面上的蛋壳认真端向了片刻 发现不出自己所料 果然是有人指使她的 小女鬼关心地扬起小脑袋 怀里抱着赵一早先递给她的破书包 哥哥 你没事吧 哥哥还会来看萱萱吗 赵一摸了摸她的鬼头回答 当然 我会去古玄镇的 萱萱开心地伸出手指跟她约定了起来 拉都上吊了 一百年不许变 温龙面色复杂地将击溃者还给了赵一 同时信赖和畏惧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她现在体会到了 谢谢你做了我的命 再见 以后的主线任务我绝对不会再参与了 简直不是人能通过的 她心有余悉地说完这些话后 身体便消失在了车站内 兵玩家温龙退出该世界 紧接着白水吉和甜甜也挥手告情 赵一把武器收回了自己的储物空间 然后又对着车厢内的仓库鬼微微一笑 我说过 我是最后一批去车站的玩家 仓库鬼点了点头 对着他表示了感谢和尊敬 谢谢你还我自由 日后你在补玄镇有什么困难 可以直接来我们的落脚处 我们会帮助你的 赵一的身影缓缓消失 帮我照顾一下萱萱 他还小 仓库鬼随即答应了下来 兵玩家赵一已退出该世界 在惨淡的暮色下 一辆残破的列车 就这样缓缓沿着杂草丛生的铁轨 驶向了无垠的黑暗 恭喜玩家赵一 温龙 白水吉 甜甜 李妙妙 王旭 秦秀芳 完成大世界任务解放火车内的怨念 所有玩家获得两篇负点 副本结束后 大世界新地图谷玄镇开启 大量人物支线任务可以赚取积分 列车特殊鬼物对玩家照顾好感度 提升至尊敬 日后玩家赵一在谷玄镇中 可以享受他们的特殊服务和帮助 鬼无好感度 分为血仇 深仇 厌恶 无感 喜欢 尊敬 敬畏爱慕 忠诚 公会内的众人听到提示身后顿时炸锅 妈的 这赵一是什么妖怪 怎么什么任务都能做 绑一确实牛逼 可惜了 他很快要从新人榜消失了 下个月如果他等级过了五级就不再是新人了 下个月有魔灵之潮 他肯定会去的 听说那里无比威胁 除了可怕的鬼怪 还有恐怖的传说诅咒 甚至还有一些精神不正常的玩家会互相屠戮彼此 那个人莫巴尔不就是喜欢在副本里疯狂屠杀队友吗 上一次魔灵之潮 他就是靠着杀队友发家制服的 此时一个大汉拦住了刚回到驻地的秦秀芳 跟我来吧 我们大哥要见你 变念列车的任务终于结束 众人也安全返回到了营地之中 几个大汉把秦秀芳带到了善烈的面前 善烈也就是像拔帮的小弟 秦秀芳将手枪掏出来 非常恭敬地放在了桌面上 善烈冷冷地盯着他质问 为什么赵一没有死 秦秀芳面色难堪地回答 那个家伙很难对付 听到这话善烈气地猛拍桌面站了起来 你他妈开局直接给他一枪不就完事了 你这么一个老不死的东西 谁会想到你身上有枪 秦秀芳心有余悸地回想起了不久前的一切 他反而非常庆幸自己没有在一开始进入副本的时候 就直接一枪崩了赵一 否则他们所有人都会死 有鬼屋帮他挡子弹 秦秀芳随口解释了一下 反正里面具体是什么样子 外面的人引不得而止 房间内的气氛凝重无比 山裂点灰烟 犀利的目光穿过煞白的烟雾 落在了对方布满褶皱的老脸上 枪你先收着吧 这玩意儿不值钱 下个月的月中会有一次魔灵之潮 以赵一那个混账玩意儿的性格 他不可能不参加 杀了他 我们之前的承诺仍然有效 秦秀芳没有推辞将手枪收回了自己的口袋 与此同时 赵一从707号公寓走了出来 穿着走红色睡裙的柳若晴 将他送出了房间 双目迷离地挥了挥手 下次再来到小宝贝 赵一尴尬地轻咳了一声 知道的晓得自己是来治病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搁这儿大宝剑了 他摇摇头带着一本笔记从七楼离去 翻开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两个病人 病患柳若晴 精神只稳定不可控制 并因红魔鬼人格具体表现 在受到强烈的外界刺激后 沉睡在身体里的红魔鬼人格会苏醒 他会猎杀特定群体 并以各种精妙的烹饪方式 搭配绿色蔬菜吃掉它们 如果没有绿色蔬菜 红魔鬼会拒绝进食 并陷入暴乱疯狂和杀戮中 而在获得足够的美食后 红魔鬼人格将心满意足地继续沉睡 直到下一次被唤醒 治疗方案 化疗暂时 类别 未知食材 待进一步确认 病患天天 精神只稳定不可控制 并因人格异化 具体表现 他总会认为自己有一个朋友将灵敏 直观太呈现为手中倒着的破步小熊 但其实这只小熊根本不存在 只有患有相同病症的患者 才能够正面观察 当异化人格察觉到自己有危险时 会强行解开自己身体的基因索 并第一时间清理危险来源 倘若异化人格出现时间过长 会导致基因索崩溃 从而死亡或产生不可逆的形态转变 该对象人格已经异化极度严重 疑似曾经接触过黑暗中某些不可名状之物 治疗法案 暂无需治疗 有待观察 类别 良好食材未成熟 赵一和上笔基本扔进了物品篮中 接着便回到房间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角色赵一 等级三级 力量35 积分12000 评分获取S加 SS S 现在有了三个S以上的评分 应该可以开启高阶商城了 里面可以兑换各种各样的鬼物残制艺术 密保武器和功法等等 根据效果的不同需要的点数也不同 赵一的目光一直在庞大的商城里面搜索 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最终在功法一栏里面找到了一本奇怪的功法 功法论语 品质 白色可升级 介绍 某东方世界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做恐的圣人 太义人为本以德夫人 身高2米2单手批城门 门下弟子3000游说七国君主 通过不间断地殴打他们 成功使七国君主同意推行自己的学说 论语便是恐给当时道上的人制定的规矩 备注 及其所有残业可以进化为红色绝版功法论语 评价 赵一啊 你的纯度还是太低了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恐的圣人 太义人为本以德夫人 身高2米2单手批城门 门下弟子3000游说七国君主 通过不间断地殴打他们 成功使七国君主同意推行自己的学说 论语便是恐给当时道上的人制定的规矩 赵一看完功法的简介后便饶有兴趣点击了购买 这本残业花掉了他5000积粉 此时古玄镇的地图也更新了 他随机打开世界任务查看了一番 想顺便寻找一下屠夫女儿的线索 世界任务找工作 推荐等级5到10级 推荐人数任意 任务奖励 根据工作职位而发放 简介 你修好了废弃车站的火车 成功驾驶火车前往了古玄镇 但随着你深入古玄镇后 你竟然发现这里危机遍布恶鬼横起 为了活下去你不得不尝试融入这些恶鬼 经过一些好心鬼屋的介绍 你知道必须在古玄镇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才能够艰难活下去 好家伙需要5级 不是自己能做的 赵一决定先放一放 根据任务描述古玄镇里全是恶鬼 找工作必然也不是什么轻松活 虽然他的力量要远远超过其他同等级玩家太多 但显然还没有到能够和超过自己等级太多的鬼 正面对抗的地步 接下来赵一度过了一段安静轻松的日子 有了柳若晴的提醒 像拔邦也不敢在工会驻地里明着找他麻烦 这些日子赵一没事就拉上方白和甜甜几个人玩桌游 倒也混得挺快 直到月初来临 赵一直接打开了系统匹配新的游戏副本 游戏副本匹配中 匹配成功 副本 荒野求死 勘愈玩家 赵一三级 英祥英五级 宁文小七级 丁龙飞四级 纪腾三级 感心平九级 魏云八级 根岸宽人九级 主线任务 在鲁巴科山脉之中活过15日 支线任务未知 主线任务奖励150经验值 支线任务奖励命运 宝箱蓝色 难度 炼狱 简介 你们一行人受邀参加了 荒野专家贝爷和德爷一同举办的节目 荒野求死 在最为危险的鲁巴科山脉里 共同生活15日 你们承诺要互相帮助并肩前行 用人类最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自然 此副本将封印玩家的物品栏 所有物品栏中的物品均不可使用 玩家力量削弱50% 直至副本结束 剧烈的疼痛从脑子部分传来 赵一还未睁眼就隐约听见了 两道颇具火药味的声音 老规矩一人带四个 贝尔这一次的节目是我主持的 金竹也是我找的 你还要跟我误分 是不是有点不厚道了 厚道 埃德 如果不是我脱关系找到他们 你觉得就凭你的能力 能带这八个小子来鲁巴科山脉里录节目 该死 就这样吧 不过贝尔 天气侦查可是你负责的 如果这一次节目出现什么意外 我饶不了你 赵一缓缓坐起了身 目光望向了篝火旁赤膊上身的精壮男子 男人察觉到有人注意自己后 转头看着他露出一个怪异的笑容 你醒啦 埃德 触发是中立 弱点无 曾经从事过特种病 后来退役了开始从事荒野求生节目 因为擅长挨饿 所以被观众们戏称为挨饿德 赵一点点头揉了揉发昏的脑袋 咱们现在已经到鲁巴科山脉了吗 埃德呵呵一笑回答道 是的赵一 看看你的周围吧 是不是美极了 我曾去过许多地方流浪生存 每到一处我都会情不自禁的想到 这里应该就是最美的地方了 德耶还有一个外号那就是骚话德 因为当他处于顺风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疯狂紧到 对着镜头讲 对着自己讲 对着火讲 对着食物讲 赵一见他开始滔滔不绝连忙打断了他 询问贝尔去了什么地方 埃德指了指后方 说他是去那边取摄像装置了 有时候直播设备和网络 会因为天气影响而中断链接 不太方便 所以咱们一般通过录像设备来记录 和嘉宾们一同努力 靠着意志来征服自然的过程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等贝尔回来 其他嘉宾醒来 咱们的节目就开拍了 赵一瞟了一眼远处的天空点了点头 直到半个小时后 贝尔从远处山腰的密林中上了山 他背着许多装备 大部分是记录摄像的仪器 一眼瞟去约莫百来金重 但却丝毫没有影响贝尔的速度 赵一瞇着眼望向了他 这种上山速度有意思 显然贝尔的体质 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人类 哪怕是皇家特种兵王 也绝对不可能背着几十上百斤的重 在山道上速度如此迅捷 看来这次荒野行动会很有趣呢 荒野求死的生存游戏终于开始 八个人需要跟着贝爷和德爷活过15天 看似简单的游戏实则凶险万分 贝尔的体质异于常人 背着百事金重的东西也能见不如飞 埃德也是一样 灵下的温度却穿了一条大裤衩 其他昏迷的玩家都渐渐醒了过来 这次的副本大佬云集 新人榜一榜八合榜十四都在其中 游戏副本难度分为 普通 恶梦 地狱 炼狱 折磨 绝境 无解 新的副本开启玩家们彻底进入了状态 这一批的玩家里几乎没有菜鸟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导致了他们匹配到了炼狱级别的副本 贝尔从背包中摸索了半天 然后把摄像机拿出交给了埃德 又分配了一块电池丢给了他 埃德见到自己的电池少了一块有些不满 为什么少了一块电池 到时候电量不足可怎么办 贝尔却回答因为资金紧张 再说了 你哪次用完过电池 将就着用吧 埃德无奈地点了点头 行吧 省着点用 应该问题不大 紧接着他转过身对玩家们开口 各位欢迎你们来到荒野求死节目 介绍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 接下来的十五天 你们将会分成两个四人组 分别跟随我和贝尔在不同的区域完成挑战 并回归人类社会 但在这之前 我们会给予你们十分钟自由商议 和选择跟随谁一起参与挑战的权利 如果一方人数过多 则随机挑选多余的人数去另外一组 现在请你们开始商议吧 请尽可能快速一些 天要黑了 这座山脉之中不但有凶猛的喂只野兽 还有恐怖的独虫 众人简单介绍一番后 短短几分钟便分组完成 八人中有六人都希望能够跟着贝尔 只有两人愿意和埃德一起 连因无他 贝尔身上有着精良的装备 还有一柄军用小刀 一只五彩斑斓的蜘蛛 这时落在了鹰祥鹰的肩膀上 那双毒牙在夕阳的映射下 似乎在隐隐冒着寒光让人头皮发麻 幸亏埃德眼睛爽快 直接徒手凭空抓住了扑上来的蜘蛛 并塞进了嘴里咯吱咯吱吱到了肚子中 看来他不仅耐动还抗冷 吃完之后的埃德抹了摸嘴 看着紧人都小心一些 这次真人秀没有带任何药品食物和水 如果被毒虫咬伤 很可能就意味着死亡 天很快就要黑了 咱们现在得尽快找到山洞 清理一块安全的地方 并生气火来 不然今夜只怕很难熬 丁龙飞粗声粗气地询问 埃德 我看这附近的树木都很高 一些树木上还生长着藤蔓 咱们今夜要不直接清理一棵树上的毒物 然后就在树上睡觉好了 埃德摇了摇头耐心解释了起来 丁先生 如果是平时 你的方法完全可以使用 但现在不行 从天气和空气湿度来判断 今夜多半会下雨 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都有暴露 这个山脉之中的雨水 不会在极低温度下结冰 夜晚温度会降到零下十几度 一旦咱们在这样的温度下被雨水淋湿 那么很快就会因为体温过低而死亡 魏云听后询问道 那食物和饮用水的问题怎么办 埃德露出自己的大白牙呵呵一笑 别担心 只要我们有了落脚点 安稳活过今夜 想要搞到蛋白质和碳水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赵一静静听着他们聊天 目光四下里搜寻 开始观察起了地形 很快就在小路旁的野草里 发现了一堆新鲜的熊粉 有熊 赵一眼神唯一看向了带头的埃德 对方是荒野生存专家 体质远超自己 既然这堆熊粉自己能够看见 那么埃德不可能看不见 他完全无视了这么新鲜的熊粉 说明了什么 说明一头成年的熊 根本不能够对埃德造成任何威胁 赵一想到这顿时来的兴趣 有着这么强大的一个专家在身边 这场游戏居然还被评判为 炼狱级的难度 有点意思 难道说 他并不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炼狱级的荒野球死游戏开始 众人在埃德的带领下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 靠在山腰处的小山洞 里面还算空旷 毒虫什么的反而似乎不喜欢 这种过于平坦的地面 更不见蛇之类的猛毒 埃德惊喜地带着众人一边拍摄 一边开始准备生火 现在还没有下雨 我们尽快去找到干柴 然后生火 只要有了火 咱们今夜不但能睡个好觉 明天还能吃到熟的食物 众人听后纷纷行动 各自外出寻找干柴 赵一失去干柴的时候 有意寻找熊留下的痕迹 很快他便确定了一个方向 并且在前方找到了新的粪便 他认真记下了这些线索 然后才搬着干木柴回到了山洞里 暮色降临火焰升起 温暖驱散了寒意 众人围坐在火旁 竟有一种格外的温馨 一道闷雷响起 洞外果然传来了 稀稀利利利的雨声 湿度伴随着寒冷扭入山洞 让众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不尽相同 譬如赵一的衣服就比较厚 所以他反而觉得暖和 而未云的衣服则很少 腿上的丝袜还是超薄类型 基本没有饱满作用 他现在就在火堆旁边瑟瑟发抖 火堆琵琶琶坐下 艾德忽然粗重地喘息着身体也在流汗 赵一见状中没询问怎么了 艾德回答没什么 可能是白天吃的那个蜘蛛有点多 睡一觉就好了 明早咱们再考虑食物和水的事情 这些雨水里有特别的杂质 虽然没有腐蚀性但不能饮用 为了明天的任务 各位还是好好休息吧 说吧他就躺在一旁睡了过去 赵一看向他的表情很微妙 一般而言 蜘蛛和毒蛇的毒素 只有进入血液才能生效 吃下去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现在看来 鲁巴科山脉里的毒蜘蛛 以及一些其他的昆虫 并不能够食用 连艾德这种离谱的身体素质都撑不住 他们吃下去恐怕过不了多久 就直接臭 众人也都开始找了个地方休息 很快就到了两个小时后 熟睡的赵一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坐起身扫了几人一眼 然后就拾起一根燃烧的柴星 悄悄朝着洞外走去 就在他行动之时 魏云也睁开了双眼 接着偷偷地跟在了赵一的身后 外面很冷 现在还没有到紫叶 但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 雨很小 打不失衣服 借着微弱的星光 还能勉强看清周围的景 跟在后方的魏云 突然发现失去了赵一的踪迹 还没等他缓过神 一把手术刀就抵在了脖子处 虽然男家的物品蓝被禁用 但灵魂武器仍然可以使用 你在跟踪我吗 赵一笑着质问道 月光下他的笑容仿佛厉鬼一般 魏云额头渗出了一些汗珠 早在不久前 他已经听说过赵一此人下手饥狠 但凡他对什么动了杀念 绝不脱泥带水 我没跟踪你 我是出来拉屎的 他集中生时想要打消赵一的遗心 听到这话赵一便放下了手术刀 魏云捂着胸口长出一口气 但赵一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他直接破防了 拉屎是吧 行 就在这里马上脱了裤子吧 如果你拉不出 我就送你去死 魏云文言一脸账户 憋了半天才坦白了起来 赵大哥别动手 我承认我是跟踪你出来的 但不是因为我对你有非分知晓 我只是 只是太冷了 想问你要一件衣服穿 此时他一个八级的玩家 居然喊一个三级的新人叫大哥 还被直播间数万人看着 真是脸都丢光了 赵一听后收起了手术刀微微一笑 想要衣服啊 早说吗 真的是 魏云健壮悬着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 这个新人榜仪虽然被传得有些可怕 但感觉还是蛮好说话的嘛 可接下来赵一的话又让他愣在了当场 三千积分一件 魏云彻底崩溃了 啥玩意儿 一件破衣服你要卖三千积分 你他妈怎么不去抢 一件破衣服竟然要卖三千积分的天价 听到赵一说出的数字 魏云心中犹如万马奔腾 你他妈怎么不去抢啊 赵一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这不正在抢吗 魏云看着他的脸气得咬牙切齿 真他妈想跳起来给他膝盖两拳 赵一我告诉你 我魏云就是冻死冷死从山上跳下去 也绝不可能花三千积分买你的破衣服 话刚说完一阵寒风自北方而来 吹过山林穿过树木 如利剑一样扎了二人一个透心凉 沉没了数秒后 魏云便留着青鼻涕抹着眼泪 哆嗦着操作了起来 三千积分对他而言也不是小数目 可如果没有这件衣服 他估计活不过这个副本 届时亏损更大 丁您获得三千游戏积分 目前您的积分为六千 赵一满意地点了点头 花了五千积分买了论语残液 现在一件破衣服就卖了三千积分 瞬间回本百分之六是血赚 这一刻他也深深体会到了资本家的快乐 接着便三下五除二脱下了外套 然后将穿在中间的那件绒毛衬衫 交到了快要冻成冰棍的魏云手中 魏云傻眼了 不是 不是外面这件大衣吗 赵一看了一眼自己的大衣恍然笑道 原来你是说这件了 这件十万积分 听到这话魏云气得浑身发抖 夜很冷 赵一的笑也很残忍 打发走魏云之后 他就沿着白天的线索一路寻找 想要找到那只熊 与埃德的想法不同 赵一并不认为今夜过后 他们还有机会出去寻找食物 如果雨势见大并且不停 那么即便是到了白天温度也很难回首 此后的十四天内温度只会一天比一天更低 而且 所有的木头都因为被雨水淋湿而不可燃烧 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火 单凭身上穿着的这点衣服 根本不可能活过失误 届时还有某个更可怕的危险在等着他们 今夜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节奏翻盘点 后面的十四天能不能掌握主动权全看今夜 沿着小路上的痕迹一路追寻 赵一的眼中鸿芒威朔 此时这片区域的一草一木的数据全部在他眼里浮现 很快就找到了那只熊 为了不在衣服上留下痕迹 他脱掉了衣服裸身和熊活动 当锋利的手术刀切断他的中枢神经系统时 松熊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能行动 在渐渐变大的雨幕中他的意识逐渐消散 经过生死拨杀 赵一虽然伤痕累累 但最终还是拿下了这头熊 事后手术刀的掠夺者既能发动 黑色的处须附着在他的伤口上 不断吞噬着他身上的生命力量 然后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赵一 他缓缓闭目双手平均 感受着生命的力量涌动在自己的四肢板海 忍不住舒畅的身影 苍乃俊朗的面容浮现病态的微笑 并经过生死搏杀你的强身领域处罚 身体素质提升力量加一 这是强身领域的效果 赵一可以通过战斗来提升自己的力量 现在即使在被削弱的情况下 他也拥有了高达18的力量质 赵一擦干净了身上的血穿上衣服 拖着宗雄的尸体朝着某一个方向而去 白天他跟在艾德身后 已经有意记下了附近所有的地势走向 这件事情对于普通玩家而言很难 但对于赵一而言却是在简单不过的事 一路蹒跚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小的山洞 他去搜集了些尚且没有被雨水完全淋湿的木柴堆放在了这 在将所有柴火弄好后又做了一个半钟头 直到外面的雨下大 他才从棕熊的身上窃下肉放在了火上制烤 游滴缓缓从肉上落下发出滋滋的声响看着毒香 雨水溅起的泥沉味和植物散发的清香味 会很快将这烤肉的味道彻底遮掩 艾德的体质显然被副本增强了很多 赵一可不希望自己的食物被这家伙的狗鼻子闻见了 吃饱了还得搞点水喝 他瞟了一眼外面的雨水 丁剧毒雨水不可饮用 如果你能利用容器将它煮沸 再用木炭碎屑过滤一次 那么便可以适量饮用 24小时内饮用不可超过一声 否则里面的一些未知金属物质会渐渐积累 从而导致肾衰竭 男人不仅把凶残的巨熊做成了烤穿 还脱掉自己的臭袜子过滤雨水喝 吃饱之后赵一随少拿起一块石头 接着又掏出了自己那无间不摧的手术刀 三下五除二就将这块石头削成了两个石碗 见此一目为观的众人都蒙了 我去 这也行 不愧是灵魂武器 赵一拿着石碗装了一些雨水进去 放到火堆旁红烤了起来 见他脱掉鞋子众人疑惑不已 怎么又脱袜子了 要烤干一下吗 就在他们猜测之时 赵一做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操作 他用自己的袜子装上木炭碎鞋 然后做成了一个简单的过滤器 补充了几百毫升的微毒雨水后 赵一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洗脚了 接下来他撕掉身上的衣服一脚 开始抓那些隐藏于石缝里的毒物 不管是暗红色的蜈蚣 外壳发子的毒血 还是色彩斑斓的狼珠 全部通通用手术刀戳死 装进那块布里 然后小心收进了怀中 做完这些后罩一遍熄灭了柴火 红小洞穴礼貌于回到了大洞穴 大洞穴内众人睡得很香 火还在燃着 赵一来到了火堆旁烤干了自己衣服上的水 而后闭眼稍微休息了两个钟头 忽然他感觉有两团软软的东西在蹭自己 睁眼一看居然是卫云贴了过来 你去哪儿了 魏云目光闪烁的低声问道 赵一平静地回答 拉屎 拉屎拉了六个钟头吗 听到他的话赵一纠正了一句 是五个钟头七分零六秒 魏云有些无语 你知道什么对不对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新人榜一的含金量 在他们这一行人里 反而那三个等级低的新人才是大端 能从千万人里杀到排行榜前面的玩家 必然都是很重色 看赵一完全没有搭理他 魏云眼睛一转又低声说道 我用积分买你的消息 赵一随即比了个手势 五百积分一个消息 他听后便拉开了自己衣服上的拉链 接着略带娇羞地挤了几胸口 能不能便宜点 或者用其他方式支付 赵一认真瞟了一眼回答不行 不要的话我睡觉了 魏云失败的魏云愣在了当场 靠 老娘这么漂亮的面板你都看不上 愁出了片刻他一咬牙 还是答应了对方的条件 给我来三个消息 要干货 不准骗我的积分 丁恭喜获得1500积分 目前账户余额7500积分 听到提示后赵一警惕地 扫了一眼洞穴内的其他人 然后才埋下头贴在他的耳边说道 第一山里所有能吃的动物 都在今夜不断远离咱们所在的区域 第二大雨很可能直到副本结束也不会停 期间温度会持续不断降低 而外面的木柴被大雨浸泡数小时后 将不可燃烧 第三 最可怕的危险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听到赵一的话 魏云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无比 女人的第六感让她忍不住 将目光扫向了山洞内的其他人 这里除了我和赵一只剩下了三人 赵一所说的危险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个 这个看似没有鬼怪的副本 却能给人带来巨大的绝望 按照赵一所说之后的温度会越来越低 而他们储存的木柴顶多能够撑住三天 一旦失去了火焰 只需要短短几个钟头低温就能够带走他们的性命 魏云抱着杂乱的念头也没有睡得多沉 只要一有动静他就会清醒过来 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众人看着洞穴外被雨水浸泡了一夜的树木 心已经沉到了谷底 英祥英和丁蒙飞已经开始后悔自己 昨夜为什么没有多搬来一些木柴 外面很冷还下着大雨 他们根本不可能在外面生存太长的时间 退一步将哪怕他们抱着木柴从外面活着回来 估计也会得病 自己又没有要生病肯定完蛋 埃德打开了摄像机 站在了洞穴口开始拍摄 正如你们看见的那样 我们在进入卢巴科山脉的第二天 便遇见了无法解决的问题天气 该死的贝尔似乎总是这么不靠谱 经过了一夜的休息 埃德的高烧恢复了一些 体温基本趋于正常 但从他一些微小的肌肉抽搐上来看 他身上的猪毒还没有完全解开 这座山脉的毒物比赵一预想的还要厉害 又或者说埃德毒抗不够高 赵一拿出个十碗在外面接了一点雨水 正在捣住摄像机的埃德健壮急忙上前想要阻止 赵一 外面的雨水不能喝 赵一笑着回答没事 放心埃德 昨夜我已经喝过了 只要咱们将雨水煮沸 再用木炭吸附大部分的沉积物 这水便可以适量饮用 虽然我昨夜喝过之后身体觉得不那么舒服 但是今早已经恢复过来了 你看我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众人见他这样也放下了心 埃德虽然面色微微古怪 但是也不再阻止 水烧开咱们还可以加一些草药进去 喝了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并且可以中和水里某些物质的毒性 我从前学医的时候见到过这种草 老师告诉过我他的功效 赵一开始了他的忽悠 并胡乱从洞穴口扯了一些草 这些草无毒但也不是什么草药 赵一真正要将它们泡进水里的原因 是为了掩盖某些东西特殊的气味 野草碾碎的枝叶味道很重 一般而言众人是不会愿意喝这个 但现在他们别无选择 之后赵一马里地过滤出了一碗草药水 接着首先将水递给了喂鱼 后者看着碗里的水本不愿意滴一个 不过赵一那微妙的眼神 还是让他狠下心喝了一大口 丁龙飞见他没什么异样也跟着喝了下去 紧接着便是音响音和赵一 在众人注意力都放在了水上的时候 赵一将手自然而然伸进了一洞 狠狠捏住了那些包裹着毒物的布包 枝叶从布包的一边渗出 粘在了他的手指上 接着他就悄悄将手指在碗里进入几秒 最后一个是埃德 他没有多了一口闷 喝完水的埃德继续对着自己的镜头发起了怒怂 我在东方学过一句句话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祸福但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埃德那双眼睛露出了一亩迷惘 旋即摇摇晃晃几步 最后双目一番倒在了地上 音响音连忙大声呼叫 还扇了埃德几个响亮的大鼻头 但后者就是没醒 而此时在赵一的眼中 埃德的数据发生了一些变化 埃德 轻度危险 弱点毒抗叫低 备注一 虽然他中毒了但中毒不深 即便一是模糊 可身上的野兽本能还未沉睡 如果你企图在这个时候杀死他 你会死得很惨 备注二 他有点饿 身强体壮的荒野达人 没想到竟是一个极度变态的食人魔 赵一趁机将毒素喂到了埃德的嘴中 众人看见他一头栽倒在地 便急忙上去搀扶 可埃德却倒在地面上 一动不动嘴唇无情 赵一摸了摸下巴 看了眼对方的数据 有意思 系统赐予埃德野兽本能 显然就是为了防止埃德 在胡乱吃下毒物后昏灵 被玩家袭击致死 从而炼狱难度大打折扣 但显然赵一不会做这种蠢事 杀了埃德吗 不 只有愚蠢又残忍的人才会干出这种傻事 他赵一可是善良又聪明的小鸡灵鬼 他才不杀埃德 留着他还有大用吗 鹰祥鹰浑身哆嗦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寒冷 他盯着火堆嘟囔一句 埃德这么强壮 他怎么会病倒呢 难道是因为刚才喝的水有问题 可是那碗水咱们都喝过呀 一直沉默的丁龙飞忽然看向了赵一 是你下的毒吗 他是排行榜第14的星人 心思敏锐异常 简单地排除了选项之后 一下子锁定了赵一 赵一抬起头露出了无辜的表情 别乱说呀 我不是 我没有 这神态就差点把我是凶手四个大字写在脸上 丁龙飞皱了皱眉 见对方不承认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时间来到了晚上 寒冷与饥饿折磨着他们 除了赵一其他三人的脸色都很差 洞穴内一点点减少的柴星 就如同他们的耐心一般 埃德嘴唇亲子勉强恢复了些神志 呻吟着想要喝水 赵一瞧着他醒了便十分关切地端着水来到了埃德的身边 别着急慢慢喝 放心吧 我们会照顾你的 直到你病好 埃德喝下了一碗两百元 对着赵一三人虚弱的道歉 嘴唇上的青紫色似乎又鲜艳了不少 然后翻了白眼又昏了过去 赵一扫了眼埃德唯一的一个背包 在里面翻找了一下 只有一台摄像机一块备用电池 摄像机却是多功能的 上面还有一小块操作屏 可以观看通过摄像记录制的录像 储存的录像很多 零零散散的 几乎都是埃德带着以往的嘉宾们 在不同极端环境下的历史记录 其中一个特殊回忆录像引起了赵一的注意 一开始是埃德的大笑声和嘉宾的惊呼声 看样子似乎他们在玩什么捉猫猫的游戏 这些声音引来了其他三名队友 他们感觉到了不对劲 鬼拢在了赵一的身边认真观看起了录像 音响音愁眉苦脸地感慨了一句 他们怎么这么心灵 居然还有心情玩游戏 怎么轮到咱们就 他抱怨的话还没有说完 眼睛便忽然瞪大 似乎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画面 在屏幕的录像上 原本像是和嘉宾们玩游戏的埃德 在追上了一名女嘉宾后 居然用手抓住了他的头当场捏碎 头颅炸开的那一瞬间红白飞溅 惨烈的场景直接吓得音响音和微云浑身一脱子 屏幕上的埃德正对着摄像机 脖子歪成诡异的角度笑容争鸣 他直接拾起地上的脑花疯狂往嘴里乱塞 这可怕的场面不仅仅是吓住了赵义身边的三人 也害住了四人直播间内的几十万观众 音响音贪坐在地上吓得浑身颤抖 这时躺在地上的埃德居然翻过了身 音响音顿时汗毛炸裂慌乱地站了起来 头也不回地直接逃离了山洞 哪怕外面急冷哪怕被冻死 那也好过被人吃掉墙 魏云下意识也想跟着一起跑出去 却被眼机手快的丁龙飞一把拉住 别出去 现在出去多半会死 魏云死死盯住地面上昏迷的埃德吞了口破目 直到此时他才明白 赵义告诉他的那句话的意思 最可怕的危险 其实就在他们身边 没想到身旁看似和善的同伴 竟然是个极度变开的食人魔 现在魏云一看见昏迷不醒的埃德就犯出 丁龙飞安慰到没事 赵义去追应祥阴了 埃德的毒是他下的 他应该放好了伎俩 不会让埃德这个时候醒的 魏云有些不解 他是什么时候下的毒 丁龙飞沉默了片刻 眼中闪过一抹崇敬和提防 是谁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但显然水是他和埃德 唯一有过间接接触的东西 我猜测他可能是在自己喝完水后才下毒 然后将毒水递给了埃德 但凡刚才动一点歪形式 改换一下喝水的顺序 那我们所有人全都得死 魏云眉头紧重 那赵义没杀我们的原因是什么 总不能是因为他善良吧 丁龙飞苦笑一声回答不知道 来之前我觉得自己是新人榜第14 可赵义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现在看来 我简直像个满头雾水的白痴 魏云捡起一块石头 攥在手心里面 然后小心翼翼地靠近了昏迷中的埃德 想要趁机解决这个食人魔 可这时丁龙飞却拦下了他 你最好不要这么做 如果这么简单就能杀死他 赵义肯定早就动手了 魏云立刻反应过来 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你说的有道理 还是等赵义回来咱们再商量吧 直到六个小时过去 赵义是陆路的身影 才从洞穴外出现 他手里拿着一些切好的鲜肉 精神饱满面色红润 魏云两人疑惑地望向了他询问 赵义你昨晚出去追应祥阴了 他人呢 赵义听后指了 纸穿在木棍上的烤肉咧嘴一笑 二人见状汗毛瞬间倒数 你杀了他 还把他的肉烤了 赵义摇了摇头 不 我只是解释而已 昨天夜里他跑啊跑 我追啊追 没多久他就跑不动了 然后我就跟他唠嗑 顺便等他冷死 魏云声音颤抖着指着肉传 你不会真的要吃吧 赵义微微一笑 想什么呢 我从来不吃人肉 那和吃食有什么区别 魏云闻言愣在当场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竟然无言以对 那只肉是 赵义点点头指着昏迷中的艾德 这是英祥英的李己肉 我昨夜把他的肉 全部都从骨头上扒下来 这小子身上的肉还不少 这肉不是给我吃的 而是给艾德吃的 你疯了吗 不想办法弄死这个食人魔 还要给他喂食 赵义摸着下巴 打量着昏迷中的艾德 仿佛打量一只 属于自己的可爱宠 这么可爱 杀了多可惜啊 一旁的叮龙飞额头 渐渐渗出了冷汗 自己他妈究竟 匹配到了一个什么怪物 以你的观察能力 不可能看不出 艾德和贝尔这两个家伙 战斗力有多强吧 别说是现在咱们力量 被削减了50% 哪怕是全胜状态下 咱们也不可能 打得过这两个家伙 你不怕他杀了我们吗 正在烤肉的赵义 偏过脸摇头晃满 威达 他不会杀了我 他只会杀了你们 赵义说到这里忽然顿了顿 脸上浮现出了诡异的微笑 不过你们如果想要杀死艾德 我也不反对 只管动手 见到他的这个笑容 丁龙飞和魏云更加确定 如果他们刺杀艾德 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 沉默了没多久 赵义就拿出了一个小布包 在烤肉上面 涂了一些奇怪的辛臭料汁 然后将肉放在了艾德 鼻子下面晃了晃 后者一下子受到了刺激醒来了 看见这肉艾德的眼中 流露出一抹狂热 他抓起肉串就向着嘴里散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 不对劲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等等 这肉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 荒野求死的真相终于揭开 竟是一场 食人魔与玩家之间的猎杀游戏 开测到这一切的赵义 将下过毒的肉串 喂给了艾德 艾德虽然饥饿 但还是惊涕地询问 这是哪来的 后面的两人文言有些不知所措 赵义此时面色极差 心有余悸地回答 艾德你不知道 你走之后发生了很恐怖的事情 这山上除了咱们之外 还有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人 他身高一米八上下 穿着一身的野战军装 手上还有一把极为锋利的小刀 这个家伙趁英祥英 出去上厕所的时候 忽然袭击了他 我寻着惨叫声过去 却发现英祥英 已经只剩下了一半 艾德听到这话 忽然起身怒目圆灯 这他妈不是贝尔还能是谁 操 说好的一人带四个食物 这个狗杂种居然敢趁着自己生病来偷人 不能忍 眼开着他浑身散发出了可怕的杀气 赵义便连忙劝解了起来 艾德你先别激动 你现在中毒肯定打不过他的 先吃点肉吧 虽然吃同类实在过于残忍 但不吃点身体到时候撑不住 遇到那个家伙咱们岂不是很危险吗 在赵义的寻寻善诱下 艾德满腔怒火地拿起肉串就塞进了嘴中 而此刻后面的两人忽然明白了 赵义为什么不杀死艾德 他要利用艾德去对付贝尔 好家伙 真够阴的 直播间的观众也是一阵唏嘘 这挑拨离间的手段是真的秀 麻烦大了 刚从贝尔那边的玩家直播间过来 他们也发现贝尔识人的秘密 贝尔那头的线索很多 荒野求死节目 根本就是一场富人制造的大型猎杀者游戏 这些被邀请来的嘉宾 其实是城市里被洗掉记忆的流浪汉 难怪是炼狱级的副本 玩家不但要跟极端的天气作斗争 还要逃避反抗贝尔和埃德 这两个精通侦察和猎杀的荒野食人魔 贝尔团队的几位玩家知道这个内幕后 就准备先下手为强 对埃德这边的玩家动手 自相残杀 为啥 他们不应该团结在一起吗 食物匮乏团结有屁用 团结能填饱肚子吗 明白了 荒野求死看上去是生存副本 其实就是猎杀副本 生存副本和猎杀副本最大的区别在于 前者未必会死人 而后者必然死人 在得知了这个副本的真相之后 直播间的观众们已经感觉到了 心跳加速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埃德吃下了涂上了剧毒的肉 又开始翻起了白眼 这个时候赵一开始在他的耳边轻轻嘀咕什么 说了很多 埃德神色随着他的碎碎念 居然缓缓平静下来没有了先前那样的争议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 埃德彻底进入了梦乡 赵一这才起身伸了个懒腰 时间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谈一笔生意 这笔生意关系到你们的命 魏云和丁龙飞文言神色顿时严肃了不少 什么生意 赵一坐在篝火旁给篝火添上一些干柴 毕人给我五千积分算是门票 后面的游戏我带你们玩 毕听又要转账五千 魏云立马就攻不住了 这狗日的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你他妈浩羊毛浩上瘾是吧 而一旁的丁龙飞却在思考片刻后就同意了 魏云有些气愤 你要不要这么没骨气 丁龙飞黑黑笑道 那你可以不同意 魏云沉默一会儿后也咬咬牙答应了下来 看到一万积分到账赵一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他便开口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很白和你们说 接下来咱们首先要面对的危险不是来自于埃德和贝尔 而是贝尔带着的四名玩家 魏云听后疑惑地询问 贝尔不会攻击我们吗 赵一摇了摇头解释 如果贝尔也偷袭我们 那这个副本的难度就不是炼狱了 而是无解 地旁的丁蒙飞表示认可 确实 没人能在这种极端环境下 被这两只野外各种技巧拉满的食人魔追杀 是几天而不死的 魏云继续追问道 那为什么其他玩家一定会偷袭我们呢 赵一缓缓解释了起来 其实一开始副本就已经给予了我们暗示 贝尔装备精良 而埃德却什么都没有 这说明跟着贝尔那队不但有食物水 甚至还有武器 二人真正要拍摄的不是嘉宾们在丛林里的相互团结 而是咱们互相厮杀 从带着希望逐渐走向绝望的过程 魏云面色复杂望着被篝火光芒映照的那张脸 既然如此 为什么你还要选埃德 赵一玩着手里的木棍感慨了一句 也许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善良了 不忍心伤害别人吧 魏云和丁蒙飞听后顿时有些无语 我真是信了你的鬼话 咱们现在没有食物 火也燃烧不了几日 就算没有外界的危险 咱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赵一听后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我有食物 虽然不能让你们吃饱 但坚持15天没问题 至于 咱们可以抢贝尔那个阵营的 荒野求死的反击战开始 两方阵营不仅要忍激艾勒相互厮杀 还要提防身边食人魔的攻击活到最后 赵一提出了可以去贝尔阵营抢火的想法 丁龙飞听后有些疑惑 抢他们的火贝尔不会出手吗 赵一微微一笑让他放心 自己刚才询问了艾德 前12天贝尔和艾德一般都不会干扰节目组请来的嘉宾 魏云想起了方才赵一在艾德尔盼碎碎念 他怎么会和你说这些 赵一搓了搓手意味深长的回答 因为我催眠了他 这种低劣的心理学手法 对于大部分精神强壮的人而言没有任何作用 但艾德不然 在连续两天剧毒轻视昏迷下 他的精神防线已经比较脆弱 再加上刚才我又给他喂了食物 基本清空了他对我的防备 明早我会带回来食物和干柴 之后我会教你们制作一些比较实用的陷阱 吃饱喝足后 我们就准备干活了 赵一说爸就离开洞穴走向了外面 与此同时 不远处正有四个黑影穿着羽衣在黑暗中摸索 他们谨慎地向艾德的阵营靠近 远处还有一个隐藏更深的阴影 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拿着摄像机正在兴致勃勃地拍摄 这人正是贝尔 他故意留下了许多破绽和设备武器 引导这些食物们相互屠杀 杀吧杀吧 杀得越惨烈越好 一名同伴此时低声询问 宽人 侦察机传来的影像如何 岛国的杀屌男盯着手里平板电脑上的显示 露出了一个残忍的微笑 那个叫赵一的人落单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从山洞里跑了出来 很好 先杀一个 把他的尸体藏起来 回头咱们自己吃 贝尔那里的食物肯定不够 只要他和艾德没有吃得饿上十几天 我们四个人应该有把握拿下他们 宁文小去跟着赵一 今天先把他头割下来 心烟宝一吗 今天就拿你几天 宁文小连忙开始了行动 大雨瓢泼 黑影窜多于林间 身形如鬼魅忽左忽右 宁文小的眼镜被雨水打射 但丝毫不影响他的视线 他的眼神已经如狼一般盯住了 前方在雨中快跑的男人 是一般的杀鸡在漫漫黑夜之中 绽放出了死亡的华尔兹 三十步 二十步 十步 距离越来越近 赵一却忽然停了下来 似乎发现了什么疑惑的转身 宁文小立马启用了暗影斗篷的能力 这是某种黑色科技的察患 穿戴者可以发动技能 效果隐身一分钟 隐身过程中会屏蔽一切声响和气味 但使用者将处于视化状态不可动 宁文小冷笑一声 没想到还挺警觉啊 可惜遇上了我 七级玩家的底蕴 可不是你这种三级菜鸟 卧槽 他怎么走过来了 望着一步步朝着这里走来的赵一 宁文小的内心浮现了一丝丝的疑惑 就在此时赵一试探性地拿出了手术刀 静止地对着宁文小的心脏来了一刀 鲜血像不要前世的乱喷 宁文小双目怒瞪一脸的不敢置信 我明明是在你转身之前使用的道具 你怎么发现我的 赵一呵呵一笑 我确实看不到你的身体 但是羽目暴露了你的存在 宁文小直挺挺地倒在了地面上 眼角上流下了不干的泪水 操 我死得真他妈潦草啊 丁埃德阵营玩家赵一击杀贝尔阵营 宁文小支线任务一激活 不惜一切手段杀死对方阵营的玩家 支线任务二激活 杀死埃德与贝尔 一夜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雨仍然在下 赵一拿回了不少木柴和熊润 二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而赵一则继续给埃德烤鹰祥鹰的肉吃 仿佛在照顾一只自己的小狗 埃德吃肉的时候 赵一会跟他聊天 但埃德不会回复只是单纯的听着 吃完后他便安静睡去 只是这一次赵一没有下毒 完事后他拿出了从宁文小身上搜到的对角机 并深吸一口气打开 开始声情并茂地大喊了起来 哈哈哈哈 他们昨夜死了一个人不敢心举妄断 今夜咱们可以睡个好觉了 顿了顿他又捏着鼻子用尖细的声音回应 是啊是啊 你说的真对 一旁的魏云一过招呼了冰龙飞一声 你看赵一在干嘛 精神分裂了吗 赵一做完这些后 才对着正在狼吞虎咽的两人开口道 来活了 今夜 你们两个去杀人 荒野求死的副本进入白热化阶段 双方需要不惜一切手段杀死敌对阵营的玩家 等级最低的新人赵一首先解决掉了宁闻小 他对着通讯器自言自语一番后 便将其扔进了火堆里 然后看着正在狼吞虎咽的二人开口道 来活了 今夜你们去杀人 对面带来的秘密武器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听到这话两人一脸期待地看向了他 太好了 终于有武器了 快拿出来给我们试试 赵一黑黑一笑就把从宁闻小身上搜刮的武器拿了出来 一个指甲刀和一个Tower勺 二人看着面前的武器不禁陷入了沉默 兵龙飞小心翼翼地询问 赵一如果 我是说如果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其实不是武器 放在埃德身边的那把才是 赵一拿起指甲刀剪了一下自己的指甲 不够锋利吗 啪的一声指甲应声而断 瞧瞧 多么锋利 多么可怕的武器 魏云忍不住竖起了一个友好的手势 靠 一分明是想我们死吧 这玩意儿能杀人 还不如我不涂指甲油的中指好使 赵一怂怂间摊开了自己的双手 放松点嘛 你们真是太不幽默了 我承认咱们装备拮据 或者你们随便在地上找块石头也可以 魏云有些无语 这武士刀不是可以用吗 反正你有灵魂武器 刀留给我们 我们也好帮忙办事一些 并不是他叹息 他们的物品栏被封印 面对有着武器的贝尔队伍 很难发挥自己的实力 更何况他和丁龙飞比对面还要少一人 赵一摇了摇头回答不行 刀是留给埃德的 他没有贝尔那身的装备 必须得有一把合适的武器 不然在面对贝尔的时候会很被动 二人一听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确实 埃德是我们之中唯一能对付贝尔的人 武士刀留给他的胜算更大 行那就这样吧 反正五千积分已经交出去了 没有退路 必须要放手一搏 我们走 趁着黑夜风高 说不定还容易下手一点 说吧两人就捡起一块石头 朝着贝尔的营地摸索了过去 赵一随后便看向了埃德 醒醒 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 话音落下睡梦中的埃德突然睁开了眼睛 赵一将讨好的人腿扔给他 埃德轰动的眼神之中 居然闪过一道猙獰的光 赵一的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话 靠到他的耳边小声说了一句 吃饱喝足 去杀了贝尔 然后自杀 听到这个指令 埃德立马开始了行动 他抓起了手中的人腿 就开始了疯狂的开始 赵一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 瞳孔中再次浮现出了 已经改变的数据 病症暴虐人格 注入条件精神极度涣散 宿主埃德 人格腐化度12% 精神值影响中等 支配轻度支配 效果理智降低 仇恨值大幅度增加 不久后 在贝尔的营地内 围在篝火旁的几人一脸兴奋 那群傻鸟没有想到 宁文小的身上还有一个收听器吧 哈哈哈哈 今夜咱们就趁着他们休息 直接前往他们的营地 将他们一网打尽 跟暗宽人大放厥词 表情有些争议 队伍中最低 但位列新人排行榜第八的忌腾 则稍显重 他的直觉告诉他事情 没有想到这么简单 宁文小穿着隐身斗篷 都能被反杀 赵仪那边的人 真的没发现通讯器吗 跟暗宽人杀气浓烈 拿起食物狠狠咬了一口 你别想太多了 这是我们难得的机会 错过了又要麻烦 就算他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我们有这么多武器 他们绝对打破我们 今晚必须去打掉他们了 三人吃完后 便直接上路赶去了埃德阵营 贝尔拿着摄像机 悄悄尾随在后方兴奋不已 去吧去吧 去杀个痛快 我会给你们全程录像的 就在这时贝尔忽然感觉到了 一股恐怖的杀气 他猛地转头看向了背后 指尖竟是手持武士刀的埃德 带着让人头皮发麻的笑容 盯住了自己 顶级屠戮者将武器对准了同伴 等级最低的新人一对三 完成四杀壮举 赴本荒野球死进入最后的阶段 贝尔警惕地掏出了自己的军笔 凝望着突然出现在自己背后的埃德 你没去设想 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虽然二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 彼此有了不少的信任 埃德杀气浓烈表情扭曲 说好的一人四个 你他妈偷我人是吧 你给我去死 黑暗的雨幕之中 两道如猛虎迅捷的身影交错在了一起 漫天的杀意瞬间弥漫向了周围 此时 丁龙飞和卫云悄悄摸到了贝尔的阵营 可进入洞穴却茫然地发现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一进来他们就差点骂你 好家伙宽阔的是真理谱啊 里面各种食物 甚至还有饮料武器 不知道他还以为他们是来度假的 他奶奶的狗系统 同样是一个副本的玩家 这待遇差别也太大了 兵警告玩家丁龙飞 在辱骂系统将予以敬言惩罚 丁龙飞听到提示顿时无语至极 环视了一圈 没有看见任何玩家也不见贝尔 奇怪 他们去哪儿啊 与此同时 在埃德的洞穴内 安静吃饱的赵 一直接披上了暗影斗篷 蹲在了洞穴涌到的一旁 进入了隐身状态 一分钟之后 他就可以动了 只不过一动就会解除隐身 望着洞外小心翼翼摸索过来的三个黑影 赵一手中的手术刀 反射出了刺骨的寒光 三人来到了埃德的洞穴内 一番简单的翻找 没人 妈的他们人去哪儿了 是不是耸了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一腾来到了埃德部包旁 伸手拿出那台摄影机 里面是播放的埃德之前 虐杀前几批受害者的录像 这时跟岸宽人感觉到了 一股阴冷的杀影 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赵一就突然抱起发难 用锋利的手术刀 抵住了他的脖子 跟岸宽人面色惨白 喉咙出的兵吻 让他完全不敢反抗 另外两人见状 拿起武器警惕的步步逼近 只有你自己吗 你的队友吗 赵一扣住跟岸宽人 一步步朝着后面的鱼幕后退 身影也在黑暗的掩饰下 愈发暗淡 编了个理由让他们走了 因为这最后一道菜 我想一个人吃 说罢他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话 然后迅速挟持着 跟岸宽人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二人迅速追出去 却已经不见了赵一人影 忽然一道凄厉的惨叫 从右侧方的密林中传出 二人拿出军刀 和一根高压电机棒 小心朝着惨叫方向追去 继续追击的途中 好像踩到了什么 不小心摔了一跤 借着星光看清地上的东西 使二人的头皮血泻炸开 那静静躺着的 居然是血淋淋的人皮 虽然两人见过了 许多可怕的场面 但眼前的场景 依旧让他们浑身站立 细组的提示声刺客响起 根岸宽人已死亡 杀害者为赵一 染心平汗毛刀树 看着下方的鹰鹉 我们才赶过来没多久 赵一就把宽人的皮包下来 人真的有这种包皮速度吗 同伴的死状 已经击溃了他们的思考 两人为了避免被偷袭 迅速退回了爱德的洞穴 但慌乱的二人 根本就没有看见 洞穴口 那一串正在被雨水冲刷的 还让两个强悍的食人魔 自相残杀 赵一的手术刀上 还忙闪烁 悄悄靠近了高度紧张的二人 丁赵一击杀了染心平 赵一击杀了忌腾 玩家赵一 丁龙飞 魏云 完成支线任务一 支线任务结束后 支线任务将根据贡献之而 颁发奖励 勾火王三具尸体 倒在了地面上 根岸宽人的皮 他根本没有包 实际上被包皮的是 早先来刺杀赵一的宁文小 是赵一为了吓唬他们 击溃他们的精神防线 故意布置的 随后赵一便安静地 躺到几具尸体的旁边 还是这样睡觉才会安心 荒山之上 埃德拿着五十刀 将浑身尸伤的贝尔 逼到了血液 埃德 你被他们利用了 贝尔双目通红七粒的大吼 埃德浑身一阵双目之中 留下了两行血泪 我知道的贝尔 但是我真的 不想再这么下去吧 让这一切都结束吧 我们已经做错了太多的事了 死亡反而是解脱 看着埃德疲累的面颊 贝尔沉重地喘息着 一屁股坐在了地面上 你说的对 我们确实 做错了太多事 来吧埃德 我们一起解脱吧 说吧他便叹了口气 缓缓闭目 享受着死亡前的 最后一刻宁静 埃德高举五十刀猛地披下 紧接着就来到了崖畔 感受着激烈的冷雨 坠入悬崖 雨停在第十二日 这原本是埃德和贝尔 开始屠杀玩家的日子 但现在他们 已经因为内疚去世了 所以善良的心理 一失赵一没什么事做 便捣不起了埃德的摄像机 并留下了一段录像 做完了这些后 赵一将这段录像 放在了埃德的布包之中 一同扔在了贝尔的洞穴里 主线任务结束之后 玩家们化作一道白光消失 又过了几年 一架直升机来到了山头 穿着黑色西装 戴着墨镜的男人 下了直升机 大人我们已经赶到了 鲁巴克山脉 但贝尔和埃德 那两只球手已经不见了 士兵报告完毕 便认真地搜刮了一番 很快就找到了埃德的迫不包包 时移了片刻 他就从里面拿出来了摄像机 抱着好奇心 打开了上面的录像 里面一个瘦削 但俊朗的男人 对着镜头自言自语 士兵听不清楚男人在说什么 便将耳朵对准了摄像机的出音口 听着听着 他的眼神渐渐变得迷茫空洞 但嘴角却扬起一个诡异的呼吸 紧接着就朝着 正在打电话的黑衣人 抬起了手中的步枪 并恭喜玩家赵一 主线任务在鲁巴克山脉之中 活过15日完成 支线任务一杀死敌对阵营玩家完成 支线任务二杀死埃德和贝尔完成 剧情探索度100% 世界观探索度50% 获得评分SS加 获得奖励150经验15000积分 获得物品命运宝箱 获得称号 欺骗者 评价 恭喜你再一次靠着一己之力 提前结束副本 看来练狱难度的副本 对你而言还是太轻松了 系统或许下次会考虑 直接给你无解难度的副本 让你的载种长长见识 另外你 不要再在副本结束给系统添乱嘴 上次在鬼笑惊魂的副本 最后也是你这个 做妖 把X2从地狱boss变成了绝境boss 害得另外一个副本玩家 直接全体团灭 一个臭 回归了工会驻地的赵一 看了一眼系统的评分和评价 蛤蜊量极高 他的眼中金光闪烁 系统说X2被我教会一些基础技能后 在另一个副本里面 作为boss直接乱杀 说明我们经历的副本 并不是单纯的游戏副本 里面的那些NPC在使用完之后 还会放到其他的副本里面继续使用 换句话说 玩家们现在遇见的游戏副本NPC 很可能会在之后的其他副本再一次遇见 好家伙 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刚想到这系统面板上就接到了消息 打开一看是柳若晴 弟弟 来姐姐房间 赵一迟疑了片刻回来的消息 犯病了吗 拍个照片我看看 很快柳若晴就自拍的一张照片发了过来 赵一见状有些无语 让你拍病店的区域 谁让你搁这儿给我发自拍了 柳若晴说了句抱歉 很快又发过来一张 只见一条原本应该如雪的修长玉毒 此刻却长满了红色的血淋 赵一看后顿时来了兴趣 这很明显是红魔鬼即将复苏的征兆 女人的体内沉睡着一只红魔鬼 在受到外界强烈的刺激后 红魔鬼人格就会苏醒猎杀特定群体 并搭配绿色蔬菜吃掉它们 赵一看到柳若晴腿上的血红色的灵片 明白这就是红魔鬼即将苏醒的征兆 于是便连忙前往了707房间 经过治疗之后柳若晴腿上的红灵退去 弟弟 今天的治疗我很满意 他坐在沙发上端起一杯红酒 缓缓影下 妩媚的面颊上升起了一抹烟红 老神棍将消已经帮你报名了 等到魔灵之潮时间一到 你们就会受到召唤 被传送到那个大秘境中 另外 报名费的话我已经帮你报销了 赵一惊讶地抬头问道 还有报名费吗 柳若晴慵懒地撩开了耳畔的发丝 不然呢 魔灵之潮里面可是高风险高收益 而且只对新人开放 是很多玩家求之不得的去除 系统又不傻 一下进去几十万几百万玩家 里面不就全乱了 所以他要提前进行优质筛选 高额的报名费是非常有效的筛选 赵一听后点了点头 多谢 柳若晴轻轻轻一笑 倒也不用 反正上次将削那老神棍打赌 输给了我一个金色的道具 卖出去的话也能赚不少积分 不过这段时间你不能再进入副本了 魔灵之潮报名后灵魂印记会被锁定 期间只能够呆在乱戒 大世界任务倒是可以做 赵一随后便起身离开了柳若晴的房间 在他走后柳若晴脸上的妩媚渐渐消散 你在害怕吗 他开口但不知在和谁说话 一个古怪的声音莫名响起 带着些许害怕的颤抖 只有他一人能够听见 他想吃掉我 赵一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后便打开了面板 其中最让他满意的是他的积分 已经达到了三万多 他直接花了两万买了四张论语残液 然后点开了自己的功法系统将论语拖入 一股浩渺的力量随之传入了赵一的身体 隐约之间似乎有某种未知的诵读声如红中响起 他认真聆听了一会儿 大致明白了什么意思 人是将人一分为二的招数 紫月招文道西思可以 意思就是早上打听到了去你家的路 晚上你就逮死 紫月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意思就是君子不说废话 把人拎起来打 不会因为把人打废了就说客气话 紫月既来之则安之 意思就是既然来了 那就安葬在这里吧 经过了一番消化 赵一忽然发现这部功法简直太适合自己了 领悟完功法他又将命运宝箱拿了出来 物品命运宝箱来 品质消耗品 简介 这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宝箱而已 你打过游戏吗 这样的箱子游戏里随处可见 效果 开启宝箱后 可能会获得以下品质的随机物品 备主 如果你觉得自己运气不好 可以把它卖给其他喜欢开箱子的玩家 卖掉是不合格 箱子一定要自己开 没有一个男孩子是不爱开宝箱的 照一想都没想自己零的幸运值 直接在后空翻的状态下开启了命运宝箱 听说会后空翻的男孩运气都不会太差 恭喜您开启了命运宝箱 您获得了其他物品 碎尸机 品质其他 简介 如你所见 这是一个来自于乱戒某个恐怖科学家发明的黑色科技 外观表现为破旧腥臭的大铁铭机器 通常情况下用来碎尸 但理论上只要不是太过坚硬的物体 它都能给你干碎 效果 被碎尸机击杀的玩家和鬼物将无法覆没 包括游戏副本中 对携带诸如替死玩偶类强制复活道具的玩家无效 注意 碎尸机击杀玩家后 会一次性清空该玩家身上所有的替死道具 被主 从他被发明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会遇见一个变态来使用它 少一看完简介后 脸上呈现出一抹诡异的兴奋 这东西有点意思 副本之中玩家本来死亡只是扣除生命值 但如果某玩家被碎尸机杀死 他物品栏里没有复活道具 那么他就会彻底死亡 而无论该玩家拥有多少复活道具 只要被碎尸机杀死 那么这些复活道具都会被一次性清空 这东西简直他妈的就是杀人放火的神器啊 好奇的赵一将自己的手伸进去 并启动了碎尸机 下一秒碎骨血肉便喷溅的到处都是 赵一感觉非常满意 在古玄镇开一家杂货店 但现在资金有一些紧张 预算大约在15万民币左右 想让赵一帮忙物色一下 古玄镇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门面 如果赵一能帮他物色一个不错的门面 他会送赵一件私人藏品 面对小丑鬼提出的支线任务 赵一当然没有拒绝 在站台等到了火车 他便直接朝着驾驶室走去 那里只有赵一可以进 其他玩家不能进 这是和猎车掌鬼好感度达到一定程度后的特权 猎车掌鬼母亲的头颅就挂在挡风玻璃面前 虽然没有了身体 但至少还没死 看到赵一来到他略微有些诧异 你确定要一个人去古玄镇吗 我送了好多人去那里 但大部分人都死了 告别小丑鬼之后 赵一就进到了猎车掌鬼的驾驶室中 猎车掌鬼提醒他去古玄镇的大部分人都死了 赵一文言不经意间询问 那里很危险吗 他的目光始终盯着猎车掌鬼的母亲头颅 甚至有一种将他扔进碎尸机里的冲动 猎车掌鬼面色凝重的回答 危险的很 全是等级极高的猛鬼 不过没工会驻地的那两个家伙厉害 赵一微微一正 你指的是小丑和屠夫 猎车掌鬼点了点头 记住 你去了古玄镇 你就在站台别出去 让仓库鬼来接你 他在古玄镇还算说得上话 这样你就不会遇见危险 赵一笑了笑一开了目光 多谢 世界仍然是那样暗淡没有光明 一个失去了太阳的世界 必然永远以混乱和黑暗为基调 古玄镇里面的鬼很多 他们似乎重复着生前所做的事情有条不完 仓库鬼在车站接到赵一后 就将他请回了自己的大别墅 萱萱那小姑娘去上学了 他住校要周末才能够回来 赵一坐在别墅的沙发上 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我来找你有三件事想请你帮忙 第一是工作问题 我想在镇子上落个脚 需要请你帮忙引荐一份工作 第二是一个朋友的女儿叫孙白白 她失踪了 可能在古玄镇的附近 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 第三则是另外一个朋友 想要开一间杂货铺 让我帮忙物色一间门面 但他资金紧张 只有15万名币 赵一说完后 直接掏出了潘多拉之河 放在了仓库鬼的面前 这是报酬 仓库鬼打量着这个小玩具 眼里露出痴迷的神色 这礼物确实有一些贵重 不过我也不白收 你的事情我会尽可能想办法办好一些 这两日你先住在我这里 有下人会照顾 赵一听后点了点头 时间到了三天后 仓库鬼将一张医院的推荐信交给了他 这间医院缺一个外科手术医生 院长说如果你能够顺利完成第一单手术 并让病人满意 他就正式录用你 赵一泄过了仓库鬼后 便来到了水果医院 一进医院就发现里面所有的鬼 都带着贪婪的神色看着自己 这些鬼的实力都格外强大 即便赵一力量高达36点 也不可能一个人对付他们全部 如果他们对赵一动手 赵一会在一瞬间被撕碎 就在群鬼蠢蠢欲动之际 一名600公斤重的超级肥美的护士 来到了赵一面前 对着那些病鬼警告道 这是咱们医院新招的外科医生 我警告你们不要搞事 不然一屁股做死你们 听到这话那些病鬼一下子就念了 这种重量级的选手 显然他们承受不住 护士带着赵一来到了外科手术室介绍道 里面有一只鬼得了蓝尾炎 现在急需动手术 如果你能完成这个手术 那么就算你完成了入职考察 赵一点头答应 切个蓝尾而已 小问题 自己执刀法 还怕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蓝尾 就在他要进手术室时 看见一个女鬼带着一个孩子走过来 两个鬼浑身上下都是伤走路一瘸一滚 女鬼扒拉了一下赵一 拿出些冥币硬递了过去 他紧摇嘴唇似乎想说什么 眼神在阴狠和愁愁之中不断徘徊 最终还是微不可循地叹了口气 请一定要治好我的丈夫 拜托了 赵一将鬼壁推回他的手里笑着开口 放心 切个蓝尾而已 没什么难度 说罢就走进了手术室并且关上了门 手术室里一只身材魁梧的猛鬼 被五花大把地放在铁床上浑身酒气 看见赵一进来他猛地挣扎了起来 该死又卑微的人类 你进来干什么 想在给我动手术之前让我好好吃一顿 赵一冲得他微微一笑 是这样的 我是您的主治医生 你可以叫我爹也可以喊我爸爸 但我不会承认有你这个儿子 那厉鬼一听愣识了片刻立马火冒三丈 你他妈找死 一个食物敢这样跟我说话 信不信手术完我弄死你 赵一拿出手术刀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你是不是经常家暴你的妻子和儿子 厉鬼闻言冷笑一声 那是他们欠造 老子说了多少次 赚的钱全部给我买酒 那个贱货居然敢偷偷存私房钱 送那个小杂种去念书 老子没打死他们都是好的 这是老子的家事 关你求是 赵一接着便当着他的面 在自己的裤子内捣固了起来 你误会了 我不想管你的家事 我只是随口聊聊 说把一个巨型碎尸机就被拿了出来 厉鬼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喂你这是什么东西 赵一听后眼中闪过一样的兴奋 放轻松 这只是一个碎尸机 为了方便给你做手术的 厉鬼只想切掉自己的蓝尾 男人却把它切得只剩下了蓝尾 赵一兴奋地看着病床上的厉鬼 紧接着就把碎尸机使劲摁在了对方的身体上 手术室里鲜血狂飙 犀利的惨叫声隐约传到了手术室门外 随后门被打开 赵一浑身是斜走了出来 女鬼扣上前交际地询问 赵医生 手术怎么样还顺利吗 我丈夫呢 怎么还没有推出来 赵一文言似乎想起了什么 接着就将手伸进了口袋里 拿出了一团还在滴血的蓝尾 你丈夫在这里呢 怎么样 我切得漂亮吧 看到完整的蓝尾女鬼心一下就凉了 剩下的那部分呢 赵一恍然笑道 剩下的那部分我寻思没什么用 就直接处理掉了 女鬼听后顿时有些无语 让你切蓝尾不是让你切人了 哪有做蓝尾严手术把人切掉的 不过平心而论 她还是希望自己丈夫死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家暴 她还可以忍受 但她实在无法忍受 这个禽兽连自己的儿子都大 甚至还用掉儿子上学的钱买酒 然后她忽然想到了什么 立刻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是死必赔保险公司吗 我想问问 我丈夫死了没多久 我现在给他买意外保险还来得及吗 这样啊 好吧 那真是可惜 挂掉电话她感激地看向了赵一 不管怎么说 还是感谢您赵医生 赵一听后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啊不是 治病是我们每个医生的天职 这是我应该做的 随后女人便拿着自己的丈夫的篮尾 兴高采烈地离开了 张护士则非常贴心地 递给了赵一一个工作牌 恭喜你赵医生 你通过了医院的考核 这是你的工作身份牌 有了这个牌子 你在古玄镇里就是一个有工作的人了 镇内的鬼屋会将你当作同类 并恭喜玩家赵一完成世界任务找工作 任务奖励每月5000名币 和一个体面的身份 当然仅限古玄镇内 柳若晴那个女人不会白送我5万计分 一定对我有所求 和红魔鬼有关吗 直觉告诉赵一 柳若晴找她绝对不是为了对付体内的红魔鬼 因为那个红魔鬼和她的融合度非常高 不会不受控制 她是在试探自己 很快便到了下班时间 赵一刚准备离开医院仓库鬼就发来了消息 告知孙白白的消息找到了 仓库鬼别墅 二人一边吃饭一边闲聊 很久之前 孙白白所乘坐的第17列车 在南面的子力村门口出了事 我也只是听人说的 之后那辆列车里所有的人全部都消失了 今天下午我派去了一名仆人去子力村一探究竟 但他在那里没有回来 应该是出事了 我现在因为在古玄镇拥有了地产 所以暂时不能够离开古玄镇 关于子力村 我建议你最好现在还是不要去 那里太危险了 赵一切掉一块牛排塞入自己嘴里 我会注意的 另外 这个是长盛商城老板的电话 明天你可以挑的时间约他 帮你朋友看看门面 赵一接过仓库鬼手里的号码收好 第二天就直接和院长起伏着架档过去 一名肥头大人 啤酒度如运度的男人推门而入 出现在了赵一的对面 他的面色惨白身上弥漫着一股上流社会的气息 商城老板中立 弱点不争气的儿子 被主 他一身上下都透露着资本的气息 老板带着不屑的眼神挑了赵一眼 手指上十个大戒指谎的人睁不开眼 你就是仓库鬼推荐给我的医生 赵一回答是的 商城老板点头开门见山说道 那我就直说了 长盛商城里的铺子我原本是只租不卖的 更何况你那十五万名币 我太太擦屁股都嫌少 赵一听后有些惊讶 那您太太屁股有点大呀 您把握得住吗 商城老板气得吹胡子瞪眼 别打岔听我说完 虽然我本人是不想将店铺售卖出去的 但凡事有个例外 我的儿子总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能好好学习 所以成绩总是班级倒数 我找了好几个医生 他们都没办法治好我儿子不好好学习的病 所以如果你能够治好我的儿子 那么我愿意专门拿出一个不错的地下商城店铺 十五万名币卖给你 但如果你治不好 你就会被我儿子吃掉 赵一为了帮小丑鬼物色一间门面 便用医生的身份找到了商城老板 老板提出了一个条件 只要能治好自己儿子的病 就可以帮他搞定这件事 但如果你治不好 你就会被我儿子吃掉 赵一听后调了调没 说话算话吗 老板不停地炫耀手上价值昂贵的保时戒指 当然算话 我胡傲天还不差一个门面的那点钱 见赵一陷入沉思之中 他便吃笑一声 怎么 害怕了 也对 连诡仪都治不好我儿子的病 你一个弱小的人类怎么可能 话还未说完赵一就兴致勃勃地抬起了头 胡老板我还是想问一句 你太太屁股那么大 你能把握得住吗 胡傲天文言一脑门飞线 你为什么这么关注我太太的屁股 我警告你 你但凡敢打我太太的歪主意我弄死你 赵一点了点头 不好意思 胡老板放心 只是我这个人天生对猎奇的事情 有那么一丢丢的好奇而已 走吧 去你家 给你儿子治病 随后一人一鬼来到了胡傲天的住处 这是古玄镇富人区中心的一处巨大庄园 还没进门恐怖的煞气便扑面而来 一个老管家被从三楼的窗户猛的一脚踹飞到了外面 里面还传来的叫骂声 谁他妈让你进来打扫房间呢 说了多少次 不要动老子的手办 下次如果我再看见我手办移动了位置 老子他妈砍了你的头 赵一盯着三楼的破窗户双目放光 好像是食物的气息 要加餐了 地旁的胡傲天见赵一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以为他被吓住了 要是不敢去就算了 这种事情不勉强 毕竟虎父无犬子 赵一挥了挥手满脸认真的回答 不胡老板 请一定让我治疗贵公子 来到了问题少年的房间 一开门里面便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心臭 少年浑身腐烂双目暴徒 嘴巴里长着密集尖锐的牙齿 见自己的老爹到来他争鸣一笑 老爹 又送吃的来了 胡傲天面色复杂的后退了两步 赵一声 自求多福 说把变框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赵一则露出一个优雅从容的微笑 你好胡亮亮 我是你爸爸请来的医生 专门帮你治病的 胡亮亮贪婪着望着他 长舌舔试着自己尖锐的獠牙 请问医生 你想怎么给我治病吗 赵一搬来了一个椅子 饶有兴趣的看向了他 接着一段新红的数据就浮现了出来 病症叛逆人格 表现 叛逆人格与杠精人格的结合 拥有极强的反抗意识 会对别人所说的一切说不 并且从否认身边亲人开始 到最终否认整个世界 在人格融合过程之中 宿主常常出现嗜血暴虐愤怒等不良情绪 并且随着人格融合度越高不良情绪越严重 甚至会出现攻击亲人等行为 类别 劣质食材重复食材 精神提升度 被主 你可以通过使用它来减少自己精神世界的饥饿 但这种劣质食材显然无法提升你的精神力量 随着赵一越靠越近 如深渊一样神秘莫测 几分钟后 赵一就打开了门 狼手挺胸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 胡傲天见他没事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赵一声你竟然活了下来 赵一点了点头 治疗已经结束了胡老板 从今天开始 您的孩子会无条件听您的话 他会拒绝游戏拒绝二次元认真读书 将来继承你的家宴 胡傲天文言傻了 没想到仓库鬼推荐给他的医生这么牛 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情胡傲天进入房间 竟真的看见胡亮亮居然用原来玩游戏的桌子写作业 赵神医 门面的事你要是钱不够也可以先赦着 丁恭喜玩家赵一 长盛商城的老板胡傲天对您的好感度从无感提升至喜欢 接着他就从系统之中联系上了小丑 那头会给了赵一15万名利 赵一便跟着胡傲天开始交接程序 做完了这些小丑又发给了赵一一份邮件 里面是小丑私人珍藏的藏品 不过这个藏品需要到5级才能够提取 完事之后赵一回到了工会驻地 来到了屠夫的肉铺 他将孙白白的事情告诉了屠夫 并向屠夫询问了关于子力村的事 屠夫的眼神微眠开始讲述了起来 久远的记忆一点点浮现 原来他是在子力村消失的 难怪白白的母亲红松 以前就是子力村的人 在完成小丑鬼交代的任务后 赵一就前往工会驻地找到了屠夫鬼 并向他询问了关于子力村的事 屠夫鬼久远的记忆一点点浮现开始讲述了起来 子力村一直是封闭的 村中和外界向来不通 也非常不喜欢外面的人去村子里做客 白白的母亲红松当初要嫁给我 村里的人是一万个不同意 后来是我带着他私奔跑到了墨爷村里落脚 再后来红松生下了白白不久便神秘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张字条给我 警察找遍了整个村子 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红松的踪迹 他就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赵一文言问道 字条在你那里吗 徒书点点头去将老旧的字条取来交给了他 上面只写了三行非常简短的话 龙 我这些年的积蓄全塞在枕头里 记住永远不要让白白接近子力村 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赵一注目自条 意识到了孙白白乘坐的第17列车出世 来至最后他神秘失踪都和子力村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不过他没准备现在去 必来他才四级实力不够 从仓库鬼的描述来看子力村中绝对有想象不到的大兄 他需要提升实力 纸条我先收起来了 等参加完魔灵之潮再过去 一定帮你找到女儿 听到这话屠夫鬼好心地提醒了一下 魔灵之潮很危险 希望你能活着回来 接下来的数日 赵一在古玄镇帮一群恶鬼探兵 没事就和600公斤的张护士唠唠嗑交流一下感情 到了月中魔灵之潮终于到来 天穷上魔灵翻滚聚集 里面似是有无穷尽的不祥 黑云中心宛如深渊中未知的古神在凝视 历史间乱戒无数的地区一道道白光冲天而起 化为刘红奔向了魔灵中心的深渊 秘境魔灵之潮 线索 时空 逻辑闭环 任务 成功活着抵达第七日 并逃离秘境 奖励500经验 其他奖励秘境中自行获取 请注意 玩家在秘境之中互相厮杀会获得部分经验 击杀单位等级越高经验越高 但杀戮值会翻倍 击杀一个玩家获取两点杀戮值 杀戮值满10将在秘境结束后进入低级杀戮战场 杀戮值满50将进入终极杀戮战场 100进入高级杀戮战场 杀戮值高于500则直接抹杀 赵一缓缓睁开了双眼 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复古式的宾馆 墙值有些褪色和破损 书桌上面摆放着一本日记 一本日历和一个照相机 诡异的是 赵一无论看什么都有着一些微弱的猎文 原本存在的数据大都变成了问号乱码 他咧嘴一笑从床上坐起了身子 有意思 活着抵达第七日 为什么是抵达 系统这一次的用词很怪异让人费解 还有这些古怪的猎文到底是什么东西 翻开日记上面写着 2月15日 门外一只电锯杀人魔忽然破门而入 企图杀死 但你成功凭借过人的伸手击杀了他 并将他丢进了碎尸机 日记本的后面翻不过去 似乎被某种神秘力量禁锢了 只能看这一页 日历显示今天就是2月15日 而照相机摆放在那里也没有任何说明 备注的是只能使用一次 赵一摸着下巴眼中金光闪烁 门外忽然同时传来了十道恐怖的轰击声 这种声音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 仿佛提前定时一样 紧接着赵一的房间被踹开 一个高大的无面男人 提着血腥电锯冲进了房间 二话不说 直接就要将他劈成两截 赵一熟练地闪过了对方的攻击 手中的手术刀刺拉在空气之中 划过了一道血线 无面男很弱 弱得让赵一都产生了一丝压抑 他转入身 看着已经栽倒在地面上的无面男 并没有将其尸体丢入碎尸机中 想看看如果不按照日记上所说的剧作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房间大门有一道空气墙 赵一出不去 但能把无面男的尸体扔出去 看到这一幕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难道日历上的预言还没有结束 必须全部完成才能离开吗 魔灵之巢的秘境终于开启 进入里面的玩家几乎九死一生 第一天赵一就遭遇到了无脸男的进攻 和他同层楼的其他十个玩家 也同样在抵御无脸男的攻击 无脸男的兵器不一可都弱地抠脚 和他们表现出来的气势完全不符 赵一把房间内检查了一遍 发现不对的赵一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时钟和我的生物中吻合 都表明从我来到这里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 可窗户外的光却丝毫没有变化 我明白了 外面的时间没变 变化的仅仅是这座宾馆内的时间 玩家如果不能离开宾馆 就会被永远囚禁在2月15日 怪不得系统用了抵达二字 想要抵达第二日玩家 必须要离开这个宾馆才行 赵一摸着自己的下巴大脑飞速运转 简单求进 绝无可能 他非常确定这个游戏的系统 不会对玩家这么善良 毕竟系统任务 已经在最开始就表明了 要玩家活着抵达第7日 以系统的尿性 绝对不会一直重复出现 今天的若鸡无脸蛋 后面的杀人魔会越来越要命 赵一沉思了许久 直到一声钟响 时间已过12点 外面的阳光暗淡了一些 他好奇地翻开日记 发现第一页已经染上了一层血红 上面出现了无数咒骂的话语 去死 去死 这些血字带着浓烈的怨气 赵一礼貌的红裤子里 猛地掏出了碎尸机放在了一旁 你骂我 你完了 见赵一大手回来 就要把他丢进碎尸机 这日记本顿时慌了 跟鸭子似的猛地扑腾了起来 显然日记本非常清楚 碎尸机有多恐怖 赵一想了想 饶你一命也不是不行 我问你怎么离开这座宾馆 日记本上面随后便浮现了八个字 杀死第三个无脸男 第三个 赵一缓缓翻开了第二页 日记本早已经不敢反抗 扔凭赵一灵活的手指拨弄自己白花花的身体 二月十五 门外一只电锯杀人魔忽然破门而入 企图杀死你 虽然过程十分艰难 但你成功凭借过人的身手击杀了他 又是二月十五日 日记没有变化内容也基本没有变化 唯一变化的是这一次的杀人魔似乎实力更强 而且强很多 那到第三个的时候 恐怕就完全打不过了 沉默了许久的赵一露出了一个笑容 谢谢你 说吧就直接抓起了日记本 扔进了碎尸机 碎尸机里传来了无比凄厉的惨叫声 并喷出了大量的鲜血 床头柜上电话铃声在此刻忽然响起 赵一接通电话里头传来了数不清的哀嚎声救命声 惨烈无比 仿佛对方正置身人间地狱 还伴随有非常严重的杂影 照相机 去 卡拉 疯人院 对方说完了这些话便挂断了电话 很熟悉的声音 熟悉到赵一无法忘记 因为那就是他自己的声音 这个副本好玩 房间里的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 十个无脸男同时踹门而入 每个房间里闯进来的无脸男都比前一天厉害 玩家们费了不少力气 才按照日记上的预言杀死了闯进来的无面男 但赵一不同 他没有杀死无面男 而是拖着他朝门口走去 果然那本日记只是个陷阱 第一天的无面男最弱小 所以日记本以预言的方式存在 利用了玩家谨慎的心理让玩家完成了上面的预言 第二天玩家迫于强大的生存压力 又在第一天的行为暗示下 自然而然认为只有杀死无面男才能够活下去 但其实无面男才是玩家离开房间的关键 只有当无面男进入玩家的房间后空气墙才会消失 想要离开必须让无面男活着待在室内 但又无力攻击自己 就像现在这样 赵一一只手提着还在滴血的无面人的衣领行走在走廊里 无面人并没有死而是被砍掉了四肢 他的身上缠绕着赵一灵魂武器的特殊技能掠夺者 在四肢的伤口处许多黑色的处须生长交错 缓缓吸取无面人的生命力 因为随时可能遇见危险 所以赵一决定带个血瓶上路 楼梯就在前面 但没走几步赵一忽然停住了脚步 他歪着头好奇地将眼神凝聚在面前的一根丝线上 非常细的细丝 几乎不可见 再往前一步这根丝线就会切掉他的头 男人只因手键摸了一下红线 结果下一秒手指就被瞬间切断 可他不仅不害怕甚至还有点兴奋 丝线的锋利程度超乎想象 居然是灵魂武器 赵一见状没有丝毫犹豫 手中的手术刀猛然挥下 寒芒威朔间直接切断了自己的胳膊 飞出去的手臂在弩剑箭头的毒液腐蚀下 很快便腐烂发出了恶臭 做完这一切的他看向了不远处偷袭自己的女人 以这弩剑上涂得什么毒 我很喜欢 见到对方如此过绝 偷袭的女人明显被震住了 紧接着他冷漠的眼神里绽放杀影 又向着赵一发出几只弩剑 但这一次被有所防备的赵一轻松躲开 女人趁此机会快速朝着楼梯口逃去 赵一手中的手术刀化作流红 直接命中了她的大腿 然而这女人也不是省牛的东 闷哼一声后就跌跌撞撞继续朝着楼下逃 直播间外的观众见状都震惊了 我操 这女的也是个狠角色啊 大腿中了一刀还能跑得这么快 面对赵哥这么个变态 谁敢跑得慢一点啊 赵一微微一笑并没有追击 因为她知道女人并不是逃跑 而是在逃走的时候 快速顾下了天罗地网 想引自己追下去 她随即收回了自己的灵魂武器手术刀 紧接着在直播间 所有观众震撼和匪夷所思的目光中 连捅了自己十几刀 很快有几个眼尖的观众就发现了不对 你们快看她的伤口怎么这么快就愈合了 断指也好了 我知道了 是手术刀的掠夺者生效了 那个女的被手术刀命中 伤口就会长出掠夺者 赵一伤得越重 掠夺者就会从那个女的身上吸收越多的生命力 很快就来到了宾馆的大厅内 这里聚集着一部分玩家 见她浑身是血的模样 众人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眼中盖着十分的警惕 不过赵一似乎对她们没有任何兴趣 她静止来到了岛下的女玩家的面前 接着伸出手轻轻抚摸女人的面颊 像在抚摸自己的情人一般 目光深情而真挚 一旁的众人面面相去 以为女人是赵一的挚爱 毕竟她那眼神之中的温柔实在太具有感染力 没想到在这样冷酷残忍的世界里 竟能看见这样一份温暖人心的爱情 一个男人正想要上前安慰一下她 兄弟还是节哀吧 可话还没说完 她就目瞪狗呆地愣在了园 只见这时赵一突然掏出了染血的手术刀 脸上的笑容也变得诡异无比 男人上一秒还在深情地看着怀中的女人 可下一秒却直接切断了她的手臂和大腿 随后便拖住女人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腿 追着愉快的口哨朝宾馆外面走去 有玩家认出了那个女人 是罗启力 吹脚联姻工会今年新进的新缘 听说因为精神度很高被杨涛大佬看上了 她不都久急了吗 这里天上飘着细微的燃灰 一条长长的血痕沾着泥沉渐行渐远 赵一一边找路一边倒固着手里的照相机 之前那个电话的声音是我自己 结合副本提示的时空逻辑闭环 我猜电话是未来的我打来的 她专门提到了这个相机 那就说明照相机会有非常大的作用 可惜残破了 相机没有镜头没有取景器 也没有胶卷和电池 难道去疯人院 是为了让我取这些东西吗 赵一思考 目光之中的裂痕让她觉得很怪异 这道裂纹从她苏醒开始就一直存在 那种感觉就像是戴着一个破碎的眼睛 非常影响观察 是只有自己有还是所有人都有 赵一低头看着半死不活的女人 然后彬彬有礼地问道 请问你的眼睛面前有裂纹吗 罗启力看见赵一凑近的脸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 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先前的狠毒和毒辣早已经烟消云散 转而变成了恐惧 此刻的她无比后悔 刚才等她离开就好了 自己为什么要做死去了这个疯子 就不该听那个电话里的声音瞎扯淡 赵一非常善解人意地安抚受害者的情绪 别怕 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帮你解脱 罗启力的恐惧感平复了一些 我看东西也有裂纹 不要再折磨我了 送我走吧 赵一若有所思的微微一笑 你有什么恢复伤势的宝贝吗 没有 快送我走吧 罗启力不想跟她废话 她只想尽快脱离这个可怕的世界 还有眼前这个疯子 真是可惜 本来看你素质还不错 想带你一起玩的 赵一感慨了一句 地面躺着的罗启力顿时愣住 带我一起玩 为什么呀 赵一打了个响指说出了一大堆理由 因为你是个老鹰逼 你杀人不眨眼 你人很辛辣 你心肠歹毒 你够变态 罗启力 今后有些无语 你他妈才是个变态好吧 沉默了半赏 她便询问有什么条件 赵一认真地想了想 那你有多少积分 罗启力回答有八千 但我不能都给你 我可以给你五千积分 再加一个蓝色的物品 赵一思索了片刻 最终心痛地表示可以 听到这话 罗启力努力翻了一下身体 我的上衣口袋里 有一颗蓝色药丸 吃了可以快速恢复伤势 我的手被你砍断了 你为我吃 赵一点了点头 便直接上手摸了起来 不是熏口的 是兜里啊 混蛋 靠 你还念 赵一有些无辜 你又不早说 你早说呀 吃下一颗蓝色药丸后 罗启力身上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很快断掉的肢体都长了出来 他才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赵一 然后调出系统面板 发送了组队的邀请 赵一新奇地点下了确定 在以往的副本里 是没有玩家自由组队一说的 玩家赵一罗启力完成组队 队友伤害减免百分之八十 完成任务后奖励 按照贡献度发放 恭喜玩家赵一获得积分五千 恭喜玩家获得物品肩肤滑板 物品肩肤滑板 品质蓝色 简介 当一夜十次郎拥有这个滑板之后 他再也没有因为偷情挨过他 效果 踩着他你会体验非一般的速度 一夜十次郎寄予 我的速度超乎你的想象 看着这件蓝色物品照一一阵窒息 真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道具都有 话说 你接到了来自于未来的电话吗 罗启力沉默了小片刻回答接到了 未来的我 让我杀你 然后跟你一起去封人院 他话音落下赵一的眼睛立刻眯了起来 见他这样罗启力顿时吓了一跳 我们现在可是队友 你不会还想要杀了我吧 再得到肩肤滑板后 男人便拥有了一夜十次郎的速度 从此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偷情而挨打 他满意地询问罗启力有没有接到未来的电话 罗启力回答接到了 未来的我让我杀你 然后跟你一起去封人院 听到这话赵一眼睛立刻眯了起来 罗启力吓了一跳连忙后退了几度 我们现在可是队友 你不会想要杀了我吧 赵一闻言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怎么会呢 你这么漂亮的女人我都舍不得用你 罗启力听后狂翻白眼 你刚才砍断我手臂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赵一随后挥了挥手 走吧 根据系统的提示 封人院就在前面不远处 罗启力见状连忙跟上 一开始他不明白 为什么未来的自己要他去杀赵一 又要他跟着赵一一起去封人院 这是两句逻辑关系相悲的话 但现在他懂了 他只有去杀赵一 向赵一展示自己的能力 封人院一共七层 相当的大 一楼的大厅有数十名玩家来到了这里 在照一二人进入封人院后 空气墙变升了起来 显然他们的第二日将在空气墙内部 而随着时间到了午夜十二点 残破的教堂内部竟然响起了诡异的钟声 赴本卡拉封人院 主线任务 在被杀死之前找出真凶 支线任务击杀真凶 主线任务奖励100经验值空气墙消除 支线任务奖励杀人魔的眼 难度未知 被主 你们每人只有一次当面指认凶手的机会 一旦指认失败就会自动获得凶手的仇恨 并且定位将会全程共享给凶手 开始传送个玩家到不同的房间 传送中 系统的任务消息更新 众人的意识开始缓缓模糊 再次清醒他们已经出现在了不同的房间之中 赵一从床上坐起 打开了系统面板查看自己队友的位置 罗奇力就在他对面的那间房 还挺近 此时隔壁传来了马桶盖子被盖上的声音 然后是冲水声 赵一侧目瞟了一眼没有说话 房间内电视开着里面杂音不断 雪花过后似乎又有了讯号 上面播放着一名教父带着众人祷告 神圣叨叨的 似乎西方的教会为了多耐入一些信仰 总是会编出这么神圣叨叨的话 就在这时一声尖叫从楼下传来 凶猛的穿透力让整个疯人院都为之一阵 玩家们听到这声尖叫 仿佛打了鸡血一般迅速朝着一楼跑去 赵一关掉了电视也跟着出了房门 走廊道上管理员小姐姐 坐在冰冷的地板上瑟瑟发动 双目死死盯住门后的房间 害怕的说出了三个字 死人了 赵一费劲的挤到了门口处看向了里面 发现房间内一共有11具尸体 割喉 弯心 消脑等等 受害者分别死于11种不同的死法 死者的表情惊恐扭曲 显然是在死前遭遇了极大的恐吓 一些疯子和玩家都忍不住干呕 并且下意识地远离这里 赵一脸上却露出了兴奋之色 这场面真壮观 我喜欢 这是一个戴着眼睛的冷峻男子 朝着房间内走去 他叫陈龙是一名法医 对于尸体他很熟悉 也自信能够从其中 获取一些关键的讯息 一番简单的检查之后 他面色凝重地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这些人是在一个小时之内死亡的 赵一嘴角略过一抹若有若无的效果 管理员姐姐需要报警了 管理员吓坏了急忙点头 对报警 立刻报警 等待警察到来的时候 罗奇力主动和赵一讨论起来 任务让我们在被杀害之前指认出凶手 那岂不是咱们只要等凶手来杀咱们的时候 就能直接指认了 赵一听后黑黑一笑 那你会死得很惨 毕竟主线任务结束可不代表凶手不能继续行凶 罗奇力听后身子猛的一阵 他差点忽略了这么重要的细节 赵一顿了顿继续说 所以玩家指认凶手 应该得是在凶手没行凶的时间段内才行 你刚才说的办法看似是个捷径 其实是系统留下来的天大陷阱 不久后外面一阵骚动 几个身材臃肿的白人警察来到了疯人院 为首的那人嚷嚷着让周围的人都散开 别妨碍我们查案 塔拉疯人院里存在着一个杀人魔 他每天都会随机杀害里面的玩家和疯子 而玩家则需要在自己被杀前找到凶手 第一天疯人院里就死了11个人 几个身材臃肿的白人警察在街道报警后 很快就来到了疯人院开始收剪尸体 一旁的女管理不停叽叽喳喳的和他们诉说着什么 但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甚至还反手给了女管理员一个大嘴巴子 口中不断说着谢特法克必吃之类的词语 女管理员跌坐在地鼻血渗出五只脸哭泣 白人警察带着尸体开车离开没有任何调查 气氛在维持了一阵子肝大后 一些疯子搀扶着女管理员回去休息 剩下的即便觉得恐慌也只能性性作罢 赵一刚才下楼的时候看到 三楼尽头有一间洗照片的暗房 所以他想去那里看看 或许会有电池胶卷之类的东西 于是便让罗其力先回自己的房间等着 路过自己房间隔壁306的时候赵一忽然顿足 昨天在惨案发生之前 他的隔壁传来了马桶冲水的声音 而且似乎是先盖上马桶盖子再冲的水 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看着自己的爸爸被冲走 确认干净了再盖上马桶盖子吗 会不会有什么心理疾病 可以了解一下 赵一敲了敲门 房门随后被打开了 一个面相可爱的少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纯红齿白大眼睛里充斥着无血 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少年很礼貌也很热心 与外面那些疯子病人不一样 赵一抬眼看向了房间 发现里面很干净很整洁 空气也很清晰没有任何意味 最关键的是马桶盖子打开的 抱歉 我是隔壁的 走错门了 赵一呵呵一笑编了个借口 这个少年虽然不对劲 但现在还不是查他的时候 先找电池和胶卷再说 半个小时后 赵一在暗房内搜索了一遍 没有任何和摄像机有关的东西 更没有胶卷 如果暗房都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其他地方也不太可能会有 要么他们藏在很古怪的地方 需要接到未来自己给予的提示之后 才可以拿到 赵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内 罗启力没过多久就发来了消息 房间的地板有点空 疯人院应该有密道 不然凶手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11具尸体拖入一楼的房间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先等等 我已经有了想法 但是需要确认一下 深夜 到了休息的时间 一串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 从忌冷弥漫的走廊镜头响起 让所有没睡的人心头绷紧 黑脸低张飞到玉马 红脸低关公站长沙 凶手开口声音古怪 众人听得一头雾水 这人唱着唱着一路 来到了陈龙的房间门口 陈龙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凶手今晚挑了自己吗 他手中的加特林已经预热 只要房门打开 他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喷射 更何况 他的两个队友也在房间里埋伏好了 今夜就等凶手落网 开门 你他妈倒是开门了 赶进来我就秃秃死你 陈龙面色争鸣 全神贯注地盯着房门 下雨 沉重的重物落地声 还有淒厉无比的惨叫 传遍了整壮大楼 大量的血从门缝里溢出 刚才唱戏的人 见状顿时下的惊慌失措 死人了 众人纷纷从自己的房间出来 朝着惨叫声发出的房间走去 而就在赵一刚要出门时 又听见了隔壁马桶的冲水声 游戏中玩家死亡物品 会随玩家一同消失 但大世界和魔灵之潮中却不会 赵一来到后 看见了地上的加特林 请各位让一让 我是医生 他凭借这个理由挤进了房间 一番认真勘察加特林到手 经过我的推断 地面上的三个人 大概或许已经死了 众人闻言顿时无语 你勘察了个鸡毛啊 见到赵一这么不靠谱 其他玩家便忍不住 将注意力转移到了 持大刀的人身上 一名疯命绝顶的玩家高声呼喝 你们快看 这个疯子穿得奇奇怪怪的 接下来将会面临凶手的追杀 卡拉丰人院的杀人魔又开始了行凶 这一次仍然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可以明聪明绝顶的玩家 却指向了旁边的病人 说他就是凶手 但系统并没有传来任务已经完成的提示 所以证明他错了 那接下来他就将面临凶手的追杀 证明玩家顿时面色惨白跌坐在地 那名被指认的病人脱下了戏服扔掉了刀 辩解自己不是凶手 我只是出来斩神的 那些神明已经入侵卡拉 诸位并有随我一同斩神 赵一见状记上心头连忙拉着他去到了角落里 然后语重心长地开口 你听我说 有一个神明已经潜入病人院了 他隐藏在暗处 不停屠杀卡拉国度里善良的民众 你帮我个忙 明天我去救出他 那病人一听顿时就来劲了 怎么帮你 赵一靠近他的耳边悄悄地说道 明天白天 你帮我拉着那个306的小伙子去教堂祷告 就这样时间很快到了第二天 早饭过后 少年被疯子强行拉着去了教堂祷告 少年有些不情愿 但是只能无奈地跟着他离开 赵一和罗奇利则趁机用铁丝打开了门锁 偷偷进入了少年的房间 简单搜寻了一下 从少年的枕头下面找到了一本笔记 翻开笔记上面涂涂写写得很潦草 妈妈说我是个怪胎 将我送到了疯人院里 然后再也没有来过 院长收留了我 他对我很好从来不打我 还帮我擦眼泪 院长人真好啊 想和他一起上天堂 院长失明了 再也感受不到圣光的照耀 我一定要让院长上天堂 一定有办法了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笔记上的墨字月道后面越是猙獰 鲜红夺目饱含疯狂 看得人心惊肉跳 罗奇利面色凝重 他不会杀了院长吧 显然这个少年并不像他表面上表现的那样天真无邪 他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 而一个心里有病的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出来 赵一鸣笑着自言自语了一句 好香 是没有品尝过的美味 罗奇利好奇地瞟了他一眼 什么好香 赵一眨了眨自己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我说什么了吗 你一定是听错了 罗奇利有些无语 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很多看过赵一直播的人 都说赵一这个人精神不太正常 房间里基本搜寻了一圈之后 赵一便将目光锁定在了洁白的马桶上 这小子马桶不但没用过 而且肯定天天擦 伸出手摁下葱水键 葱水的声音响起 但是没水 好家伙 这是皇帝的新马桶吗 难道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见水 二人对视了一眼便走了下去 密道弯弯曲曲 在墙面之中向疯人院的各个地方延伸 而且密道之中布满了灯泡 强光刺眼 罗奇利心底无比震撼 难怪他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人 这座疯人院之中居然还有一个墙内的小世界 正在二人纠结究竟应该去哪条路时 奇怪的电话铃声忽然从脚下传来 二人来不及多想迅速沿着电话铃声找去 快去看看 可能是未来的我们打来的电话 片刻后终于来到了一间密室 罗奇利很是警惕 拿出了自己的灵魂武器风锐之丝 埋伏在了一些容易出现怪物的途中 赵一走进屋子里 接起了黑色的电话 这一次仍然是自己的声音 这台电话的号码是 胶卷在马桶里 拿上它很重要 这些任务的奖励可以装在摄像机上 不可一失摄像机 第二日结束后去一个地下斗手基地 完事之后对方挂断了电话 这一次电话那头没有任何杂音 上次的电话不但杂音很重 而且旁边有数不清的凄厉惨叫声 赵一瞟了马桶一眼 里面的确有胶卷 但也同样有着一堆黑乎乎的碾液 看上去十分恶心 但这能难倒赵一吗 显然不能 只见他撸起了自己的袖子 露出干净秀气的手臂 然后拍了拍罗奇利的肩膀 小罗呀 刚才未来的我打电话跟我说 让你帮我去马桶里 把那张相机胶卷掏出来 东人院的真凶终于揭晓 竟然是一个液体状的怪物 赵一看了一眼马桶后 就伸手拍了拍罗奇利的肩膀 罗奇利转过头一脸警觉 坐肾 赵一眨了眨大眼睛 刚才未来的我打电话跟我说 让你帮我去马桶里 把那张相机胶卷掏出来 罗奇利看了一眼 马桶里的污渍 胃部一阵入洞 未来的你真的这么说 赵一点了点头 是啊 虽然我也非常想帮你 把这脏活做了 但如果咱们不小心改变了什么 导致未来出现未知的变化 可就不好了 罗奇利被他唬得一愣一愣 带着将信将疑的眼神 打量着满脸写满了真诚的赵一 不像是在骗他的样子 于是便一咬牙撸起袖子 弯腰 撅着屁股 忍着呕吐的欲望一只手伸进了马桶里 随着不停搅动发出了咕唧咕唧的声音 很快他便摸到了胶卷 并带着一脸痴实的表情去角落 用自然水冲洗了起来 赵一则站在了书桌旁 查看桌上摆放着许多文件 文件用牛皮纸精心装黄过 上面还缠着线 在文件的边角上写着几个奇怪的字 基金会 赵一挑了挑眉毛 这是新的线索 打开文件夹里面装着一份实验数据 封面上写着X3 看见这仨子他一下子来劲了 这么说石山高校地下的实验基地 李胜市市长全都是基金会的势力 难道这一次的魔灵之潮主题也跟基金会沾边 赵一脑子飞速转动 他对基金会非常感兴趣 但文件上并没有留下多少评计 X3的制作需求 一个容器 魔音数据 以附送 超能 生来极具有神秘力量的生物所产生的精神能量 上面的数据分杂 赵一瞟了一眼就不再关注 他随后又在抽屉里反找出一个笔记本 那天来了一个神秘人 他穿着黑衣服戴着绅士帽 递给我了一份文件 并告诉我这份文件可以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 起初我不明白 但后来随着我渐渐学习 我似乎懂了 从前善良的院长沐浴在圣光下 帮助封人院所有的病人而不收取汇报 但这样他是不能上天堂的 电视里的神父说过 除了要被盛光沐浴的善良 还要有被烈火焚烧的邪恶 院长从来不做坏事 我要帮助他 X3不是需要一个容器吗 院长不要恨我 痛苦只是暂时的 当烈火来临 我们便会化作最耀眼的光芒 这么看来院长应该是被这个少年做成X3的容器吗 罗启利凑过来询问 那凶手会不会不是那个少年 而是被制作成为X3的院长 赵一摇了摇头 不准确 严格来说二人都是凶手 只不过少年是间接凶手 而院长是直接凶手 他离开自己的房间去密道里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下命令让院长去杀人 罗启利文言瞬间紧张了起来 那岂不是说院长现在就在这个密道里面 赵一安慰他不用慌 这里灯光这么刺眼 我猜院长很可能没有视觉 只有听觉 就在这时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对视了一眼后赵一接通了电话 里面传来罗启利暴躁的声音 赵一我操你骂 明明未来的你是让你自己去马桶掏胶卷 你个老鹰逼骗我去 赵一文言干咳了几声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未来的罗启利接着让把电话给自己 赵一应了一声就把电话递给现在的罗启利 后者接过电话 短暂的沉默过后 看向赵一的眼神逐渐变得想杀人 不过他也不能把赵一怎么样 只能冷哼一声表达自己的不满 挂断电话后奇怪的声音忽然从墙外传了过来 那种声音很粘稠很诡异 仿佛是一团信仪粘在了墙壁上并开始蠕动 二人立刻精神高度集中躲在了角落里 外面附近的涌道上都被罗启利 布上了灵魂武器风锐之丝 但凡这些比刀片还要锐利的丝线受到触动 罗启利就会在第一时间感应到 那诡异的声音越来越近 紧接着身体宛如史莱姆般 散发着腥臭液态状的怪物就爬到了这里 罗启利见状下的冷汗不止 对方穿过了自己的灵魂武器 他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眼前的怪物虽然很强大 但跟赵一推测的一样 他并没有眼睛 可他依旧凭借着敏锐的嗅觉 锁定了房间内的二人 看着怪物的距离越来越近 赵一连忙悄悄拿出了手术刀 风锐的糟盲一闪而过 扑刺一声便没入了怪物的身体中 破乱伤害宛如银瓶炸破 让怪物发出了惨烈的嚎叫 分背不大的声音却带着浓烈的污染 赵一虽然能无视 但罗启利的眼神却恍惚了起来 不过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直接在第一时间戳破了自己的耳边 并掏出弩剑猛地射向了X3 弩剑上涂抹着剧毒腐烂之石 然而当弩剑刺入怪物的身体后 却未能对怪物造成任何伤害 实力毕竟相差太大了 掠夺者吞噬对方的生命力也很艰难 根本就吸不动他 感受着吞噬者传递回来的消息 赵一第一时间置换掉了一命换命的大法 怪物朝着二人喷吐出大量的绿色液体 这些液体温度甚高 但凡沾染上必会皮开肉绽 还好屋子里十分宽敞 给予二人躲避的空间 拖住他 给我几分钟 听到赵一的话罗启力顿时慌了 我一个人能行吗 你他妈是想卖我吧 赵一没有时间解释 想活命就照我说的做 罗启力看着朝着自己游过来的X3一连猛地 这他妈得是15级以上玩家 才能够正面对抗的存在吧 没办法只能用道具 想到此处他急忙掏出了一个道具 猛地朝着X3扔去 物品机里太美 品质蓝色 简介 乱戒娱乐有限公司在蓝星2021年跨年晚会 为著名鬼畜明星昆昆定制的偶像玩具 奖励昆昆在过去的数年里 为大家带来的欢声笑话 效果群嘲 一分钟之内 强制周围对你有敌意的目标攻击 机里太美 直到机里太美死亡或嘲讽时间结束 注意 对于精神值高于95的玩家无效 昆昆寄语 当初把他放家里 全家人的格斗技术有明显提升 去年六月份老婆小拳拳捶我胸口 今年五月份才从医院醒来 公鸡的左手提着一个音响 右手拍打一颗篮球 双目炯炯盯着面前的淤泥怪 淤泥怪似乎被机里太美手中的音响激怒了 他猛地朝着机里太美 射出了自己身上的绿色棉面 这些年夜落在了机里太美的身上 并没有对机里太美造成太大的伤害 毕竟是乱戒娱乐公司设计的玩具 虽然不清楚里面什么材质 但确实精造 这个物品是吹脚联营工会的大佬送给他的 目的就是为了这一次的魔灵之仇 本来罗启利还想留着 但现在看来不用是不行了 见到口水连夜攻击无效 X3直接张开大嘴咬着上去 罗启利焦急呼叫赵一 你好了没有 机里太美快扛不住了 赵一兴奋的声音随之响起 找到了 我说我怎么没看懂这些神秘代码 原来是刚才图纸拿法了 X3有一个利清核心 是他的致命弱点 很快机里太美就被撕成了两半 X3迅速对着两人扑了过去 赵一见状反手打出一张控制卡 刘老汉的防产症 效果可以封印五米内的一只怪物十秒 这也就说明他只有十秒的时间 那个利清核心完全可能出现在 X3身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而X3的身躯庞大 赵一没有时间可以将其完全解剖 如果第七秒他不能够成功找到利清核心 那么就必须将X3的小肉块全部扔进碎尸基里 赵一的眼中神色变化无比认真 不顾对方滚烫的血液腐蚀 切开皮肤后直接上手掏了起来 时间到了第七秒 赵一顺利找到 下一刻他直接将手术刀的刀尖狠狠刺入了利清核心 X3惨豪医生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而与此同时在卡拉丰人院的教堂内 正在脑袋的少年也察觉到了不妙 有人伤害了院长 表面上天真无邪的少年 背地里却是丰人院里的杀人魔 在赵一解决掉被怪物化的院长后 察觉到不对的少年连忙赶回了密室 很快他便来到了自己的房间 一进门他脸色顿时扭曲不已 自己最爱的院长的身体被分成了一块一块 散步于房间的各个角落 而床上坐着两个人 一男一女正在打牌 你也太惨了 七王五二三你打不赢 二十四点你也打不赢 开火车你还是打不赢 跟你玩哭客简直侮辱我的智商 赵一扁了别嘴将牌扔在了地上 面前的罗启利眼中满是血丝 他输给了赵一二百积分 可能看上去不多 但一把才一积分 他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明明是运气游戏 为什么自己会一直输 身后的少年气得浑身直哆嗦 说话也说不明白 赵一转过头嘴角扬起一抹糊度 郑主来了 我正巧有事想跟你说 少年扭曲的面颊上写满了诡异 两只眼睛也泛出淡蓝色的幽光 语气似乎是惊恐 似乎是猙獰 又似乎是残忍 你们竟然敢杀了院长 你们怎么敢 他本应该和我一同死在猎火之中 你们害得院长上不了天堂 我要为他复仇 我要杀了你们 他身上的气势不断攀升 血管轻轻暴露 看见他这副诡异的模样 罗启力第一时间拿出了自己的毒物 然而毒箭射到了一半 却直接停住 少年的精神力量居然转化为了念力 赵一此时盯住少年的身后怪叫一声 我操 活过来了 少年文言心头莫名一醒 下意识地转过身 砰得一声锋利的刀芒衣傻过 他的头颅被切下 接着掉在了地上 不断地喷血 罗启力懵了 直播间内的观众懵了 你妈 这就完了 还以为赵一要等这Buff变身呢 妈的 不讲武德 小垃圾 你玩不起 赵一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好了 安息吧 我知道你和院长就是疯人怨杀人的凶手 少年双眼一番来不及说再见原地去世 怨天堂没有赵一 丁恭喜玩家们完成主线任务找到真凶 恭喜玩家赵一罗启力完成支线任务击杀真凶 根据参与度 玩家赵一获得100经验 罗启力获得75经验 其余玩家无经验 支线任务奖励已通过邮件发放 请注意查收 获得任务奖励赵一也升到了5级 提取任务奖励杀人魔之眼 竟是一个类似镜头的玩意儿 还真可以装在自己的照相机上 但需要拿到胶卷才能使用 看着罗启力欣喜地查看奖励 赵一凑近了些 你的支线任务奖励是什么 罗启力迟疑了片刻 将支线任务奖励拿了出来 是一部老式手机 赵一看着罗启力的手机忽然笑道 我懂了 原来这就是时空的逻辑闭环 你懂什么了 罗启力好奇地看着它 很简单 就是未来的我们会给出一些提示 我们必须照做 然后我们到达那个时间节点 也必须给过去的自己提示 否则这个闭环就会动它 任务就会失败 没猜错的话 你的手机应该拥有可以联系过去的能力 但现在没有电池 电池应该在下一个地点 第三日的副本之中获取 罗启力听后恍然大悟 我好像懂了 就是下个副本我们必须得到电池 然后给过去的自己打电话提示 接着两人就赶往第三个副本斗兽场 时间还没有到达第三天的凌晨 所以副本并没有开启 但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玩家 空气墙也升了起来 看着地形 第三天的副本多半是玩家互相之间的竞争 罗启力文言星辰到了谷底 偏偏他和赵一都不是正面战斗能力极强的选手 二人刚准备去四周勘察地形 不远处却忽然走来了一个男人 他没有队友 看上去像是独行者 脸上挂着争鸣的笑容 还带点诡异的变态 正是恶魔巴尔 你好啊赵医生 好久不见 我真的非常想念你 赵医在解决掉疯人院中的杀人魔后 便马不平息地和罗启力前往了第三天 可刚到这里就遇见了老冤家变态恶魔巴尔 罗启力拉了拉赵医的衣角 这人看起来很危险 赵医呵呵一笑安慰别慌 他只是我的食材而已 好啊巴尔 这么多年没见你的天赋 已经成功超越了你的父亲 巴尔文言气地猛然提住了他的领带 不要跟我提起那个老东西 他是我们家族的耻辱 说完之后他又缓缓放下了赵医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不过没关系 上天给了你我一个可以纠正错误的机会 后面的游戏那么好玩 我一个人玩起来太无聊了 你陪我玩吧 赵医丝毫不惧惊喜地开口 还有这种好事吗 其实前不久我又去了你们家族里拜访过一次 目的就是为了找你 但你不在 那时候我身感惋惜 养了那么久 怎么说没就没了 巴尔额头清金爆起放出了一句狠话 赵医 你给老子听好了 我家族的耻辱要用你的血来洗刷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这么快杀死你 踩死一只蚂蚁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 第三日的游戏咱们慢慢玩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照一微微一笑 眼中压抑着极致的兴奋 快成熟的食材 真的很诱人啊 很快到了第三日的凌晨时分 一道系统的提示音响撤在了所有人耳中 欢迎来到第三日 参与鲍鱼游戏 主线任务活着完成闯关 任务奖励150经验 支线任务找到并杀死幕后者 支线任务奖励 一个能破碎时空的取景器 不同玩家不同奖励 第一场游戏名为奉献 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在30分钟之内离开这个大厅 分别从左右两扇门前往下一场游戏 当然你们在场一共600人 可每扇门一旦通过100人就会彻底关闭 30分钟后两扇门也将彻底关闭 此后广场将会喷出大量的致命毒气 后果不必我来描述 接下来游戏开始 声音消失后 众人头顶上的一口大钟便开始了倒计时 见到了这个计时开始 最靠近门口的那一批玩家 立刻疯了一样朝着两扇门跑去 他们占据地力 只要跑过了那两扇门 就算完成了第一个任务 然而这些玩家显然逼估了其他玩家的杀行 仅仅是短暂的两三秒停留 广场内便响起了心照不宣的枪声 无数的火蛇喷涌蛋壳纷飞 他们甚至不需要瞄准 直接对着门口倾泄火力就完事 于是企图硬跑过门口的这些玩家 在第一时间就死伤了大板 罗启力看着门驼脸色有些焦虑 如果她的特殊道具机里太美还在 配合上肩肤滑板突破门口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而赵一却东张希望似乎在寻找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在看什么 罗启力低声询问 赵一的嘴角微微上扬 回答自己是在看针孔摄像头 大厅一共67个针孔摄像头 能够观测到全方位的角落 罗启力听后立刻紧张了起来 这么多摄像头是谁安的 目的是什么 赵一黑黑一笑指了指广场左边红门的附近 这个问题我后面再回答你 先看那个角落 待会儿我会死在那里 而且是屁股朝上 弹酷的鲍鱼游戏现在开始 参与的600个人最终只能活下来200个 男人还没行动就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 待会儿我会死在那个角落 并且是屁股朝上 罗启力听后吃惊地瞟了他一眼 这个家伙又在发什么神经 你在开玩笑吗 赵一回答自己是认真的 后面你要一个人去完成主线 不过如果运气好的话 我应该能给予你一些帮助 罗启力也不傻 一听这话隐约猜到他想要干什么了 难道你是想 赵一示意他不要说出来 被别人听见就不好了 你有手电筒吗 先给我用一下 罗启力随后便取出手电 递给了赵一 你要手电筒做什么 赵一头也不抬得回到 进行光合作用 直播间内的观众有些无语 心疼罗启力女神 遇见这么个神经病队友 赵哥阵脑回路 我等凡人实在猜不到 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随着时间的流逝 空气之中的火药威越来越浓 一些玩家已经将饱含杀意的目光 凝聚在弱小的玩家身上 两扇门一共只能通过200人 可他们有600人 算上刚才死去的还剩下500人左右 想要稳妥地活过第一关 就必须在死至少300人 多杀一个人便意味着 自己从活下来的几率更大一分 于是不少玩家拿出了兵器 开始对自己身边的人下手 空气中一时间弥漫起了大量的血腥味 一人手持血腹瞄准的赵姨 眼前的这个男人只有五级 是最好的欺负对象 他一跃而起狠狠批杀了下去 早有狂辈的赵姨忽然一个后撤步 然后反手手机打在了对方的胸口中 就在这人眼中露出惊骇之时 赵姨手中的手术刀出现 在她的身上留下了不大的一条口子 不过赵姨并没有杀她 而是拿出了一碗香气扑鼻的肉汤 强行捏着这名玩家的鼻子 给她硬灌了下去 物品屠夫精心烹饪的汤羹 效果提前透支部分生命 获得巨大的力量 并陷入六亲不认的暴乱 持续时间五分钟 暴乱结束后的十二小时内 你将完全失去战斗力 看着玩家把汤喝尽 赵姨又将她的身体 立刻放在了肩肤滑板上 然后一脚踹向了远处的巴尔 并微笑着用唇语说道 送你一个小礼物 巴尔看了这一幕疑惑不已 一种不祥的预感 顿时弥漫上了心头 那名玩家脑海里充斥着 难以言喻的混乱 精神已然极度恍惚 他的嘴角活生生撕裂到了耳根处 蔓延着与屠夫一样恐怖的笑容 朦胧中一柄鲜血淋漓的斩骨刀 出现在了手中 可怕的杀气弥漫在广场的每一个角落 引下屠夫肉汤的玩家刘虹一跃而起 朝着巴尔狠狠地劈了下去 后者的力量已经到达了上百点 但也只是堪堪堵过 接着他便拿出菜刀开始了抵挡 火星闪烁间 静止在骨刀上留下了浅浅的痕迹 周围的玩家立马一哄而散怕误伤了自己 赵一则趁着骚乱拿回了肩肤滑板 然后便带着罗奇力朝着门口飞速滑去 赵一趁乱使用了肩肤滑板 带着罗奇力飞一般地朝门口冲去 反应过来的其他人连忙拿出武器扣动了班机 子弹眨眼间呼啸而知 早有准备的他猛然掏出了碎尸机挡在身前 不到两百米的距离 对于滑板而言也就是两三秒的事 眼看二人的身影就要穿过门口的刹那 罗奇力居然一脚将赵一踹向了鸿门左侧的角落 赵一飞出去的瞬间拿起碎尸机护住了自己的头 下一刻十几发子弹就命中了他的身体 并在他身体上炸开一道道血污 赵一摔落在靠近角落的位置 撅着屁股一动不动 不过他的伤口却在以极快的速度愈合 是掠夺者的能力 他在抽取刘红的生命帮赵一疗伤 手垫前面恰巧正对着他 一束明亮的光射在了赵一沾血的脸上 光合作用发动 这是杀死院长后获得的能力 当你被光照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呼吸 你的身体自己就会产生氧气 巴尔已经被刘红成功拖住 屠夫意志下的刘红强大的可怕 老师巴尔已经开启了怒魂之铜 也只能堪堪压制住对方 五分钟后时间已到 屠夫意志消散 刘红最终被满脸凶向的巴尔一招穿胸而过 远处的玩家越跑越少 巴尔也不再犹豫走进了大门内 随着人数达到一百 大门也猛地关闭 剩下的几十名玩家不再相互厮杀 对视一眼露出了绝望的目光 紧接着大片紫色的毒物从赵子上方喷出 很快便将赵子内的广场填满 而在广场的一角 一只手电筒孤独地发出亮光 照在了一个帅逼的脸上 不久后另一种白色雾气又喷涌了进来 紫色雾气与白色雾气融合 很快变成了无毒气体 咔嚓一声大门打开 一群带着嘶牙鬼灭面具的人走了进来 准备将这些尸体送到焚尸间烧掉 其中有两个人窃窃私语 看看哪些尸体比较完好 不要送到焚烧炉去 先交给医生 他们才死不久 身上的内脏还很新鲜 推车将大量的尸体缓缓推向了一条暗长的游泡 其中残破的尸体大都送到了焚尸间 一些保存完整的尸体 他们则悄悄送进了一间明亮的房间内 里面有一个医生 带着医用的胶手套正在准备工具 今天的时间会比较紧 你只有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咱们必须要把尸体拖去焚尸间烧掉 医生听后点了点头 好 我尽量在这半个小时内 多割下来一些腰子和容器 他们瞒着上面不止一次做过正来 真要出了事几个人都跑不掉 照一的尸体随后就被搬到了手术台上 医生拿着手术刀缓缓割开了尸体的表皮 很顺利 但为什么这具尸体在流血 被眼前状况惊住的他很是疑惑 这时尸体忽然骂骂咧咧的开口 就你这菜逼手法还嘎腰子 你到底有没有医学常识 男人装死躲过了致命毒气 可没想到却被人差点嘎了腰子 看着眼前这个手法生疏的医生 他气得直接骂咧咧咧的坐了起来 就你这菜逼手法还嘎腰子 你到底有没有医学常识 还有你他妈这个握刀的手法 居然这么久一直用的抓吃屎 真想给你个大嘴巴子 不要睁着眼睛乱开刀 我真是服了 你在学校学医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及格过 一旁的两个戴恶鬼面具的人 见状顿时愣住 唯一的气氛大约沉默了三秒 二人刚想抛枪 赵一便已经用击溃指对击他 脸上是温柔的笑容 再动一下试试看 眼见两人老实赵一便笑眯眯的 看向了那名医生 来 你躺手术台上 那医生听后惊恐的立马 转身朝着门口逃去 可惜人终究没有子弹款 砰的一声 他的脑袋便在现弹枪的轰击下炸开了 无头的尸体随即栽倒在了地面上 赵一直接一只手轻松提起了尸体 你们俩想要内脏卖钱是吧 不妨我们做笔交易 他的工作我来做 我会比他做得优秀一万倍 并且我一分钱都不要 让你们赚得盆满钵满 怎么样 二人面面相去看见了 彼此眼中的贪婪和犹豫 一声现在死了 他们的确却一个会解剖的人 赵一没有多说 指尖的手术刀犹如蝴蝶七五灵动调印 那绝妙仿佛艺术大师一样的手法 让二人目睹 甚至忘记了赵一是他们的敌人 三分钟之后 赵一完整地取下了一声尸体上的所有脏气 并用一早准备的特殊袋子装好地点的二人 当然 作为教义你们也需要帮我做一些事 望着手中的透明袋子二人眼中满是惊喜之色 想让我们帮你离开这里是吗 没问题 后面那个游戏的尸体会很多 如果你能一直保证今天这种切割的效率 二人看见赵一脸上的笑容身体便莫名打了一个寒颤 你想要做什么 赵一眯着眼睛微微一笑 第一告诉我鲍鱼游戏幕后的人是谁 第二告诉我下一个游戏是什么 有什么难度 两人闻言沉默了片刻 这两个问题我们恐怕不能告诉你 不然我们也得死 赵一以为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是真傻还是假傻 应该已经为幕后者工作一段时间了吧 这期间有听说过谁从这里活着离开了吗 很大的可能幕后的人打算利用完你们后就会全部杀掉 我能躲过毒气来到这里 肯定是有点本事的 你们帮我 幕后者被我干掉 你们就可以安全地带着一大笔钱离开 不成我也不会连累你们 怎么样 二人没有立即回答 并肩缓缓渗出冷汗沿着法斯滴路 许久后其中一个人咬咬牙开口道 暴鱼游戏的幕后人我们也不清楚 但听说他每次在第三场游戏结束后会亲自接待幸存者 并送给他们一件珍贵礼物 如果你想见他 要等到第三场游戏结束 下一场游戏名为囚徒迷宫 从第一个游戏幸存的玩家 会被全部送进一个巨型的地下迷宫里 入口有很多个 玩家会随机投放 在那里他们会拿着一份残缺的地图 从地下迷宫的外围朝中心前进 玩家进入迷宫五分钟后 猎杀者也会从迷宫外围进入 他们会疯狂追杀玩家 直到玩家到达安全屋或者全部死亡 赵一文言好奇地问道 猎杀者是人类吗 那人摇了摇头回答 是人类改造出来的一种血腥兵器 我们对此了解不多 只知道好像是什么X系列的产品 来自于一个神秘组织 这种武器听说采用了一头 类似蜥蜥的神秘物种魔鹰 注入了人体内 赵一听后顿时来了兴趣 又是X系列 赵一装死躲过了致密毒气 并获得了第三场游戏的资料 所有人会被传送到一个迷宫之中 同时还会遭到蜥蜴怪物的疯狂追杀 这种怪物是采用了一头神秘物种魔鹰 注入了人的体内 被注入的人对于人形生物具有高度仇恨 他们的身体变得强壮 受伤会快速愈合 最可怕的是当他们被杀死之后 还会在五分钟内复活 并且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壮 这些血腥兵器平时都被冷藏在了弹室里 只会在特殊的时候被放出来 等到重新进入弹室 他们的进化态才会在低温下缓缓消退 恢复成出态 听完内人的讲述 赵一随即询问道 能弄到他们的具体资料吗 那人迟疑了片刻 有难度 我们之所以一直能够瞒着上面和外面交流 是因为在监控室里有一个很厉害的黑客老吴 也是我们的人 他可以帮忙搞到那些血腥兵器的资料 严霸就将一个通讯器递给了赵一 你现在待在这个小房间不要乱走 回头他会把资料传给你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通讯器和他联系 但在九点到十一点不要打扰他 那个时候监控室会有严查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得去处理新鲜的脏器和医生的尸体 厨物箱里有食物和水 如果你一定要出去 就提前跟老吴说 他会想办法让监控显示避开你的画面 二人不放心地叮嘱一番后便离开了密室 他们走后赵一坐在手术台上打开系统面板 给罗启利发送了消息 将下一个游戏的内容发送给了他 罗启利回消息说 他们现在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休息 明天才会开始第二个游戏 赵一完事之后又和监控室的老吴联系了几个 问他要了一份血腥兵器的资料 很快老吴就传过来一个资料包并附带了一些话 上面显示血腥兵器的魔鹰从一个神秘组织手里获取 暴于游戏幕后的老板几年前和他们谈过一些条件 并三番五次压榨交易的筹码 让人觉得好奇的是 他们好像不介意自己的产品能卖多少钱 整场会议都有些心不在焉 我不是核心成员 对于那场交易了解不多 对于魔鹰也了解不多 我只知道 那个组织似乎在一些遗迹里捡到了某种未知巨细的残片 并从中获取这种魔鹰 他们说根据他们多年的研究和考古 这巨细残片的主人是一种根本无法杀死的手 但他最后还是死了 赵一一遍又一遍翻阅着那些发来的资料 他现在越来越确定 这个神秘组织应该指的就是基金会 之前X系列都和那个基金会有关 他随后又问老吴自己能不能偷偷进入迷宫 很快老吴就回了消息 是一条路线以及一个时间点 迷宫里没有摄像头 按照我给你的路线和时间点 你可以进入迷宫 但不要接近最中心 你的身份判定已经死亡 如果你接近那里就会被处决 看着老吴分享给自己的消息 赵一也中兴趣盎然 第二个游戏的迷宫里居然没有监控摄像头 没道理啊 第一场游戏装了那么多摄像头 说明幕后的那个家伙喜欢看玩家同类相残 但这场游戏却忽然一个都不装了 是有什么其他目的吗 念及此处 赵一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难道他准备更直观地观看这场厮杀 第二人 玩家们都被送到了迷宫的边缘处 迷宫外围的扩音器发出了嘈杂的声响 恭喜各位活着来到第二个游戏 囚徒迷宫 各位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一个巨型迷宫的外围 你们手中都有一张纸和一杆笔 用于方便你们记录地图 你们需要在12小时之内进入迷宫的最中心 那里有一个完全透明的安全房 你们一共有200人 但囚徒迷宫只能容纳21人 计时器开始计时的5分钟后 将会有血腥兵器从迷宫外围的各个角落进入迷宫 他们会寻找并不惜一切代价杀死你 活下来的21人 将拥有进入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游戏的资格 现在游戏开始 随着扩音器话音落下 众玩家们直接在第一时间冲进了弱大的迷宫之中 罗启力在原地等待了两分钟 之前赵一所说 从老吴那里拿到了自己的初始位置 会来跟我会合 我必须再等等他 时间又过去了两分钟 罗启力着急的不停来回躲步 二人组对后可以在游戏系统内进行简单交流 不过每日交流的字数有限 基本都留给了关键的讯息 他本想再等一会儿 可身后的透明光果却传出了动静 那被冰箱的怪物突然睁开了眼睛 见此状况罗启力不得不朝着迷宫内逃去 妈 这家伙好像有我的定位 不管我怎么跑都没法甩开他 那我该怎么回到原地和赵一会合 不行 这样下去我会被追到精疲力尽而死 必须想办法杀死他一次 然后趁机回到原地找赵一 这是一个能无限复活的怪物 并且每死一次他就会进化得更强大 女孩被怪物追杀的精疲力竭 他迅速在过道上布满了风锐之丝 带着对方的刺头罗网 拐角出的血腥兵器出现 见到了原地不动的罗启力 脸上弥漫着极度的兴奋 直接朝着他杀去 丝线在空中拉出了道道血化 血腥兵器立刻变成了一地残碎的尸体 就在罗启力稍微放松之时 他猛的那些地面上的碎尸 居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拼凑愈合 他愣神片刻无奈吐出了一个字 操 虽然赵一跟我说过他们会复活 但这也复活得太快了吧 罗启力企图再一次用丝线摧毁血腥兵器 然而这一次他却发现 对方直接免疫了他的攻击 当他的风锐之丝触碰到对方的身体时 对方的细胞就会自动分离开 躲过丝线的进攻 这诡异的变化直接给罗启力干懵了 风锐之丝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攻击手段 倘若这都无效其他的攻击还有用吗 看着眼前血腥兵器即将复活 罗启力不再犹豫转身就逃 这鬼东西可真要命 这一次他直接按照原路返回 罗启力在赌 赵一快到了 他给赵一发了一则消息 告诉他自己会回到七点位置 接着便头也不回地狂奔而去 身后的血腥兵器正在飞速地和他拉近距离 罗启力喘着粗气终于来到了七点 可他的心却凉了半截 面前根本没有赵一的人眼 这尼玛王的锤子 自己现在这状态和血腥兵器打起来 那不是妥妥的白得 正在他绝望之际 赵一忽然发了个消息 躺在棺果之中 把盖子扣住 罗启力丝毫没有犹豫 迅速跑到了透明光果旁 整个人直接躺进去盖上了盖子 血腥兵器随后便赶到了光果旁边 他神色极为恐怖 五官已经扭曲到了飞人的地板 指甲延伸二三十厘米 尖锐的前端猛地刺向光果盖子 剧烈的声音响起 鲜血飞溅 当然并不是罗启力的鲜血 而是血腥兵器自己的血 他的指甲虽然坚硬异常弹 还是因声而断 不过这点伤害并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很快他的指甲再一次长了出来 穿过了他的脖子 罗启力见到手术刀的那一瞬间 心脏狠狠跳动了起来 火车乱撞 是心动的感觉啊 他们掀开了光果 看见赵一以绝妙的手法 将血腥兵器直接致解 你终于来了 罗启力喘着粗气语气 带着激动和兴奋 赵一一边致解一边开口 一会儿你帮我去做一件事 罗启力回答没问题 但咱们现在还是赶快离开吧 这玩意儿两三分钟就会复活 赵一微微一笑 别慌 我有这个 罗启和道理 除非你有对抗规则的力量 不然他说你死 你就得死 看着地面上的一团肉酱 罗启力有些紧张 不过近在几分钟后 他便确认这些肉酱 是真的不会再复活了 你刚才说要我帮你做一件事 做什么 赵一收回碎尸机 从他手里要过了纸笔 开始快速绘制起了地图 我现在是个死人 不能够接近迷宫的中心 一会儿我会送你到中部 你按照这束地图迅速前往中心 进入安全区 在安全区内 你需要留意那些 剩下进入的玩家 注意哪些人身上没有伤 没有被血腥兵器攻击 赵一用碎尸机 解决掉了能无限重生的怪物 然后便看向了 心有余悸的罗启力 第一个游戏大厅里 67个针孔摄像头 你知道为了什么 罗启力想也没想地回答 为了监视玩家 观察当前玩家的状况 赵一笑了笑 不错 可是第二个游戏 明明同样刺激 同样绝望 他们却没有装摄像头 你猜为什么 罗启力脸上的表情 渐渐凝重 你的意思是跟拍 不是跟拍 而是亲自参与其中 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所在的入口 会有很多玩家一起 而血腥兵器也不止一个 毕竟人多才好玩嘛 另外你进入安全区之前 想办法销毁这幅地图 被发现了会很麻烦 而后赵一就和罗启力 朝着迷宫的中心区域进发 因为这头的玩家并不多 所以追杀玩家的血腥兵器也很少 基本上一路畅通无阻 在快要接近中心区域的时候 赵一停下来 让罗启力自己过去 自己就从另一条岔路离开 但他并没有回之前那间密室 而是仍旧在迷宫之中转悠 几分钟后在迷宫西侧 有几人一路疯逃身上伤痕遍布 那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太恐怖了 头都割下来了居然还能复活 身材矮小的男人 看着身后越来越近的恐怖黑影 又看着前面 比自己跑得更快的紧 手里直接浮现出了一把手枪 对着前面不远的胖子 腿上就开了一枪 中年胖子发出一声闷哼 一头栽倒在地 黑影已经放慢了脚步 一双不满死亡之息的双目死死盯住他 别杀我 求求你了 胖子不停地后退 但没退几步便撞到什么 他甚至来不及回头 一柄冰凉的手术刀就已经从身后出现 温柔且迅速地划过了他的脖梗 你活不到这个游戏结束 我送你你走得快些 赵一微微一笑随即看向了血腥兵器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赵一 说罢两方的身影便猛然交错 血腥兵器的胸口 整个人倒退束部胸口的伤势开始快速愈合 血腥兵器的伤同样在不断愈合 他头颅的断口处居然长出了血管和肌肉神经 要和身体的脖子连接在一起 但赵一并不会给对方这个机会 他手中的手术刀翻飞 粗暴而流畅地切开了血腥兵器的身体 并将其身体碎块挨个扔进了碎尸机中 大铁皮箱子在旁边兴奋地不断颤抖 显然他已经很久没有脚得这么爽 最后赵一留下了一颗心脏还有一颗头 眼中光彩朔然带着一丝兴奋 我看老吴的资料上说你的重生需要消耗脑匠 我很想知道 你的脑匠够你重生几次的 他本是能无限重生的怪物 现在却沦为了一个变态的玩具 赵一不停地割掉他的头颅 和心脏上长出的心血肉 每割掉一点就扔进碎尸机里消灭 大约过了不到十分钟 血腥兵器就撑不住了 赵一一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呀 说罢就用手术刀切开了他的头颅 里面早已经空空如也 血腥兵器一双眼睛里 遗留着死前的恐惧与费解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会有一个这样的变态 居然他妈的抱着个碎尸机首尸 丁恭喜您击杀了血腥兵器 您的灵魂武器获得增强 您获得了新的魔鹰碎片 正在融合中 融合失败 魔鹰不匹配 正在吞噬 邪神魔鹰吞噬成功 开始重建 0.15 魔鹰重建失败 能量不足 类型先天 品质未知 赵一看见了系统消息有些惊讶 红一这两个字让他觉得熟悉 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和红一有关的任何线索 难道与我缺失的那段记忆有关系吗 血脉怎么升级 赵一随口问了一句 紧接着就传来了回复 血脉分为先天血脉和后天血脉 先天指玩家自带的血脉 后天血脉指在商城兑换的血脉 或是从副本中评机缘巧合获取的血脉 一般而言 先天血脉在苏醒后会自带升级方式 您的血脉数据异常 系统无法检测出其品质以及更多讯息 赵一听后有些无语 又是数据异常 什么垃圾游戏 丁警告 不许侮辱游戏 赵一看着地面上的那颗已经几乎空空如也的心脏 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把这颗还沾着巨细魔鹰碎片的内脏卖出去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会不会再次复活过来呢 太妙了 我真他妈是个天才 将心脏收剪好后 他就沿着老吴给他设定的那条路线 原路返回了密室 数小时后 罗启力给赵一发来了消息 一共21人完成游戏 其中有一个老人 虽然行动不便 但一直没有成为血腥兵器的攻击对象 我觉得他有很大可能是暴雨游戏的幕后观察者 要动手吗 赵一回复记住他的模样 不要现在动手 现在动手你也会死 等机会 第二场游戏结束之后 老王和老徐再一次给赵一运来了大量的尸体 这一次赵一给他们二人展示了什么叫做无情的解剖机器 当准备的大量特殊储存袋都全部装上了完好的内脏时 二人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奶奶的 这要是全部卖出去 给多少个亿 赵一声 你真的不要钱 听到这话赵一笑着回答 我对钱没有兴趣 我从来不碰钱 因为我最快乐的时候 是一个月拿200块钱 我当老师的时候 那时候我每个月省钱 我知道在熬几个月我又能买一具新鲜的尸体 老王和老徐听后莫名打了个寒颤 你买尸体做什么 赵一微微抬头脸上闪烁灿烂的笑容 不做什么 个人爱好 二人文言一阵哆嗦 你妈 这人是不是心里有病 不干人事啊 对了 你们还没有告诉我第三个游戏的内容 主线任务要玩家们完成三个游戏 这也是赵一一直忍着没有对幕后主使动手的原因 一旦幕后主使死亡游戏就会中途结束 老徐回答 第三个游戏是屠杀 活下来的玩家们必须杀死对方 当大厅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才有资格进入一个特殊的房间内获得奖励 赵一听后脸色立刻就变得微妙了起来 所以以前那些胜出的人去了哪里 老徐沉默了许久 不知道 也许已经出去了 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 那些鲍鱼游戏最后的获胜者估计多半也遇害了 从来没有玩家能够从地下的斗兽场离开 至少他们没有见到我 赵一皱着眉头思考了片刻 这个老东西想抢我的肉啊 养了那么久的巴尔 可不能给其他人节族仙灯啊 顿了顿他继续问道 第三场游戏的幕后老板在什么地方 老王回答在贵宾室 那里会有不少客人 有办法混进去吗 老王认真仔细地打量了赵一一眼摇了摇头 里面只有女侍者 没有男侍者 而且他们挑选的女人全都是九头身材前突后桥 你根本不可能混进去 赵一眼中带有笑语 我可以 老王看着他平平无奇的胸口和不算翘的屁股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你想女扮男装混进去吗 赵一挥了挥手打断了老王无端的幻想 我认识一个女玩家 她的身材很不错 也许可以混进贵宾室 当然 这其中需要你们的帮助 老王似乎知道了他的想法 就算你的朋友能混进去 也很难杀死幕后主使 贵宾室外面有很多超级士兵 幕后者一旦死亡 将不可能有任何人能活着离开了 赵一遭遇生死危机奄奄一息 隐藏在体内的至暗人格终于觉醒 不久前赵一要去杀掉游戏的幕后主使 老王摇了摇头回答 外面有很多超级士兵 幕后主使一旦死亡 他们不会放任何人活着离开 赵一听后微微一笑 如果有一种外力 可以迫使这些超级士兵离开呢 二人文言愣住了 接下来你们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很快 你们就能够带着一大笔钱 从这里离开原走高飞 时间到了第二天 存活下来的21个人都被聚到了一起 不过但凡有人细心一点就会发现 21人里有两个人被调包过了 一个是老头 还有一个是女人 现在屠杀游戏正式开始 随着扩音器的声音落下 众人立马警惕地分散了开来 角落里的巴尔有些心不在焉 上一个副本里他没有看见赵一 难道他真的死了吗 我等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杀死他 他怎么能死得这么轻易 巴尔刚想到这脸上原本失落的表情 再度变得争鸣起来 因为他在斗手大厅的一角 看见了那个让他辗转反侧 彻夜难眠的声音 赵一挥了挥手打了声招呼 又见面了 巴尔掏出了自己的灵魂乳气 尖笑菜刀 浑身杀气直接朝着赵一奔去 永远没有这么容易死 你命中注定就是要死在我的手中 后者也掏出了自己的手术刀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你成长得很好啊巴尔 一刀斩过 赵一被巴尔恐怖的力量 直接击退了树 如今赵一虽然才五级 但力量已经高达七十 普通的玩家 就算是八级九级 也很难有他这样可怕的力量 然而在十二级的巴尔面前 他仍然像一个弟弟 巴尔脸上的笑容 已经定态到了极致 这么多年的恐惧压抑 今日终于能够得到发现 赵一胜了这么多年 你倒反而是让我失望了不少了 我的菜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眼前的赵一看上去 要比他想的孱弱太多 他挥刀结束后猛的气身而上 一条腿狠狠蹬在了赵一格挡的双臂上 顿时鼓劣之声响起 他的小臂已经弯折成了诡异的弧度 白色的碎骨刺破皮肉 暴露在外十分猙獰 直播间的观众终于开始为他捏一把汗 感觉这波赵一是真的要凉了 根本没得打 巴尔他妈十二级 还是个力量值远远超过他这个等级的杀人口 赵一这波必死无疑 他根本不具备伤害巴尔的能力 被全方位碾压 一个小伤口都无法伤到对方 掠夺者恢复伤势的能力自然也无法发挥 看着浑身是血身体多处骨折的赵一 巴尔扬了扬菜刀上的鲜血争鸣一笑 放心赵一生 在你死之前我会让你仔细瞧瞧 我巴尔家族世代流传的血脉究竟是何等强大 父亲留给家族的耻辱 将由我来洗刷 说罢他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其他玩家的身上 脸上的病态已然到达了极端 在众玩家里 巴尔要比其他人强出极大一劫宛如鹤立击取 况且他恶臭的名声几乎所有新人玩家都听说过 见此一幕众人立马联手发动了攻击 各种热武器冷武器全部丢去 然而等到烟雾消失 巴尔的身体却毫发无损 这种级别的热武器也想伤我 你们似乎不知道现在站在你们面前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不过没关系 我会帮助你们知道的 巴尔人笑着身影无垫 如砍瓜切菜一般的开始了附路 手中的菜刀尖笑着将树人劈成了两半 惨烈的景象吓坏了远处不少玩家 他们疯狂朝着门口跑去企图逃离阵 然而这里无论是门或者墙都坚固的可怕 根本无法摧毁 眼见逃不掉他们立马跪地求饶 巴尔笑容疯狂缓缓举起了手中的菜刀 你们越求我 我就越兴奋了 男人体内隐藏着极度变态的至暗人格 在他濒临死亡之际至暗人格终于苏醒 而接下来一场血腥的屠杀也即将拉开帷幕 恶魔巴尔重伤赵一后就攻向了其他人 手中的菜刀如砍瓜切菜一般不停地收割 直到最后一名少女被他从上至下劈成了两半 巴尔满身鲜血仿佛是从地狱深处爬来 脸上的笑容伴随疯狂一同绽放 大厅内横式变野 他缓缓迈步朝着角落摊坐的赵一走去 到你了 我的爱人 握刀的手在颤抖 他压抑不住 灵魂已经先一步抵达了高潮 此时 正在贵宾室内的众人脸色各异 这里临及了许多贵人 或许是一方富甲 或许是某方黑色势力的大牢 室内音乐优雅灯光灿力 美如画的女人穿着暴露端着酒水美食侍风 一鸣穿着睡袍的肥胖男人赞叹道 这家伙可比我家养的大猫要凶多了 把他做成兵器似乎有些可惜 坐在最中心的老人缓缓开口 我们的项目不止一个 他有潜力可以做得更好 唯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之前囚徒迷宫里有两只血腥兵器 在回收的时候发现遗失了 真是奇怪 军队找遍了迷宫所有的角落 都没有看见那两只血腥兵器 编角处 一鸣戴着面具 端着酒水的侍女盯住屏幕上的赵医 眼里满是担忧和紧张 赵医你在搞什么 可千万不能死啊 巴尔看着赵医狼狈的模样 心里别提多长快 赵医生 你还有什么意言吗 对别人我总是没有什么耐心 但是你不懂 我会对你足够温柔的 赵医文言嘴角露出一弩笑容 树生根发芽开花 总得接个果才行 你的足路欲望终于进化到空前的程度 连你的父亲都远远被你甩在身后 实话实说 几年前我对你父亲的病很不满意 所以我才决定亲自培养一个 这花了我很长时间去等待 这好你的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显然 我愿意承受这份代价 巴尔 屠杀的最后一块拼图 就由你来完成吧 他要出来了 祝你 玩得开心 话音刚落大厅的灯忽然闪烁了一下 赵医的瞳孔随之也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好似泼了墨 纯黑色 宛如一片不见底的深渊 灯光闪烁得越来越快 甚至很多灯泡直接炸链 警告 玩家照一精神数据出现严重衰退 警告 玩家照一精神数据出现严重衰退 请迅速使用恢复精神值的物品 否则将同化为副本生物 您的精神值目前剩一 97 92 54 21 您的精神值目前剩一 人物数据已更新 角色照一 至暗人格 力量999 精神0加1 能力 未知 形态 初态未进化 血脉 红一 巴尔望着面前缓缓升起的黑影 露出了难以言喻的工具 在一阵信号的紊乱过后 投影坪上的所有的影像全部消失 地下斗兽场的所有监控 皆成雪花装 穿着睡袍的胖子大声叫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妈的 正看到精彩的地方啊 六爷你这设备行不行 我们花了几千万 是来看这个的 被称作六爷的老人脸色极其难看 他当想要发作 却忽然听到监控传来的七粒惨叫声 他妈的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惨叫声虽然已经嘶哑 可众人一息能够听出这惨叫声是巴尔吗 怎么回事 明明惨叫的应该是赵一啊 立刻派遣部分特遣队去查看斗兽大厅的状况 六爷说把侍奉他的侍女连忙去下达了通知 戴着狐狸面具的罗启利心中一息 目前来看 一切都在按照一的计划进行 但外面应该还有一队超级士兵 我还要再等一会儿 六爷挥下的激动特遣队 很快便分离出了小部分去往了斗兽大厅 侍女拿出对讲机大声呼叫 对 那头情况如何 然而对面除了子弹宣泄的密集声音再无其他 直到片刻后 对讲机发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头皮发麻的声音 我最讨厌 吃饭的时候被人打扰 那种声音虽然仍旧诉说着人类的言语 可声音本质却绝非人声 紧接着对讲机里扯来无数歇斯底里的惨叫 仿佛那头已经陷入了人间地狱 贵宾是恐惧蔓延 短暂的沉默过后 各方势力的顶级富豪坐不住 六爷 他有些毛病 一定要在家里的马桶才能拉出来 六爷 我不打扰 我走了哈 男人的治安人格开始了疯狂屠路 无数歇斯底里的惨叫从对讲机里传出 仿佛那头已经陷入了人间地狱 贵宾是中恐惧蔓延 各方势力的顶级富豪坐不住了 他们感觉到了危险想要离开这里 六爷 我老婆刚才跟我说他要分娩了 让我赶紧回去 那孩子卡在他屁股里 没看见自己爸爸他不出来 六爷怒气冲冲的猛拍桌面 够了 拦住他们 不就是出了一点小麻烦吗 瞧瞧你们慌成什么样了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外面立马出现了几名超级士兵 没有六爷的命令谁都不能出去 众人见状面面相去 六爷冷哼一声语气充满了自信 我这儿留了五百超级基因强化过的士兵 还怕斗兽厂里那鬼东西 都给我坐下 鹰角 已立刻带上所有的士兵 前去斗兽大厅里面把问题给我解决了 鹰角面具的女人听后 连忙带上了绝大部分的超级士兵 前去斗兽大厅支援 只留下了两名士兵负责看守这里的大门 他们一走 罗起立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端着酒水缓缓来到了老头子的身旁 但他并没有立刻杀死老人 而是又非常贴心 为房间里的每一位贵宾都掺上酒水 然后才和老人说了一声 自己要去厕所一趟 老人的注意力 现在完全放在了斗兽厂内 不耐烦地说了一声快去快回 罗起立微微一笑转身出了门去 手中的风锐之丝摇曳起舞 在空气中不断游荡 直到来到一处拐角 他才猛然收紧 正对着对讲机不停说话的老人 眼睛的瞳孔呼得聚焦几缩 然后脖子就出现了树道血痕 接着星红的鲜血猛地喷出 这不如其来的诡异场面 使得贵宾室里的所有人都被害住 有人反应过来连忙朝着门口跑去 但他没刨击不自己的头颅 竟也掉落在地 就连两名超级士兵 也被那根细到微不可循的 风锐之丝切掉了头颅 并恭喜玩家赵一罗启力完成直线任务 根据贡献度 赵一获得120经验值 罗启力获得90经验值 恭喜玩家赵一罗启力完成直线任务 奖励已经发放至个人邮箱 请注意查收 罗启力拿到了奖励 在第一时间按照赵一所说的 将电池装进了自己的手机里面 物品诺基亚手机 品质任务物品 简介 一款可以打给过去48小时前的通讯工具 你也可以用它来砸核桃 据说诺基亚品牌的手机质量都很离谱 他装上了手机电池 然后立刻朝着斗兽厂而去 隔着一扇合金大门 那头传来了让他浑身炸毛的惨叫 一道接着一道 一声接着一声 哀红便也此起彼伏 罗启力微微颤抖的手 摁在了合金大门旁边的电子控制按钮上 就在即将摁下去的前一刻 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 罗启力接通电话 那头竟传来了未来赵一的声音 听着 如果你不想死 现在最好不要打开面前之声 男人释放出了极度变态的治安人格 只要有人靠近就会被他瞬间秒杀 未来的赵一特意打电话 提醒罗启力小心 听到他的话 罗启力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那我现在要怎么办 离开这里等你自己出来吗 赵一运气很平静 和合金门内撕心裂肺的惨叫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把手机开免提 声音调到最大 然后再进去见他 让我和他说 速度快点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罗启力沉默了片刻 立刻按照他说的操作了起来 并将声音开到了最大 接着便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合金门 里面如同炼狱一样 惨绝人寰的画面直击灵魂 满地残肢鲜血 如泼墨一样大片流淌 很多肢体残烈的人还没有死 他们倒在地面上放声哀嚎 似乎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警生污染 那个站在中央的男人 一只手直接捏碎了 巴尔死不明目的头颅 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 静静看着罗启力 猙獰的黑色血管布满了全身 在皮肤处留下了 无法直视的可怕图案 原本熟悉的赵一 已经变得陌生而又恐怖 罗启力在门口失神一秒后 惊诧地发现不远处的赵一 竟然消失了 一股难以言喻的危机感 笼罩在了心底 她的眼神慌乱唆逝 想要在一堆残碎的肢体中 寻找到那个恐怖的声音 这是一个阴森的声音 从她的身后传来 找我干什么 罗启力身体僵直 血液仿佛凝固 脑子里全是空白 纵然她提前做好了 各种心理准备 但身后的那个声音 让她体会到了 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就像是一只出生小鹿 在面对一头猛虎 瑟瑟发抖等待死亡 她感觉自己 好似跌入了不见底的深渊 眼前的一切都在远离自己 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 就在她眼前的 最后一丝色彩 也要消失的时候 手机里的电话发出了声音 自己人 别杀她 刹那间罗启力的视觉 恢复正常 她的身上全是冷汗 一只手从她手中 接过了电话 罗启力不敢回头看 只能像一根木头一样 站在圆里 赵一接过了电话之后 取消了免议 电话那头也不知道 究竟说了什么 身上黑色的血管缓缓消散 瞳孔也渐渐变回了正常 不久后赵一挂断了电话 温暖的声音随之响起 好了 准备给第一天的我们打电话 要完成逻辑闭环了 罗启力心有余悸 你记得你房间的电话吗 罗启力小鸡捉米般的 点了点头回答记得 周围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依然在继续 赵一见电话接通便开口道 带上照相机去卡拉峰人院 说完后 她就挂断了电话递给罗启力 没过多久 罗启力也拨通了自己的电话 并告诉了她要用尽 所有手段阻止一个 拿着手术刀的男人 然后和她组队 做完这些事后 赵一就认真地交代了一番 我现在讲讲后面两天做什么 刚才蔚来的自己跟我说的 后面不会再有蔚来的电话了 听着 第四日我们要到一个明示古宅 她的位置就在 第五日没有危险 但是我们必须用 已经拼凑完成的相机 拍摄一些东西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下一场的地点明示古宅 在凌晨十二点到来之前 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那里的地形 一旦第四日的游戏开始 我们就没空观察了 罗启力跟在她的身后随口问了一句 你的脸色好像有些苍白 没事吧 赵一回答还行 放出至暗人格 我确实付出了不少代价 但这是值得的 那些不同阴暗人格的拼图 可以帮助她增强至暗人格的力量 而至暗人格的强大 才能进一步扩张她精神世界的那片边缘之地 不久后两人来到了目标地点 隔着老远便感觉到了 古宅内部的荒凉与破坏 此时古宅前方的几个人也注意到了他 其中一个梳着双马尾阳光亮丽的女孩主动开口 你好 请问你们也是来这个古宅完成任务的吗 过旧的古宅内囚禁着一只僵尸 众人明知道危险却不得不踏入其中 不久前赵一带着罗其力来到了明氏古宅 一个梳着双马尾阳光亮丽的女孩 见到他们后主动打起了招呼 你们也是来这个古宅完成任务的吗 赵一听后点了点头 太好了 那我们可以组队 互帮互助更容易安全通关 我来介绍一下 我叫潘森森 这是小混混百之海 虽然看上去是个混混 骑士人很好呢 还有老实人王华 热心肠流媒大妈 赵一意味深长地看了潘森森一眼 然后跟几人打了声招呼 接着他们就一同进入了明氏古宅 这里的主宅一共有两层 上下两层都很大房间也多 只不过残破得非常严重 地面上家具也碎裂的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很快罗其力就发现了不对 通往二楼的楼梯只有一个 摇摇欲坠破烂不堪 但一些木屑之中居然混杂着糯米 奇怪 这楼道上为什么会散落着糯米呢 赵一摸着下巴回答 可能人家爱吃粽子呢 回头进入副本 说不定还能讨个粽子吃 对了 你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罗其力缓缓开口 甜粽子 两人对视了一眼有些无语 随后竟然对打了起来 赵一脸红脖子粗地抓着她说 我告诉你 吃甜粽子的都是异教徒 罗其力张牙舞爪地反驳 放屁 吃咸粽子的脑子都有炮 后面正在勘察地形的几人健壮愣在当场 我操 他们因为吃什么粽子打起来了 我久见家人们 要不要去拉拉架呀 听到这话潘森森嘴角微微上扬 拉什么架 正式开始 按照惯例空气墙升起 无法再进出 从昨晚到现在 再也没有见过其他人来这个副本 看来前面的游戏死了很多人 经历第三日的屠杀游戏 每个分场里可能都只剩下一个人 赵一要不是装死 估计也很难和罗其力同时留下 几只乌鸦这时从头顶飞过 众人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古宅的外面 百只海捂着脑袋吐槽了几句 操 这破游戏为什么每次开始副本事都要弄于我们 头好痛 潘森森催促了一番 别抱怨了 时间不等人 快起来开始副本吧 丁副本名是鬼宅 主线任务找到宅底主人的心脏 支线任务消灭宅底主人 主线任务奖励300经验值 空气墙消除 支线任务奖励 提供置停时空能量的电池 不同玩家不同抢力 在此副本之中玩家的物品栏被封印 不可使用任何物品 所有玩家的力量被锁定在室 直至副本结束 任务通报结束直接给在场的玩家干懵了 锁定力量 这你妈岂不是活生生将副本难度拉高 赵一直勾勾地盯着远处的主宅 似乎那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一旁的罗启力好奇地询问 怎么了 你在看什么 赵一抬手指着远处主宅的二层楼 靠右边的一间窗户示意他们看 众人抬头望去赫然看见那间窗户 有一张腐烂的脸正在死死盯着他们 他的眼睛泛着幽幽绿光 脸上挂上空洞且诡异的笑 看得众人头皮发麻 这把猝不及防的摆至海下了一大条 直接吐露了优美的家乡画 我操你妈 什么鬼东西 所有玩家的力量被削弱的厉害 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正面对抗鬼屋的能力 面对厉鬼他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怎么可能不慌张 王华面色难看 他是不是在警告咱们不要进入那座主宅 罗启力不敢轻举妄动 正想要咨询一下赵一的意见 却看见他直接迈步朝着主宅走去 速度还很快 一溜烟就跑进了主宅 一边的几人都看傻了 还一直都这么用吗 罗启力叹了口气 一言难尽 说罢也跟着跑进了主宅 潘森森咬牙切齿招呼 后面几人硬着头皮追了上去 一进门立刻感觉到了一股非常不舒服的灰尘气 古宅已经恢复如初不再惨破 内部阴暗的灯火为其平添了几分诡异 一道叹息声突然响彻在他们的耳畔 几乎让几人汗毛直接炸开 可怜我家老爷 一身戎马未复半道见狠 却以这样的方式落幕 声音是从楼梯的方向传来的 赵一随即站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口 发现上面每道阶梯上都撒着糯米 在旋转拐角的地方还有一个高大的纸人 手中握着关公刀抚须而立 脸上涂抹鲜艳的油彩 看上去格外甚人 他只是在那站着堵住了众人上楼的路 赵一自言自语 果然 僵尸害怕糯米 所以至少有一只僵尸被囚禁在了主宅的二楼 这是不是侧面说明一楼没有僵尸 他接着伸出脚想要踩着糯米上楼 就在这时二楼的那个指人手里的关公刀 居然带着凌厉呼啸的风声瞬间朝着他劈去 明明是一个指人 却比活人还要凶悍 赵一本想绕过他前往鬼宅的二楼 可那指人竟举起大刀直接朝他劈了过去 早有防备的赵一连忙闪向了一旁 听到动静的罗奇力询问他怎么样 赵一摇了摇头 咱们现在还不能上二楼 应该是某个关键的任务还没有出发 或者关键的道具没有获取 先继续搜查大厅吧 潘森森这时对着身后的几人使了个眼色 百只海悄悄靠近了他的身旁 老大 赵一能登上新人榜肯定不是好惹的 得想个办法分开他们 我们好下手 王华面色犹豫不决 一定要杀了他们吗 这个副本没有通关人数的限制 我们不能一起通关吗 潘森森眼神中露出了一抹狠力 必须杀了他们 我和刘梅之前得到的通关奖励 都是诺基亚手机 未来的电话告诉我们 如果不杀了赵一 我们都得死 他解释完后就笑眯眯来到了赵一的身旁 我有个不错的想法 赵一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到处摸着 你有什么想法 他随手拿起了一个精美的紫砂壶 轻轻秀闻 好香的味道 潘森森回答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应该是一个解密的副本 而一楼看上去比较安全 我们大家可以分开去寻找线索 这样比较效率 免得时间长了徒增危险 赵一听后点了点头 你的想法不错 那咱们就去不同的房间找找吧 看看有什么线索 半小时之后咱们在大厅集合 他接着转过身拍了拍罗启力的肩膀 大厅一共有左右两条廊道 分别通往不同的房间 我往东你往西 说罢就冲他使了个小心的眼色 罗启力心领神会 看着两人终于分开 潘森森立马开始安排了起来 刘梅你和我去跟着罗启力 百之海和王华你们俩跟着赵一 务必把他们都干掉 很快六人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廊道的黑暗中 而片刻后大厅的门也在此刻被推开 一名穿着白色雕花旗袍的 娇想美艳的女人从门口出现 她装点淡妙而端装俏眉寒春 但身材消瘦 一双悠悠性眼内含着极深的温柔 她静直地来到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口 对着指人鞠躬 车总管 真是辛苦您了 指人没有回答 竟为女人让开了一条路 女人踩着糯米一路往上进入了第二层 脱下血 一双精美的小脚踩在地面上 无声无息走入了二楼的黑暗中 此时在宅子一楼的东侧走廊 赵一拿着手电筒到处探索了起来 这是第三天的第一个游戏 从罗启利那寄来的 估计她也没打算还 明亮的一道光射出 勉强驱散了前方的黑暗 身后跟着一个男人捏手捏脚 拖了鞋悄接近 她手中紧紧攥着一个小花瓶 是刚才路上随便捡的 此时她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高举花瓶给赵一后脑勺来一下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赵一根本没有察觉到身后有人 去死吧蠢驴 百之海冷笑着来到了赵一身后的五步处 蓄力 发力 弹射 这一瞬间她仿佛化身世界顶级跳远运动员 肾上腺素飙升 手臂高举花瓶 神色异常猙獰 可就在她砸下之际 一双枯瘦的黑色鬼爪 突兀地从旁边的房门内伸出 掐住了赵一的脖子 将她一把拉入了房间内 下一刻百之海露出了痴迟的表情 重心失衡朝着地面摔去 她下意识用双手去撑住地面 但心头却一凉 这个本能性的动作恐怕要害死她 果不其然 花瓶在她的前胸碎铃 旋即她的身体在重力和惯性双重 影响中猛的压下 锋利的瓷片划过她的喉咙 大片烟红渗出 百之海眼睛瞪得像统领 紧紧捂住自己脖子上喷血的伤口 却无济于事 她从未想过自己居然会这样毫无尊严地死去 房间内 一张极度可怖的紫人鬼面 几乎贴在了赵一的脸上 沙哑的声音断断续续从喉咙里挤出 我要吃了你 而且还是省吃 赵一的眼神中却没有任何恐惧 你好 紫人嬷嬷 气氛似乎有些尴尬 紫人愣神了几秒有些不知所措 小伙子你这样很不礼貌啊 你应该有点反应啊 赵一摊了摊手回答 抱歉 我实在是害怕不起来 刚才你其实是想救我吧 我知道我后面有人 你不用出手我也会杀了他 紫人听后惊讶地打量了他几眼 这鬼宅来了这么多人 你这样的倒是头一回 不过老生还是奉劝你一句 赶紧滚蛋 这鬼宅里的恐怖不是你能理解的 赵一完全没有将这话放在心上 直接在房间内找到一张凳子坐下 跟您问个事 这鬼宅里是不是还有活人 听到这话 紫人摸摸那张猙獰的脸顿式讲座 你在说什么鬼话 鬼宅里怎么会有活人 一座存在千年的鬼宅内竟然还有活人 紫人听到赵一的询问后 连忙摇了摇头 你在说什么鬼话 鬼宅里怎么会有活人 赵一随即便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大厅里桌一摆放整齐 上面很干净没有灰尘 桌上紫砂壶里的茶水还是热的 并且除了茶香 上面还有一股很淡的女人 腌制水粉的香味 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撒满了糯米 这些糯米没有发霉没有变色 没有结块 说明糯米是最近两年内的 我想一群鬼肯定不可能 每天按时打扫房间 也不可能定期在楼梯上撒下糯米 更不会喝热茶 还给自己铺上腌制水粉 听到他的话 指人冷笑一声 你小子倒是挺有眼力镜 这里的确还有活人 但这个地方根本不是 你们这些弱小的人类能够了解的 年轻人听我一句劝 赶紧走吧 再晚些你想走都走不了了 赵一摆了白手 我是不会走的 可以告诉我那个女人在哪里吗 还有 这座宅邸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指人沉默了片刻 想从我这里拿到消息也不是不行 不过你得拿故事来还 最好是给小孩子听的 从前老爷就说我不会给孩子讲故事 以后他的孩子出事 我都没法哄孩子睡觉 赵一听后有些得意 讲故事可是我的强项了 我给你讲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吧 在一个夏日炎炎的正午 农夫干完了农活准备回家 在路上他遇见了一条快要热死的蛇 蛇盯着农夫手上的水桶说 农夫农夫 你让我凉快凉快 我会暴打你的 农夫直接取下腰间的镰刀 然后把蛇皮包了下来 并对蛇说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身体热了 果然蛇一下就不热了 指人听后无语至极 有没有那种比较适合小孩子听的 赵一耸了耸肩 那好吧 我再给你讲一个卖核弹的小女孩吧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 她很穷没有钱 只能背着祖传的核弹在大街上叫卖 但是人们非常的冷漠 她在大雪纷飞之中叫了一天 一颗核弹也没有卖出去 到了夜晚 小女孩觉得好冷 于是点燃了一根火柴 火光中她看见了自己的奶奶 但火柴没有燃烧多久就熄灭了 指人听到这试探性的询问 所以她点燃了第二根火柴吗 赵一回答不对 她点燃了核弹 于是这天晚上 小镇上的所有人都看见了他们的奶奶 赵一心寸的双眼发光继续说道 还有还有 指人磨磨顶不住了 连忙打断了她要继续讲故事的冲动 好了好了 谢谢你的故事 年轻人我已经充分感受到你的热情了 所以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这座宅邸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了吗 指人叹息了一声缓缓讲述了起来 我虽然死后附着了一部分怨念 但大部分关于这座宅邸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 我只能告诉你 赵一追问道 那个二夫人就是活人 指人目光看向了窗户口一座灯火通明的高楼 二夫人叫苏妹 是老爷奶的一房小妾 也是唯一一房小妾 宅邸出现了恐怖的变故之后 所有人都死了 只有她和望月楼里的大夫人房间活了下来 居然有两个活人 难道宅邸发生的恐怖变故和他们有关 赵一思索了一会儿继续追问 苏妹的住处在哪里 指人默默回答 在主宅不远处的一座小宿宅中 不过那里有一对很恐怖的双生猎 如果你没有信物 过去肯定会被杀死 信物是一块职位牌子 在车林总管的房间里 不过他的房间里沾染了过于强烈的怨气和杀气 这些东西融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浓烈的精神污染 人在里面很容易永远迷失 赵一向指人默默询问了车总管的房间 跟他道谢后就告辞离开了 身后传来指人的叹息 小伙子当心仙 这座鬼宅里不是所有的鬼都和老生一样善良 如果你看见有什么东西在追你 赶紧跑 千万不要回头 赵一点点头关上了房门 地面上百之海的尸体已经冰冷 安静地躺在走廊里 终止正对着指人默默所在的房间 赵一黑黑一笑掏出了手术刀 这死得也太丑了 我来帮你 把你变成完美的艺术品 说罢就挥出武器 直接将他的尸体织解了起来 这样就算百之海失变什么的 也对他没什么危险了 做完了这些他才起身离开 身后某一间房门露出了一丝缝隙 杀完人还要把人削成这副秘药 我现在还要尝试去杀了他吗 不行 我现在接近他 肯定会被他扒了皮的 还是赶紧去找老大 和老大会合之后再做打算吧 男人的精神世界 关押着无数只恐怖的凶杀 可今天却有鬼祟不自量力地想要吞噬他们 赵一通过指人默默地提醒 很快就找到了车总管的房间 漆飞紧闭的房间 不时传出一些诡异的低语声 他无视了这些声音 直接推开门走进去 下一秒无数恐怖的黑发深处 猛地缠绕住了赵一的身体 将他拖入了房间内部 这些无数由怨念拼凑出来的发丝 可以在瞬间杀死一个精神心智不够坚定的人 饶使赵一这样不被影响的人 也让这些怨念缠住了脖子以上的地方 几乎不能呼吸 他不慌不忙用手电罩在了自己的手掌上 光合作用发动 身体开始自给自作 那怨念简缠绕他许久无果之后 便企图往赵一的身体里面钻 从眼睛鼻子嘴巴耳朵 几乎无孔不入 杀不死我就想涌入我的精神世界 把我的精神世界吞噬童话吗 来吧 我的精神世界欢迎你们 赵一呵呵一笑没有抵抗 甚至还有一些享受 很快那些钻进身体里的发丝 仿佛接触到了极度恐怖的东西 他们慌乱地想要钻出赵一的身体 然而赵一的身体突然爆发出一股犀利 无端地将他们拉入精神世界 他们不停地挣扎 发出了圣人的嚎叫声 三五分钟后这些怨念消失了 赵一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这些怨念真是自作孽 如果他从物理方面攻击 我可能还真受不住 而且上个游戏里才放出了至暗人格 恐怖的混乱对我的身体 造成了极大影响 可这怨念非要对我的精神攻击 这不是找死吗 可惜就补充了这么一点点 赵一扁了撇嘴继续探索了起来 房间内的摆设很简单 桌子上散落着一些纸和一本备忘录 纸张上面还写着些奇怪的材料 水银 攻击血 铜镜 这些都是压制僵尸的东西 看来宅子里确实有一具僵尸 随后赵一就打开备忘录翻看了起来 一二十日 王府来了一群穿着奇怪的客人 他们带上了贵重的礼物拜访老爷 想谈一些奇怪的事 似乎和永生有关 肯定又是江湖上的骗术 这些神棍术士天天打着长生不死的噱头 到处哼蒙管骗 可老爷不知道怎么了 居然相信了这些神棍的话 难道戎马医生的老爷也开始畏惧死亡了吗 一二十一日 老爷让我去找他麾下的两名双胞胎女侍卫 送到二夫人的身边做丫鬟 真是奇怪 前不久大夫人也专门挑了两个丫鬟给二夫人 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一二十二日 大夫人马上又要四十大寿 老爷又继续忙着筹备生日礼物 前些年大夫人总是埋怨老爷不跟他生孩子 最近还因为这件事情和老爷大吵了一家 背地里大夫人说都是苏妹那个狐狸精勾走了老爷的火 说那个从青楼买来的狐妹子不安好心 以后只怕老爷的骨髓都要被他榨干 一月二十三日 老爷今早神色有些古怪 让我去买上两大缸糯米 并买些糯到在自己的府邸也种上一些 这倒是头一回 我记得以前老爷好像没有吃糯米的习惯 一月三十日 老爷的脸色很苍白 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告老还香去 并遣散了宅底里大部分的下人 我没走 这些天我总觉得心里头不安定 我去找二夫人 二夫人却也劝我走 说宅子里要发生可怕的事情了 但我坚持留下 无随老爷南北征战三十年 屡次路过鬼门关 满身疮痕 何曾聚过 二月五日 无惑哀哉 可怜我家老爷 一身戎马 未复半道剑痕 却以这样的方式落幕 罢了 我车林十三岁便跟随老爷南征北战 今年已经五十有六 老爷待我不保 这身贱命不要也罢 便随老爷一同去吧 备忘录到这里结束 其他地方的文字遗失得很严重 无法再从中获取讯息了 赵一在纸张下面找到了信物 车林生前的一块牌子 这块牌子是朝廷斑发的 刻着火急万夫长的字样 我得拿着这个赶紧去烫富宅 赵一拿着信物推门而出 这是一股阴风忽然从左侧的走廊深处吹鬼 柱子后一个诡异的黑影正在凝视着他 黑影身上的煞气极为浓烈 显然这鬼强的离谱 赵一发现了背后恐怖的鬼影 那强的离谱的鬼影迅速朝他攻去 他想起了指人默默的交代 转身就跑向了中央大厅 房间内的怨鬼赵一尚且可以对付 一旦被身后的那个鬼影追上 那就是真的死翘翘了 不过好在他的移动速度不算很离谱 在赵一跑回大厅之前 他始终没能追上 那鬼影站在了走廊道口 一双星红的双眸露出了不甘之色 进入大厅内的赵一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猜他是在惧怕大厅楼梯上的指人管家 毕竟刚才我在车总管的房间里是 这个鬼影不敢出现袭击我 大厅之中已经坐着两人 王华和潘森森 潘森森看到他后率先开口 你怎么了赵一 有人在追你吗 赵一来到火炉旁坐下回答 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热心居民 太热情了 一路追 非要送我一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除英起飞 你没有发现什么吗 听到他的询问 潘森森摇了摇头 我找了几间屋子 除了遇见恐怖的鬼屋之外 什么都没有 双方显然都不相信对方的话 赵一瞟了他一眼笑着点点头 这样啊那好吧 这双马尾骗鬼吗 衣服这么干净整洁 呼吸如此流畅 分明就没有去探索 只是去装装样子 完事之后就回到了中心大厅等我们的消息 不过没关系 这样才更有意思 潘森森接着试探的询问起了赵一 对了 刚才摆着海往你那头去了 你有看见他吗 赵一回答看见了 他被鬼杀掉了 死状很惨 潘森森与王华对视了一眼 没有选择揭穿他 他装模作样案自神上了一会儿 鬼宅危险无比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赵一拿出了那本车铃的备忘录地给了二人 潘森森随即认真观看了起来 这里面还是有不少关键的讯息 奇怪 为什么给大夫人过四十大寿 要说诱 会不会大夫人已经死了 不对 如果是大夫人已经死了 那么他最近怎么可能会和老爷吵架呢 他抬眼看了一眼正在烤火的赵一 赵一你有什么想法吗 赵一深思熟虑后回答 为什么要说诱呢 我猜 也许他之前已经过了一次四十岁的生日 二人文言顿时无语至极 可恶 看他脸上的笑意 肯定知道些什么 却对我们睁眼说瞎话 潘森森叹了口气继续往下看 根据这本备忘录上留下的信息来看 老爷应该是对永生很感兴趣 而且他让管家买了许多糯米和糯道 会不会和僵尸有关系 难道这王老爷将自己炼成了僵尸 潘森森虽然心术不正 但不可否认他在新人玩家里能力还是算不错的 赵一缓缓开口 僵尸什么都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 鬼宅里并不全都是鬼 至少大夫人和二夫人并没有死 一个在望月楼 一个在富宅 潘森森连忙追问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赵一微微一笑稳如老狗 不急 再等一下其他人 我去楼梯上再看看 潘森森看着他的背影眯了眯眼 看 随便看 在想办法弄死你之前 让你多干点活也是好的 赵一来到了楼梯旁仔细观察了起来 发现糯米的位置移动过 糯米分布的图案不一样 有人来过 而且是活人 走之前还重新铺了一层 是谁来过了 大夫人还是二夫人 她想起了先前在二楼的窗户口 看到的那张恐怖的腐烂鬼眼 不管他们俩之中的谁 大半夜来这里应该有很重要的事 从车总管的备忘录里 可以看出他们都很爱王老爷 难道二楼那个腐烂的脸 就是王老爷吗 就在赵一思索的时候 罗启力从西侧赶回来 她眼望去她身上有伤 还比较严重 不过已经包扎上了 显然刘梅也不是一个简单角色 至少不像众人想象的这么简单 连罗启力这种灵魂武器 比较强势的玩家 在杀死刘梅的时候 都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怎么就你一个人 刘梅呢 听到赵一装模作样的询问 罗启力开口回答 她被鬼抓进了一间房子 我没敢进去 那里太吓人了 潘森森文言脸色有些挂不住 她哪能猜不到是罗启力杀死了刘梅 可她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指责 他们已经处于二对二的状态 就算她撕破脸皮也没什么用 将被忘录的讯息和罗启力交流过后 四人很快便做了决定 赵一和罗启力去找二夫人 王华和潘森森则去望月楼找大夫人 男人故意将自己炼成了僵尸 可奇怪的是 他还让人买些糯米困住自己 从主宅出来后 罗启力疑惑地询问 这座鬼宅的主人 真的将自己炼成了僵尸吗 赵一点了点头 可能性很大 不过鬼宅的主人行为动机很值得深思 因为如果他是故意将自己炼成了僵尸 又为什么让人买糯米 这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罗启力文言猜测了起来 有没有可能是为了用来限制自己 免得失去神志乱杀无辜呢 赵一微微一笑 这就是我一直觉得有趣的地方 如果他怕自己成为僵尸后滥杀无辜 那他能不能去深山老林里练尸 他能不能去没有人烟的地方练尸 他有这个财力和物力却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 罗启力在赵一的引导下思考了片刻 难道是和他的心脏有关 毕竟这个副本的主线任务 就是消灭宅底主人的心脏 赵一回答没错 离开心脏太远 因此他不得不在自己的腹地里 把没有心脏的自己练成了僵尸 而为了防止自己滥杀无辜 他又让人用糯米将自己禁锢在主宅二层楼 再看见这座鬼宅里最特殊的是什么 罗启力顺着推理了下去 是两个活人 你说的对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鬼 偏偏大夫人房迁和二夫人苏妹去活着 不难猜出 心脏多半和他们二人之中的某一个人有关系 此时月光被乌云盖住 天色越来越暗 赵一打开了手电筒开始继续赶路 一旁的罗启力瞟了一眼 这个手电有点熟悉啊 赵一脸皮极厚 我剪的 你放屁 这分明就是我借给你的 赵一死不承认 手电吗 长得像很正常 你肯定认错了 罗启力听到这话无语至极 要点脸好吗 上面还刻着我名字呢 赵一拿起来看了下 还真有 你这人有病吧 一个破手电你都要刻上自己的名字 百天来古玄镇我给你看一下 心理疾病要早点治疗 不然会越来越严重 二人很快就来到了傅宅的门前 谨慎起见赵一掏出了管家的身份牌 却使两条绳索突然靠近 猛地套住了二人的脖子越收越紧 赵一连忙将手中的信物高高举起 见到信物后那绳子便松开了他们 罗启力捂住自己的脖子大口喘息 你这牌子哪搞的 还有吗 给俺爷整一个 赵一摇了摇头把他拉了起来 没了就一张 不想死的话你最好和我贴近一点 哎 不用这么近了 罗启力警惕地观察 四周紧紧地贴着他 不 贴近点我觉得安全 一道温婉轻力的哼唱声 从里面悠悠传出 狼友情压皆有意 鸳鸯绣紧嫌春去 不求风来不求雨 只求白首情长居 这歌声轻力动人 仅是听上一句便能去散内心的恐惧 二人推开门远远望去 只见有一名身姿窑窍的女人 正在一座古井旁打水 一双扑伯般的眼眸如秋水般眷立 身上的烟火气竟驱散了些许鬼宅的阴森 女人看到赵一后 轻力的面庞上浮现一丝错误 你们是 赵一直截了当地回答 您就是王府的苏妹二夫人吧 我们是王府外面的人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不得不来到这里 原来是府外的客人 真是失礼了 快进来做吧 府里没落了 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的 妾身只能为二位炒些糯米饭 请二位不要介意 赵一没有拒绝 苏妹很快便为二人 端上了两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糯米饭 而她自己则煮上了一些小米粥 王府曾经有规矩 如果有客人来 那么多少要陪着吃一些 如果光是客人吃自己 在旁边看着这部礼貌 赵一见状随口问了一句 夫人怎么不吃糯米饭 苏妹柔声回答 妾身年纪大了肠胃不好 不能吃糯米饭 赵一打亮了她一眼 很年轻 脸上完全没有岁月的痕迹 肌肤紧致白皙 活脱脱的二十来岁的少妇 二夫人 冒昧问一句 大夫人是不是已经过了许多个四十岁大寿了 听到这话苏妹的瞳孔猛然一锁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赵一找到了鬼宅中最后一个活人 而鬼宅的秘密也即将由此揭开 听到二夫人的询问 赵一拿出了备忘录解释道 是车铃总管告诉我们的 她的备忘录上写着大夫人诱过四十大寿 苏妹接过备忘录 眼神深处流露出一抹哀伤 车铃那么憨厚的一个人 对腹底里总是热忱的心 可惜了 她思索了片刻悠悠叹息一声 姐姐她的确已经过了很多个四十岁的生日了 但我不能告诉你们为什么 罗启丽眼珠一转换了一个方式问道 那大夫人生前对你好吗 苏妹点了点头 姐姐生前对我很好 罗启丽听后双目放光 所以大夫人现在已经死了对吧 苏妹反应过来猛然顿主 糟了 我被套话了 她随后苦笑着摇了摇头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说 你们快走吧 鬼宅很不安全 而且如果你们再不走 只怕就走不了了 赵一无奈地摊了摊手 夫人 我们已经出不去了 所以我们才会想着调查这座鬼宅的真相 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 不然我们就会死在这里 苏妹站起身就要往屋内走去 对不起 我帮不了你们 赵一抓紧时间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夫人很爱老爷吧 苏妹沉默了许久 接着长叹一口气 老爷当年将妾身从青楼烟花之地就出 对妾身平日里也是百般宠爱 妾身感念老爷恩情 自然也对老爷心怀爱慕 可惜时间仓促 终究还是未能为老爷留下一子半死 说罢就不再理会两人静止地走向了礼物 罗启丽拿出武器欲要动手 这个女人明显知道些什么 要不我们对她使些强硬手段 赵一听后拦住了她 如果你敢威胁她你会死得很惨 面对一个能在鬼宅里大摇大摆活着的活人 你觉得你有几分胜算 罗启丽这才反应过来 在看向父宅内间房的眼神里 已经浮现出了凝重和畏惧 那二夫人这里已经问不出什么了 咱们要去大夫人那里吗 赵一听后问道 你刚才去了西册有发现什么有用的讯息没 罗启丽接着便拿出了一个书籍 疑问我想起来了 我在西册一件供奉神奇的房间内 找到了一本特殊的书 上面记载了一种奇特的傀儡书 刚才在大厅人多眼砸我没拿出来 赵一接过后翻开快速地浏览阅读了起来 几分钟后她就将一本近千页的书看完了 罗启丽见状满脸的不敢置信 你看完了 这本书有将近一千页 一页有几百上千字 你就这么扫过去 能记住啥 赵一听后微微一笑 肉傀儡 七百六十一页 罗启丽将书翻到七百六十一页后顿时瞳孔一阵 靠 你他妈是个鬼吧 在这本书的七百六十一页处 还真的记载了关于肉傀儡的野猪方式 赵一眨了眨眼说道 肉傀儡是用刚死未复的尸体炼制 可以部分承载主人生前的记忆和喜慕哀乐 但记忆有限 并且情绪十分不稳定 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 他的记忆会随时间慢慢消融 并且一怒一睹 大体上他的生活和尸体生前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当肉傀儡的记忆彻底消失后 他会保留记忆消失之前的情绪 但不再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如果想要维持肉傀儡的记忆和情绪 则需要至亲的血 如果想要 则需要至爱的 关键的地方被划掉了 不过通过这些线索 罗启丽也推理出了一些东西 难怪大夫人总是过四十岁的生日 而指人总说他还活着 并且还能够跟老爷吵架 严格来说 他的确没死 而是做成了肉傀儡 那现在咱们要动身去望月楼 会会这个大夫人吗 听到他的询问赵一摇了摇头 不能直接去 既然进入二夫人的富宅需要一样信物 那么去大夫人的望月楼很可能也需要一件信物 拿不到信物进去多半就是直接死 我们现在返回主宅 去找一下那个指人嬷嬷 他显然知道很多事情 只是碍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没有说 二人接着便迅速动身 路上赵一告诉罗启丽主宅东侧的那条路已经不安全了 镜头不知道是哪 有一只他们无法正面对抗的鬼屋在开怀 二人正往前走忽然觉得冷风阵阵 身后的富宅外侧 有两只黑色的鬼影一瘸一管地跑过来 那是二夫人身边的两名丫鬟吗 罗启丽并不惊慌 因为赵一手里有信物 但赵一没有回复他 转头一看 靠 你妈 赵一这个宅种已经跑路了 罗启丽见状慌了 你有信物你跑啥 赵一边跑边解释道 那两只鬼不是保护苏妹的两只鬼 他们是大夫人派去杀苏妹的两个丫鬟 却被老爷派去的侍卫做掉了 你没看见他们身子是残缺的吗 显然在死前遭受过刀伤 鬼斩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恐怖 赵一等人的处境也就会越来越危险 看到突然出现的两个鬼丫鬟后 吓得他啥也顾不上转身就逃 罗启丽黄了追上前询问 你怎么知道那俩人是大夫人派去刺杀的丫鬟 而不是保护二夫人的 赵一回答道 车总管说二夫人的丫鬟是一对双胞胎侍卫 这俩不是 罗启丽回头认真看了一下 我操 长得果然不一样 赵一你眼睛在什么地方买的 我也想买一双 赵一微微一笑 想要啊 我卖给你 看咱俩也算熟了 我给你五折 十一积分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总算是溜出了这片树林 身后的鬼物虽然煞气击重 但并没有跟着追到主宅来 罗启丽面色苍白的喘着粗气 还好他们没有追来 赵一点了点头猜测到 他们是大夫人派去的 估计害怕老爷和管家 所以不敢到主宅来 这时罗启丽借着微弱月色 赫然发现地面上有很多鲜血 赵一似乎早有预料对此另度惊讶 从指人默默透露出的消息 可以很轻松地推断出 鬼宅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恐怖 二人小心地进入了大厅内 发现东西到处散落一片 火盆旁还有一颗残缺的人头 火操 那是王华的人头 潘森森不会也已经死了吧 听到罗启丽颤抖的话语 赵一非常笃定地摇了摇头 这里的血量是一个人的 潘森森应该还活着 指人管家不见了 但是糯米并没有发黑 楼上的那个玩意儿应该还没下来 杀死王华的是另外的东西 大厅里发生过打斗 桌椅的一些断裂处十分平整 可以看出这个鬼东西 应该是和指人总管打了一架 而且从留下的血脚印来看 那东西显然没有打过指人管家 朝着外面逃去了 听到赵一的分析 罗启丽松了一口气 车总管赢了就好 起码她是中立单位不会攻击我们 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 指人管家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隔断一层楼和二层楼 没有极为特殊的情况 她是不可能离开楼梯口的 从现场的痕迹来判断 那个和指人管家动手的鬼屋 显然和指人管家的实力差距有些大 但她仍然选择了跟指人管家动手 并且利用什么手段将管家引了出去 罗启丽闻言眼睛缓缓瞪大 你的意思是吊虎离山 赵一一把拉住她的衣服 就朝着右边走往旁去 快点去找指人嬷嬷 不然要来不及了 两人随后就来到了指人嬷嬷的房间 可惜却来晚了一步 她死了 血是新鲜的 赵一起身来到桌边打开了手电筒 上面留下了一行血字 她骗了老爷 她骗了我们所有人 请阻止她 要去望月楼 得先去杂物间里拿阵魂箱 杂物间在最旁边的那个房间 她也去了 小心 罗启丽看完信息后感觉有些头大 东镜头的杂物间 你不是说那头有一只相当可怕的鬼屋吗 赵一眼中光芒闪烁 没事 那只鬼屋应该死了 死了 你怎么确定她死了 赵一带头走了出去 指人嬷嬷和那只鬼屋住得那么近 一直都没事 说明那只鬼屋杀不了她 杀了她的是另外一只更厉害的 那只更厉害的鬼屋去了杂物间 原来的那只当然不可能活着 二人迅速来到了走廊镜头 果然发现有一具死状残烈的尸体 这只鬼屋死状很惨 看起来毫无还手之力 为什么要来砸物件 这里难道有什么她想要的东西 赵一四走的片刻开口 她在找钥匙 我刚看到主宅二楼的门被打开了 没猜错的话 就是她从这里取到了钥匙打开的 罗奇力心里略过一抹不祥的预感 她到底是谁 赵一意味深长地回答 一个从来不被承认的隐形人 鬼宅的真相终于被揭开 原来是狗系统一直在误导他们 赵一两人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他们拿着镇魂箱一路朝着望月楼跑去 罗奇力好奇地询问 你刚才说的隐形人是什么意思 赵一面色凝重地看向了前方的三层楼 这个后面再跟你解释 先进望月楼 里面很可能有帮助我们完成任务的线索 来到了入口处 赵一发现门口有一滩血迹 世人血 非常新鲜 看来是潘森森进来了 一楼板是简单离谱 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两人接着便沿着楼梯走向了二楼 过道上有两间屋子 其中一个是大夫人的闺房 壳里面躺着的竟是重伤垂死的潘森森 他的脸色煞白左臂不翼而飞 双眼被挖去 留下了两个圣人的血洞 鲜血染红了床单 听见房间有声音 他稍微蜷缩了一下身子张开了嘴 嘴里滑出了一颗寒血的眼珠 那颗眼珠饱含怨毒发出了诡异的声音 找到你们了 可没等他台词念完 就被赵一一脚踩爆了 潘森森没救了 找找有用的线索 然后我们上三楼 二人接着便在房间里小心摸索 很快赵一从床头柜里找到了一份地情 而上海的名字赫然竟是房间 罗启力低声惊呼 那副本开始实提示 主线任务 消灭宅邸主人的心脏 指的其实不是王老爷的心脏 而是房间的心脏 赵一站在了楼边上的窗口 望向了远处的主宅 那头已经黑雾涌动煞气翻顾 似乎里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要出来了 那个吸引指人总管的鬼 应该是大夫人派去的 而杀死仓库守卫 拿走通往二层楼钥匙的也是大夫人 赵一顿的顿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不对 我这么说不准确 大夫人早就已经死了 现在这个大夫人只是一只肉傀儡 从他复活的那一刻开始 所有人都将他当作了大夫人 可他自己心里清楚 他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全新生命 扶地里上上下下都对他很尊敬 可偏偏没有一个人承认过他的存在 他仿佛一个隐形人一般 生活在这片完全没有他位置的世界里 于是他受到了刺激 情绪变得不稳定 肉傀儡的弊端开始浮现 他借着自己大夫人的身份和老爷吵架 为难二夫人 甚至想要杀死二夫人 回想起肉傀儡一旦受到刺激 情绪容易恶劣甚至极端化的弊端 罗奇力脑子里很多线索都串联在了一起 原来是这样 系统一直说宅邸主人 主宅出现的鬼脸 一句一句的老爷 所有的线索 几乎都是往老爷身上 是给我们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操 狗系统 吐槽一番后两人继续翻找 很快便找到了一张记录 上面的日期写的都是今天 他不跟我上船 他说爱我 老爷不跟我上船 一定是因为那个狐狸精 我杀了他 他就会跟我上船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都去死 我找到了 书上说只要我能获得挚爱的心脏 我就能复活 既然这个老东西说爱我 他一定愿意把心脏给我吧 他似乎知道了我的意图 该死 他会不会借着过生日的机会除掉我 很有可能 我绝不能坐以待毙 又是无聊的一次生日 他送给我了一颗玲珑心 说这份玲珑心就是他的真心 他愿意为我付出一切 包括他的生命 呵呵 男人的话鬼都不信 不过这玲珑心看上去可真漂亮 姑且先留着吧 宅底似乎发生了可怕的事 老爷死了 可他的心脏却不翼而飞 他此前曾见过那个狐狸精最后一年 心脏一定被他取走了 我一定要找到他的心脏 一定要 鬼宅的秘密被彻底解开 指人僵尸与尸鬼的最终一战也即将开启 赵一来到了巴斯大夫人的房间 找到了他变成血傀儡之后的记录 老爷死了 可他的心脏却不翼而飞 他死前曾见过那个狐狸精最后一年 心脏一定被他取走了 我一定要找到他的心脏 一定要 该死 那个狐狸精身边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守卫 吓人说狐狸精每天都要去一趟祖宅二层楼 老爷的心脏一定在那里 赵一看完之后喃喃自语了一句 原来王老爷这个老男人还真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给了大夫人 一旁的罗启力听到这话震惊不已 让大夫人看见自己的真心 乍一听还挺浪漫 结果没想到现实这么血淋漓 赵一微微一笑 我明白大夫人去主宅二楼干什么了 他并不知道自己收到的真是老爷的心脏 反而认为老爷的心脏在二楼 于是他想方设法地想不到那颗心 罗启力嘟囔了一句 那他可是骑律找鱼了 赵一摇了摇头兴奋地说道 不 虽然他到主宅二楼拿不到老爷的心脏 却可能误打误撞拿到自己的心脏 因为大夫人被制成肉傀儡时 被挖掉的心脏 很可能就藏在主宅二楼的王老爷那里 书上有记载 肉傀儡的力量和生命都来源于怨念 而怨念是积攒在了他的心脏之中 当肉傀儡 自己的心脏彻底融合 就会变成超级可怕的诗鬼 罗启力凑后心中一凉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岂不是完蛋了 你他妈兴奋的鬼啊 赵一挑了挑没安慰到 别慌啊 我们先到三楼找找王老爷的心吧 应该还在这栋楼里 说吧两人就朝着三层楼进发 一般情况下 但凡存放关键道具的地方都不会绝对安全 赵一的手术刀拿了出来 提醒罗其利注意一点 二人刚推开房间门 一股阴风便吹了进来 锋利的发丝如同刀锋一样划过 赵一反应迅速拿着手术刀将发丝斩成了两半 此刻他们才有时间看清眼前的场景 只见一只红裙的苍白女鬼正在用自己的头发 疯狂的抽打面前一动不动的指人总管 后者浑身破破烂烂鲜血淋漓 女鬼此时的状态也好不到哪去 身上有明显的猙獰伤口 显然是刚才在被指人总管追杀的时候留下 他张开血痕大口对着二人呲牙咧嘴直接扑去 拖住他 赵一见状连忙冲着罗其利大喝一声 自己则一个懒鱼打滚躲开了女鬼的攻击范围 为什么又是我 罗其利惊呼一声 望着朝自己冲杀来的女鬼屁股用力一甲 斜倒在地上显而又显得躲过而鼓鸡 妈的老子跟你拼了 他随即将自己的灵魂武器缠在女鬼的脖子上 可是却没有造成半点伤害 赵一趁机来到了指人总管的身旁 用手术刀割断了缠在他身上的发丝 车总管 我们是来救你的 指人总管没有说话 脱困之后提着关刀朝女鬼杀去 正和罗其利打斗的女鬼躲闪不及 被直接一刀劈下了脑袋 罗其利见状心有余悸地瘫坐在地 好险 差点就撑不住了 赵一上前拉起了他 并解释道 这个女鬼应该就是大夫人派去主宅 吊虎离山的那名 她本来打不过车总管 但在这里可以利用望月楼的力量 镇压车总管 说罢她便拿出了火旗万夫长的牌子 放在了指人总管面前 听我说车总管 你的老爷有大麻烦啊 大夫人的肉傀儡去了二层楼 车灵听到这消息立刻站不住了 手持关刀直接破窗而出预风 杀向了主宅 罗其利语气忐忑地询问 车总管能打得过大夫人的肉傀儡吗 赵一一边在房间里翻箱倒柜一边回答 放在以前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但现在够呛 她受伤很严重 而且那具肉傀儡越接近自己心脏力量就会越强 罗其利看着赵一这忙碌的模样 手上拿起了一个圆圆的琉璃装饰品 你在找这个吗 赵一眼睛一亮 你在哪拿到的 罗其利回答在女鬼身上 刚才我看她身上有个小凸起 我以为是她的弱点 结果不是 赵一看了看这个琉璃球 里面散发着一股非常温暖的力量 可以恢复玩家的精神质 也可以安抚人的情绪 这是老爷的心 咱们得想办法把这东西装进大夫人的胸口 她会驱散大夫人所有的怨念 自然也会杀死大夫人 她边说边把火旗万夫长的牌子丢给了罗其利 我去主宅和车灵总管拖住肉魁了 你赶快去富宅找二夫人 将这里的情况告诉她 最后一战 没有她不行 男人的治安人格被再度释放 指人尸鬼与僵尸的混战彻底爆发 安排好罗其利去找二夫人帮助后 赵一便火速前往主宅 主宅二楼就忽然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暴鸣声 只见车灵总管带着关刀从二楼飞出 轻飘飘地落在了地面上 她身上的伤势更加严重几乎快散架了 紧接着一阵恐怖的笑声越来越近 两个身影同时从二楼跳了下来 一个是胸口有一个巨大血洞 里面还有一颗血淋淋心脏的大夫人肉傀儡 一个是面容腐烂散发诡异气息的无心僵尸 我终于要 活过来了 这座宅子里的所有人都得死 大夫人的嘴裂开一个可怕的弧度 双目中透露着无穷的怨毒之色 赵一连忙扶住了指人管家 车总管 我帮你拖住你家老爷 你拖住大夫人的肉傀儡 争取撑到二夫人到来 赵一掏出了染血的手术刀 双目变得无比兴奋 丁人格注入 吃五人格14% 暴虐人格6% 血腥人格1.2% 精神腐化度56% 获得提升 近身格斗出级 神经兴奋 持续时间180秒 时间过长增加混乱风暴粒子 影响精神世界建设度 指人总管和大夫人缠斗在了一起 而赵一也飞身而上 掌尖的手术刀翻转 在僵尸的身上留下了一道不深不浅的伤害 老爷身为僵尸本身战斗力极强 但现在心脏被大夫人掏走 所以行动吃缓 不过僵尸的防御极其变态 几乎无视了赵一目前手术刀的物理伤害 得亏是混乱伤害无视抗性 否则掠夺者都没有办法寄生在老爷的身上 老爷几乎没有多少神智 尤其是在被剥夺了心脏之后 他的许多反应都是全凭本能 随着他适应了没有了心脏的身体之后 速度也越来越快 不多时便抓住了赵一的破绽一拳轰来 赵一口吐鲜血郁佳兴奋 呵呵 这么厉害 真是完美的艺术品啊 他后退术步利用吸取力量在缓慢恢复伤势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拿不下他 只能凭借掠夺者提供的生命之力 和他硬号了 车总管那头的战况比较惨烈 练队已经拿到了自己生前心脏的大夫人 他显然实力差了一大截 可他仍然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关刀不曾死 弱小而可怜的虫子 挣扎又有什么用呢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都是虚妄的 肉傀儡发出了圣人的尖笑声 抓住机会直接撕下了指人总管一只持刀的手里 而后指甲散发出一道朦胧轻光划过指人的脖梗 车铃总管的头颅便直接飞了起来 解决掉他厚肉傀儡就看向了赵一 赵一目光冰冷 身上的黑色血丝已经隐隐要浮现体表 虽然代价惨重 但如果有必要 他不介意再次放出自己的至暗人格清场 就在这时远处忽然飘来了两只鬼影 大夫人有所感应回头看了过去 只见二夫人正带着两名双胞胎侍卫赶过来 姐姐 你别这样了 收手吧 两个鬼影凶悍一场 见面直接跟大夫人撕扯起来 狐狸精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该死的虫子 我先处理掉你们两个 赵一目光越过了罗起立 看向了面色哀伤的二夫人 书人 事到如今你已经没有选择了 如果你真的还感念老爷对你的恩情 那就相助我们清理掉这只肉傀儡 让老爷安息吧 苏妹清理的面颊上满是悲痛 长叹了口气惨笑道 都是妾身的错呀 如果不是妾身眷恋老爷 没有按照老爷的吩咐 焚毁他的尸体和埋葬姐姐的心脏 老爷和姐姐也不会变成现在这种一样 如今不但连累了车总管 甚至还连累了整个王家 妾身是王家的罪人 他上前抱住了变成僵尸的老爷 僵尸这时竟然安分了下来 老爷 没有心一定很痛吧 妹儿给你一颗 这样老爷就不会痛了 苏妹说把伸手猛地插进自己的胸口 竟将自己的心脏活活掏了出来 然后颤颤巍巍送进了僵尸胸口的洞中 那颗血淋淋的心很快便和僵尸合二为一 老爷混沌的眼神也渐渐清明 他搂住了即将倒下的苏妹眼中满是悲痛 妹儿 不要离开我 此时已经将是你撕成两半的肉傀儡森然一笑 老东西 你还念着他吗 老爷拳头紧钻双目星红 抱着生命气息流逝的苏妹怒吼一声 我待你不保 从未将你视为傀儡 甚至愿意将自己的心掏出来给你 你为什么 要这样对我 听到这话肉傀儡发出了让人头皮发麻的咯咯笑声 真可笑 从未将我视作傀儡 你们真的在乎我吗 不 你们只在乎房间 在乎那个死去的贱人 告诉你老东西 我不是房间 我是你们的梦言 僵尸与狮鬼的战斗彻底爆发 两者没有再过多废话直接展开了厮杀 变成狮鬼的大夫人不然凶猛强大 但融合爱人之心的僵尸老爷也绝非擅长 二人拳拳相交暴名声叠起 如雷霆嘎巴阵的人脑袋瓜子嗡嗡作响 僵尸肉身强大的离谱 一拳直接将狮鬼砸飞出去 然而狮鬼也不甘示弱 尝试使用精神力量干扰僵尸的行动 趁着两者缠斗之时 赵一连忙跑到了指人总管的身旁 想将头给他粘回去 车总管还没死透 说不定还能帮上忙 罗启力屁颠屁颠地把指人的手臂拿了过来 也一葫芦画瓢给指人粘上 指人的双目重新有了神采 赵一知道成了 但他还需要输血才能完全恢复 罗启力好奇地凑了过来 现在这情况上哪找人给他输血 话还没说完赵一就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手腕被一刀切开 鲜血喷涌见了指人一声 罗启力见状顿时气急 靠 赵一你妈的 眼看着差不多了 他手腕伤口处的处须立刻合拢止住了血 车总管坐起来身体仍然有些虚弱 赵一随即将破损的玲珑心递交到了他的手中 车总管听我说 你家老爷现在虽然很强 但狮鬼积聚了太多的怨力 现在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的力量 等回头他适应了 你家老爷必死无疑 这颗玲珑心里蕴唐老爷生前对大夫人的爱 你将他送进狮鬼的胸膛 就可以化解他身上的怨怒 我们太弱小了 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但你或许有一击的机会 车总管没有说话 满脸杀意地提着关刀就加入了战场 涂着鲜艳油彩的面容开始不断渗出鲜血 脸上的诡异笑容也愈发争鸣 身上的气息变得越来越恐怖 显然是开始要拼命了 狮鬼现状冷吼一声找死 他不惜付出代价逼退僵尸后转身就是一个回首套 但那只做的关刀锋利和坚硬程度远远超过了诗鬼的预想 直接斩了去他的手臂 从中间一分为二 并刺入了他的胸膛 关刀的刀锋即将劈砍在诗鬼的心脏处 却被心脏外面的一层牙死死咬住 诗鬼一只手掐住车铃的脖子凝笑道 真是可惜啊 你这样弱小的宠言 就算是拼上性命又能耐我何 你不可能伤及我的心脏 别天真了 可在他得意忘形之时 一柄锋利的手术刀却从他的背后突然刺入 诗鬼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 缓缓转头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情 赵一黑黑一笑迅速挖出了他的心脏 真是不好意思啊 车总管手里的就是个空壳 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了 现在就给你换上去哦 诗鬼目自欲裂 他转身要杀死身后的这个小贼 然而下一秒赵一就将一颗血淋淋的心脏塞入了他的胸腔 顿时一股温暖的力量浸润全身 诗鬼表情无比震撼与苦痛 无穷的怨力从身体飘了出来 凝聚于空中不肯消散 从四面八方涌入赵一的毛孔 想要夺射占据他的精神世界 然而当这些怨念全部涌入了赵一的精神世界后 便仿佛冰雪消融再无声息 赵一舔了舔嘴唇 看了看大夫人的尸体有些意犹未尽 这个还行 车铃手持关刀铸地静静地站在风中 对着僵尸欺然一笑 老爷 老奴不行了 先走一步 僵尸老爷悲伤无比 两久后发出一声轻叹 是我害了你们 是我 赵一这时走了过来 一只手轻轻摁在了僵尸老爷的肩膀上 安抚着他的情绪免得他发疯 王老爷 曾经向你提到永生的那些人 究竟是怎么回事 僵尸老爷恍惚了很久 最终摇了摇头 既不太轻了 那些人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但他们穿的衣服和你们的很像 赵一听后眉头微重 穿的和我们一样 难道不是这个朝代的人 赵一与僵尸合力解决掉了尸鬼 僵尸老爷恢复神之后 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导致他变成僵尸的是某个神秘教会的人 当时阿谦难产而死后 那帮人找到了我 说自己是什么颅骨教会的人 并给了我一些炼尸的文献 我按照那些文献上的办法 掏出了阿谦的心脏 把他炼成了肉傀儡 想着永远留住他 可是他越来越多疑 甚至想要我的心脏 于是我又掏出了自己的心脏 将自己炼成僵尸 让车铃和梅尔去准备诺米和诺岛 但没想到变成僵尸的 我会和阿谦的心脏产生共鸣 慢慢变得暴力 所以我交代梅尔杀了我 崴掉阿谦的心脏 可惜梅尔也不舍得 那时候我神志几乎尽失 梅尔每日子时末 都会以自己心头血来喂养我 才让我勉强保留一丝神志 我不该那么贪心的想留住阿谦 真是一步错步步错 最后害了所有人 僵尸老爷说完这些话后 看着地上大夫人和二夫人的尸体 惨然一笑 随后赵一罗奇莉的眼前 便同时一黑被传送出了这 并恭喜玩家赵一罗奇莉 主线任务完成 根据贡献度赵一获得300经验值 罗奇莉获得200经验值 空气墙开放 恭喜玩家赵一罗奇莉支线任务完成 获得制停时空能量的电池 不同玩家不同奖励 提示 后续两日可以不必再进入副本 在外面的世界待着 时间自然会到达第七日 看完提示后 罗奇莉顿时兴醒的 我靠 我们不用再进入副本了 那后面两天岂不是很安全 赵一文言微微一笑 你先别激动 赶紧拿出手机 给第三日的我们打电话 然后把刚得到的电池 装进相机 看看这个相机 到底是什么东西 几分钟后 两人打完了电话 完成时空闭环 赵一也将相机组装好了 丁物品穿越时空的照相机 品质任务物品 简介 一个疯子科学家 随手为之的小产品 对没错 就是发明碎尸基的那位 效果拍摄到 24小时后的时空 注意 无法带出秘境世界 电量极低 只可使用两次 相机会将你看见的 一切拍摄进入相片的 赵一看完简介后 恍然大悟 罗奇莉好奇地询问 你又明白什么了 赵一笑着回答 我还不是特别缺点 得等明天看看眼前的变化 时间转眼间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第五日 这天两人发现 眼中看到裂纹的更大 而且裂纹中 还露出了一只鬼眼 罗奇莉试探性地开口 你昨天说的是这个事 裂纹中的鬼 赵一点了点头 没猜错的话 每个参与这一次 魔灵之潮的玩家 都有一只鬼手的 在咱们没有抵达 第七日的时候 他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但当我们成功抵达第七日 他就会从未知的地方出来 杀死我们 罗奇莉语言 顿时慌了 未知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应对 赵一微微一笑 意味深长地举起了 手中的相机 我们可以用这个 固定住他出现的地方 这个相机的效果 是拍摄的任何场景 都会在24小时后 真实在线 备注第三条 是将看见的一切 拍摄进入相片内 也就是说 我们在第六日凌晨 找个地方拍照 把看见的恶鬼也拍进去 那第七日 这只鬼出来的时候 就必须出现在 我们拍摄的地方 罗奇莉文言终于明白了 他出现在我们 固定好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提前准备 躲避这只鬼的追杀 赵一点了点头说没错 时间很快就到了 第六日凌晨 赵一拿出了 自己的照相机 对着面前的空地 拍了一个照 这里比较开阔 方便他们逃避躲闪 果然 他眼睛里的那只厉鬼 被拍到了照片 他拍完之后 就轮到了罗奇莉 罗奇莉接过相机 特意对准了旁边 废弃的老师粪坑 心里想着 要让这鬼屋 尝尝大份的滋味 拍完之后 罗奇莉心中一阵暗爽 叮了我们这么久 也该让你吃点苦头吗 做完这一切后 赵一语气平静地开口道 好了 等鬼屋第七日 破镜而出的时候 就会出现在我们拍摄的地方 我们在这等着吧 罗奇莉文言愣了愣神 就在镜子里的世界 而外面的鬼屋 则想进来杀死我们 只不过他们打破镜子 需要花费七天时间 逃离秘境 其实就是逃离镜子中的世界 明天凌晨鬼屋出现的时候 那面破碎的镜子 会伴随他一同出现 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开鬼屋 并逃入那镜子的对面 罗奇莉听后面色僵硬地 看着自己拍照的位置 等等 你的意思就是说 明天我逃走的时候 要跳进那个大坟坑 赵一点了点头说是的 可恶 既然你早就猜到了离开的方法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阻止我 看着罗奇莉悲愤的神情 赵一无奈长叹一口气 我以为你有这种特殊的品号呢 本来想跟你讲的 但想到反正马上副本快要结束了 所以干脆让你放纵一把 喜欢就要大胆去做 魔灵之潮的副本到了最后一天 恶鬼会在这天出现杀死幸存的玩家 不少人认为开阔的地形 有助于躲避追杀 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了广场上 在坦涂的等待中 最后一天终于到来 众人的耳畔传来了某种东西裂开的声音 一只只扭曲而怨毒的鬼物 沿着镜子的边缘从那头爬了过来 部分玩家因为没有充足的准备 被厉鬼撕碎并吞入了腹中 这些鬼物目标明确并且速度极快 众玩家无法抗衡 只能纷纷逃脱 追杀赵一和罗奇莉的恶鬼也接连钻处 赵一见状连忙掏出了他的肩肤滑板 上来 我们得把他们引原点 再回到镜子那边去 一只巨大的女鬼猛地吐出嘴里的舌头 化作血剑朝着二人杀去 赵一一个神龙白尾躲过了这记迅猛的杀招 罗奇莉不断布置自己的锋锐之丝 阻止两只厉鬼的追杀 在绕了一大圈后 赵一便控制滑板返回了镜子出现的地点 快下去了 提醒过后 二人分别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跑去 赵一毫无阻碍穿过了那面破碎的镜子 消失在了那头 罗奇莉站在粪坑前犹豫了一下 妈的 拼了 紧接着心意横屏住呼吸 不管三七二十一瞄准了粪坑中的那个镜面 直接跳了进去 再一次恢复视觉 赵一已经出现在了工会驻地内 丁恭喜赵一 秦月 罗奇莉等玩家完成了秘境试炼 获得六万积分 命运宝箱绿色 这则消息在整个工会之中通报 那些活下来的几名成员兴奋的发狂 赵一开始准备起了收获 他的积分已经来到了76700 于是直接一口气买了14片论域残念 剩6700积分 赵一长出一口气 将目光投在了大世界任务上 世界任务机场建设 推荐等级6级以上 推荐人数任意 任务奖励 新地图斜山开启 并根据贡献度发放积分 简介 你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古玄镇站稳脚跟 并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根据恶鬼同事们的交流 你才知道古玄镇原来根本没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 只有一座没有建好的机场 和一架很多年没有起飞的飞机 你想要继续往外面的世界探索 寻找其他同伴 飞机是你唯一的希望 最终你不得不开始帮忙建设古玄镇的机场 却没想因此遭遇了各种危险的麻烦 赵一看完之后脑子里闪过了一些念头 建设机场嘛 感觉是个挺大的工程 应该原本就有一个工程对吧 玩家只是帮忙寻找一些特殊的材料或者供应 不过我得先去水谷医院完成这个月的打卡 然后再找时间开启那个工程副本 就在他思索之际 柳若晴忽然发来了消息 来我房间 赵一随即脸前往了他的房间 怎么了 又犯病了 柳若晴摇了摇头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不 这次有事跟你说 赵一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能猜到红魔鬼一事不过是我在试探你了 他如此孱弱完全无法对我构成威胁 赵一听后微微一笑 需要我做什么 柳若晴之间撩开空气 红色的诡异光滑流准不息 片刻后一个头伸双脚的小女孩就出现在了房间 她身上还长了一些诡异的灵点 明天工会的所有老人将要离开 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红魔鬼就交给你保管了 赵一文言好奇地询问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柳若晴面容有些古怪 缓缓开口说出了三个字 不朽禄 赵一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恐怖 里面竟然关押着几十只大凶之物 柳若晴要去前往不朽禄 临走前把身体中的红魔鬼交给了赵一 赵一疑惑地询问不朽禄是什么 柳若晴呵呵一笑 现在你还接触不到这些 不提也罢 总之那条路还不危险 大凶无数 不想漫天 红魔鬼不能跟我一起去 让他依附在你的精神世界里吧 他可以跟随你去绝大部分的地方 但你不准吃他 赵一听后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 真是可惜 不过谁让我欠你一个人情呢 我答应就是了 说吧他就上前拉住了红魔鬼的手 来吧 欢迎来到我的精神世界 随着他话音落下 红魔鬼便化作一缕红芒 进入了赵一的脑海中 一进去就看见了远方那片深渊中 大片的青铜柱 从无尽黑暗直冲明天的暴风年 那些青铜柱上绑着各种各样恐怖的魔鬼 他们嘶吼嚎叫怨气滔天 不停地对着红魔鬼变成的小萝莉 呲牙咧嘴 又来了一个 来吧宝贝 无尽的苦难在等待你 和我们一起享受这永无天日的折磨吧 小萝莉懂得很厉害 许久后才稍微安稳了下来 下面是什么 赵一微微一笑回答道 别怕 是另一个我而已 红魔鬼迟疑了一会儿 然后便对着深渊伸出了手掌 一股微弱的混乱因子 从黑暗之中竟然渐渐被牵引出来 缓缓注入了他的身体中 赵一见状有些意外 你可以吸收这里的混乱因子吗 红魔鬼乖巧地点了点头 可以 但是吸收不多 每天只能吸收一点点 赵一听后摸着他的肩膀 认真感受了一下 那就让我看看 你能将我精神世界里的混乱因子 消失速度提高到多少 片刻后他抬起头露出了惊喜之色 好家伙 你居然让我精神世界的混乱因子 消失的速度提升了三倍 也就是我释放至暗人格六分钟 原本需要花费六个月的时间来恢复 现在只需要两个月 而如果我只是单纯借用部分至暗人格的力量 譬如一条手臂 或者一双腿 一颗心脏 那他或许使用几分钟只需要休息几天 红魔鬼瞟了远处一眼那些被绑在青铜柱上的魔鬼 他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 赵一见状微微一笑 带着慈祥的笑容抚摸了一下他的头 好好干啊 干好了 以后让你吃个饱 之后赵一就退出了精神世界 接着便来到了谷玄镇 他用滴滴打鬼等了很久 但没有一个司机愿意再他到钢材厂 最后他没办法 只好请仓库鬼开车带他来 到了离钢材厂2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赵一点头表示无妨 接着就推开车门走了下去 车上的仓库鬼点了跟雪茄对着他的背影说道 我在这里等你七天 七天如果你还没出来 我就回去了 赵一会弄回首回答没问题 他顺着道路一直往前走 很快一座巨大阴暗破旧的钢材加工厂 出现在了视野之中 系统也在这时谈出了消息 是否进入大世界副本 赵一毫不犹豫回答是 丁副本修 主线任务 调查钢材加工厂腐朽的真相 隐藏任务未知 主线任务奖励300经验值 15000积分 隐藏任务奖励未知 难度未知 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赵一的眼前景象 便一阵恍惚惚 再次恢复视野发现 与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几十名鬼屋 每个人的身上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装 在众人的前面站着一只奇怪的怪物 看上去应该是小头目 正在对着众人训话 他的头是人类的头颅 但头盖骨被掀开 脑花上面插着许多电线 连接着铁皮筒做的身体 左手被切去换成了一根 大约十米多长的沉重锁链 拖在地面上 右手则是改造的电锯 上面还有血肉粘连 我是负责带你们这届员工的老员工陈飞 进入工厂工作 想要成为这个工厂的优秀员工 拿到终身工作的铁饭碗 就给我好好打起精神 当然除了努力工作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们必须要遵守工厂的规则 规则会出现在你们的工作岗位附近 工作牌上有你们的名字和岗位 赵一听后便拿起自己的工作牌 查看了一份 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 赵一 运袖工 这是什么工种 还没等他想清楚 头目的声音就又传了过来 运袖工快来这里 别磨叽 每人领一个运袖的小推车 车里有规则清单 自己看 赵一听后便找到了自己的小推车 里面有一张传单 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还有规则 工厂员工赵一 仅遵规则 必无论任何情况 都尽可能不要在工厂里 让你的体表出现伤口 二 如果身体不小心出现了伤口 请马上用手机联系精灵 并且在老员工的陪同下 使用专业药剂反复擦拭伤口 直到伤口处结出一层药剂膜 三 躺若发现身上很痒 千万不要用手去抓 可以使用拍打或撞击的方式 来减缓遭痒 四 不可打架斗殴 五 工作期间 请一定不要遗失你的推车 六 所有工厂的员工 都一致穿着蓝色工作服装 经理也一样 如果你看见 穿着灰色工作服装的同事 来找你借东西 请一定不要答应 并快速远离他们 七 看见穿着红衣服的同事 无论你在做什么 请立刻闭上眼睛 低头持续一分钟 期间无论听见什么 什么都不要睁开眼睛 八 如果发现 那个影子消失 请务必在五分钟内 找到没有太阳照射的地方 并安静等待影子重新出现 九 第一天的规则和工作量 都很简单 不要将今天的工作 拖到明天做 施工厂没有任何 穿黑色衣服的人 如果你看见 工厂里有穿黑色衣服的人 请在第一时间 打电话给保安室 并待在原地不可左洞 直到保安人员 抓到那名穿黑色衣服的人为止 十一 如果你想成为 一名工厂的优秀员工 并获得这份终身铁饭碗 请一定要遵守以上的规则 祝您好运 赵一独自进入了 规则怪谈副本 并获得了一个 奇怪的运秀工身份 像他这样第一天 进入刚才加工厂的心愿 分配的工作 一开始都是最简单的 有人负责将工厂那一块 巨型草坪上生锈的植物剪掉 并且持续为植物 喷洒一种快速治愈伤口的药剂 而赵一和另外两名 同行的鬼张宁 英雄 则负责将生锈的草 运送到绒钢炉之中 太阳已经渐渐升起 草坪上几十名鬼物 拿着自己的工具 开始准备作业 赵一推着推车排队 等待着锈草装满 他认真仔细地 打量着推车内部的草 钉铁锈 中立 想什么呢 这就是普通的铁锈 赵一看了一眼 地上被修剪好的草坪 诡异的是 那些才被切割的裂口处 也出现了明显的铁锈 规则里说 不要在体表留下任何的伤口 所以感染因子多半来自于 空气之中看不见的微小颗粒 类似病毒 而皮肤可以阻碍这种病毒的传播 伤口一旦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就意味着可能会被感染 但身上如果一旦长出了铁锈 会怎么样呢 赵一的眼中弥漫出了浓烈的兴趣 装满满 快送去荣钢房 听到这话赵一便开始 朝荣钢炉所在的房子走去 与预想之中的完全不同 房间内空旷宽敞并没有轰炉 三条传送带铺展到了门口 传送带的镜头是一颗巨型人口 赵一来到了传送带旁边 一旁的员工随即便将绣草整理好 放在了传送带上 他妈的 天天都是这些该死的生锈的东西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赵一听到抱怨后 认真观察着眼前的骨 在搬绣草的时候 他的手臂有些轻微颤抖 那厚厚的手套似乎里面填满了什么 完全没有凹陷 目光望向了一旁的废弃桌子上 有些涂钉 上面还沾着一些血 赵一走了过去拿起一枚沾血的涂钉 放进了自己的物品栏之中 几分钟后 他就推着推车离开了这里 准备回到草坪继续装绣草 此时太阳已经完全出来 赤裂的光线伴随炎热照在了众人的身上 赵一下意识地挡住了双眼 感觉好渴 身体好像被掏空 他目光看向了周围 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影子愈发淡化 好似要消失一般 规则八 如果发现你的影子消失 请务必在五分钟内 找到没有太阳照射的地方 并安静地等待影子出现 赵一没有迟疑立马推着推车开始了行动 来到了一座围墙下躲过了阳光 那股空虚感渐渐恢复 身体也不觉得渴了 他望着被强光映照的草民 那些鬼物仍然在兢兢业业的工作 影子没有任何变化 赵一思索了起来 是因为我是人类还是什么原因 等等 英雄和张明也不见了 看来鬼物也需要躲避太阳 那我的影子变淡应该不是因为我是人类 而是负责不同项目的员工 需要遵守的规则不同 那些除草工的衣服颜色似乎变淡了 为什么衣服的颜色会变淡 会有什么后果 正在赵一思考的时候 远处走来了一个一瘸一拐的人 身上穿着灰色的衣服 所有工厂的员工都一致着蓝色工作服装 经理也一样 如果你看见穿着灰色工作服装的同事来找你借东西 请一定不要答应并快速远离他们 赵一脑海中略过第六条规则 那人一路走向了草坪旁无人的推车 然后就这么推走了 这推车不是英雄就是张明的 这个灰衣服的鬼推走了他们的推车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赵一眉头紧皱疑惑地查看了他的信息 丁灰衣人 触发是中立 弱点无 你可以跟他聊聊 但是不要借给他东西 也不要和他相处超过五分钟 随着相处的时间变长 他会越来越危险 赵一想起了第五条规则 工作期间请一定不要遗失自己的推车 如果遗失了会发生什么 他好奇地跑了灰衣人一眼便不再理会 没过多久 太阳被白云遮住 英雄和张明重新回到草坪旁边 发现推车不见了 我推车呢 奶奶的 谁拿走了老子的推车 跟我玩鹰的事吧 别让我抓住你 抓住你不给你屎打出来 就算你拉得干净 地中海发行的鬼物英雄发出了无能怒吼 他红着眼四处寻找很快便盯上了赵一 是不是你这个阴险的人类把我的推车藏起来了 怕我抢你优秀员工是吧 赵一看着他气势汹汹的模样耸了耸肩 不是我 刚才来了一个灰衣老汉 把你的车子推走了 话刚说完一道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 就是他推走的 他自己的车没了就推走了你的车 寻生望旬 只见一个尖嘴猴塞的兽鬼眼中闪着脚扎的光 露出了一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表情 蛊惑鬼 高级危险 生前是个蛊惑仔 总想用各种方式来展露自己的肌肉 别人强壮 喜欢欺凌弱小 弱点 对你而言 他全身上下都是弱点 你可以杀死他 但也会付出代价 英雄听到这话恶狠狠的就要上前抢 好你个该死的人类 这分明就是我的车 轮子上的花纹都一模一样 你自己弄丢了自己的车 还把我的推车拿走 给我拿来 赵一一只手插进了兜宇 另一只手则按住了自己的推车 我要是不给那 心念一动 图丁出现在了手心里 赵一精妙地计算了力度和距离 借助推车的遮掩扔在英雄的脚后 英雄奋力拉扯口中还不听的辱骂 奈何赵一的力量很大 普通的鬼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眼看英雄即将踩中图丁 赵一随即松开了手 薄薄的鞋底一下子被扎穿 风锐到甚至能反射寒光的图丁 毫无顾忌地准确扎进了英雄的勇权血 英雄面色怪异地连忙坐在了地上 鲜血伴随着黑色的角气渗出 抠下来的图丁被他扔到了一旁 谁他妈乱扔的图丁 你他妈的 都怪你不给我推车 才导致我被炸了 赵一微微一笑询问道 你还好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英雄话刚收到这忽然感觉脚下传来了剧痛 察觉到问题的他立刻将自己的鞋子脱掉 看了一眼脚心 只见刚才被图丁扎过的地方 赫然长出了一块锋利的不规则铁锈 他伸出手想要抠掉脚掌上的铁锈 刚一用力 剧痛蔓延 鲜血猛地喷出 英雄慌了 迅速拿出了自己的小灵通和陈飞打了电话 你完了 陈飞弓头马上就会过来 他要是知道了你弄丢了自己推车 还抢我推车的事情 你就会被逐出工厂 赵一一味深长地看向了他脚心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英雄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脸上的宁笑渐渐将硬转变成了惊慌失措 我的腿 为什么手伤力 他妈的这些铁锈怎么会找到我的身上来 老员工陈飞很快从远处跑来 隔着老远都能听见铁链的摩他声 他来到众人面前大声询问 谁打的电话 英雄立刻举起了手 是我 陈工头 陈飞走过来看到他脚上的铁锈 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 伤口出现铁锈多久了 英雄老老实实地回答几分钟 陈飞听后顿感不一样 用铁链拖着他连忙离开了这里 赶紧跟我去医务室 搞快点 再玩恐怕就来不及了 赵一被挑衅后开始了反击 悄悄地把吴敌丢在了英雄的脚下 被刺伤的伤口迅速长出了铁锈 宫头陈飞见状面色大变 急忙带着一脸懵逼的英雄前往了医务室 他们走后赵一便撅着自己的屁股 顶着烈日在附近翻找了起来 很快便在一滩血迹旁找到了涂丁 只见原本光滑地能反射阳光的涂丁 此刻已经生锈 涂丁原本的形状也因为锈字改变了 彻底扭曲变成了一小堆废铁团 普通的铁锈不会改变原来物品的形状 所以涂丁形状的改变是在生锈的过程之中发生的 张明察觉到了不对劲 低头一看自己的身体脸色大变 他的身体竟然在融化 血肉骨骼宛如软泥一样溶解 张明内心恐惧不断爬行 在烈日下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我不想死 救救我 他不甘心地发出了求救 但没有同事赶上去帮忙 袖子乱眼 很快在他的尸体上疯狂繁衍生息 张明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之中蜷缩扭曲 被不断折叠成诡异的形状 就和先前赵一看见的图丁一样 赵一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这个过程简直就是艺术 可惜我要送货 没时间多看了 赵一推车进入荣刚室内 刚到这就听见了传送带旁的鬼屋叫骂声 先前那个负责处理这些袖字品的员工 身上的暴虐之气又浓重了一些 他双目通红声嘶力竭 将那些袖字品狠狠摔在传送带上 操他妈的狗杂主 别让老子知道是谁把图丁塞到密封袋子里 赵一侧目观察了一番 他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看来是被图丁刺破后 一直没有去医务室治疗 不过对我来说是好事 说不定我还可以利用他一下 在十几分钟后 陈飞带着被切掉一条腿的英雄经过了这里 感抱歉地告诉你 但凡伤口生锈之后便不能够再生了 另外推车的问题一会儿我会去找赵一问清楚 现在这里正好有一辆推车 张明那家伙因为不遵守规则已经死掉了 他的推车就给你用吧 听到陈飞的话英雄露出了谄媚的笑容 谢谢公投 这是赵一从远处推车走来 陈飞瞟了他一眼说道 赵一你跟我走一趟 见到他俩离去 英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原来工作太危险了 我可以帮你申请一个离职手续 你赶快走吧 赵一没想到他竟然会劝自己离开 看来这个鬼应该是个好鬼 他脸色忽然严肃了起来 摸了摸下巴认真的回答 其实我是超时空特警 未来的世界发生了骤变 古玄镇危在旦夕 危害来源便是这座工厂 危害等级龙级 我们逆转时空穿梭于无数过去的时间线 开展特工行动 目的就是为了拯救过去 本次行动代号信条 陈飞被赵一捕得一愣一愣 有什么能证明你说的话吗 赵一随即从物品栏里拿出了一张房产证 这是我的身份证 以及特工007 代号詹姆斯 帮应 刘老汉 陈飞看着这张房产证许久 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太对 毕竟超时空特警什么的实在太荒谬了 瞧着陈飞将信将疑的脸 赵一叹了口气又掏出了碎尸机 我就知道你不信 看吧 我把穿梭时空的机器都带过来 只要将东西丢进去并设定穿越的时间 就能够穿越到过去 陈飞认真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个诡异的机器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穿梭时空的高科技产品 反倒像是某种处理肉质品的机器 你确定这个东西可以穿越到过去 赵一点的点能回答 当然 不信你可以试试 陈飞迟疑了片刻 拿出一颗库木扔进了碎尸机里 只听轰隆轰隆一阵响动 里面的库木不见了 只剩下出口翻飞的木鞋 看见这一步的陈飞木凳口袋愣在了当场 操 你这分明是碎尸机吧 他忽悠赵一上线 不仅创建了最强组织结交 还收下了第一个小地点巨鬼 就在当中 他拿出碎尸机展示了穿越时空的能力 但看着被绞碎翻飞的木屑陈飞显然有些不相信 操 这分明就是碎尸机 赵一飞飞一笑开始忽悠了起来 其实这些碎屑呢 就是时空传送机的另外一个功能了 为了迷惑他人 博士在做这个机器的时候 特意开发了一项功能 他可以根据进入的物品 分析其结构的材料 一边将物品传送回过去 一边排出和这种物品材料类似的碎屑 让其他人误以为这是个普普通通的碎屑机 而不是什么时光穿梭机 陈飞今后将信将疑 真的吗 赵一摊了摊手 如果不是任务在身 我一个人类干嘛要来这么危险的地方来烫这趟浑水呢 这个理由似乎比赵一前面说的一大堆都好使 陈飞有点信了 他深吸一口气眼神也凝重了不少 而是实在太危险 你这样的小孩子还是不要知道为好 陈飞听到这话顿时不乐意了 看不起谁 我可是常理为数不多的红衣员工 赵一文言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他就是规则七提到的红衣员工 那为什么现在穿的是蓝色的制服 他虽然也会 但是没有立刻询问 而是轻可两声继续解释道 这是机密任务 如果你想要知道就必须加入我们 而加入我们就随时可能会牺牲 你愿意为了拯救世界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吗 陈飞一听这话心头顿时激动无比 我操 听赵一这口气背后有大组织啊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架着七彩祥云 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妈的这不正合我意 当即他便置地有声地开口 我愿意 赵一面色严肃地点了点头 好 组织愿意接纳你 但需要你问心起事 下面我念一句你念一句 陈飞目光坚毅地回答没问题 赵一接着就一本正经地瞎扯了起来 长夜将至 我从今日守望 至死方休 我将不取气不封地不生子 我将不着划肠不争荣宠 我将赤胆忠心鞠躬尽脆 我以灵魂起事 哪怕孤身一人绝不后退 站至最终一秒钟 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些话让陈飞心潮澎湃跟着大声念了一遍 他浑身颤动 眼角甚至划过了激动的热泪 兵弓鬼陈飞对您的好感度提升至敬畏 听到系统传来的消息 赵一致 伸出手和他右臂上的电锯轻轻一握 陈飞同志 恭喜你加入我们的组织结交 既然你已经参与了这一次拯救古玄镇的任务 那么接下来你就要尽可能配合我 首先我想向你了解一下这个工厂的具体情况 为什么草和人会生锈 还有工厂的规则是怎么回事 陈飞听后平复了一下兴起 接着就悄悄地靠近赵一的耳边低声说道 听之前带我的那个老大哥说 钢材加工厂其实原本是一座比较特殊的实验室 这座钢材加工厂存在的时间过于久远 甚至在古玄镇建成之前 他就先一步被建造出来了 钢厂之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周围的一切活物 在某个范围之内 只要是活着的东西外表受伤 就会被他感应了 他会吃掉带锈子的东西 并吐出一种高质量的钢材 这种钢材在经过加工会被古玄镇的建筑队收购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只知道它应该是在地下 毕竟每次带锈子的材料都被输送到了地下 至于工厂的规则 那是由工厂开发者留下的一个机器制定的 听说规则可以保护这里的员工不受到神秘力量的侵害 你还记得规则上的描述 一共有四种颜色的衣服吗 照一点点头回答记得 普通员工是蓝色的衣服 但除此之外工厂内还有灰色红色和黑色的衣服 员工的衣服都是特质的 看上去好像是普通衣服 其实不是 如果一个员工受到了铁锈的感染 那么他身上的衣服颜色就会变淡 等到了某种程度 他们就会变成穿灰色衣服的员工 这类员工被经理称作秀师 对了清理掉这些潜在可能成为会衣员工的人货鬼 红色制服要晚上九点才能换上 穿上红色衣服 就能够清晰地观察出哪些员工的蓝色衣服褪色 哪怕一点点也能够看出来 然后就地清除他们 照一似乎明白了 低头思索片刻又继续问道 那穿黑色衣服的人呢 陈飞摇了摇头 我在工厂工作了几十年都没有看见过 不过 以前倒是听老大哥聊起过这一点 他跟我讲 百年前工厂的确出现过一个穿黑色衣服的人 那个黑色衣服的人出现之后 因为没有被及时报备给保安科 工厂发生了特别恐怖的事情 刚才厂内发生了一场非常血腥的屠杀 据说保安室的人几乎死光了 其他员工也死伤不少 厂内到处都是血字和袖子 如同鬼进地狱 虽然陈飞没有经历过那件事情 但显然老大哥在跟他讲的时候描述的非常细致 以至于让陈飞代入感强烈到能够留下心理阴影 不过赵一却关注到了另外一个细节 既然那个穿黑衣服的人那么强 把负责安全的保安室的人都全部干掉 你的那位老大哥又是怎么活下来的 赵一收下了一个无脑鬼当小弟 并从他口中了解到了刚才厂的恐怖历史 曾有一个穿黑衣服的鬼在厂内开启了一场血腥屠杀 赵一听后有些好奇 既然那个穿黑衣服的人那么强 把负责安全的保安室的人全部干掉 你口中的那位老大哥是怎么活下来的 陈飞回答道 说起来也奇怪 那个黑色制服的鬼当时并没有屠杀所有鬼 他杀了工厂大半的鬼屋后 突然就停止了屠杀 像是收到了什么命令一样直接离开了 最后他究竟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 但大哥跟我提过一嘴 他说自己后来去调出保安室的监控录像 并没有看见穿黑衣服的人离开工厂 所以老大哥最后不干了 辞职回老家了 赵一听完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这样你在工厂内的地位要比我更高 你想办法调查一下和这工厂的袖子有关系的资料 回头我会再来找你 陈飞表示没问题 你要小心那几只新来的鬼 他们对你有很强的敌意 可能会害你 另外我这里有一瓶衣物是顺出来的药 你先拿着 如果身上什么地方有伤口 立刻用药剂喷洒在伤口上 如果伤口生锈了 你就先割掉附近的皮肤 然后再喷药 物品205胶水 品质消耗品 简介 曾经有一个疯女人为了和自己的爱人有部分了 将这瓶胶水当作润滑剂涂在了南方的二地上 因为南方不愿意做切除手术 所以直到老死的前一刻 他和他仍然紧紧相拥在一起 多么感人肺腑的爱情 效果 涂抹或喷洒在物品表面能够形成一层薄膜 一分钟之后凝固并获得50吨强度的粘连力 当然你也可以将它喷洒在伤口上 可以预防感染和止血 制造伤雨露 205胶水问世后的一种 我被授予了诺贝尔医学奖 真是奇怪 照一看完介绍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制造伤在生产这款产品的时候 打死也想不到他最后会被当作一用品 此时在外面的草坪处 蛊惑鬼猖狂的声音传来 这个人类的矛头小子就是炫耳 给他点教训 让他知道不是什么垃圾都能在刚才场工作的 英雄在一旁产位的复活 是啊是啊 居然敢跟咱们抢优秀员工的名额 这只人类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白胆哥 那个家伙怎么回来了 照一悠闲地吹着口哨 推着他的小车车 在众鬼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来到草坪边上开始装填袖草 蛊惑鬼目光冰冷地看着他 狗命真大呀 听到这话赵一抬起头 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笑容说道 知道吗 今天下午你会有大麻烦 蛊惑鬼压抑内心的愤怒吃笑一声 就凭你吗 赵一咧嘴一笑 拭目以待 说发他便推着一车的秀草离开了 望着他进行渐远地背影 蛊惑鬼身上弥漫出了蒙烈的杀气 他看着自己剪刀上一片粘住的秀液 似乎想到了什么 将其收进了自己的口袋 正午 到了干饭的时间 赵一打了一份饭正要准备吃 蛊惑鬼这时拿着两瓶开好的啤酒走过来 赵一兄弟真是不好意思 上午的事情是我的不对 我跟你道歉 望赵一兄弟还寒 不要往心里去 这瓶酒是我的一点心目 赵一兄弟若是不嫌弃咱们就干一瓶 赵一接过啤酒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然后便直接将酒倒在了地面上 一枚袖子斑驳的锋利袖草从酒瓶内滑落 赵一捡起袖草后晃了晃 这就是你的肠意 蛊惑鬼变色难堪嘴硬地对质了起来 赵一兄弟你可不要污蔑我 这分明是从你自己兜里面掏出来的 话刚说完不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见是陈飞后 蛊惑鬼心头又生一计 公头 这个叫赵一的人类实在心肠歹毒 居然偷偷装了一片绣草扔进了酒瓶子里 还想骗我跟他喝酒 然而下一秒 陈飞左手的粗状锁链就直接捆住了他的腰 说谎都不再说 这瓶没喝的酒明明在你手里 而且老子刚才亲眼看见你小子去拿的两瓶酒 搞这些小动作 你是把老子当猪虎吗 他说爸就愤怒地将蛊惑鬼砸向了地面 我去你妈的 再敢在这里搞事 下次弄死你 赵一有了电锯鬼的保护 再也没有其他鬼敢来找他的麻烦 蛊惑鬼被教训一顿后虽然对他很嫉恨 可也不敢在明面上搞事情 赵一挥着装满绣草的车来到了熔炉市 里面死一般的寂静没有出现叫骂声 那名负责搬运绣屋的工作人员 沉默地坐在了边角处 他面对墙壁背对着头门口一动不动 双手捂在了肚子处 低下头也不知在想什么 他身上的衣服颜色已经淡到几乎没有 隐隐变成了灰白色 赵一没有打扰他 自己动手将绣草放在了传送袋上 这时那个灰衣人突然走了过来 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 身上散发了一股浓重的铁锈味 请问可以借我 他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赵一摇头打断了 对不起我不能借给你 我自己也要用 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借给你 但他稍微有一些羞涩 你可能得缠他一会儿 他才会借给你你需要的东西 听到这话 灰衣人炫目猛然睁大询问是谁 赵一咧嘴一笑 我带你去找他 荣刚无视到草坪的距离不远 没有五分钟的行程 路上赵一和秀士有说有笑 来到草坪上后他指着捕获鬼对秀士说道 看见那个打扮很沙马特的鬼媒 你跟他借东西就行 如果他不借的话你就站在他身边等 如果他跑你就追 他是一只心软的鬼 只要超过了五分钟 他就会忍不住答应你 秀士文言空洞的表情里露出一抹兴奋的神色 朝着远处草坪上正在工作的捕获鬼走不过去 赵一站在后方静静观察着 秀士的精神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 在刚才的路上中 赵一为其注入了部分负面人鬼 从而让秀士对自己产生了相当的信赖感 他只是试着玩玩没想到最后成功了 不过这种行为也让赵一察觉到了一些诡异的事情 秀士的精神似乎和某种庞然大物相连接 基本可以推断出 回忆人员是被铁锈源头控制的傀儡 这些铁锈不但会腐蚀他们的肉体 还会腐蚀他们的精神 此时远处传来了惊呼声 我操 别这么跟着我 古货鬼惊慌地拿着剪刀不停后退 骂了个八字 那么多人你特么就盯着我 古货鬼很想骂娘 他也不是傻子 规则清单上面写过 遇见有灰色衣服的员工来找他借东西千万不可以同意 并且要尽快远离他们 他看向一旁悠闲吹口哨的赵一世忽然明白了什么 这个该死的人类一定是他搞出来的 你敢等我 我弄死你 古货鬼心一横就向着赵一跑去 然而身后灰衣人的速度更快 气息也越来越恐怖 脸上身上出现了大量的秀斑 一把就捧上前抓住了古货鬼 古货鬼下的浑身汗毛倒数 顾不上在攻击赵一 他拿起自己手里的大剪刀猛地朝着灰衣鬼的脖子进去 下一秒一声金属碰撞音响起 一边在心底谩骂 一边拿起了电话准备打给陈飞 可他刚拿出电话不久 一双有铁锈构成的鬼爪猛然伸出死死前住了他的脖子 借给我 快借给我 灰衣鬼嘴上仍在念叨 鬼爪也不停地用力 赵一见状摇了摇头 看来古货鬼死定了 我真是不忍心看 还是趁这回荣刚是没人 去看看那颗神奇的人头吧 灰衣鬼解决掉古货鬼之后脸上的暴虐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先前的平静 他并没有将目标放在其他鬼身上 反而看着赵一的背影黑黑一笑 他不借我 你借我 说吧就朝着赵一离开的方向一路追去